为了男人的承诺 萧辰强势回归 化身美女总裁的贴身保镖 横扫八方之敌 谱写王者传奇 他 登巅峰 掌生死 纵横事件 行掌天下拳 泡美女 阔后宫 完美无数 罪卧美人兮 帝章 你也是兵王 总裁办公室 烟雾鸟鸟 苏秦看着沙发上 松松垮垮 做梅作相的青年 这我没问到 你真是我哥的战友 当然了 我和你哥是革命战友 过命的交情 萧辰笑着点头 这丫头 比照片上还好看啊 白皙的肌肤 精致的五官 漂亮的脸蛋 还有 饱满的双风 无一步吸引着他的眼球 我哥怎么没回来 半月前 你给你个打电话 说你遇到了一些麻烦 希望他能回来帮你 他接到你的电话后 就跟部队递了长假申请 不过却没批下来 因为有重要任务 需要他这个兵王去执行 苏秦脸色微变 担心地问道 什么任务 危险吗 绝密任务 我也不知道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去了国外 最少也得半年吧 哦 萧辰深深吸了口烟 你哥领走的时候 拜托我 让我来帮你解决麻烦 说说吧 你遇到了什么麻烦 苏秦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萧辰 你也是特种兵王 不是 我是负责后勤工作的 后勤 具体做什么 养猪 什么 养猪 苏秦有些呆滞 对 我跟你说 我是我们连队的养猪小能手 还因为养猪立过功 我 好了 苏秦听不下去了 打断萧辰的话 我不觉得 一个养猪的能帮我解决麻烦 萧辰笑了笑 呵呵 你还没说 你遇到什么麻烦 怎么知道 我不能解决 什么麻烦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我需要有人来保护我 以及我妹妹的人身安全 你一个养 负责后勤的 没能力保护我们 谁说养猪的 就没能力保护你们 我跟你说 当时我们连队有头猪都成精了 就那将近两米高的护栏 他搜就跳出来了 好几个兵王级 包括你哥 都没拦住 结果愣是让我给抓了回来 由此可见 我的身手 不比你哥差 苏秦看着巴拉巴拉 吹着牛逼的萧辰 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 大哥什么时候 也变得不靠谱了 找这么个家伙来啊 算了 还是按自己的计划 找几个保镖吧 萧先生 我的麻烦 自己可以解决 你还是尽快回部队吧 我不回去了 为什么 我被开除了 苏秦无语 被部队开除了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和你哥是兄弟 他妹妹就是我妹妹 所以我打算 接下来一段时间 待在龙海市 帮你解决麻烦 苏秦有些头疼了 这哪是给自己 来解决麻烦的 分明是来添麻烦的 说实在的 他对萧辰的印象并不好 而且对他的能力 也抱有极大的怀疑 连猪都养不明白 还指望他 保护自己和妹妹 他现在很怀疑 是不是大哥看这家伙 无家可归 可怜他 才把他给介绍过来的 要不 自己就随便给他安排的工作 还没等他想好 怎么安排萧辰时 女助理走了进来 苏总 任坤来了 苏秦皱眉 他来做什么 不见 呵呵 怎么还躲着不见我 办公室门被推开 一个满身名牌 手里捧着玫瑰花的青年 走了进来 任坤 谁让你进来的 苏秦俏脸声寒 眼中闪过厌恶之色 小秦 几天没见 你更迷人了 任坤色迷迷的目光 飘过苏秦的胸口 举起玫瑰花 喜欢吗 送给你 苏秦没见 声音更冷 你来做什么 呵呵 我听说 你想找保镖 所以就给你送了个高手过来 任坤说完 拍了两下手掌 进来 任坤话音一落 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走进来 黑西装 黑墨镜 看着挺唬人的 小秦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可了不得 在狼牙特种大队服役过 狼牙之道部 就电视上演的那个 最牛逼的特种大队 一个打十几个都没问题 任坤拍着魁梧青年的胸膛 介绍着说道 狼牙 呵呵 小说看多了吧 不等任坤吹完 一个嘲弄的声音 自旁边响起 任坤脸色一沉 扭头瞪着萧尘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我是苏总的保镖 保镖 任坤居高临下 打量着萧尘 救你 对 救我 曹 什么阿妈阿狗 都赶出来当保镖了 任坤不屑冷笑 你被开除了 赶紧滚蛋 苏秦翘俏脸一变 刚要说话 就见萧尘缓缓站了起来 让我滚 你 算老几 任坤呆了呆 随即大怒 卧槽 一个保镖 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 阿龙 给我废了他 是 魁梧青年 见主子发话 跨步 上前 就准备动手 住手 苏秦冷声开口 任坤 这是我的办公室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小秦 现在骗子太多了 你可别被阿猫阿狗给骗了 我让阿龙试试他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给你做保镖 苏秦看了眼萧尘 没有再说话 其实他也想知道 这家伙 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 现在 让这个什么狼牙特种兵 来做试金石 或许就能看出点什么来了 任坤见苏秦没再阻止 心中一喜 只要让阿龙展现一下实力 把这个傻叉给废了 那他就能留在苏秦身边了 到时候 嘿嘿 看他还怎么逃出自己的掌心 想到这些 任坤彻底兴奋了 大手一挥 阿龙 给我干他 魁梧青年争鸣一笑 向着萧尘冲去 狠狠一拳砸了过去 狼牙是吧 老子把你打成狗牙 在魁梧青年的拳头 快要砸到萧尘脸上时 他动了 势如奔雷 同样一拳砸出 碰 两人的拳头 在空中碰撞 发出了闷响 下一秒 魁梧青年惨叫着 道飞而出 重重砸在了任坤的身上 哎呦 你他妈给我下去 压死老子了 任坤被砸倒在地上 惨叫连连 魁梧青年捂着断掉的手腕 忍着腾爬了起来 他看萧尘的目光中 已经满是惊惧了 萧尘缓步上前 一脚踩在任坤的胸口 俯身问道 任少是吧 你现在说说 我有实力 给苏总当保镖吗 哎呦 小子 你他妈 啪 萧尘一耳光 抽在了任坤的脸上 嘴巴干净点 别一口一个你他妈的 别以为你信任 就可以任性 懂 火辣辣的疼痛 让任坤差点疯了 他堂堂任大哨 什么时候被人打过脸 你他妈 啪 又一个嘴巴子 而且比刚才那下更重 还不常记性是吧 你在家跟你爹妈说话 也一口一个你他妈的 你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任坤不敢再骂 怒声道 哼 能有点创新吗 多少年的梗了 还在用 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 也不管你老子是谁 我就问你一句 我有实力 给苏总做保镖吗 任坤咬咬牙 有 男子汉大丈夫 能屈能伸 先屈了 萧尘 放开他吧 苏秦终于开口了 任坤有些背景 不能得罪得太狠了 萧尘点点头 抬起踩着任坤的脚 任哨 有我在 苏总的安全 就不劳你操心了 现在 带着你的狼牙特种兵 滚 任坤从地上爬起来 瞪着萧尘 脸上闪过阴狠之色 小子 滚 萧尘一扬拳头 吓得任坤掉头就跑 等任坤跑出办公室后 叫萧生又从外面传来 小子 你他妈给我等着 老子一定要弄死你 蓝姐 你先出去吧 苏秦对女助理说了一句 好 女助理点头 看了眼萧尘 转身离开了 办公室门关上 苏秦坐下 盯着萧尘 你 真是养猪的 当然了 骗你干嘛 萧尘点点头 他没撒谎 不过他口中的猪 不是吃肉的猪 苏秦张张嘴 他很想问一句 养猪的会这么厉害 不过 他却没再多问 就在刚才 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不管这家伙 强或弱 至少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他值得信任 要不大哥 也不会让他来了 再者 疼爱自己和小妹的大哥 又怎么会找个弱者 来帮自己解决麻烦呢 想到这 他做出一个决定 新书 杨帆启航 你们在哪里 小五的微信公众号 GMO的舞者 大家微信搜索 然后关注就可以 我会经常在上面 更新些有趣的东西 另外 还有角色照片哦 第二张 卖生气 萧先生 你在龙海有住的地方吗 还没有 我今天刚到 准备明天出去租房子 别麻烦了 跟我们住一起吧 啊 萧辰瞪大了眼睛 同居 苏秦白眼 别想歪了 住在一起 方便你保护我 和我妹妹的安全而已 嗨嗨 我没想歪 萧辰咳嗽一声 你这么信任我 我不是信任你 而是信任我哥 萧辰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色 有我在 一定护得你们姐妹周全 不管有什么麻烦 我都会帮你解决掉 好 多谢萧先生 苏秦露出一丝笑容 他已经有些改变了 对萧辰的印象 呵呵 谢什么 我跟你哥是兄弟 萧先生 苏秦 你还是别叫萧先生 显得生分 叫我名字 或者成歌都行 苏秦点点头 萧辰 虽然你和我哥是战友 但既然 你来龙海市帮我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忙 暂定月薪两万 怎么样 萧辰一愣 还有工资 这小妞 还真是个讲究人啊 如果你嫌少 那 不用了 两万不少了 萧辰笑着摇头 他来这 纯粹是因为男人的承诺 而不是为了钱 要是他想赚钱 随便放句话出去 年薪两个亿 也大有人求着他去 苏秦见萧辰答应了 又简单聊了几句后 把女助理叫了进来 交代一番 萧辰 你先去跟兰姐签合同 我也要处理点事情 等下班再聊 好 萧辰点点头 跟着女助理离开了 苏秦看着萧辰的背影 眼睛眯起 他真的能行吗 一旦消息泄露出去 那就是洪水滔天的大麻烦啊 来到隔壁办公室 兰姐 我们以后也算半个同事了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萧辰 萧辰伸出右手 笑眯眯地看着女助理 这是一个风骚的女人 风骚 有时候并不是贬义词 而是包义词 代表着无限的风情 虽然她不如苏秦漂亮 但身材却一级棒 浑身上下 弥漫着成熟的韵味 就像是熟透的水蜜桃 咬上一口 足能让所有男人无法忘怀 秦兰 苏总的助理 女助理与萧辰握了握手 随即她笑了 她能清楚感觉到 这个男人轻轻捏了捏她的手 带着一丝轻挑 却并不过分 兰姐 以后多多照顾 萧辰松开右手 嘴角勾勒起弧度 有意思的女人 秦兰笑着点头 先坐吧 我给你准备合同 很快 合同就准备好了 萧辰连看都没看 刷刷牵上了自己的名字 呵呵 你也不看看 就不怕这是卖身器 卖身器 要是真能卖给苏秦 我不吃亏啊 那卖给我呢 秦兰媚笑一声 卖给你 萧辰瞄着秦兰 咧咧嘴 那更赚大了 得性 秦兰白了萧辰一眼 却并没有生气 通过一番闲聊 两人的关系 明显静了不少 萧辰也从秦兰口中 得知了苏秦 以及公司的近况 虽然麻烦不少 但她还是隐隐觉得 这些都不是苏秦 给她哥打电话的 根本原因 想不明白 萧辰也不再想 等时间久了 自然就知道了 不跟你瞎扯了 你先喝点茶 我处理一下文件 萧辰看着一大落文件 有些扎舌 这么多 嗯 这些是公司内部的文件 我处理后 再提交给苏总 哦 萧辰随便拿起一份 看了起来 秦兰也没再管她 低头忙自己的 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萧辰把文件放在她面前 兰姐 你看看怎么样 嗯 秦兰一愣 仔细看了看 瞪大眼睛 这是你批住的 对啊 我也不了解公司 只能从大方面说一下 细节方面 就只能靠兰姐你了 秦兰又看了一遍 猛地抬起头 眼睛有些发光 萧辰吓了一跳 兰姐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人才啊 来 帮姐把这些也处理处理 秦兰说完 又给了萧辰几分 萧辰无语 尼玛 这是把她当免费劳工给用了呀 别这表情 本改天姐请你吃饭 好吧 萧辰点头 又闷头处理起来 二十分钟后 她把几份文件放在了秦兰面前 秦兰呆滞了 这么快 不会是胡乱处理的吧 可等她看完之后 已经不知道该说啥了 良久 她挤出一句话 你小子是来抢我饭碗的吧 还没等萧辰再说什么 桌上的电话响了 秦兰拿起电话 答应医生后 挂断电话 你先坐着 我下去拿个快递 兰姐 这点粗活交给我吧 我帮你去拿 行 多谢你了 等萧辰离开后 秦兰重新拿起几份文件 想了想 来到总裁办公室 小秦 给 没有外人在 秦兰没有喊苏总 把文件递给了苏秦 兰姐 今天怎么这么快 苏秦接过来 只看了一眼 咦 这不是你的笔记 谁写的 萧辰 她 苏秦愣了愣 仔细看了起来 越看眼睛越大 兰姐 这真是她写的 秦兰苦笑着点头 是不是很吃惊 如果你知道 她用了多长时间 搞定了这几份文件 绝对会更吃惊的 多长时间 二十多分钟 苏秦呆了呆 这怎么可能 就算拦截你 估计也得四五十分钟吧 没错 而且 处理的还不一定这么完美 虽然她不了解咱公司 但大的方面 都非常完美 尤其市场部那份 苏秦忙把市场部那份拿出来 又看了一遍 却如秦兰所说 很完美 还搞定了一个 让她头疼几天的问题 小秦 这小子 真是你哥的战友 部队上还有这种人才 苏秦看着秦兰 语气古怪 如果我说 她在部队上是养猪的 你信吗 秦兰目瞪口呆 养猪的 办公室里 两个女人都不怎么淡定 而拿到快递的萧辰 也满心好奇 包装得这么严实 该不会是振动棒之类的 情趣用品吧 她想到 秦兰性感的风情 脑海中浮现出 一哨而不移的画面来 忍不住露出邪恶的笑容 等萧辰回到办公室时 秦兰已经回来了 兰姐 给 秦兰接过来 随手放在旁边 萧辰 姐跟你商量的事呗 什么 以后你没事了 多来姐这做做 帮帮姐的忙 怎么样 放心 姐不会让你白帮的 秦兰一笑 媚眼如丝 萧辰看着秦兰 妩媚的样子 逗着她 兰姐 你亲我一口 我就答应你 不 秦兰凑在萧辰脸上 亲吻了一下 萧辰有点傻眼了 卧槽 这妞比自己想象中还强悍 现在行了吧 秦兰轻笑 看着萧辰呆傻的样子 眼中闪过一抹得意 不行 得清嘴 换秦兰呆了 这家伙的脸皮 比自己想象中要后很多呀 兰姐 来 轻轻 萧辰嘟起了嘴巴 去死 得寸进尺 秦兰笑骂一句 挥挥手 赶紧滚蛋 苏总在等你 好嘞 那我滚了 兰姐再见 萧辰嬉皮笑脸 刚出办公室 就见苏秦兰这包出来了 下班了 嗯 走吧 两人乘电梯下楼 来到停车场 当萧辰看到黑色的 马沙拉蒂总裁时 眼睛明显一亮 苏秦注意到他的目光 把钥匙扔了过来 你来开吧 好 萧辰咧咧嘴 发动起车来 缓缓向门口开去 还没到门口 就见从外面 涌进来一大帮人 足足有二三十个 手里都拎着棍棒 最前面的 是一半连肿成猪头的人坤 他拿着一根棒球棍 威风凛凛 人哨 快看 是那小子 旁边 手腕上缠着绷带的 魁梧保镖 指着马沙拉蒂喊道 任坤仔细一瞅 脸色猙獰 把车拦下来 二三十个混混 答应一声 呼拉一下子 堵住了路 任坤举起棒球棍 指着马沙拉蒂 驾驶座上的消沉 小子 你他妈给老子滚下来 求留言 求收藏 求打赏 晚八点 还有更新 第三章 苏小萌 苏秦看到这阵势 脸色一变 怎么办 呵呵 别担心 坐好了 萧辰看着叫嚣的任坤 笑了笑 一脚油门踩下 原本缓慢的马沙拉蒂 猛地提速 犹如一头野兽 向前方撞去 妈呀 任坤等人 看着冲撞来的马沙拉蒂 惊恐尖叫 撒鸭子向旁边躲去 嗡嗡 马沙拉蒂 没有任何减速 以极快的车速 冲出人群缺口 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出了公司 萧辰放缓车速 看着脸色发白的苏秦 你没事吧 呼 苏秦输出一口气 有些后怕得瞪着消沉 你就不怕撞死他们 呵呵 我心里有数 足足一分多钟 苏秦心情才平复下来 我还以为你刚才会下车 狠揍他们一顿 相比较动手 我更喜欢以礼夫人 是吗 没看出来 苏秦白眼 想到什么 对了 任坤带去的那个保镖 真是狼牙的 狼牙 呵呵 这称呼完全是小说里 杜转出来的 真正的利人 根本不会暴露 在世人眼前 哦 比如你们 对吗 对 萧辰点点头 换了个话题 苏秦 秦岚什么来历 她是我好朋友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觉她不像是普通的总裁助理 她是哈佛商学院的MBA 以她的能力 完全可以在国内任何一家大集团大公司任职 不过 她一直都在国外 我创业后给她打电话 希望她能回来帮我 后来 她答应的同时 也提出了条件 不任公司高层 只给我当助理 萧辰扬了扬眉毛 笑了 还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你们是校友吗 我记得你哥说过 你也在国外留学过 不是 我是麻省理工的 好吧 你们都是学霸 让我这种学渣 无地自容了 哪个学渣 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处理好几份文件 苏秦看着萧辰 缓缓说道 嗨嗨 李白不是说了吗 天生我才必有用 学渣 也不一定就一无是处 是吧 苏秦没有再多说 他隐隐觉得 这个男人 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 而他现在 才只是翻开了第一页 日子还久 不着急 慢慢翻 总有看完的时候 半小时候 马沙拉蒂来到 玉京香别墅区 开进一栋别墅的院子里 小妹可们回来了 苏秦打开客厅门 进来吧 好 萧辰刚进客厅 就听楼上传来声音 姐 她是谁 萧辰抬头看去 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女孩 身材高挑 脸蛋精致 眉眼间与苏秦有几分相像 其尖绣发上 瓢染着一缕火红色 让她多了几分不羁的野性与张扬 再往下看去 小吊带 小热裤 浑圆的大腿 白花花的 有些谎眼 小萌 下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苏秦招了招手 女孩走下来 打量着萧辰 姐 这是你男朋友 女孩一句话 让苏秦脸色一红 死丫头说什么呢 她叫萧辰 是大哥的战友 受大哥支托来龙海 保护我们 保镖 呵呵 可以这么说 萧辰笑着点头 苏小萌是吧 你好 常听你哥提起你 我没有哥哥 只有姐姐 苏小萌冷冷地说道 小萌 苏秦皱眉 你再这么说 我生气了 苏小萌看了眼苏秦 闭闭嘴 莫在说什么 小萌 以后 萧辰就住在家里了 什么 她住在家里 苏小萌瞪大眼睛 不行 怎么不行 她是来保护我们的 你要是还有意见 我就让她贴身保护你 跟你去学校 不光苏小萌愣住了 就连萧辰都无语了 贴身保护 去学校 怎么着 还让哥去陪读不成 卧槽 不行 我才不要她 跟我去学校 我会功夫 不需要她保护 缓过神来的苏小萌 大声反对着 再说了 她还不一定有我厉害呢 萧辰看着苏小萌激动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 你笑什么 苏小萌怒目瞪着萧辰 要不要比一比 如果你说了 就滚蛋 小萌 怎么说话呢 不要闹了 苏秦脸色一沉 苏小萌见姐姐生气了 狠狠瞪了一眼萧辰 不敢再说了 萧辰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随便做 我先上去换衣服 苏秦对萧辰说道 好 等苏秦上楼了 苏小萌 一下子又蹦了起来 小子 我问你 敢不敢跟我比比 我不喜欢欺负小孩子 什么 你说我小孩子 我哪里小了 萧辰目光 瞟过苏小萌的胸前 神情有些玩味 小河财路尖尖角 荷包蛋上两个枣 哪里都小 苏小萌注意到 萧辰的目光 再听到她的话 勃然大怒 臭流氓 你说什么 凶小 是苏小萌的心结 她经常为这事 纠结苦恼 现在 被萧辰形容成 荷包蛋 哪能不怒 别激动 荷包蛋不错了 总比鸡蛋饼强吧 苏小萌 彻底发飙了 一脚向萧辰踢去 萧辰侧身躲过 微微有些惊讶 这丫头还真有功夫啊 你练过跆拳道 黑带三段 怕了吧 晚了 苏小萌攻势 变得更加凌厉 喷喷喷 前踢 下踢 侧踢 转身侧踢 360度转身侧踢 苏小萌的两条大白腿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可让她震惊的是 无论她多大的力量 多快的速度 多诡异的角度 都无法伤着对方 速度还是太慢 脚尖点的来爆发 会更快一些 苏小萌下意识地 按照肖辰所说的方法来发力 果然速度快了不少 而且攻手更加灵活 呵呵 不错 如此可叫眼 哼 苏小萌冷哼一声 毫不领情 又是一技高踢 向着肖辰脖梗踢来 啪 肖辰左手扣住了苏小萌的脚踝 入手光滑 让她忍不住 又轻轻捏了捏 手感不错 你放开我 流氓 苏小萌单脚站在地上 有些气急地喊道 你不欺负我了 我就放手 肖辰笑眯眯地 目光沿着大白腿 往上看去 可惜 穿的是热裤 不是小短圈 苏小萌听到这话 差点把牙给咬碎了 这也太不要脸了 咱俩谁欺负谁啊 你放不放手 不放 你咬我呀 肖辰继续斗着小丫头 找死 苏小萌轻喝 支撑着身体的左腿 猛地一用力 身体腾空 向着肖辰踹去 肖辰眼中 闪过满意之色 松开肖小萌的脚踝 后退几步 而后者 也稳稳落在了地上 停 不打了 你说不打就不打 你要是再动手 我就去跟你姐姐说 我要陪你去上学 去贴身保护你 你 卑鄙 苏小萌愤然 却不敢再动手 消沉得意大笑 小样 哥还拿捏不住你 你们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苏秦从楼上下来了 换了一套家居服的塔 别有一番魅力 呵呵 我和小萌在聊学校的事情呢 消沉笑着 故意看了眼苏小萌 让他说的我都想重回校园体验一番了 苏小萌脸色变了 这家伙 太不要脸了 哦 是吗 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 商场如战场 虽然不见硝烟 但也非常残酷 我自己倒是没什么 最担心的就是小萌的安全 嗯 确实 现在的人为了利益 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绑架家人等等 都是平常手段 萧尘在旁边 一脸认同的模样 不断点头 苏小萌 用杀人的目光 瞪着萧尘 这家伙 到底想干什么 被萧尘这么一说 苏秦也越加担心起来 萧尘 你愿意去学校 保护萧萌吗 坏了 苏小萌脸色在变 他知道 只要萧尘一答应 那他姐 绝对能把这家伙 给安排进学校 他扭头看向萧尘 就见后者 正得意地看着他 这让他又暗暗咬牙 王八蛋 早晚让你知道 我的厉害 不过 他现在还真不敢得罪萧尘 生怕这家伙 来一句好啊 我愿意去学校 那他的美好生活 就算完蛋了 一些秘密 也非得曝光不可 一个个念头闪过 苏小萌深吸一口气 背着苏秦 双手合十 冲萧尘做了个 讨好求饶的手势 萧尘笑了 苏青 其实也没你想象中的 那么可怕 国内的治安 还是不错的 我刚才 也设小萌的身手 等我有时间再调 叫一番 自保没什么问题 苏小萌松了口气 帮腔道 对啊 姐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 社会哪有那么黑暗 再说了 我是黑带三段 谁敢找我麻烦 铁定打得他们 满地找牙 苏青 见两人都这么说 点点头 好吧 萧尘 总之你多费心了 嗯 我会的 苏小萌看着萧尘 握了握小拳头 王八蛋 在姐姐面前 道貌黯然 等着 本小姐 一定会扒掉你的伪装 让姐姐知道 你是个臭流氓 把你赶出去 有你 没我 今天愚人节 今天发新书 本来想爆发一下 但想想清明节 要回老家祭祖几天 再看看 那点可怜的存稿 还是省着点吧 感谢邝 不再说永远 两位朋友的盟主打赏 等私聊 我发一下地址 有黑桃A定制礼品送 另外 还有大配角 还感谢其他的兄弟姐妹 无论是打赏的 还是为我来注册账号充值会员的 都谢谢你们 有你们 我相信 我们能一起 扬帆远航 小五的微信公众号 GMO的舞者 在最近几天 都会发红包 没关注的 记得关注一下 第四章 步步陷阱 餐厅 饭桌前 苏小萌咬着筷子 瞪着对面大口 扒饭的消沉 心里暗暗诅咒 该死的家伙 怎么还不夜死你 苏青 真没想到 像你这种美女总裁 做饭也会这么好吃 萧辰加了一筷子菜 不吝赞美 呵呵 小萌喜欢美食 我也喜欢给她做 所以特意研究了一番 环抱过几个美食伴 苏青笑了笑 看着小妹的目光中 满是宠溺 有你这么个姐姐 真是幸福啊 唉 小萌 你怎么咬着筷子不吃饭啊 来 尝尝这个虾仁 特别好吃 萧辰说话间 又加走几个瞎人 苏小萌瞪着萧辰 该死的家伙 多快被你吃光了 我吃个毛线啊 同时 她心里有些委屈 以前姐姐 只给她一个人做美食吃 现在多了个讨厌的家伙 让她颇有种心爱的玩具 被人抢走的感觉 嗯 这个也不错 小萌你多吃点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萧辰说完 目光瞟过苏小萌的胸前 咔嚓 苏小萌把筷子咬断了 该死的王八蛋 老娘明天就去买些药 让你拉到菊花残 满地血为止 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吃完饭 苏秦给萧辰安排了住处 楼下的客房 虽然她比较相信萧辰的人品 但终究是男女有别 有相对私密的空间 会更好一些 在这件事上 苏小萌没发表任何意见 因为 她已经有了计划 一个让萧辰明天就能滚蛋的计划 所以 在她看来 无所谓 萧辰住在楼上 还是楼下 反正就是一晚上 苏秦安排完萧辰后 就回房洗澡去了 忙了一天 她也有些疲惫 啪 听着楼上传来关门声 正在看电视的苏小萌 蹦了起来 她扭头向客房看看 冷笑几声 登登登 上楼回房了 人呢 萧辰从客房出来 左右看看 电视没关 人却没了 电视里 正在上演韩剧 男主角捧着女主角的脸 深情对望后 展开了一场诗吻 草 真慌 难怪现在没纯洁的小孩了 多让这些韩剧给交坏了 萧辰摇摇头 换了个动物世界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大概十多分钟 苏小萌从楼上下来了 她看着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萧辰 撇撇嘴 这家伙还能欣赏得了韩剧 可当她目光挪到电视屏幕上后 脚下一个亮呛 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 屏幕里 公狮子骑在母狮子的身上 正在进行着某种最原始的动作 交配 公狮子边坐 边咆哮着 时不时还张口咬一下母狮子的脖梗 显得有些暴力 你 你不要脸 竟然看这种东西 苏小萌翘脸一红 以前偷偷看过人与人的 这动物的还真没看过 嗯 萧辰一愣 啊 你是说狮子 这怎么不要脸了 难道 你没觉得 这呈现出了一种原始的野性之美吗 没你没啊没 苏小萌咬牙 这家伙 就是一彻头彻尾的流氓 得尽快把他赶走 要不然 姐姐会有危险的 萧辰摇摇头 唉 现在的孩子 不懂欣赏原始之美 光知道看没营养的韩剧 你 好你不跟流氓斗 苏小萌愤愤地说道 我是流氓 我骄傲 哼 不跟你扯淡 我房间里的灯开关坏了 你上去帮我修一下 真的 萧辰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苏小萌 当然是真的 骗你干嘛 你不会是 不会修开关吧 连开关都不会修 还当什么保镖 苏小萌鄙逼试着说道 萧辰无语 这当保镖和修开关 有什么关系吗 赶紧的 灯关不上 我晚上怎么睡觉 苏小萌催错了一句 好吧 你先回房 我去拿工具 嗯 工具箱在外面厨师里 我先上去了 萧辰看着苏小萌的背影 想了想 先回了一趟客房 然后又去拿了工具 来到楼上 进了房间 萧辰四下打量起来 苏小萌的房间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卡哇伊 只有几个玩偶 放在大床上 嗯 忽然 萧辰眼睛陡然一亮 黑色的蕾丝钉 自酷 我先去洗脸 就那个开关 你好好修修 苏小萌见萧辰 注意到了钉自酷 心中冷笑 鱼儿已经扔出去了 现在该给鱼吃食的机会了 好 苏小萌走进卫生间 关上门 耳朵死死贴在门上 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 王八蛋 本小姐牺牲一条钉自裤 看你上不上钩 只要你一碰 那你就完蛋了 哼哼 苏小萌面带得意之色 脑海中 禁不住勾勒出外面的画面 萧辰忍不住诱惑 拿起她的钉自裤 还放在了鼻尖 然后 啊 实在太变态了 不忍直视啊 不行不行 虽然那条钉自裤 她已经不打算要了 但也是她穿过的 万一真被一男人给吻了 那 想到这 她再也等不下去了 打开卫生间的门 搜就冲了出去 大喝一声 臭流氓 你在干什么 我在给你修开关啊 萧辰头也不抬 继续用螺丝刀 捣鼓着开关 苏小萌看着眼前的一幕 傻眼啊 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她扭头看向床上的钉自裤 和刚才完全一样 根本没有动过的痕迹 你 你 苏小萌咬着牙 她很想大声问一句 你他妈是男人吗 萧辰抬起头 看着苏小萌的表情 心中暗笑 脸上却做茫然状 我怎么了 苏小萌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下心情 没什么 修好了吗 快了 几分钟后 萧辰收起工具 修好了 苏小萌上前按了按开关 挤出笑容 不错嘛 看来 你这个保镖也是有点用处的 必须的 苏小萌张开双臂 微笑道 那来个友好的拥抱吧 以后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 好啊好啊 萧辰挺高兴 紧紧抱住了苏小萌 小子 如果我现在大喊一声 让我姐看到你 抱着我耍流氓 你说她会不会赶你走 苏小萌趴在萧辰耳边 玩玩说道 耍流氓 萧辰很诧异 摇摇头 这么纯洁的拥抱 你竟然说成耍流氓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就在苏小萌意识到不好时 只听啪的一声 萧辰的右手 拍在了她的臀部上 捏了捏 这才叫耍流氓好不好 你找死 苏小萌暴怒 右腿膝盖 向萧辰裤装去 肠这么大 她还是第一次 被男人摸屁股呢 萧辰后退两步 倒吸一口凉气 小丫头骗子 够狠啊 竟然想让我断子绝孙 敢摸我屁股 我废了你 停 你要是再动手 我就去跟你姐说 我要去学校贴身保护你 哼 那我就跟她说 你大晚上不睡觉 来我房间非离我 萧辰指了指工具箱 略有得意 我是上来维修开关的 你觉得 你姐会相信你吗 苏小萌咬牙切齿 滚出我的房间 好吧 那我滚了 晚安 萧辰走到门口时 脚步顿了顿 对了 小萌 其实我觉得 你这个年纪 不适合穿黑色蕾丝边的丁字裤 Hello AT或者阿黎更适合你 说完 她快速关上门 跑下了楼 苏小萌呆了呆 随即大怒 抓起床边的玩偶 狠狠砸向了房门 王八蛋 给我去死吧 真当本小姐 好欺负的 明天就让你滚蛋 苏小萌冷笑一声 从隐秘角落 拿出一小型摄像机 刚才所有画面 都已经录了下来 她只需把视频剪辑处理一下 只保留萧辰抱她 摸她屁股的片段 然后再把这家公共的视频 交给姐姐 那到时候 呵呵 可当她打开摄像机时 一下子傻眼了 屏幕上全是雪花和乱码 傻也没录上 楼下客房里 萧辰从兜里 摸出一手机大小的电子设备 咧咧嘴 小妙 你还嫩了点 当米国老的 赫尔是混甲的 从苏小萌 喊她上楼修开关 她就觉得不对劲了 果然 一进房间 步步陷阱 先是丁字库 然后又发现了摄像机 杀招一招 接着一招 还好 她早有准备 兜里揣了个赫尔 这是米国特工专用的电子设备 跟录音截断器差不多 但功能却比那个强大多了 二一开 甭管什么录音 拍摄设备 全部受到干扰 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 她乐得 陪着小丫头玩玩 嘿 也不知道那小丫头 现在会是什么反应 估计要哭了吧 萧辰忍不住好笑 可当她目光触及到 左手上的戒指时 眼中闪过暗淡之色 第五章 陈大爷 老苏 我已经见到了你妹妹 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他们 没人可以伤害他们 除非我死了 萧辰抚摸着这枚灰不溜秋 好似用骨头叼至而成的戒指 语气低沉而坚定 这枚银 是她从小就拥有的 据老算命的说 有天大的秘密 半个月前 她得老算命的指点 前往那前 试图解开骨银的秘密 当时陪她一起去的 就是苏晴的哥哥 苏云飞 结果 苏云飞为救她而死 临死的时候 提到妹妹打电话的事情 让她过来 帮忙解决麻烦 所以 从那期回国后 她没等伤好利索了 就来到龙海市 她怕来晚了 苏晴姐妹有危险 不过现在看来 情况似乎没那么糟糕 老苏 等帮你妹妹解决了麻烦 我就再回那期去寻找线索 血债 必须血来长 无论对方是谁 隶属哪个势力 我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萧尘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杀气 眼中也满是凌厉的寒光 铃声响起 她收敛杀气 接听了电话 陈哥 你那边怎么样 一切顺利 哦 那你住哪 来我这边 我住苏晴这里 萧尘点上烟 小刀 我让你办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选好三个地方 就等陈哥决定了 嗯 等明天有时间 我过去一趟 好 挂断电话后 萧尘深吸几口香烟 起身走进了浴室 一夜无话 转眼天明 六点左右 萧尘就起床了 她洗漱一番后 轻手轻脚离开别墅 在周围转了一大圈 这是她的个人习惯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了解清楚 这样有什么突发情况 她才能在最短时间内 做出反应 等她回到别墅时 苏晴已经起来了 正在厨房里做早餐 听到开门的动静 苏晴探出头来 见势消沉 微笑道 出去沉练了 嗯 出去转了一圈 稍等 早餐马上就好了 呵呵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我一个人就行 两人正说着话 苏小萌 从楼上下来了 她看着消沉 忍不住磨了磨牙 昨天晚上 她连出两大杀招 非但没拿下消沉 反而被摸了屁股 气得她大半夜 都没睡着 一直到睡着 她也没想明白 好好的摄像机 怎么就没录上东西呢 难道是消沉搞的鬼 可她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尤其想到她临走时 说的那句话 更让她恨得牙根痒痒 实在是太可恶了 消沉无视了苏晓萌 咬牙切齿的样子 笑眯眯地打招呼 小萌 早上好啊 我好你妹 啊 我没面儿 萧辰 你老实跟我说 摄像机 是不是你搞的鬼 苏小萌 瞪着萧辰 压低声音 萧辰心里暗笑 脸上却满是茫然 摄像机 什么摄像机 我房间的摄像机 萧辰故作震惊 啊 小萌 你房间还有摄像机 难道你经常还玩得自拍啥的 这可不好 不安全 你忘了前几年的验X门了吗 滚蛋 你才拍验照呢 你全家都拍验照 苏小萌 苏小萌握了握拳头 要是能打过这家伙 他早就一拳打他脸上去了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苏秦从厨房里出来 递给小妹一杯蜂蜜水 呵呵 在聊摄影 萧辰笑着说道 萧辰 你也喜欢摄影吗 小萌也挺喜欢的 你们平时可以多交流 噗 苏小萌刚喝了一口蜂蜜水 听到这话 全喷了出来 多交流 交流什么 交流怎么拍验照吗 小萌 你怎么了 苏秦看着小妹的反应 疑惑问道 嗨嗨 末事 呛着了 苏小萌掩饰着说道 慢点喝 这么大个人了 你们两个继续聊 我去煎鸡蛋 萧辰憋着笑 点点头 好 等苏秦重新进了厨房 苏小萌指着萧辰 怒声道 小子 不用你嚣张 我一定会让你滚蛋的 一定 是吗 萧辰挠挠头 那我得去跟你姐聊聊 我去学校的事情 苏小萌要哭了 妈蛋的 这家伙是个男人吗 怎么就会用这个威胁自己啊 老天 赶紧打个雷 劈死这货算了 小萌 你看咱俩也没仇没怨的 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别想方设法 赶我走 我也不去学校给你添赌 如何 不可能 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去 那就是没得谈了 没有 哦 那我找你姐谈去 我觉得 她一定非常乐意 让我去学校贴身保护你 萧辰说完 转身向厨房走去 苏小萌一看 急了 王八蛋 你给我回来 你叫我什么 萧辰扭头 挑了挑没吗 王八 不 萧辰 没大没小的 你得管我叫陈哥 知道吗 我沉你大爷 苏小萌 又搂不住火了 哦 你管我叫陈大爷行 就是这被分掌得有点快 我 曹 苏小萌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憋死过去 一个女孩家家的 抱粗口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嗯 我得去找你姐聊聊这事 萧辰说完 做事又要去厨房 苏小萌顾不上生气 忙挡在萧辰的面前 口气软了下来 我不赶你走了 还不行吗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刚才行 现在不行了 那 那你想怎么样 叫声陈哥来听听 萧辰有些嘚瑟地说道 怎么 不叫 苏小萌又咬牙又握拳头 最后还是深吸一口气 怂了 陈哥 大点声 信号不好 我听不见 苏小萌强忍着足以坟干太平洋的怒火 大声道 陈哥 萧辰答应一声 你看这样多好 何必弄得剑拔弩张呢 是吧 苏小萌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心里却暗骂 该死的王八蛋 咱俩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几分钟后 三人围坐在餐桌前 其乐融融地吃着早餐 至少 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 吃完饭 简单收拾了一下 三人驱车离开别墅 先把苏小萌送去学校 然后前往公司 萧辰 小萌这孩子 性子有些乖张叛逆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等苏小萌下车后 苏秦对萧辰说道 不会啊 我觉得这丫头挺好的 至于叛逆 这个年龄段 谁没叛逆过呢 苏秦笑了笑 换了个话题 我昨晚和兰姐商量了一下 你以我私人保镖的身份 进入公司 隶属保安部 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意见 嗯 具体事情 等到了公司 你听她的安排就好了 行 萧辰点点头 想了想 问道 苏秦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苏秦眼神微变 不过 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前一阵 我收到一封威胁信 威胁信 谁给的 不清楚 那有怀疑目标吗 没有 这也就是说 我们除了被动防守外 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苏秦点点头 嗯 所以 现在只能等待 好吧 萧辰无奈 心里暗骂 妈蛋的 你们最好早点出现 千万别让老子等太久了 苏秦于光扫过萧辰 心中一叹 不是我不告诉你 真正的麻烦 而是这事 牵扯太大 一旦泄露 恐怕就是狂风暴雨 一时间 两人各有心思 谁也没再说话 到了公司 苏秦交代几句后 就开始忙碌起来 而萧辰 则来到助理办公室 蓝姐 你今天真漂亮 萧辰看到秦兰时 眼睛不由地一亮 今天的秦兰 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 勾勒出美妙的弧线 凸显着性感的风情 怎么 难道姐昨天就不漂亮吗 秦兰杨怒道 当然不是 兰姐哪天都漂亮 永远那么迷人 萧辰夸起女人来 都不用过脑子 张嘴就来 呵呵 就会说好听的哄我 秦兰媚笑 坐 苏总都跟你说了吧 嗯 都说了 我没意见 放心 你虽然隶属保安部 但却不受保安部的管辖 你的领导有两个 一个是苏总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 就是我了 哥哥 萧辰瞄着秦兰 笑得乱颤的胸部 咧嘴坏笑 兰姐 你这个领导 不会对我潜规则吧 那就看你表现了 秦兰媚眼如丝 嘿 那我可得好好表现 两人调笑几句后 秦兰又给萧辰介绍了 保安部的情况 保安部隶属 行政人事部 共有五十多人 不过 大多数都分配在厂部 公司这边有二十多人 有一名保安主管 在负责 你的办公室 也在保安部那边 我还有办公室呢 当然了 不过那边 是临时的 等我旁边办公室 到出来后 你再来这边 嘿 不用这么费劲吧 咱俩一个办公室 不就行了吗 正所谓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萧辰特意在干字上 加重了语气 你这小子 又占姐便宜 秦兰白了萧辰一眼 不跟你胡扯了 我送你过去报到吧 不麻烦兰姐了 我自己去就行 秦兰点点头 那行 你过去吧 我给保安主管 打个电话 好 萧辰离开助理办公室 先去上了的厕所 然后 溜达着向保安部走去 正常更新 每天两张 中午十二点一张 晚上八点一张 朋友们都注册个账号 收藏一下 也就是加入书架 第六张 要不 你们一起上 十多分钟后 萧辰来到保安部门外 脸上挤出个友好的笑容 推开了门 办公室里 坐着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瘦弱青年 正低头玩手机游戏 听到声音后 搜就把手机藏了起来 然后有些紧张地看着萧辰 你 你是什么人 你好 我叫萧辰 我来找保安主管报道 啊 你就是萧辰啊 你好你好 我叫丁力 大家都管我叫丁子 瘦弱青年忙站起来 有些局促 萧辰笑了 丁力 你大哥许文强呢 嘿嘿 丁力挠挠头 脸上闪过一丝拘谨和腼腆 丁力 怎么办公室里就你一人 其他人呢 萧辰四下看看 询问道 丁力听到这话 想到什么 脸色一变 萧辰 他们都在健身房锻炼 刘主管说 让你去健身房找他 哦 健身房在哪 我 我带你去吧 丁力脸上闪过一抹担心 萧辰 等会见了刘主管 你姿态 一定要放低点 萧辰一愣 什么情况 我们走吧 丁力叹口气 被刘主管盯上 日子不会好过来啊 萧辰点点头 跟在丁力身后 向健身房走去 记住 千万要放低姿态 忍一时风平浪静 到了健身房门口 丁力又叮嘱了几句 萧辰笑了笑 他算看出来了 这家伙胆子挺小 估计在保安部 也是个受欺负的主 丁力推开健身房的门 脸上堆积出讨好的笑容 刘主管 萧辰来了 听到丁力的声音 正在锻炼的五六个青年 齐刷刷看向门口 你就是萧辰 一个三十来岁 身材健瘦的男人 用挑衅的目光 看着萧辰 对 他就 丁力忙说道 我他妈问你了吗 去 给我拿瓶水过来 男人呵斥一句 丁力后半句憋了回去 懦弱点头 我马上去拿 萧辰看到这一幕 皱了皱眉头 不过 却没多说什么 小子 我问你话呢 你就是萧辰 对 我就是 萧辰点点头 迎着男人 挑衅的目光 你是 哪根葱 此话一出 健身房里 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所有人都有些呆滞 这家伙敢这么跟刘烟罗说话 尤其准备去拿水的丁力 冷汗都冒出来了 完蛋了完蛋了 男人心中大怒 瞪着萧辰 我是保安部的保安主管 刘大奎 哦 原来是刘主管啊 萧辰笑了笑 失敬失敬 小子 我看你很不顺眼 知道吗 刘大奎冷声说道 呵呵 我知道 我比你帅 你看我不顺眼 很正常吗 哼 你作为苏总的保镖 难道只会耍嘴皮子 萧辰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原来你还知道 我是苏总的保镖 不是你手下的保啊 刘大奎脸色一变 英辰说道 身为保安部的主管 我得为苏总安全负责 所以 我有必要替苏总对你 进行一场考核 如果通不过考核 那我就去找苏总 让你滚蛋 萧辰看着刘大奎 忽然问道 唉 刘主管 你有媳妇吗 没有 那你有姐姐妹妹吗 刘大奎一愣 这家伙怎么突然问起 这些来了 不过 他还是摇摇头 没有 那我就奇了怪了 我一没给你戴绿帽子 二没强X 你姐姐妹妹 你干嘛要针对我呢 萧辰很无奈地说道 刘大奎大怒 马勒戈壁的 老子给苏晴 见了快一个月的司机 和保镖了 这刚打算日久生情 你特么就蹦出来 抢了老子的美差 老子不针对 你针对谁啊 当然 这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 只见他板着脸 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这不是在针对你 而是一心为了 苏总的安全着想 得了 别当了婊子 还要立牌方 说吧 你想怎么考核 萧辰有些不耐烦了 还特么没完了 想当苏总的保镖 最起码 要有足够强的战斗力 所以 我打算让保安部的兄弟 跟你过过招 看看你是不是有真功夫 说这么多 不就是想揍我一顿吗 行 我应战了 不过 我得先热热身 刘大奎见萧辰答应了 心中一喜 小子 一会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刘烟罗的下场 好 给你五分钟热身时间 够了吧 不用 两分钟就行 萧辰原地蹦了几下 做了几个拉伸运动 萧辰 你怎么能答应呢 他们都很厉害 特别是刘主管 部队上出来的 丁力见萧辰 接受考核 有些急了 丁力的声音虽小 但还是落在刘大奎的耳中 他一瞪眼 丁子 你他妈找死是吧 滚一边去 等会再收拾你 丁力一哆嗦 不敢再说话 不过 还是用眼神提醒萧辰 千万不要跟他们打 萧辰心中一暖 这家伙胆子虽小 但人还是挺不错的 是个可交的朋友啊 放心吧 末事的 萧辰冲丁力笑了笑 看了眼跃跃欲试的几个青年 走向旁边的沙袋 抬脚踢了几下 小子 已经两分钟了 你热完身了没有 刘大奎催促了一句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萧辰被狂虐的画面了 今天健身房里的这几个家伙 是保安部最能打的精锐 哪怕是某特种部队出身的他 也不敢说 吻赢他们 所以 在他看来 萧辰死定了 旁边几个青年 看到刘大奎递来的眼色 也都捏着拳头 七嘴八舌叫嚣起来 小子 赶紧的 别墨计 对 凭什么 你当苏总的保镖 等会把你打趴下 看你有什么脸当保镖 草 别说保镖了 连当保安都没资格 听着青年们的叫嚣 萧辰玩玩一笑 原本略显松懒的他 陡然犹如一把出鞘的利剑 展现出无比的锋芒 碰 萧辰的右脚 视若奔雷 狠狠踢在了沙袋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下一秒 原本皆是无比的沙袋 猛地从中间部位爆开 铁砂飞机而出 洒落一地 嘎 七嘴八舌的叫嚣声 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震惊地 看着爆裂的沙袋 这 这怎么可能 热身完毕 现在可以开始了 谁想跟我一战 萧辰没去看爆裂的沙袋 而是看向刘大奎等人 语气很是霸道 他的声音 惊醒了呆滞的众人 下意识的 所有人都向后退了一步 包括刘大奎 一脚踢爆沙袋 这在他们看来 实在是有点恐怖 要不 你们一起上 萧辰指了指几个青年 我单挑你们所有人 几个青年 全都摇了摇头 笑话 一脚都能踢爆沙袋 这要是踢自己身上 那不得废了呀 刘大奎见手下怂了 脸色难看 你们怕什么 难道好几个人 还打不过他一个吗 现在正是你们 向苏总表忠心的时候 一起上 几个青年满心不乐意 但又架不住 顶头上司开口了 只能硬着头皮 冲向了萧辰 砰 冲在最前面的青年 被萧辰一脚给踹飞了 紧接着 他犹如虎入羊群 一双铁拳大开大合 横扫八方 也就十几秒钟 五六个青年 全都倒在了地上 不断惨叫起来 虽然萧辰连一半的力量 都没用上 不至于让他们 鼓断经折 但打在身上 也是剧痛男人 刘大奎脸色变了 他怎么这么强 刘主管 他们都躺下了 现在换你来 萧辰挑衅地看着刘大奎 刘大奎脸色在变 虽然他不想上去找虐 但如果不动手 那他在保安部 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想到这 他大吼一声 握着拳头冲了上去 小子 我来跟你大战三百回合 砰 萧辰挥出一拳 与刘大奎的拳头 撞在一起 他心中危呀 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 别人坤带来的那个山寨 狼牙特种兵强不守 两拳相撞 刘大奎脸皮抖动了几下 拳头处传出的剧痛 差点让他叫出来 不过 他还是忍住了 右脚快速踢出 直奔萧辰胸口要害 碰 萧辰后发而先至 同样是硬碰硬 两人右腿撞在一起 发出沉闷的响声 刘大奎右腿一颤 倒吸一口凉气 亮掐退 三百回合 呵呵 三回合结束吧 萧辰话落 左脚跨步 右拳狠狠轰轰在 刘大奎的肚子上 啊 刘大奎 发出一声惨叫 感觉肚子像 被一柄大锤轰中 到飞而出 重重砸在了地上 刘主管 我算通过考核了吗 萧辰来到刘大奎面前 居高临下看着他 过 过了 刘大奎捂着肚子 弓着腰 强忍着疼痛说道 呵呵 承让了 萧辰装模作样公公手 目光扫过众人 笑眯眯地说道 我的临时办公室 设在保安部 大家以后 就算是同事了 希望我们能有好相处 你们可不要欺负我新来的哦 听到这话 除了丁丽大喜之外 其他人心里都骂娘了 马勒戈壁的 谁还敢欺负你啊 好了 到报完了 我走了 你们也继续锻炼身体吧 萧辰刚要走 又想到什么 指着丁丽 还有 以后 他有我照照了 我不希望 有人再欺负他 萧辰 我 丁丽眼眶 一下子红了 走 帮我去收拾一下办公室 萧辰笑着说道 好 丁丽用力点头 快步跟上了萧辰 刘大奎看着萧辰的背影 目光变得阴狠起来 小子 咱来日方长 我迟早要弄死你 还有丁丽 别以为有萧辰给你撑腰 你就能当人了 在老子眼里 你还是一条可以欺负的狗 第七章 萧辰的霸占 萧辰和丁丽 回到保安部办公室 后者的情绪 依旧有些激动 陈哥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以后不用怕他们 谁要是欺负你了 就告诉我 嗯 丁丽点点头 认真说道 陈哥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丁丽的大哥 呵呵 那你让强哥咋办 萧辰开了个玩笑 丁丽挠挠头 陈哥 我不认识啥强哥 从今以后 我只认你陈哥 行 只要我在龙海一天 那我就照着你一天 萧辰拍了拍丁丽的肩膀 不过 你小子胆子也太小了 以后得找机会 给你练练胆才行 丁丽耸拉着脑袋 似乎也为自己胆小而感到丢人 我爸说我生心懦弱 天生胆小怕事 陈哥 我胆子真能变大吗 呵呵 但小我没法给你变大 胆小倒是有办法 萧辰坏笑着说道 那我以后都听陈哥的 陈哥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行了 先不讨论这个了 我办公室在哪 丁丽听到这话 神情有些古怪 指着一个门 那个 萧辰没注意到丁丽的表情 上前打开门 脸当即就黑了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 入眼的 是随意堆积的桌子板凳 上面一层灰 地上 各种破破烂烂 堆满了啤酒瓶 饮料瓶之类 除了这些外 竟然还有鸡霜臭血 站在门口 萧辰都能闻到那味道 可 这是保安部的杂物间 刘主管 说给你做办公室 丁丽弱弱地说道 萧辰的脸 又黑了几分 他还说什么了 他 他还说 你来了 就把你打进医院 这杂物间 也用不上 丁丽说到这 见萧辰脸色越来越黑 盲说道 陈哥 你放心 我马上给你收拾干净了 不用麻烦了 刘大葵的办公室 在哪 萧辰的脸沉了下来 刘大葵呀 刘大葵 你真当老子 是好欺负的软柿子吗 那个 萧辰摔上杂物间的门 走进刘大葵的办公室 打亮几眼 霸道地说道 以后这办公室我用了 啊 丁丽下的腿都软了 霸占刘主管的办公室 那等他回来 不得翻天啊 正当丁丽心惊胆战时 刘大葵带着几个青年回来了 刘主管 你 你回来了 丁丽满心忐忑 哼 刘大葵冷哼一声 萧辰呢 刘主管找我 不等丁丽说话 萧辰的声音从办公室里传出 刘大葵一愣 上前几步 当他看到萧辰坐在他的办公椅上后 不由得瞪大眼睛 你怎么在我办公室里 刘主管 这办公室 我正用了 你抓紧时间 把你私人物品收拾一下 什么 你正用 刘大葵文言大怒 这是我的办公室 你的办公室在 在旁边的杂物间吗 萧辰冷笑 那是苏总给我安排的办公室 还是秦助理安排的 要是让他们知道 你觉得 他们会怎么想 刘大葵听到这话 脸色一变 那你抢了我的办公室 让我在哪办公 那个杂物间啊 你收拾收拾 不就得了吗 萧辰轻飘飘地说道 你 怎么 刘主管有意见 那你是想去找苏总和秦助理说道说道 还是要和我比比这个呀 萧辰说完 很嚣张地举起了拳头 刘大葵看着萧辰的嚣张模样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憋死过去 想他刘大葵 自从进了保安部以来 那就是一罢 谁敢这么跟他耍横 可现在 先被揍不说 连办公室都被霸占了 别提多窝火了 偏偏 他又没什么办法 打也打不过 闹到苏总和秦助理那里 他也不占领 这口气只能先咽下来了 好 很好 萧辰 你要跟我做对事吧 刘大葵怒目瞪着萧辰 咬牙说道 我不跟你做对 你就不跟我做对了吗 萧辰反问了一句 给你五分钟时间 把私人物品搬出去 要不 我都给你扔垃圾桶里去 萧辰毫不客气地说道 刘大葵脸色变换几下 终究没敢再挑衅萧辰 咬牙道 你们几个 给我把私人物品搬出去 是 几个青年忙点头 开始往外搬东西 看着手下 把东西一件件搬出去 刘大葵的脸色更加难看 每搬一件东西 就仿佛有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这耳光抽得啪啪作响 偏偏他躲都躲不开 旁边 萧辰翘翘着二郎腿 坐在原本属于刘大葵的椅子上 看着他死了爹一样的脸色 心里冷笑 妈的 老子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 还特么蹬鼻子上脸 现在脸疼了吧 几分钟后 刘大葵的东西就搬干净了 还默等他再撂下几句场面话 只听萧辰开口了 丁丽 你发现没有 刘主管的东西往外一搬 整个办公室空气都清新不少 当次也上去了 丁丽嘴角抽出了几下 没敢搭茶 你 刘大葵大怒 这也太他妈欺负人了吧 刘主管 末事多来串门啊 慢走 不送了 哼 刘大葵怒哼一声 摔门出 丁丽看着刘大葵的背影 满脸担心 陈哥 你这么得罪刘主管 小心他报复啊 报复 呵呵 如果他不嫌脸疼 尽管来报复 萧辰轻蔑一笑 他根本没把刘大葵放在眼里 这就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我听说刘主管跟道上的人很熟 行了 别担心了 来 帮我收拾收拾办公室 哦 这边在收拾办公室 而刘大葵等人也在忙着打扫杂物间 五六个人 足足收拾了大半个小时 才算打扫干净 然后 简单不止一番 刘大葵 搬了进去 刘哥 那小子也太嚣张了 这事儿 我们就这么忍了 忍了 刘大葵满脸阴狠 我迟早会让他付出代价 刘哥 我听小李说 昨天任坤来过公司 还跟萧辰起了冲突 忽然 旁边有个青年说道 哦 怎么回事 刘大葵眼睛一亮 青年 把从昨天值班同事 拿听来的消息 详细说了一遍 刘大葵听完后 大喜过望 哈哈 萧辰啊 萧辰 得罪了我就算了 还得罪了任坤 我看你怎么死 那谁 你去告诉值班的兄弟 如果任坤来了 马上告诉我 好 办公室收拾好后 萧辰带着丁丽 离开了保安部 诚哥 你是苏总的保镖 又不是公司的保安 巡视公司干嘛 如今 丁丽已经把萧辰 当做了自己的偶像 不说他能成为苏总的保镖 就单凭他狂虐刘大葵 也足以让这个 一直被刘大葵欺负的家伙 疯狂崇拜了 呵呵 反正闲着也没事 随便溜达溜达呗 萧辰笑了笑 没跟丁丽说 真正的原因 随口说道 哦 经过一番溜达 萧辰做到了心中有数 周围总共有七座大厦 可以对公司进行覆盖式狙击 另外 公司后门的安保力量 也不足 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 那反应都来不及 看来得提醒一下苏晴 让他重视一下后门的安保 还有 忽然 萧辰忍不住 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摇头苦笑起来 不就是一封威胁信吗 至于搞得这么紧张吗 这里是华夏 不是国外 被人用几把狙击 覆盖整个公司的情况 微乎其微 再说了 那威胁信 是不是真的都不一定 万一是有人恶作剧 或者吓唬苏晴吗 就算是真的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他堂堂少帅 还怕几个土鳖不成 想到这些 萧辰轻松了不少 带着丁丽 又去大厦里 转了一圈 随后 丁丽去门口值班了 而萧辰 则跟苏晴打了个招呼 驱车离开了公司 半小时后 马沙拉蒂 停在一家名为 寂寞的酒吧门口 门扮演着 显然还没营业 还默等萧辰下车 一个一瘸一拐的 萧瘦青年 从酒吧里出来 陈哥 你来了 嗯 我们进去说 萧瘦青年点头 带着萧辰 来到他的办公室 简单寒暄几句后 小刀 从抽屉拿出一文件夹 陈哥 这是 初步选好的三个目的 你看看 萧辰接过来 没打开 老苏呢 在隔壁 先带我去看看他吧 好 两人来到隔壁房间 萧辰一眼就看到了 桌上的骨灰盒 正中有张照片 上面是个颇帅的青年 萧辰默默注视着 照片上的青年 他就是苏家姐妹的大哥 苏云飞 小刀叹了口气 轻轻退出了房间 足足十几分钟 萧辰才重新回到办公室 小刀 哪个目的最贵 小刀从文件夹里 抽出几张资料 这个最贵 周围埋的也都是龙海 有头有脸的人物 萧辰接过来 仔细看了一番 满一点头 就塌了 确定了 嗯 萧辰用手点了点宣传图 露出一丝笑容 我想 老苏也会喜欢这儿的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第八章 一把杀人无数的刀 保安部砸物间 不 办公室里 刘大奎正在往肚皮上 擦红花油 之前在健身房 他肚子挨了萧辰一拳 上面 已经红肿一片 轻轻一碰 就疼得他呲牙咧嘴 他一边擦红花油 一边心里问候着 萧辰的祖宗十八代 挨打之仇 夺办公室之恨 一定要加倍抱回来 碰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一个保安从外面跑进来 刘哥 任坤来了 在哪呢 刘大奎猛地站起来 疼得他又倒吸一口凉气 刚进公司大门 走 去见见他 刘大奎放下红花油 快步向外走去 刚出办公大楼 就见任坤带着两个 中年人走了过来 人少 原来是刘主管啊 任坤冲刘大奎点点头 说不上客气 刘大奎目光 扫过任坤身后的 两个中年人 心中疑惑 他不是来找萧辰报仇的吗 怎么才带两个人 刘主管 有事没有 没事的话让开 我还有正事要做 呵呵 任少 今天怎么有空来这了 刘大奎笑着问道 少废话 是苏晴让你来拦我的 刘大奎 我告诉你 今天谁也拦不住 我必须要弄死 那个王八蛋 任坤冷声说道 刘大奎一听这话 心里有谱了 呵呵 任少是来找萧辰麻烦的 知道就好 把路让开 他不在公司 他是苏晴的保镖 不在公司在哪 闪开 任少 他刚才开着苏总的车出去了 现在还没回来呢 真的 我骗你干嘛 咱俩可是朋友 任坤眉毛一扬 略有亲面 朋友 刘大奎无视掉任坤的亲面 笑着点头 当然了 敌人的敌人 那就是朋友吗 敌人的敌人 你的意思是 我跟萧辰也有仇 我恨不得把那家伙 剥皮抽筋 刘大奎神情争鸣 怎么回事 任少 去我办公室聊聊 任坤想了想 点点头 跟刘大奎来到办公室 你以前不是那个办公室吗 怎么换办公室了 那个办公室 被萧辰那个王八蛋 给霸占了 刘大奎满脸愤怒 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听得任坤心里平衡了不少 这家伙比自己还悲催啊 任少 你说这家伙是不是欺人太甚 没错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一个说 萧辰嚣张 一个说萧辰霸道 越聊越来劲 直接把萧辰说成那种 在电视剧里最多 只能活两集的坏蛋了 恨不得马上拉出去 枪毙十分钟 老刘 今天 也就萧辰没在这 要不我直接弄残了他 扔江里去 你信不 信 任少不拆事 刘大奎点点头 不过 任少来找萧辰麻烦 怎么没多带点人啊 任坤扭头 看着旁边的两个中年人 咧咧嘴 老刘 我忘了给你介绍 他们都是我爸花大价钱请的保镖 全是一流高手 他们任何一个 就足够虐死萧辰了 一流高手 刘大奎心中一震 俗世平实力模糊 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是不入刘 三流高手 二流高手 一流高手 以及武学大师 能被称之为一流高手的 那已经是真正的高手 要知道 出身某特种大队的他 才看看是个二流高手罢了 在他看来 萧辰的实力 大概在一流左右 与王牌特种大队的兵王相当 现在任坤带来两个一流高手 那虐他不是很轻松吗 想到这些 刘大奎心中大喜 竖起大拇指 任少大手笔啊 一出手就是一流高手 牛逼 任坤的一大笑 老刘 你放心 等我虐了他 绝对给你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那我就先谢过任少了 两人相视大笑 仿佛已经看到了 萧辰被狂虐的画面 酒吧办公室里 萧辰和小刀 还在讨论 关于苏云飞的事情 他根本没想到 刘大奎会和任坤 搅合到一起 当然 就算他知道 也不会放在心上 两个跳梁小丑 凑在一起 又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陈哥 墓地买下后 准备什么时候下葬 尽快吧 萧辰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小刀 里面有六百万 好 剩下的事情 我会安排好的 萧辰点点头 也幸亏小刀 在龙海 要不然 这些事情 他还不知道 该交给谁来办才好 两人就下葬的事情 又讨论了一番 最后敲定了下来 对了 小刀 你的腿怎么样了 萧辰点上烟 目光落在 小刀的右腿上 小刀勉强笑了笑 还能怎样 反正不耽误 吃不耽误喝的 瘸了就瘸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回龙海后 你没再找医院看看 连米国最好的外科医院 都没办法 龙海医院又有什么用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经营着这家酒吧 享受平平淡淡的生活 小刀话虽如此 但萧辰知道 这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他还没有从瘸腿的打击中走出来 而且 也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堕落了 萧辰沉默了几秒钟 缓缓问道 小刀 你相信我吗 当然了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我不信你信谁 好 那你记着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 萧辰认真说道 小刀一愣 迟疑说道 诚哥你上次也给我看了 说没办法 以前没办法 不代表以后没办法 总之你的腿 交给我了 小刀见萧辰不像是哄他 心情激动不已 好好 不就是一条腿吗 你可净折腾 只要你开口 别说是一条腿 就是我的命 也随时拿去 靠 老子是给你治腿 怎么让你说的 好像老子要卸你一条腿一样 萧辰翻了个白眼 嘿嘿 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小刀咧咧嘴 陈哥 中午不许走 我请你喝酒 萧辰犹豫一下 我打个电话 请示请示 嗯 请示 小刀愣了愣 随即想到什么 不会吧 陈哥 你这刚回来两天 就给我找了个嫂子不成 少扯淡 我现在是苏晴的保镖 哦 那你请示吧 萧辰给苏晴打去电话 简单说了一下 后者则表示让他忙自己的 只要下班之前回去就行了 小刀趁着萧辰打电话的时候 安排酒吧厨师做了几个菜 然后又让服务生把酒送进了办公室 菜 不多 四个 酒 不贵 红心二锅头 小刀打开红心二锅头 给萧辰倒上酒 来 陈哥 我敬你一杯 呵呵 好 两人碰了碰杯子 仰头干掉了杯中的白酒 小刀擦了擦嘴角 放下酒杯 陈哥 当初你第一次请我喝酒 也是四个菜家红心二锅头 那是我第一次喝红心二锅头 你跟我说 男人 当喝醉烈的酒 玩最漂亮的女人 少来 我只跟你说了 喝醉烈的酒 至于玩最漂亮的女人这种话 怎么可能 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萧辰明显庄纯地说道 小刀咧嘴一笑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话我都记得 我也还是那个我 不忘初心 萧辰点点头 他不想见到小刀堕落 听他这么说 放心多了 两人边喝边聊 聊了很多 包括苏秦收到一封 威胁性的事情 几杯白酒下毒 小刀已有了几分醉意 他站起来 从椅子旁抽出一把狭长的刀 陈哥 虽然我腿绝了 但握刀的手还没废 如果你有需要 这把刀还可以陪你征战龙海 血洗八方 萧辰看着最熏熏的小刀 以及他手中那把杀人无数的刀 露出一丝笑容 缓缓点头 好 新的一周 手机小说王首页的红包PK周榜 被干下去了 有朋友愿意助攻吗 上了榜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本书 不求前三 只求前五 上了前五 我熬夜加更可好 第九章 主要看脸 下午四点多钟 萧辰离开了寂寞酒吧 一场酒 两人喝了三个多小时 喝光了五瓶 红心二锅头 哪怕是酒量出众的萧辰 也有了五六分的醉意 他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躺在沙发上睡了一觉 至于小刀 更是烂醉如泥 抱着他那把杀人无数的刀 连酒桌都没下 直接就趴下了 想到自己走时 小刀那捂着脑袋 满脸痛苦的模样 萧辰就忍不住好笑 这小子 还有得罪瘦呢 在路上 萧辰给苏晴打了个电话 在公司门口 接了他 然后 两人又赶往学校 等他们到学校时 学校 已经放学了 刚把车停好 就见苏小萌 从校园里出来了 苏晴 小萌成绩怎么样 不好 每课都刚刚及格 提起小妹的学习 苏晴也有些头疼 不过 她不想强迫小妹 只要她开心快乐就好 再者 在社会上打拼了几年的她 也充分明白 学习成绩离开了学校 那就是个笑话 一纸文凭 有时候也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柯柯六十分 萧晴满脸惊讶 苏晴点点头 苦笑道 这丫头不喜欢学习 我也不想逼她 等高考后 就打算送她出国留学 呵呵 你不觉得柯柯六十分 要比柯柯满分更难吗 萧晴看着 有远及近的苏小萌 意味深长地说道 苏晴一愣 随即心中一震 瞪大了眼睛 好了 小萌上来了 别讨论这个了 萧晴笑了笑 心里暗暗嘀咕 真没想到小萌这丫头 还是个超级学霸 只不过 她为什么故意考杂呢 苏晴开心地笑了 经萧晴这么一提醒 她也明白了 小妹不是学习不好 而是故意没考好 不管她故意考杂的原因是什么 总比学习不好强吧 等改天 得找机会跟她好好聊聊 车门打开 苏小萌上车 她一眼就看到 姐姐脸上的笑容 好奇问道 姐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没什么 苏晴宠溺地看着小妹 小萌 今晚在外面吃 想吃什么 我想吃西餐 听说法国城那边 刚开了一家法国餐厅 很正宗 要不 我们去尝尝 好 听你的 苏小萌见姐姐答应 雀跃不已 姐 你真好 呵呵 你这丫头 苏晴轻笑 萧尘 知道法国城怎么走吗 知道 萧尘点点头 调转车头 向法国城方向开去 一路上 姐妹俩都在聊天 大多数 都是苏小萌在说 苏晴在听 不时传出笑声 自上车后 苏小萌 就没搭理过萧尘 这让她心中无奈 这算什么 冷暴力吗 不过 听着两姐妹的笑声 她还是自心底 浮现出一丝温暖 和幸福来 这才像是一家人 而非她以前 经历过的冰冷与无情 法国城 位于龙海东城 临江一案 这里曾是法租界 后来 法租界没有了 因为种种原因 一些当年建筑 没有拆除 而后 又开了很多西餐厅 所以 这片区域 就有了这么个名字 法国城 以前萧尘来过 几次法国城 所以轻车熟路 很快就找到了 苏小萌说的 那家法国餐厅 萧尘 你以前来过这里 苏晴见萧尘 如此娴熟 好奇问道 嗯 来过两次 萧尘点点头 她以前多次来过 这个国际都市 不过 都是匆匆过 这次 不知道又会停留多久 喂 萧尘 既然已经到地方了 那你就可以离开了 等我们吃完饭 你再来接我们 苏小萌终于大理萧尘了 不过却是赶她走 小萌 别胡闹 苏晴皱眉 呵斥了一句 苏小萌多了嘟嘴巴 心里有些委屈 光辉训我 你都没看到这王八蛋 是怎么欺负我的 还摸我屁股 萧尘 你别生气 这丫头被我惯坏了 苏晴歉意地说道 呵呵 我已经把小萌 当做了自己的妹妹 又怎么会生她的气呢 萧尘笑着说道 苏晴点点头 又瞪了小妹一眼 向法国餐厅走去 因为时间还早 餐厅人不多 三人选了个 相对安静的位置 开始点餐 法国服务生 拿着精美的菜单走过来 目光扫过三人 很优雅地 把菜单递给了苏晴 小萌 你先点吧 苏晴把菜单给了小妹 也想借机 听听她的法语口语 为了这个妹妹 苏晴可以说 没少操心 见她学习不怎么样 就准备安排 她去法国留学 还特意请了法语家教 专门教导她法语 免得到那边 各种不适应 苏小萌接过菜单 眼珠转了转 姐 萧尘是客人 要不让她先点吧 苏晴没多想 欣慰地笑了 虽然刚才小妹不礼貌 但现在能礼让萧尘 应该是知道错了吧 呵呵 女士优先 还是你来吧 苏晴没看出 苏晴萌的险恶用心 萧尘可是看得明明白白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出丑罢了 苏晴萌见萧尘推让 更觉得她看不懂法语菜单 心中冷笑 小子 今天就让你丢人 萧尘 不 陈哥 你是客人 当然得你先来 要不我姐又该怪我不懂礼貌了 苏晴萌非常真诚地说道 萧尘 难得萧蒙这么懂事 你先来吧 苏晴笑着说道 萧尘见苏晴都这么说了 也不再推辞 接过菜单 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着 打开菜单 开始浏览起来 苏晴萌见萧尘装模作样看菜单 嘴角勾勒起一抹讥讽的笑容 小子 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吧 就在苏晴萌等着看萧尘出丑时 只见她合上了菜单 直接用流利的法语 与法国服务生交流起来 听着萧尘流利地道的法语 法国服务生的眼睛明显一亮 连笑容都真成了几分 看着与服务生愉快交流的萧尘 苏晴萌傻眼了 这 这怎么跟她想象中的不一样 旁边 苏晴也被震住了 因为她发现 萧尘的口语发音 竟然比她给小妹请的法语佳教 还要标准和正宗 萧尘余光扫过两姐妹 尤其看到苏晴萌 目瞪口呆的样子时 心中暗笑 小妙 想看歌出丑 结果 自己震惊了吧 好了 我点完了 萧尘把菜单 重新放到苏晴萌的面前 刚才这位法国帅哥 给我推荐了几道正宗法国菜 你们要不要尝尝 卧卧 好啊 苏晴萌呆愣着点点头 苏晴深深看了萧尘一眼 他又给自己带来了惊喜 他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他这本厚重的书 现在先开第二页了 不知道后续 还有多少精彩呢 等法国服务生离开后 苏晴忍不住开口了 萧尘 你的法语 哦 我以前在法国待过一阵子 萧尘随便解释了一句 苏晴恍然 不过 还是觉得 萧尘很厉害了 因为很多在法国 待很多年的留学生 也无法把法语说得这么标准 倒是苏晴萌 暗暗不差 小子 算你躲过了一截 菜 陆续送了上来 看着种种美味 苏晴萌也顾不上跟萧尘较劲 手舞刀叉 狼吞虎咽起来 萧尘和苏晴的动作 就优雅了不少 尤其是后者 看起来那么赏心悦目 忽然 一阵悦耳的音乐声 缓缓响起 苏晴萌扭头 看向中央舞台 两个金发碧眼的法国小妞 正在演奏钢琴和大提琴 姐 她们气质真好 像个公主一样 苏晴萌有些羡慕地说道 现在知道羡慕了 当初 让你学琴你不学 不过现在也不晚 我帮你报个班 苏晴萌有些意动 姐 那你说 学钢琴和大提琴 哪个更容易培养气质 还默等苏晴回答 只听萧尘开口了 小萌 我觉得气质这玩意儿 跟学什么没关系 主要看脸 长得漂亮了 吹索娜都有气质 可要是长得丑了 打高夫都像蝉屎 苏家姐妹动作全都僵住了 打高尔夫像蝉屎 吃饭的时候 说这个也太恶心了吧 尤其是苏晴萌 刚插起一块黄色的咖喱鹅干 准备享用 刚才她还觉得这玩意儿挺好吃 现在却怎么看 怎么反味 也太特么像 巴巴了 萧尘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苏晓萌记得 把鹅干扔回盘子 差点把叉子插销 陈导门上去 萧尘一愣 不过看到两女的表情后 一下子明白了 苦笑着 好吧 是我的错 被萧尘这么一说 原本可口的法国西餐 两女都没啥胃口了 喝点果汁 就没再动刀叉了 倒是萧尘 该吃吃该喝喝 战场上什么 恶劣环境没待过 要是这么矫情 早特么就饿死了 吃完饭后 三人又去旁边商场 逛了一圈 才驱车回玉京香别墅 啪 苏晓萌打开客厅的灯 刚要扑向沙发休息会儿 却被萧尘一把给拉住了 萧尘 你干嘛呀 苏晓萌脚下一个踉跄 差点摔倒 先别进去 萧尘站在门口 神情有些严肃 苏晴心中一惊 萧尘 怎么了 第十章 监部长 有人来过别墅 萧尘的声音不大 但却让苏家姐妹变了脸色 难道是禁贼了 苏晓萌做出猜测 可看着没什么变化的客厅 又觉得不对 如果禁贼的话 肯定会到处乱翻啊 萧尘确定没什么危险后 迈部进入客厅 仔细观察起来 萧尘 你别疑神疑鬼的行吗 家里没什么变化 哪有人来过 苏晓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有些不满地说道 萧尘没搭理苏晓萌 而是在客厅里溜达着 不时停下脚步 寻找着什么 喂 萧尘 我再跟你说话 苏晓萌见萧尘不理自己 不由怒了 小萌 别吵 苏晴微醋眉头 她觉得 萧尘不会无地放逝 姐 你别听这家伙的 要是真有贼来了 那早就翻得一片狼藉了 谁说来别墅 就是为了偷东西呢 萧尘回了一句 哼 来别墅不偷东西 难道还送东西不成 萧尘笑了笑 摊开手掌 露出一指甲大小的东西 你还真说对了 来人不是偷东西 而是送东西的 这是什么东西 窃听器 什么 窃听器 苏晴脸色大变 这在她看来 远比别墅禁贼更严重 萧尘点点头 没错 这种窃听器 可窃听范围在三十米 也就是说 足以覆盖了整个客厅 萧尘 这不会是 你自己搞出来的窃听器 借机凸显你的重要性吧 忽然 苏晓蒙盯着萧尘说道 萧尘一愣 随即哭笑不得 我至于吗 那不是你 怎么会忽然冒出一窃听器来 我怎么知道 萧尘无奈 想到什么 看向苏晴 会不会是你的商业对手或者 可能是商业对手吧 苏晴不等萧尘说完 截断她的话 冲她使来的眼色 萧尘疑惑 不过 却没再多说下去 商业对手 现在商场的人 都这么卑鄙了吗 苏晓蒙皱着眉头说道 商场如战场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萧尘 只有这一枚窃听器吗 客厅里 只有这一枚 至于楼上 我得上去检查一下 苏晴脸色在变 那你赶紧上楼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还有窃听器 要真是窃听器也没啥 万一再搞个针孔摄像投出来 妈呀 那不得全一果出镜吗 苏晓蒙也有点紧张了 在两女的催促下 萧尘上楼转了一圈 结果在苏晴房间又发现了一枚窃听器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对方安装窃听器就是针对苏晴的 姐 要不我们报警吧 苏晴蒙看着茶几上两枚窃听器 忍不住说道 苏晴摇摇头 不能报警 而且就算报警也没用 那怎么办 这次我们发现了 谁知道他们下次还会不会再装上 苏晴听到这话 也有些担心 到底是谁呢 难道 想到什么 他脸色变得有些发白 萧尘注意到苏晴的脸色 以为他担心窃听器的事情 笑着说道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萧尘回房拿出嗨 把他的功能介绍了一番 只要一直开着 就可以屏蔽一切 不用担心窃听或者偷拍 苏晴输出一口气 而苏晓蒙却瞪起了眼睛 该死的 原来昨晚摄像机没路上 还真是这王八蛋搞的鬼啊 萧尘正白活着嗨的作用 忽然注意到 苏晴蒙要杀人的目光 心中一凸 完了 暴露了 萧尘 先把嗨暂时开着 放在隐蔽的地方 窃听器的事情 还得慢慢来查 苏晴说完 站了起来 时间不早了 都早些休息吧 好 那我先回房去了 萧尘心里发虚 怕苏晴蒙找麻烦 抓起两枚窃听器 就溜回房了 小萌 窃听器的事情 你不用放在心上 姐会处理好的 你明天还要上学 早点回去睡觉 哦 苏小萌原本想去找萧尘算账的 见姐姐盯着自己 没办法 只能回自己房间去了 等小妹上楼后 苏晴脸上闪过担心之色 窃听器到底是谁装的 客房里 萧尘看着两枚窃听器 神情有些凝重 这不是普通的窃听器 而是岛国军方最新研制的第七代窃听器 如果是普通的商业对手 又怎么可能拥有岛国军方的窃听器呢 还有 苏晴好 像有什么难言之意 他在隐瞒什么 看来 事情不只是一封威胁性那么简单 萧尘瞇了眯眼睛 寒光流转 不过 不管如何 既然他答应了苏云飞 那就一定会做到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都会保护好苏家姐妹 神来杀神 佛来杀佛 萧尘想了许久 也没捋出头绪 也就懒得再想 把两枚窃听器扔到一旁 洗漱睡觉 这一夜 萧尘睡得并不安稳 他梦到了死去的苏云飞 梦到了半月前的那场变故 在梦里 苏云飞浑身染血 挡在他面前 直到 倒地 六点钟 萧尘睁开了眼睛 他没有立刻起床 而是看着雪白的屋顶 发了话呆 两酒 萧尘吐出一口闷气 起床穿衣服 洗漱后来到客厅 餐桌上 已经摆好了 色香味俱全的早餐 这让萧尘忍不住笑了笑 谁说女总裁 就得冷冰冰的 跟一坨冰山似的 看看苏晴 就是个贤妻良母 类型的女神 正当萧尘胡思乱想时 苏晴从厨房里出来 跟他打了个招呼 你昨晚没休息好 萧尘看着苏晴 有些苍白的脸 关心问道 上半夜没怎么睡 为了窃听器的事情 嗯 不用担心 一切都有我在 萧尘安慰着说道 苏晴挤出一丝笑容 点点头 嗯 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 呵呵 既然我来了 那就算天塌了 也由我来扛着 伤不到你们姐妹 听到这话 苏晴心中微颤 除了大哥外 萧尘还是第一次 跟他这么说的男人 小萌不知道你 收到威胁性的事情 萧尘想到苏晴 昨晚制止他多说 问了一句 嗯 他不知道 我不想让他担心 萧尘点点头 这还真是个好姐姐啊 几分钟后 苏晴蒙下来了 因为有姐姐在 他也不好找萧尘麻烦 狠狠瞪了他一眼 然后就闷头 开始吃早餐了 吃完饭 三人离开别墅 赵就先把苏晴蒙 送去学校 然后来到公司 本来萧尘想 直接去保安部的 不过想到什么后 却跟苏晴 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 一进门 萧尘就扬起了眉毛 怎么了 办公室 也被人放了窃听器 萧尘说完 仔细找了起来 很快找出一枚窃听器 与别墅里的一模一样 苏晴脸色变得难看 办公室竟然也有窃听器 苏总 公司应该有监控录像吧 萧尘捏着窃听器 神情有些冷 有 有监控 苏晴听到这话 忙点点头 那我先去查一查监控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和你一起去 好 两人来到监控室 调出监控录像 仔细看了起来 萧尘可以确定 昨天早晨办公室里 绝对没有窃听器 这也就是说 窃听器是昨天白天 或者昨天晚上放进去的 可让他失望的是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也不见有陌生人 经过总裁办公室 萧尘 现在该怎么办 苏晴已然把萧尘 当作了主心骨 虽然他能力不弱 但毕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苏晴 你先别担心 等我问问 昨晚之班的保安 看看他们 有没有什么发现 好 苏晴点点头 想到什么 萧尘 现在保安部部长 一直空着 要不你肩着 这样也方便你找他们了解情况 萧尘一愣 肩保安部部长 小五微信公众号 GMO的舞者 大家微信搜索关注 就可以了 我会经常更新一些 有趣的东西 还有角色照片哦 第十一章 一招途径不服狗 在这么多保安的情况下 还被人神不知鬼不觉 装了摄像头 保安部真是越来越懒散了 也该借着这次机会 好好敲打敲打了 苏晴说完 注意到萧尘的表情 怎么了 你不愿意当保安部部长 可 不是 我就是觉得 由我来做这个部长 恐怕会有很多人不服吧 萧尘顾作为男之色 但心里却乐了 这保安部长 可是保安主管的顶头上色 不服 对啊 我才来公司两天 还只是你的保镖而已 现在空降到保安部当部长 保安部的人能服吗 别人先不说 刘主管肯定就不服啊 萧尘用心险恶地说道 苏晴想了想 玉聪般的手指 轻轻敲击了几下桌子 声音停会儿霸道 谁不服 可以离开公司 萧尘笑了 得嘞 生杀大权握在手 一招途径不服狗 萧尘 保安部的事情 你尽管放手去做 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苏晴展露出其女强人的一面 与之前判若两人 萧尘看着眼前 有些陌生的苏晴 不由得一愣 随即恍然 是了 如果没几分手段 他又怎能创下这么大的公司呢 要知道 商场如战场 这是个弱肉强食 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这个女人 虽然性子没那么老 看起来也不那么霸道 但绝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几个念头转过 萧尘露出笑容 好 既然你连上方宝剑都给了 那我再推辞 就说不过去了 苏总 这活儿我接了 呵呵 我现在有些好奇 保安部 在你这个特种兵王的代理下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很期待 苏晴也轻笑地说道 萧尘耸耸肩 我都说了 我不是特种兵王 我只是个养猪的 不管怎样 我相信你的能力 苏晴说完 目光触及到桌上的窃听器 声音沉了下来 窃听器的事情 你怎么看 萧尘拿起窃听器 眯起了眼睛 我觉得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潜入你办公室的是个高手 他躲过了监控和巡逻保安 那另一种呢 内部的人干的 什么 公司的人 苏晴脸色微变 萧尘点点头 没错 公司内部的人 对一切都熟悉 这应该不可能吧 没什么不可能的 萧尘摇摇头 窃听器的事情 暂时别外传 免得打草惊蛇 你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的就好了 好 包括秦兰 兰姐 苏晴瞪大眼睛 你怀疑是她 除了你之外 我怀疑公司里的任何一个人 而她是进出你办公室 最平凡的人 所以嫌疑比较大 不 不可能是兰姐 苏总 我们现在谈这些 没什么意义 可能不可能 不是你说了算 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我会查清楚的 萧尘认真地说道 苏晴沉默了几秒钟 缓缓点头 好 你可以查 一定要查清楚 我会的 苏晴深深看了眼萧尘 拿起桌上的电话 喂 兰姐 来我办公室一趟 很快 敲门声响起 秦兰从外面进来 苏总 找我什么事 兰姐 刚才我和萧尘 商量了一下 由她来兼任保安部部长一职 人事部那边 还没打招呼 这事儿 你亲自跟进一下 我等会还要去实验室 秦兰有些诧异地 看了眼萧尘 点点头 好 三人又简单聊了几句后 萧尘和秦兰 离开了总裁办公室 行啊 萧尘 来公司第二天 就成了中层领导 这速度比火箭还快啊 一出门 秦兰就娇笑着说道 嘿嘿 一般般吧 不过 就算我成了中层领导 那兰姐 也还是我的领导 照就可以对我钱规则呀 萧尘满脸坏笑 秦兰白了萧尘一眼 没点正行 脑子里 整天都想什么呢 想权 想钱 想女人 萧尘很老实地说道 权 财 色 呵呵 三观不正的家伙 你怎么就不多想想 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 萧尘撇撇嘴 我还是先把保安部建设好了再说 至于建设社会主义 新社会这么大的事 还暂时轮不到我操心 行了 不跟你瞎评了 我再详细地给你说 一下保安部的情况 我还以为 你要过一阵子才能升官 没想到这么快 萧尘一愣 看着秦兰 什么意思 我之前就跟苏总说过 保安部的情况 但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然后你出现了 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就把你安排到了保安部 本打算先让你在那边待一段时间 多了解一番 没想到他这么快 就让你走马上任了 萧尘无语 你马 原来这不是临时决定 而是早有预谋啊 不管出不出借听器这事 保安部部长都得落自己头上 怎么了 看你这表情 好像还不怎么乐意 没有没有 我这人是衣官迷 能当官乃能不乐意 萧尘咧着嘴 念头一转 兰姐 你知道苏总为什么这么快 让我当部长吗 秦兰摇摇头 不知道 我这好奇呢 难道出什么事情了 昨晚有小偷进了总裁办公室 萧尘说这话时 眼睛死死盯着秦兰 想要发现点什么 小偷 秦兰露出吃惊之色 丢什么东西了 没丢东西 所以苏总不打算报警了 萧尘收回目光 他并没有从秦兰脸上 发现什么异常 哦 难怪苏总要对保安部开刀了 秦兰恍然 随即冷声道 公司有那么多保安 竟然还让小偷摸进了办公室 应该把他们全都开除 呵呵 要是都开除了 那我不就变光感司令了吗 其实保安部的问题 也没那么严重 除了个别的害群之马外 整体还算可以 秦兰听到这话 似笑非笑地看着萧尘 害群之马 你打算怎么做 新官上认三把火 我肯定也得烧一把了 至于能烧到谁 呵呵 就看谁运气不好了 萧尘咧咧嘴 站起来 兰姐 我已经迫不及待 去烧火了 行 那你去吧 等会儿我跟人事部沟通好后 就去保安部找你 好 萧尘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 秦兰看着萧尘的背影 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昨天刚霸占了刘大奎的办公室 今天又把他说成了害群之马 呵呵 向来霸道的刘大奎 遇上了这家伙 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不过 当他想到 萧尘所说 总裁办公室 静小偷的事情 笑容收敛了几分 缓缓眯起了眼睛 萧尘出了助理办公室 见苏秦不在隔壁 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跟他约定了一下小偷的事情 免得他说漏了嘴 还有 他也打算用这个理由 去保安部烧心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打完电话后 萧尘哼着小调 向保安部走去 心里却颇有点荒诞的感觉 他竟然会当什么保安部的部长 真特么的扯淡啊 不过 只要能帮苏秦解决麻烦 别说医事保安部长了 就是一小破保安 他也没啥说的 再次站在保安部的门口 但心情却与昨天不同了 他昨天是人在屋檐下 今天却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这完全是两回事了 陈哥 你来了 当萧尘还在感慨 这狗日的生活够荒诞时 保安部的门打开 丁丽从里面出来 嗯 丁丽 你干嘛去 萧尘见识丁丽 露出笑容 我去值班 哦 那你去吧 萧尘点点头 随即想到什么 唉 丁丽 保安部不是两组轮班吗 你今天应该休息吧 丁丽脸上笑容僵了僵 笑得有些勉强 呵呵 今天一组人手不够 我就来打个替班 替班 萧尘皱起眉头 看着丁丽 是刘大奎安排的 嗯 是刘主 还默等丁丽说完 刘大奎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丁丽 你他妈不赶紧去值班 在门口默记什么呢 再不去 小心老子扣你工资 刘主管 我马上去 丁丽忙应了一声 随即小声道 陈哥 我先去值班 等值完班再聊 中午我请你吃饭 值个毛线 该你干的活 好好干 不该你干的活 也不用干 萧尘一把拉住 要走的丁丽 拖着他进了保安部办公室 陈哥 你要干嘛呀 丁丽脸色有些发白 担心地说道 萧尘扭头 问了一句 丁丽 昨天你说 任我当大哥这事 还算数不 当然算了 那好 既然你任我当大哥 那我这当大哥的 肯定也不会让人欺负你 萧尘说完 看像正在电脑前 玩游戏的刘大奎 刘大奎 你忘了我昨天说过的话了 刘大奎抬起头 斜着眼睛 看着萧尘 你说过什么话 我说 他以后 有我罩着 我不希望 有人再欺负他 萧尘冷冷地说道 腰 萧尘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欺负他了 怎么 想替他出头啊 刘大奎满脸嘲笑 小子 别忘了 你只是苏总的保镖而已 我们保安部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直手画脚 第十二章 变天了 刘大奎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却满是轻蔑和挑衅 萧尘看着刘大奎 写满嚣张的脸 忽然笑了 轮不到他来直手画脚吗 你笑什么 刘大奎站了起来 小子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丁力是我们保安部的人 我让他干嘛 他就得干嘛 你想照着他 好啊 那你有本事 让他也去给苏总当保镖啊 陈哥 算了 我去值班也没什么 丁力见刘大奎 气势汹汹 拉着萧尘低声劝道 就是 看见了吧 连丁力自己都没意见 你冲哪门子雷锋 刘大奎冷笑连连 你都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了 还有心思替别人出头 有这功夫 还是多想想 自己想住哪家医院吧 萧尘听到这话 扬了扬眉吗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在提醒你 别多管闲事 刘大奎没有多说 他怕说多了 把这小子吓跑 要是跑了 那他还怎么报仇 那今天这些事 我必须要管呢 萧尘脸上笑容没了 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就先把这孙子烧了吧 管 你凭什么管 刘大奎寸步不让 有了任坤的两大高手 他现在根本不怕萧尘 也用不着像昨天那样 被霸占办公室 还要忍气吞声了 在他看来 就算萧尘是一流高手 实力堪比兵王级 那又怎么样 现在 只要他给任坤打个电话 后者 马上就会带两个一流高手赶过来 相同实力 二达一 完全可以轻松狂虐萧尘 打得他跪地求饶 到时候 他也不会错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他要让萧尘知道 得罪了他刘大奎 就得跪着滚出公司 办公室的保安们 此时也都看向这边 不管昨天再没再 萧尘和刘大奎的冲突 他们也都听说了 尤其在健身房里挨打的几个青年 此时也都满脸冷笑 小子 今天看你是个什么下场 萧尘目光扫过众人 把他们的表情都收入眼底 刚要开口 就听一个悦耳且霸道的声音 自门口响起 就凭他现在是保安部部长 听到声音 所有人下意识看向门口 当他们看到来人时 都是一愣 呵呵 蓝姐 你来了 萧尘看着秦蓝 露出了笑容 这来的还真是时候 秦助理 你怎么来了 几乎同时 刘大奎也开口了 他眼中闪过一抹火热 称他娘的是个有我 秦蓝手里捧着一个文件夹 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 环步走了进来 秦助理好 其他保安纷纷打招呼 语气很是恭敬 谁都知道 在公司里 秦蓝虽然名义上只是个助理 但实际上却大权在握 就连公司副总裁和几个部门老大 都得给其几分面子 所以 这些保安见到他 跟见到苏秦差不多 秦蓝点点头 看向刘大奎 我是来宣布一项人事任命的 人事任命 刘大奎有些奇怪 保安部又有什么职位变动吗 忽然 他想到一种可能 喜上眉烧 难道是自己 要升职成保安部部长了 是了 一定是这样子 虽然现在 保安部有两个主管 但另一个一直在场部 平时也没啥表现的机会 而他 前一阵还给苏总当过保镖和司机 肯定是自己表现良好 所以 苏总让自己来当保安部部长了 对对 就是这样 刚才秦蓝好像还说什么 保安部部长 肯定是自己升职了 想到这些 刘大奎八 拉开旁边的丁立 快步来到秦蓝面前 秦助理 是保安部部长的任命吗 没错 关于保安部部长的任命 啊 刘大奎一听这话 大喜过望 秦助理 多谢苏总的信任 我一定不辜负他的期望 干好部长一职 萧辰笑了 这傻X脑洞也够大的呀 刘主管 我想你误会了 部长一职 不是由你来担任 秦蓝用有些怜悯的目光 看着刘大奎 缓缓摇头 刘大奎脸上笑容一僵 不是自己 保安部里 除了自己之外 谁还有资格当这个部长 那 那谁来当部长 萧辰 秦蓝看向萧辰 宣读任命 从现在起 萧辰就是保安部的部长了 什么 刘大奎瞪大眼睛 满脸不相信 萧辰 这不可能 他怎么能成为保安部的部长呢 秦蓝打开文件夹 从里面取出任命书 这是苏总下达的任命书 上面有苏总的亲笔签名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看看 说着 把任命书的给了刘大奎 刘大奎一把抓过来 仔细看了起来 越看脸色越难看 不可能 部长的位子 怎么会交给萧辰呢 其他人 神情也都各不相同 有人喜有人忧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 保安部恐怕要变天了 刘主管 你刚才不是说 轮不到我对保安部的事情 指手画脚吗 现在呢 轮得到了吗 还有 我说这闲事 我管定了 你问我凭什么 是吧 那我现在回答你 就凭我现在是保安部部长 可以吗 就凭我现在是保安部部长 听到这句话 刘大奎身体一颤 这句话 怎么这么耳熟 是了 他清楚想起来了 秦蓝进来第一句话 说的就是 就凭他现在是保安部部长 刚才 他没听清楚 也没戏去想 现在 忽然都想起来了 这话 就像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狠狠抽在了他的脸上 不 怎么可能 苏总怎么会让一个刚来公司 两天的人当部长 我不相信 刘大奎瞪着秦蓝 大声喊道 刘主管 你手里拿的就是苏总 亲笔签名的任命书 秦蓝淡淡地说道 我不服 凭什么他 一个刚来公司两天的人 就能当部长 我在公司这么久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刘大奎不甘地喊道 不服 可以去找苏总 秦蓝语气转冷 至于功劳和苦劳 先不说你没有 就算有 那公司也付给你钱了 是你该履行的工作义务 刘大奎呆了呆 可还是无法接受 不 我不服 对了 我还得提醒刘主管一句 你再仔细看看任命书 上面有这么一条 萧辰有权利 对保安部人员 做出任何处理 无需上报人事部 以及总裁办公室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我想刘主管 应该明白吧 刘大奎心中一颤 他当然明白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这是苏秦给萧辰的 上方宝剑 他完全可以先斩后奏 开除保安部里的任何人 萧辰 恭喜你了 秦蓝蓝地 在大理刘大奎 冲萧辰微笑道 萧辰点点头 笑着说道 呵呵 感谢苏总的信任 我一定不辜负 他的期望 这话 刚才刘大奎也说过 现在在听萧辰这么说 格外的刺耳 他感觉自己 就像是个跳梁小丑 现在一巴掌 让人给拍在了地上 既然任命书送到了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无论苏总还是我 都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你放手去做就好了 秦蓝扔下这么一句话 转身走了 哒哒哒 高跟鞋的声音 逐渐远了 而保安部里 还是寂静一片 显然大家还没从这 突如其来的变故中 缓过来 萧辰目光扫过众人 嘴角微翘 丁丽 啊 陈哥 怎么了 丁丽惊醒过来 满脸崇拜地看着萧辰 牛逼啊 偶像啊 等会把我办公室 那牌子换了 换成保安部部长的牌子 挂个主管的牌子 算怎么回事 萧辰指了指办公室门口的牌子 故意说道 是 陈哥 不 是 萧部长 丁丽用力点头 虽然他生性懦弱 但不是傻子 他知道 自己不用再受欺负了 听着两人的对话 保安部其他人 也纷纷反应过来 得 保安部 真的变天了 除了刘大奎那几个心腹外 其他保安权都挤出笑脸 上前恭贺 恭喜萧部长啊 呵呵 我出来乍到的 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还请各位同事指点啊 萧辰没有像面对刘大奎那样盛气凌人 而是温和笑着 一一与众人打着招呼 原本还有些忐忑的保安们 建兴领导这么和谐 根本不像传书中的那么嚣张跋扈 也多暗暗松口气 同时 余光朴向刘大奎 估计还有好戏看啊 刘大奎看着与众人寒暄的萧辰 眼睛赤红 小子 你特么不用得意 本会把你送进医院 看你还特么 怎么当这个保安部的部长 萧辰察觉到 来自刘大奎阴狠的目光 心里冷笑一声 开口了 刘主管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有事情要找你谈谈 什么事 在这儿说就行了 刘大奎冷冷回答 行 在这儿说也行 萧辰没有坚持 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刘主管 上班时间 谁让你玩游戏的 保安部里气氛陡然一冷 好戏开始了 新部长要拿刘延罗开刀了 萧辰 别以为你当了部长 就可以在我面前作威作福 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滚进医院 刘大奎瞪着萧辰说道 萧辰笑了 笑得有些玩味 哼 那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就能让你马上滚出公司 第十三章 公报私仇 刘大奎听到这话 脸色一变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不得不承认 萧辰一句话 还真能让他离开公司 要是离开公司 那就算把萧辰送进医院 又有什么意义 最多 也就是出口气罢了 他想要的结果的是 萧辰滚进医院 部长 由他来干 想到这些 刘大奎深吸一口气 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这件事情 是我做的不对 我以后会注意的 刘延罗低头了 这让不少保安惊讶 向来横行霸道 欺负别人的刘延罗 竟然低头了 也有人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暗暗可惜 怎么就耸了呢 要是干起来多好 听说昨天健身房里 打得很激烈 今天怎么就不上演一下呢 呵呵 既然刘主管意识到了错误 那这次就算了 出乎意料的是 萧辰也变得很好说话了 笑着点点头 刘大奎输出一口气 心里却冷笑 小子 等会老子 就给任坤打电话 刘主管 你知道 为什么苏总让我当部长吗 萧辰点上烟 问了一句 不知道 苏总这么做 应该有他的道理 刘大奎从牙缝中挤出这么一句话 心里却连苏秦也怨恨上了 呵呵 苏总这么做 确实有他的道理 萧辰说到这 声音猛的一沉 右手狠狠拍在桌子上 因为保安部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巨大的声响 把众人吓了一大跳 保安部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什么意思 刘主管 昨天晚上 公司有多少保安在值班 萧辰看着刘大奎 冷冷问道 刘大奎皱眉 下意识说道 应该是十二个 十二个保安 哼 有十二个保安值班 还让贼进了总裁办公室 萧辰说完 目光扫过众人 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反应 听到这话 所有人脸色都是大变 贼进了总裁办公室 什么 这不可能吧 刘大奎也瞪大眼睛 不可能 用不用我让苏总 亲自过来证明一下 萧辰冷声说道 这个 不用不用 刘大奎忙摇摇头 虽然没丢什么东西 但苏总却很生气 所以 他要整顿保安部 萧辰顿了顿 继续沉声道 另外 我和苏总去调过监控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报警了吗 没丢什么东西 苏总就没报警 但他说了 保安部不能再继续懒散下去 我算是临危受命 接过了这个沉甸甸的担子 刘大奎等人撇嘴 屁 就这么点事 还临危受命 正所谓乱世当用重点 所以我决定 要在保安部展开一场综合性考核 综合性考核 保安们你看我 我看你 都有些迷糊 这又是什么鬼 通过考核的人 留下 没通过考核的人 离开 这也是为什么苏总给我生杀大权的原因 所以 要去要留 全凭你们自己了 此话一出 人人色变 开除 丁力 给另一组同事打电话 让他们马上来公司接受考核 等考核完 留下的人 重新化作安排 啊 丁力愣了愣 脸上也全是担心 自己不会被开除吧 啊什么啊 赶紧把人都找回来 萧陈冲丁力使了个眼色 哦 我马上打电话 丁力明白了点什么 忙点点头 萧陈又看向刘大奎 刘主管 总裁办公室 禁贼这件事 你作为领导 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 考核要先从你开始 刘大奎心中一跳 浮现出一丝不好的预感 怎么考核 呵呵 我们先去健身房 等到了那里 你就知道了 萧陈说完 起身向外走去 健身房 刘大奎脸色在变 不好的预感更浓了 这家伙不会是要 趁机报昨天的仇吧 不光是他 就连其他几个青年 也都脸色变了 互相看看 想到一起去了 这新官上任 恐怕是要公报私仇啊 来到健身房 萧陈已靠在一跑步机上 笑眯眯地说道 刘主管 你昨天说过 当保镖要有足够的战斗力 我觉得吧 当保安也得有实力才行 要不出现什么突发状况 你们又怎么保护公司的财产安全呢 刘大奎已经可以确定了 这家伙 就是要公报私仇了 刘主管 要想有实力 得先有强健的体魄 多了不要求 你先做三百个俯卧撑吧 刘大奎 嘴角抽搐几下 三百个俯卧撑 卧槽 怎么 刘主管不打算接受考核 消沉一条眉毛 冷冷说道 刘大奎咬咬牙 忍了 暂时先忍了 好 我接受考核 不过 我想先去上个厕所 行 那你快去快回 别想着尿顿 要不然 我就得让你离开公司了 刘大奎压下心中怒气 快步向外走去 他要去给任坤打电话 让他马上带两个高手 过来干着孙子 萧辰看着刘大奎的背影 嘴角翘起 狗日的 昨天考核老子是吧 今天 不折腾的你尿险 就不算完 还有你们几个 我昨天见你们实力也不错 一人二百个俯卧撑 萧辰又指向刘大奎的几个心腹 公报私仇之心 昭然若揭了 其他人 一人五十个 现在开始做吧 几个青年心里 瞬间有一万头草泥马 在奔腾 泥马的 敢不敢不这么直接 不过 排富归排富 谁也不敢不做 丁丽带头坐了起来 末一会儿健身房里 就传出哼哧哼哧的声音 在保安们做俯卧撑的时候 刘大奎也给任坤打去电话 可让他抓狂的是 任坤的手机 竟然关机了 根本打不通 没办法 他只能收起手机 决定先回去 把俯卧撑做了再说 等先把眼前这关过了 再找任坤来报仇 等刘大奎回到健身房 除了几个青年 还在做俯卧撑外 其他人都做完了 刘主管回来了 来 大家一起帮他数着 可千万不能少做了一个 萧辰看着脸色难看的刘大奎 玩玩地说道 是 宝安们这会儿 也看出来了 什么考核都是假的 新部长这是 要收拾刘炎罗呢 刘大奎深吸一口气 开始做俯卧撑 一个 两个 三个 萧辰带头数了起来 宝安们赶紧跟上 一声声数着 数得刘大奎 差点做差了气 一百九十九 二百 到底是特种兵出身 刘大奎身体素质很不错 连续做了二百个 还能够坚持 不过 在他做到二百四五十个时 就有些坚持不下去了 两条胳膊 以及脑门上青筋跳起 汗水巴达巴达往下落 脸色也是涨红一片 每做一个 都跟让人抱了 菊花一样痛苦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刘主管 还差三十多个了 加油啊 我听说 你是特种兵出身 是吧 特种兵 连三十个俯卧撑都做不了 要是传出去 那不给咱华夏特种军人丢人吗 萧辰坐在旁边 喝着冰镇饮料 说着风凉话 听到这话 刘大奎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趴地上去 马勒戈壁的 老子刚才 都做了二百六十多个了好吗 什么叫 连三十个都做不了啊 刘大奎死死咬着牙 打着哆嗦 心里骂着萧辰 一个个坚持着 旁边 几个心腹 用同情的目光 看着刘大奎 心里却暗暗庆幸 还好不是 让他们做三百个 要不然死的心都有了 三百 当保安们爆出三百时 刘大奎 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直接就趴下了 浑身都在颤抖 一动也不想再动了 呵呵 刘主管 恭喜你完成了第一轮考核 萧辰站起来 指着几个青年 五分钟后 你们几个陪刘主管 好好练练 就像昨天陪我练那样 知道吗 如果你们赢了 那刘主管走人 如果你们输了 那你们就走人 刘大奎眼睛一翻 差点昏死过去 就让他休息五分钟啊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身体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 一旦松懈下来 那想再距离就很难了 现在 萧辰只给他五分钟休息时间 摆明了就想把他赶出公司啊 除了刘大奎 想骂娘外 刚做了二百俯卧撑的几个青年 心里也骂娘了 这一场还怎么打 全力以赴 他们不敢 不动真格的 就得被开除 宝宝们心里实在是苦啊 好了 五分钟到了 动手吧 萧辰看看时间 笑着说道 刘大奎挣扎着站了起来 撑着不断打摆子的两条腿 恨恨地看了眼萧辰 这个王八蛋 还真够狠啊 摆明是想让他弃足保车呀 虽然明知道 萧辰的想法 但他也没办法 只能冲几个心腹 使个眼色 让他们暂时牺牲了 他们牺牲了 那接下来 还能斗下去 只要把萧辰送进医院 那保安部 就还是他刘大奎说了算 到时候再把人招回来 就是了 可要是自己 被开除了 那可能就真玩完了 几个心腹注意到 刘大奎的眼色 都明白他的意思 暗暗点头 表示他们会配合的 简单应付过去就行了 就在双方准备动手 随便应付一下时 萧辰开口了 记住了 有多大力 就给我使多大力 如果不使出全力 那就全部开除 第十四章 实战考核 砰砰砰 拳头击打肉体的声音 在健身房里响起 不时还夹杂着几声惨叫 刘大奎强称着疲惫至极的身体 一拳拳挥出 争取早点结束这场 让他郁闷到吐血的战斗 在萧辰的监视下 几个青年也不敢放水 不说用拳力 七八分力还是用上了 双方你来我往 打得很是激烈 砰 刘大奎脸上挨了一拳 疼得他一咧嘴 反手就是一拳 把打他的青年放翻在地上 三分钟过去 几个青年全都躺在了地上 不说鼻青脸肿吧 也是拳拳到肉 浑身疼痛 至于刘大奎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气 眼眶上顶着一块乌青 看起来很是狼狈 啪啪啪 萧辰拍了拍手 笑眯眯地说道 不愧是特种部队出来的 到底是牛逼 刘主管 恭喜你通过了考核 其他人 抱歉 你们要离开公司了 等会去人事部办 离职手续吧 刘大奎等人脸色微变 这家伙还真动真格的啊 好了 其他人 两两实战 操练一下 让我看看 你们的实力 记住了 咱都没仇没怨的 点到为止就行 萧辰没在搭理 刘大奎一伙人 转头对剩下的保安说道 是 刘大奎等人脸都绿了 马勒戈壁的 刚才怎么不让我们点到为止啊 经过队练 萧辰对保安部的人 有了初步的了解 也记住了每个人的名字 这算是他正式入主 保安部的第一步 休息一阵子后 刘大奎的几个心腹 拖着疲惫的身躯 离开了健身房 前往人事部 去办手续了 说实在的 他们根本不想离开 公司工资很高 福利也好 平时很多人 想进都进不来 现在他们却被开除了 放心吧 我会让你们 重新再回来的 临走时 刘大奎 给了他们保证 还莫等众人 回保安部 另一组保安来了 通过刚才的了解 萧辰已经知道 谁是刘大奎的心腹了 所以 他连掩饰都懒得掩饰 毫不客气地 把刘大奎的心腹点了出来 让他们接受 非一般的考核 刘主管 我听说这几个实力 也挺不错的 要不你再陪他们练练 萧辰看向刘大奎 邪笑着说道 刘大奎心里一哆嗦 怎么着 他这还浑身发软呢 又要来 不等刘大奎吭声 萧辰沉声说道 还是刚才的规矩 谁输了 谁离开公司 萧辰 你在故意针对我 刘大奎终于忍不住了 怒声道 萧辰咧咧嘴 笑了 没错 你奈我何 你 你到底想怎样 公司这边 一共二十多个保安 你现在要开除一半 这件事情 我会去找苏总的 呵呵 不麻烦你去了 我现在就给苏总打个电话 问问他能不能开除 萧辰说完 给苏秦打去电话 刘大奎没作声 也不知道 是疲惫 还是愤怒 让他浑身都在哆嗦 喂 萧辰 什么事 苏秦的声音响起 萧辰按下免提 笑着说道 苏总 我把保安部一半的人开除了 没什么问题吧 这么多 苏秦有些惊讶 嗯 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 行 你看着办吧 我还在忙 等会再聊 好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去办公室找你 萧辰说完 挂断了电话 还试微信的冲刘大奎 晃了晃手机 刘主管 听清楚了吗 刘大奎瞪着萧辰 满脸不甘之色 如果这几个再被开除 那他在保安部的心腹 可就全没了 好了 现在开始吧 萧辰才懒得理会 刘大奎是什么心情 大声说道 刘大奎脸色变换几下 晨生说道 老陈 你们几个主动辞职吧 萧辰有些惊讶 刘大奎这家伙 还有点脑子啊 萧辰 现在他们辞职了 不用再考核了吧 刘大奎咬牙说道 呵呵 当然不用了 辞职的人去办手续吧 萧辰大手一挥 保安部的人 被开了一半 剩下的保安 庆幸的同时 又暗暗嘀咕 这新部长 看着挺好说话 但绝对是个狠角色 以后 可一定不要翻他手里啊 要不然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回到保安部 萧辰先把丁丽 叫进自己的办公室 两人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后 召集剩下的保安开会 在会上 萧辰把剩下的十来个保安 分成两个组 第一组由刘大奎负责 第二组由丁丽来负责 当刘大奎听到这时 气得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 要是按照萧辰的安排 那他这个保安主管 就算名存实亡了 跟一小组长同级别了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丁丽这个胆小鬼 窝囊废 竟然要跟他平起平坐了 刘主管 现在保安不忍守 你先管理这一组 等过几天重新招聘了 再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萧辰看着脸色难看的刘大奎 笑着说道 刘大奎咬咬牙 压下心中木火 没吱声 散会后 萧辰就离开了保安部 他得去找苏青商量一下 重新招聘的事情 等萧辰离开后 刘大奎回到自己办公室 再次给任坤打去电话 老刘啊 什么事 人少 现在萧辰就在公司 你赶紧带高手过来吧 听到任坤的声音 刘大奎激动得 差点眼泪都下来了 老刘 那两个高手 跟我爸去临省办事去了 隔两三天才能回来 什么 两三天 刘大奎急了 别说两三天了 现在 他连两三小时都等不了了 嗯 等他们回来 我就带他们过去 反正萧辰给苏青当保镖 又跑不了 也不急在这两三天了 可 行了 老刘 先不说了 我刚泡了个嫩模 现在得去办正事了 任坤说完 挂断了电话 喂 喂喂 妈的 就知道玩女人 王八独自 果然靠不住 刘大奎气得大骂 任坤可以等 但他却等不了了 一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二是他有了危机感 小子 真当老子好欺负 我现在就找人收拾你 还有苏青 不让我当部长是吧 那我就让你知道 除了我刘大奎外 保安部谁也玩不转 刘大奎神情变得争鸣起来 拿起手机 又拨出一个号码 总裁办公室里 萧晨跟苏青说着 保安部的事情 苏青听完萧晨的话 想了想 问道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重新招聘保安 这个没问题 我可以让人事部来配合你 苏青点点头 现在刘大奎什么反应 呵呵 苏总 既然你都下定决心 整顿保安部了 又何必在意 刘大奎什么反应 就算他想杀人 那也得看他的刀够不够快 我听说刘大奎跟道上的人有关系 道上 呵呵 萧晨嗤之以鼻 死在他手上的杀手 雇佣兵都不计其数 还怕了不成 两人正说着 敲门声响起 秦岚从外面进来 他先是看了眼萧晨 然后 看向苏青 苏总 非英帮的人来收保护费了 苏青脸色微变 果然还是来了 非英帮是干嘛的 萧晨好奇问道 非英帮是南区的黑帮 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也不弱 就算放在整个龙海 也属于二流势力 秦岚解释道 萧晨一阳眉毛 明白了 刘大奎的靠山 嗯 可以这么说 那他们收保护费是怎么回事 这一片 是非英帮的地盘 除了少数很有实力的大公司外 无论摆摊的 还是开店 开公司的 都要交保护费 听到这话 萧晨神情变得古怪起来 龙海市的都这么嚣张吗 不过 他想到自己 经常带人收一些国家的保护费 又忍不住笑了 论收保护费 他可是祖宗籍的呀 呵呵 有点意思 既然来了 那我就去会会他们 萧晨说着 站了起来 别闹得太厉害 注意影响 苏晴叮嘱了一句 嗯 我这人最喜欢以理夫人了 萧晨笑了笑 转身离开办公室 第十五章 现在 滚 公司门口 保安室里 七八个刺龙画虎的混混 坐在桌子上 大声骂咧着什么 甚至 还有混混用手里的铁棍和西瓜刀 不断敲打着桌子 发出刺耳的声音 骂的 老子都来这么久了 怎么管事的还不出来 一个胳膊上 闻着眼镜蛇的光头 用西瓜刀 指着丁力吼道 丁力脸色有些发白 小腿也在轻微颤抖 大哥 您稍等 我们领导 马上就来了 草 都他妈等了十几分钟了 你们刘主管呢 刘主管 刘主管 他正在保安部里休息 虽然明知道这些人 可能就是刘大奎叫来的 但丁力却不敢多说啥 这西瓜刀可不是假的 万一给来一刀 那就完蛋了 马勒戈壁的 那现在谁管事啊 光头骂咧着 马上给刘主管打电话 就说我大蛇来了 丁力忙点点头 让旁边同事给刘大奎打电话 同时心里暗暗着急 他们肯定是冲着诚哥来的 该怎么办 就在他想给萧辰打电话提个醒 让他从后门离开公司时 萧辰从外面进来了 陈哥 你来了 丁力忙迎上去 低声道 他们应该是刘大奎喊来的人 陈哥还是先躲一躲吧 小子 你他妈嘀咕什么呢 光头用西瓜刀一拍桌子 瞪眼骂道 没什么 我就是想让他去看看 刘主管怎么还不来 丁力堆出笑脸 同时冲萧辰识眼色 示意他赶紧离开 萧辰心中微暖 拍了拍丁力的肩膀 看向混混们 我是保安部的部长 你们有什么事吗 部长 小子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光头从桌上跳了下来 眼中闪烁着胸光 其他混混 也都神情猙獰地看着萧辰 冷冷笑着 萧辰注意到他们的反应 更加确定 就是刘大奎喊他们来的了 呵呵 我刚来公司几天 腰 刚来公司几天 就他妈能当部长 挺能耐啊 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上位的 不会是吃软饭上位的吧 光头来到萧辰面前 嘲弄地说道 你觉得我脸白吗 萧辰淡淡地说道 曹 老子来这不是跟你讨论 你脸白不白的 这个月的保护费 该交了 多少保护费 五万 光头伸出一个手掌 什么 五万 以前不都三万吗 旁边 丁丽忍不住 插了一句嘴 啪 光头一巴掌 拍在了丁丽的脸上 宁声道 那是以前的价格 现在物价上涨 吃的穿的 用的啥不涨价 保护费 当然也得涨涨了 丁丽捂着脸 本能地倒退了几步 眼中闪过巨色 随着响亮的耳光声 萧辰的脸色 沉了下来 他看着光头 声音变冷 你会为这一耳光 后悔的 后悔 老子从不做后悔的事情 光头瞪着消沉 其他混混 也都围了上来 大有开打的架势 啪 就在这时 刘大奎从外面进来了 看着光头 故意说道 老蛇 来公司 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老刘 我来收这个月的保护费 光头收回 瞪着消沉的目光 配合着他 哦 也确实到日子了 不过现在保安部 不是我说了算了 有什么事情 你得跟这位消部长谈了 刘大奎 指着消沉说道 行 那我跟他谈 光头点点头 要是你老刘的话 这保护费 我还真不好意思涨钱 现在吗 呵呵 五万 一分钱不能少 要不然 我就让你们公司干不下去 刘大奎露出笑容 这是他在电话里 跟光头约好的 既要教训消沉 又要体现他的重要性 让苏晴知道 公司缺了他不行 丁丽 还记着他 刚才哪只手打你的吧 萧辰懒得理会 刘大奎和光头唱双簧 而是看着丁丽脸上的 红色巴掌印 语气平淡地问道 我记着 丁丽若若点头 脸疼吗 疼 如果是个带把的 那就做点带把的事 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 我打回来 丁丽吓得腿都哆嗦了 但还是壮着胆子说道 打回来 又有什么意思 萧辰声音 骤然一冷 变得有些森然 他哪只手打的 那就把他哪只手废了 丁丽吓得 差点一屁股坐地上去 而光头等人都是大怒 小子 你他妈说什么 妈的 弄死你信不信 混混们 全都举起了西瓜刀和铁棍 只要光头一句话 他们就会把这个 狂妄的小子砍翻 在地上 刘大奎冷笑几声 果然跟他想象的一样 萧辰会继续嚣张 只要他们起了冲突 那萧辰 就会陷入无尽的麻烦中 虽然 光头等人不是萧辰的对手 但他们背后 可是非鹰帮 就算萧辰再厉害 他也是一个人 又怎么会是一个帮派的对手呢 他早晚得死在 非鹰帮的刀下 小子 你说什么 要废了我的手 光头怒急而笑 在萧辰面前 晃了晃右手 就是这只手打的 来啊 你动我一下试试 好啊 那就试试 萧辰话音一落 右手闪电般探出 捏住了光头的手腕 你要 光头脸色大变 刚说出两个字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随即一阵剧痛产生 后面的话 全变成了凄惨的叫声 啊 他的右手手腕 硬生生 被萧辰给捏断了 王八蛋 砍他 弄死他 混混们见大哥吃亏了 怒吼一声 拎着家伙 向萧辰砸来 碰 萧辰一脚踹开光头 又一拳 把第一个冲上来的混混 轰飞了出去 同时夺过了他手中的铁棍 碰碰碰 萧辰拿着铁棍 狠狠抽在混混们的身上 惨叫声不断响起 旁边 刘大奎眼中闪动着兴奋与狠辣 打拔打拔 萧辰 飞银帮不会放过你的 短短一分钟 战斗结束了 混混们捂着伤处 全都用金句的目光看着萧辰 莫人赶在冲上来了 萧辰拎着铁棍 冷眼扫过混混们 然后走向捂着手腕的光头 你 你要干什么 我是飞银帮的人 光头色力内人的喊道 碰 萧辰一铁棍 抽在光头身上 少拿飞银帮压我 我不认识什么飞银帮 啊 光头又发出一声惨叫 他现在后悔接到刘大奎的电话 赶过来了 刚才我说过了 你会为打了我兄弟后悔的 萧辰说着 余光扫过丁丽 其实他更想让丁丽亲自出手 来报仇 不过看着他浑身哆嗦的样子 还是算了 练胆也得有个过程 丁丽眼眶发红 用力抽了抽鼻子 尽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三万块保护费 草 老子特么一月才两万块 你来一趟就想要三万 凭什么 你他妈脸大呀 萧辰说完 又一棍子抽在了光头的身上 啊 这是保护费 我们飞鸣帮会提供保护 放屁 公司需要你们保护吗 萧辰骂了一句 以后再赶来收保护费 我打断你们的腿 光头不敢作声 但心里却发痕 王八蛋 等着我们飞鸣帮的报复吧 说 谁让你来的 萧辰举起铁棍 冷声问道 刘大奎心中一跳 坏了 光头扫了眼刘大奎 摇摇头 莫人让我来 我今天就是来收保护费的 是吗 我数到三 如果你不说实话 我把你左手也打断 光头脸色大变 又看了眼刘大奎 一 二 是刘大奎打电话让我来的 不等消沉数三 光头就大声说道 没办法 他怕了 而且他也看出来了 这小子绝对是个 说到做到的狠角色 要是再扛着 左手针就保不住了 放屁 刘大奎是公司保安部的主管 他怎么可能会让你来收保护费 你忽悠我呢吧 萧辰故意怒道 我没忽悠你 真是刘大奎让我来的 他说 让我带人来教训你 顺便多要点保护费 然后他再出面 显得他很重要 光头不敢隐瞒 彤彤说了出来 刘大奎脸色变了 完了 萧辰嘴脚微翘 扭头看着刘大奎 刘主管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做出损害 公司利益的事情 不 我没有 我让他来 就是想收拾你 刘大奎脱口说道 收拾我 哼 这件事情 我会跟苏总汇报的 你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滚蛋吧 萧辰毫不客气地说道 刘大奎脸色在变 怒声道 小子 我是保安部主管 除了苏总外 谁也不能开除我 滚 还是不滚 萧辰懒得多说 扬起铁棍 直指刘大奎 刘大奎看着萧辰 要动手的架势 在想到他恐怖的伸手 心声俱异 好 我走 但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飞银帮也不会放过你 呵呵 我等着你们的报复 萧辰声音一冷 现在 滚 第十六章 童言 刘大奎和飞银帮的人 狼狈地离开了 萧辰站在公司门口 看着远去的面包车 嘴角勾勒起一丝冷笑 陈哥 飞银帮会不会报复 旁边 丁丁丽满脸忐忑忑地问道 呵呵 你说呢 我觉得会 飞银帮是南区的大帮派 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 肯定会报复的 丁丽想了想 说道 萧辰点点头 拍了拍丁丽的肩膀 不用担心 区区一个飞银帮 还翻不起什么浪花 哦 丁丽忙点点头 哪怕他心里怕得要死 萧辰回到保安室 发现几乎所有保安 都用敬畏的眼神看着他 这让他经不住苦笑 不就打了几个混混 然后 把刘大奎这个害群之马 赶走了吗 至于这样吗 好了 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大家也都去个忙个的吧 值班的好好值班 休息的也去休息 这几天 大家都辛苦一点 三天后 保安部会 再招聘一批人 萧辰简单说了几句 也算安抚一下 这些保安们 免得他们提心吊胆 没安全感 是 保安们齐声答应 虽然这个新部长上任 才几个小时 但现在没谁敢不服了 更没人敢与之作对 没看到吗 作对的人 都已经滚出公司了 连刘炎罗 都不是其对手 他们就更不行了 萧辰又说了几句后 离开了保安室 回到了保安部的办公室 现在 保安部算得上是百废待兴 他这个保安部的头头 总得制定点计划啥的 最重要的是 他心里有一个想法 大胆而疯狂的想法 保安部是保证 公司安全的一把尖刀 他现在想让这把刀 不光能保证 公司的安全 也要能保证 苏晴的安全 说到底 等他帮苏晴 解决了麻烦后 就会离开龙海 所以 他得为苏晴 再做点什么 现在这就是个机会 就连苏晴部也说过 他很好奇 公司保安部 在他这个特种兵王的代理下 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作为华夏 曾经某一顶级特战队的灵魂教官 萧辰有把握 带出一支铁血队伍来 哪怕比不了顶级特战队 但也不会比普通特种兵差 想想吧 当苏晴手底下 有一支堪比特种部队的安保力量时 以后还用担心什么威胁性吗 谁特么不服 直接横推了就行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干呗 老苏啊 老子算是为你妹妹操碎了心啊 萧辰越想越兴奋 点上一根烟 咧开了嘴巴 就在萧辰歪歪着 怎么搞一支特种保安队出来时 丁力从外面进来了 陈哥 高主管来了 高主管 谁啊 萧辰收回思绪 有些疑惑 高平 保安部另一个主管 经丁力一提醒 萧辰马上想起来了 在他来之前 保安部总共有两个保安主管 其中刘大奎负责公司 而高平则负责厂部 平时 高平一直都在厂部 很少回公司 而他现在 却在这个时候 回到公司 又是为了什么 几个念头转过 萧辰也懒得再多想 点点头 让他进来吧 陈哥 高主管突然回来 是不是想夺权啥的 丁力犹豫一下 担心地说道 萧辰看着丁力 笑了 夺权 呵呵 刘大奎已经被我一脚踢出公司 只要这个高平不是傻子 那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假如他真是个傻子 那大不了 我连他也踢出去 丁力见萧辰说得如此轻松 稍稍放心 那我让他进来 嗯 很快 丁力带着一个男人进来 高主管 这位就是萧部长 高平看着萧辰 脸上闪过一抹惊讶 这么年轻 不过 他马上就收敛了惊讶之色 笑着打招呼 萧部长 你好 我是高平 呵呵 高主管 你好 萧辰站起来 与高平握了握手 请坐吧 高平点点头 坐在萧辰对面的椅子上 萧部长 我这刚听说保安部的变动 所以特意回公司来报道 呵呵 其实也没多大的变动 萧辰笑了笑 丁力 去给高主管泡杯茶 好 萧辰看着丁力的背影 扬了扬眉毛 咱这好歹是个 中层领导了 是不是得配个小秘书啊 平时端端茶送送水 捶个背 揉个尖啥的 嗯 这事得跟苏秦商量商量 萧部长 我听说现在公司这边缺人手 要不 先从厂部那边抽掉点人手过来 高平没有替刘大奎的事情 有些事情 看破不说破 说破了 就没啥意思了 呵呵 不用了 我已经跟苏总沟通过了 三天后重新招聘 华夏什么都少 救人多 别说十个八个保安了 就是十个八个高层精英 也能轻松招进来 你说呢 高主管 萧辰笑眯眯的说道 高平眼皮一跳 萧辰这话是说给他听的 嗯 萧部长说的没错 看来是我多虑了 高主管 厂部那边现在有多少人 萧辰想了想 问道 加上我 一共有三十六人 分为四个小组 除了厂部外 仓库等地方也是我们在负责 萧辰点点头 相比较公司来说 厂部和仓库 确实需要更多的人手 这样 等公司这边招聘后 你把你那边的人都带过来 到时候保安部开个会 重新分配一下 好 十多分钟后 秦岚打来电话 让他去他办公室一趟 而高平也借机离开了 来到助理办公室 萧辰敲了敲门 推门走了进去 蓝姐 你找我 呵 看来 你是真没把飞鹰帮放在眼里啊 我这不主动找你 你都没打算来找我聊聊 秦岚轻笑着说道 萧辰耸耸肩 坐在秦岚的对面 确实没放在眼里 一个社团而已 呵呵 自信的男人最迷人 不愧是特种兵王 我喜欢 秦岚昧笑一声 起身给萧辰泡了杯茶 听说 你把飞鹰帮的人给废了 嗯 那些混混 不给他们点苦头吃 就不长记性 萧辰说完 喝了口茶 赞道 不错 极品名前龙井 喜欢的话 等会带着点 那我先谢谢蓝姐了 萧辰放下茶杯 换了个 比较舒服的坐姿 还是蓝姐对我好啊 行了 少扯没用的 你确定 你能搞定 飞鹰帮的后续麻烦吗 萧辰笑了笑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会搞定的 好 秦岚点点头 刚才我去过人事部了 也亲自给你挑选了人手 是个美女哦 真的 萧辰眼睛一亮 可随即恢复淡然 什么美女不美女的 在美能有蓝姐美吗 秦岚听到这话 娇笑一声 你小子就会说好话哄我 两人正说着 敲门声响起 进来 门打开 一道亮影自外面进来 标准的OL装 五官精致 肌肤白皙 最吸引消沉的是 这妞是个娃娃脸 也就是所谓的童年 随着目光下移 她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 卧槽 这胸长的绝对对得起 这张娃娃脸 整个一同言俱辱啊 秦助理 您好 娃娃脸美女进来后 语气恭敬地跟秦岚打招呼 呵呵 你来了 秦岚目光瞟过肖辰 心里暗笑 介绍道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保安部的肖部长 肖辰 肖辰 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事部美女 童言 啥 童言 肖辰瞪大眼睛 目光下意识落在童言的胸口 卧槽 这名起的也是没谁了 绝对的名副其实啊 童言注意到 肖辰不加掩饰的目光 翘脸一红 不过还是伸出白皙的右手 肖部长 您好 我是童言 请多多关照 啊 你好你好 呵呵 一定关照 肖辰反应过来 忙握住童言的小手 心神禁不住一荡 真软活啊 行了 肖部长 你可别吓着人家小姑娘 秦岚 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笑眯眯地说道 可 肖辰老脸一红 掩饰道 我就是觉得 她长得像我幼儿园的同学 秦岚无语撇嘴 这借口 也太别脚老套了点吧 还幼儿园同学 是不是还跟人家 一起玩过老鹰捉小鸡啊 童言眼神 也有些怪异 翘脸红红的 说不出的娇美动人 童言 保安部招聘的事情 由你来配合肖部长完成 这也算是你来公司的 第一个考核 如果做得不错 就可以提前结束实习期 秦岚对童言说道 请秦助理放心 我一定会配合好肖部长 童言盲点头说道 嗯 秦岚点点头 肖辰 我把人交给你了 你可别欺负人家小姑娘 肖辰翻个白眼 啥意思 这不是明显信不过哥的人品吗 咱是欺负小姑娘的人吗 童言 都还记得吗 第十七章 都特么是骗人的 在秦岚办公室待了会儿 肖辰就有点坐不住了 她看看腕表 站起来 童言 兰姐这挺忙的 我们还是别打扰她了 要不去我办公室聊聊 童言一愣 不过也没多想 点点头 好的 倒是秦岚 用有些玩味的眼神 看着肖辰 这家伙不会 真打算对小姑娘下手吧 肖辰注意到秦岚的目光 心里一虚 掩饰到 可 兰姐 等我和童言谈完了 就过来帮你处理文件啊 算你小子有良心 行了 你们两个先去谈吧 秦岚白了肖辰一眼 也没点破她 故意讨好的心思 肖辰咧咧嘴 带着童言 离开助理办公室 童言 你还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吗 再回保安部的路上 肖辰没话找话地问道 嗯 我大学刚毕业 半月前进入公司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 我得干够两个月 才能变成正式员工 现在好了 只要配合好肖部长 那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转正了 童言提到这个 有些兴奋 毕竟能提前转正 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肖辰目光 瞟过童言的胸口 坏笑道 对 好好配合我 妥妥转正没问题 请肖部长放心 我会的 童言乃能 听出其他意思 忙点点头 看得出来 他很珍惜 这次转正的机会 两人说话间 来到保安部 正在休息的保安们 见肖辰 领着个小妞进来 眼睛一下子都直了 卧槽 极品啊 就连丁力 也偷偷咽了口唾沫 心中对肖辰的崇拜更甚了 不愧是老大啊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泡了这么极品的妞 丁力 泡杯茶进来 肖辰冲丁力喊了一声 眼睛却盯着童言 心里嘀咕 要是把这妞搞来 保安部给自己当小秘书 那才是真的爽歪歪啊 童言脸上带着微笑 很有礼貌地冲 大家点点头 然后跟着肖辰进入办公室 童言 坐吧 在我这里 不用拘谨 肖辰笑了笑 他之前能感觉到 童言在秦岚面前 有些拘谨 所以才提出离开的 好的 童言坐在沙发上 肖部长 我们继续来谈谈 招聘的事情吧 呵呵 其实也没什么可谈的 不过是招点保安 又不是说招什么高层精英 那不需要提前做计划书吗 比如硬性标准之类 肖辰摇摇头 不用 人才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要相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或许我们现在 陆入无为 但可能也只是因为 不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或者行业里 很多例子都证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和长处 只不过我们自己 还没发现吧 童言愣了愣 抿了抿嘴唇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茶了 敲门声响起 丁力端着茶 从外面进来 陈哥 嫂子 你们喝茶 肖辰无语 你妈的 这家伙乱叫什么呢 至于童言 翘脸通红 满是羞涩之状 陈哥 嫂子 小子 别胡说八道 这是人事部的同事 童言 肖辰看着童言 翘红的脸蛋 呆了呆 随即瞪着丁力说道 啊 丁力面露尴尬之色 童小姐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 没 没什么 童言轻轻摇头 声音不大 可 陈哥 童小姐 你们聊 我先出去了 丁力说完 快不出了办公室 可当他把办公室门关上时 动作忽然僵住了 刚才陈哥说 这妞叫啥 童 童言 卧槽 好名字 与他自身搭配 简直完美 被丁力一句嫂子 办公室里的气氛 也有点异常 虽然萧晨 觉得没什么 但看着童言通红的脸蛋 有点小异常的同时 又有点好笑 这小妞 还真是可爱 男人喜欢征服强势的女人 因为会有征服的快感 但另有一种女人 会让男人 从心底产生呵护感 想要去好好呵护疼爱 恰恰 童言就属于后者 所以 哪怕是刚认识没多久 也让萧晨情不自禁 产生了呵护的冲动 就像是 面对自己的小妹妹一样 可 童言 尝尝这茶 刚才走得急了 蓝姐说 送我的几品名前龙井 也忘了拿 萧晨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也算是转移注意力 免得让童言 继续尴尬 嗯 童言 招聘的事情 你不用太操心 只要让人事部准备好 会议室就行了 其他的 到时候再说 好 谈起工作 童言稍稍恢复了一些 他用心记下 萧晨说的话 免得出什么差错 不用这么认真 放心吧 一定会让你转正的 谢谢萧部长 萧晨笑了笑 我也是新人 昨天才来公司 对公司的了解 还没你多呢 萧部长很厉害 刚来公司 就当了部长 童言有些佩服地说道 没什么厉害的 我当这个部长 纯属意外 萧晨摇摇头 对了 公司实习生 和正式员工 有什么区别吗 看你好像挺迫不及待要转正 在职场 实习期不光是公司对员工的考核 同样也是员工对公司的体验 很多实习生干一阵后 发现现在职位或者公司不适合自己 就可以离开 所以 萧晨有些奇怪 童言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转正 似乎除了工资少点 没正式合同案 也没啥大区别 童言犹豫一下 还是坦然道 因为相同职位 正式员工的工资是实习生的三倍 对于童言的回答 萧晨稍稍有些意外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点点头 嗯 三天后 你就可以成为正式员工了 我会努力的 童言坐直身子 微微前倾 认真说道 呵呵 好 萧晨话还没说完 忽然眼睛就直了 你妈的 敢不敢不这么诱人 萧部长 我会尽快把招聘文案写好给你审核的 好 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 那 萧部长 你怎么了 童言察觉到萧晨的表情 疑惑问道 啊 没什么 嗨嗨 你继续说 萧晨惊醒过来 收回目光 掩饰着说道 童言奇怪 不过也没多想 继续说着他的看法 之前压根没把这场招聘会放在眼里的萧晨 此时也变得格外认真起来 不时点头表示赞同 但如果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这货的目光 不断在童言的胸前瞟啊瞟的 每当童言与他目光相接时 他都会迅速挪开目光 然后做出认真倾听的模样 童言见萧晨听得这么认真 也是大受鼓舞 说得神采飞扬的 可很快 他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萧部长的目光 怎么总是往自己胸前瞟啊 开始的时候 他没怎么在意 因为名字的原因 因为娃娃脸的原因 很多人都会去瞄他的胸 所以 久而久之 他也有那么点 稀以为常了 可在稀以为常 女人对这种目光 还是挺敏感的 而且 他能感觉到 萧晨的目光是火辣辣的 好像没啥眼事 啊 童言下意识低头看去 发出一声尖叫 他白衬衣的扭扣 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了一个 里面若隐若现 嗨嗨 萧晨老脸一红 得 被发现了 不过 到底是花丛老手 他很快就恢复正常 尽量轻松到 那什么 童言 刚才我就想提醒你来着 你扭扣开了 不过看你说的那么投入 又不忍心打断你 所以 童言忙把扭扣系上 翘脸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或者夺门而逃 唉 童言 你刚才说得真好 说到哪了 咱继续吧 萧晨从童言胸口 磨开目光 心里还有点小失落 咋这么快 他就发现了呢 唉 萧部长 我觉得 说得都差不多了 要是你没意见 那我就回去写了 童言想到 某些职场潜规则 心脏跳动的都快了 这萧部长 也是那种人吗 还是赶紧离开吧 萧晨一看童言这表情 得 还真把人小姑娘 给吓着了 唉 谁特么说 国内的妞现在 都变得特开放了 什么摇一摇 就可以滚床单了 都特么是骗人的 嗯 那你先去写吧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的 萧部长再见 童言忙点点头 站起来匆匆离开 萧晨看着童言的背影 无奈摇头 完蛋 估计这小妞得跟防贼似的 防着自己了 发了一会儿呆 萧晨开始 重新考虑起 特种保安队的事情 她在犹豫 是不是该找找关系 从部队上 搞一批退役老兵过来 这样的话 不用怎么训练 就可直接投入使用 不过 想了许久 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算了 先看看三天后的招聘再说吧 一阵铃声响起 打断了萧晨的思绪 她按下接听见 喂 小刀 陈哥 墓地已经买下来了 也联系到了病医馆 下周三下葬 可以吗 萧晨拿过桌上的日历 看了看 手指点在上面 好 那就周三吧 嗯 那就敲定了 好 第十八章 触朋友 下午四点 萧晨来到总裁办公室 苏总 找我什么事 萧晨 我等会儿 还要去实验室 你先去接小萌回家 苏晴正在埋头写东西 听到萧晨的声音 抬头说道 哦 那你呢 等我忙完了 我让别的司机 送我回去就行了 萧晨看着苏晴 略显疲惫的脸庞 心中涌现几分疼惜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 等我晚点再来接你吧 不用了 让小萌自己在家 我有点不放心 萧晨愣了愣 随即恍然 看来威胁性 以及窃听器的事情 已经让这个女人 没多少安全感了 相比较 她自身安全 她更担心 自己妹妹的安全 苏晴 放心吧 威胁性和窃听器的事情 我都会尽快解决掉 至于小萌的安全 我觉得对方是冲着你来的 她那边应该不需要担心 嗯 但愿吧 苏晴缓缓点头 好了 等下班你直接去接她 等我忙完再给你打电话 好 萧晨答应一声 犹豫一下 苏晴 你也别太累了 公司不是有科研人员吗 你就不用亲自上一线了吧 有个药妆的配方 需要我亲自来丁下 这个配方可能事关公司 未来几年的发展战略 萧晨点点头 也不再说什么 毕竟公司的事情 她比自己更懂更了解 在办公室待了会儿 萧晨就离开了 她本来还想去秦兰办公室的 不过见锁着门 也就作罢 重新回到了保安部 陈哥 我去挨个问了 昨晚值班的同事 他们并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 刚回到办公室 丁丽就从外面进来了 没丁点发现 萧晨皱了皱眉头 监控没拍下 保安没发觉 看来这事 还真有点棘手啊 没有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哦 那我去值班了 嗯 好好干 起个带头作用 哥亏带不了你 我知道 丁丽用力点点头 转身出去了 萧晨掏出烟 点上 深吸了一口 同时 大脑在快速转动 窃听器与威胁性 是不是同一个人搞出来的 目的又是什么 普通商业竞争 可窃听器是岛国军方的产物 普通人根本搞不到啊 一支烟抽完 萧晨也没想出个子我毛丑来 他瞇了眯眼睛 难道真就只能被动等着 五点多钟 萧晨开车离开公司 出了门刚要加速时 忽然注意到不远处公交站点的一道亮影 萧晨嘴脚微翘 轻踩刹车 放下了车窗 童言 下班了呀 童言正在低头看手机 听到声音猛地抬起头 见识萧晨 点点头 萧部长 你好 再等公交回家 嗯 是的 萧晨目光瞟过童言身后 两个猥琐的青年 心中一动 笑着说道 呵呵 我送你回去 不麻烦萧部长了 我等公交就好了 童言微笑着拒绝道 萧晨无奈 这小牛眼睛中的警惕 实在是让人伤心呢 好人难当啊 公交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上车 跟我还客气什么 萧部长 还是不用了吧 咱俩又不顺路 童言还是婉拒着 呵呵 就招聘会的事情 我又有一些新的想法 咱俩再聊聊 萧晨并没有因 童言的婉拒而放弃 因为他发现 那两个猥琐青年 互相使着眼色 看着童言的眼睛里 全是赤果果的欲望 显然是没打什么好主意 童言听到这话 明显犹豫了一下 萧部长 明天再聊不行吗 三天后就招聘了 还是早点敲定为好 公司对这次招聘的事情 看得挺重的 那好吧 童言想到秦岚的话 抿了抿红唇 终于答应下来 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 萧晨笑了笑 看了眼两个脸色 明显变得难看得猥琐青年 一脚油门踩下 马沙拉蒂扬长而去 童言 你家住哪 百南路那边 哦 我不认识路 你止路 嗯 童言点头 萧部长 你有什么新想法 啊 萧晨傻了 刚才他纯属 是为了让童言上车 而随口说的 根本没啥新想法 所以 现在被问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童言见萧晨如此 心中警惕更浓 难道他对自己 真有什么企图吗 就在童言 满心警惕和忐忑时 萧晨终于开口了 写招聘文案时 记得要加上一条 最好是退伍老兵 从幽录取 嗯 童言做出倾听状 可他等了许久 也不见萧晨再往下说了 忍不住问道 就这一个 对啊 我觉得这条很重要 退伍老兵自身素质过硬 好吧 我知道了 童言点点头 前方左拐 二十分钟左右 在童言的指挥下 马沙拉第 驶入一片棚户区 入演的是 高矮不一的房子 乱糟糟的环境 萧晨左右看看 有些惊讶于龙海市 会有这么脏腕差的棚户区 更惊讶于童言 竟然住在这里 萧部长 这里路况不好 要不你把我放这把 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 童言注意到 萧晨脸上的惊讶之色 小声说道 啊 不用 我把你送到家 萧晨摇摇头 问道 你是在这族的房子 还是说家就在这里 我是龙海本地人 家就在这里 哦 萧晨点点头 忍不住感慨一句 我真没想到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龙海 竟然也有棚户区 童言听到这话 俏脸上也写着几分无奈 这片棚户区存在很久了 据我所知 龙海像这种规模的棚户区 最少有五处 曾经几任领导 包括现任领导 都想拆过棚户区 但最后 又都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呵呵 棚户区的改造 向来是老大男的问题 萧晨笑了笑 没有再继续探讨这问题 也没啥意义 车又向里面行驶了一段距离 左拐右拐 最后停在了一个 破旧的二层小楼门口 说是二层小楼 其实就是平房上面 又加盖了一层 第二层根本没法住人 纯粹是用来 多要拆迁补偿款的 这种现象 在棚户区非常常见 为了多要钱 几乎家家 都会加盖层数 或者外扩 这就是你家吗 萧晨打亮极眼 他现在有些理解 为什么童颜会看中正式员工的几倍工资了 这个家庭并不富裕 嗯 童颜点点头 萧部长 多谢你送我回来 呵呵 客气什么 咱俩是同事吗 也算是朋友 是吧 萧晨笑了笑 他自始至终都没提公交站下 那两个猥琐青年的事情 有些事情做了 无需多说 嗯 童颜也笑了笑 出于礼貌问道 进来坐坐 萧晨看了眼腕表 见时间还算充裕 点点头 好啊 童颜有点傻眼 他本是出于礼貌问一句 没想到 萧晨还真实在地答应了 没办法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下车 带着萧晨向院子里走去 刚进院子 就听到屋里 传出女人说话的声音 阿姨在家 嗯 萧部长 请进 童颜点点头 扬声道 妈 我回来了 腰 小颜 你可算回来了 鹏飞都等你挺长时间了 一个略显臃肿的中年妇女 从椅子上站起来 当她看到 跟在童颜身后的萧晨时 脸明显一沉 她是谁 不等童颜开口 萧晨笑眯眯地打招呼 阿姨 您好 我是童颜的朋友 童母听到这话 上下打量几眼萧晨 长得还不错 可衣服皱巴巴的 还空着手来的 一看就是个穷鬼 朋友 哼 是想跟小颜处朋友吧 童母的声音 有些尖锐刺耳 小子 我告诉你 最好离我家小颜远一点 昨天因为锁在了马字软件里 一晚上都没出来 所以 昨晚没更新 就更为一张 小五明天要去北京 大概待四五天左右 没多少存稿 所以这几天的更新 我会尽量保持两更 如果少更的话 那我回来会陆续补上 希望大家都理解一下 闲眉书看的朋友 可以去我微信公众号 gmo的舞者 看我以前的一本书 每天最少万字更新 昨天欠一张了哈 另外 彭飞 萧彭飞 这是个龙套 陆续开始出现了哈 第十九章 人 得有梦想 听到母亲的话 童颜脸色一变 妈 你胡说什么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嗯 普通朋友最好 童母脸色稍稍好看一些 然后堆出笑脸 小颜 来 我给你介绍个青年才剧 萧彭飞 你们好好相处相处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旁边 一青年用火热的眼神 看着童颜 伸出了右手 童颜脸上 闪过几分无奈 又来了 其实她一进门 就注意到了这个青年 她同样知道这个青年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里 母亲整天惦记着 给她找个有钱人 然后 三天两头会找一些所谓的青年才俊来家里 虽然她单纯了些 但并不傻 她能看得出来 这些青年才俊都没打什么好主意 就像眼前这个 眼睛不也不断瞄着她的胸口 闪烁着最原始的欲望吗 心累 不过 出于礼貌 她还是点点头 与她握了握手 你好 小颜 我跟你说 彭飞可了不得 年纪轻轻 就有了自己的事业 资产 已经过百万了 她家也是做公司的 资产几千万 她是家里独子 唯一的继承人 童母在旁边 喋喋不休地说道 呵呵 阿姨 我这也就是 小打小闹的玩玩而已 青年故作谦虚 但脸上却大写着 得意二字 看看 这孩子人还谦虚 小颜 我觉得你和彭飞很般配 你们试着交往交往呗 妈 童言见母亲越说越不像话 忙打断了她 然后歉意地 看着被一直无视的萧尘 萧部长 不好意思 快请坐吧 呵呵 没什么 萧尘并没有因为被无视而生气 反而饶有兴趣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笑了笑 坐在了椅子上 萧部长 我去给你泡茶 童言有些后悔 邀请萧尘进来了 要是早知道 家里这情况 那她说什么 也不会让她进来了 童母听到童言 对萧尘的称呼 挑了挑没吗 部长 难道还是个当官的不成 想到这 她脸色稍缓 看着萧尘 你和我家小颜 认识多久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阿姨 我和童言刚认识 我们是同事 同事 那她怎么管你 叫什么校部长 呵呵 阿姨 你有所不知 现在一些屁大点的公司 也分好几个部门 其中部门老大 就叫部长 可能这个部门 也就三两个人而已 旁边 青年略带嘲讽地说道 童母听到这话 刚缓和的脸色 又冷了起来 是这么个部长啊 我还以为多牛逼呢 呵呵 这位朋友 不知道你是在哪家公司任职 这是我的名片 青年看着萧尘 掏出一张名片 递了过去 萧尘接过来 看了眼 只见上面写着一大串名头 诸如什么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总裁啥的 看着特务人 我在家族公司里 是董事长助理 在自己公司里 是总裁 青年怕萧尘看不明白 还特意解释了几句 哦 虽然我不怎么懂 但看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萧尘不断点头 呵呵 也不是很厉害 就是比给别人打工强一些罢了 萧鹏非咧着嘴 我家老子说了 现在 让我多锻炼锻炼 等结婚了 就让我接管家里的公司 邀 接管家里的公司 那可就是千万级的大老板了吧 旁颠 童母眼睛发光 语气羡慕地说道 有了童母的配合 萧鹏非吹得更来劲了 那是肯定的 我相信 在我的带领下 家里的公司卖过一门槛 也不成问题 旁颠 萧尘看着两人 心里有些好笑 这俩人一个逗 一个捧 就跟说相声似的 搭配得还真不错 什么 亿万 我这辈子 要是能有亿万就好了 死了也值了呀 童母更加羡慕了 呵呵 阿姨 如果我跟童颜在一起了 那我的不就是您的吗 萧鹏非看着 正在倒茶的童颜 故意说道 哈哈 好 我就知道你这孩子孝顺 小颜 听到了没有 童颜 多好的孩子 这次你可不能任性 童母被萧鹏非一句话 哄得眉开眼笑 恨不得今晚 就把闺女送人家床上去 童颜抿了抿红唇 性子使然 她没有说什么 但内心 却非常抵触 萧鹏非又吹了一会儿 见童颜似乎没啥大反应 也就有些兴趣索然了 不过想到什么后 眼珠一转 开口道 童颜 刚才是萧部长 送你回来的 嗯 童颜点点头 麻烦萧部长 那多不好意思 要不这样吧 反正我也有大把时间 以后 由我来接送你上下班 怎么样 小颜 你看鹏非多体贴 我跟你说 鹏非的车是宝马 豪车 坐着可舒服了呢 童母也帮腔说道 萧鹏非脸上笑容更浓 装作随意拿出了车钥匙 把玩着 阿姨 我那宝马也不算是啥号车 几十万而已 萧陈看着萧鹏非手里的车钥匙 想了想 好像门口旁还真听了一辆香槟色宝马武器 刚才他没怎么上演 原来是这小子的呀 萧鹏非原本以为 他拿出宝马车钥匙 就能吸引童颜的目光 可让他无奈的是 后者还是没啥反应 这让他颇为失望 这一招 他曾经屡试屡爽 尤其在一些 没怎么见过大世面 且爱慕虚荣的年轻女孩面前 宝马的杀伤力 还是很足的 可在这儿 怎么就不好用了呢 萧部长 我觉得男人 都该有个蓝天白云梦 你也有吧 萧鹏非见萧陈看车钥匙 笑着问道 萧陈摇摇头 我没有 哦 呵呵 萧部长 虽然你现在给别人打工 收入可能没那么多 但梦想 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还有那谁不也说过吗 人没梦想 跟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萧鹏非说到这 顿了顿 扫了眼童言 故意问道 不知道 萧部长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嗯 你说的对 人确实的有点梦想 萧陈说着 从兜里掏出 马沙拉蒂总裁的钥匙 随手扔在了桌上 不过 我觉得 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都不是梦想 第二十章 莫装逼 车钥匙落在桌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上面的三叉戟 闪烁着光芒 有些刺眼 萧鹏非刚想讥讽萧陈的谬论 可当他目光落到三叉戟上时 话又硬生生给吞了回去 马沙拉蒂 萧陈看着萧鹏非发紫的脸色 心里冷笑 小子 想踩老子装逼 来衬托你有钱是吧 麻痹 就你有车钥匙啊 现在傻逼了吧 没梦想了吧 这 这车标我以前见过 叫马沙什么来着 旁边 童母惊呼出声 虽然她一时叫不上名字来 但却知道这是一豪车 而且 是过百万的豪车 妈 是马沙拉蒂 童颜接了一句 神情略微有些古怪 别人不知道 她还不知道吗 这车根本不是萧陈的 而是苏总的 对对 马沙拉蒂 这车 得一百万多万吧 好像是二百多万 虽然童颜也不怎么懂车 但她在公司里 听同事说过这么一句 苏总的座驾 是总裁系列里配置最高的 将近三百万 这才是真正的豪车呀 童母下意识说了一句 听到童母的话 萧鹏飞脸上 更觉得火辣辣的 尤其想到 她刚才对萧陈说的话 什么蓝天白云梦 什么人得有梦想 扯淡 人家都他妈有三叉戟了 还扯什么蓝天白云梦 这马沙拉蒂 随便就能买它 宝马好几辆啊 呵呵 什么好车不好车的 也就是一袋布工具而已 萧陈随意地说道 萧鹏飞嘴角抽搐几下 麻痹的 这才是装逼的行价 听听人家这话说的 二百多万的车 就一袋布工具 果然 童母听到这话 眼睛陡然一亮 态度也立马来了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脸上堆积出 谄媚的笑容 是是是 在你们有钱人的眼里 几百万不算啥 童颜看着母亲 前居后宫的表现 颇为尴尬 实在是太丢人了吧 呵呵 阿姨 我算什么有钱人 在龙海开个几百万的车 身价几千万 根本算不了什么 勉强混个温饱罢了 萧陈说这话时 还扫了眼萧鹏飞 她的意思也很明白 你家也不过是 混个温饱罢了 装他妈哪门子逼呀 有那资格吗 草 萧部长 不 这称呼太境外了 既然你和小颜 是好同事 好朋友 那我管你叫小肖 怎么样 童母更加热情了 主动给萧陈倒茶 来 喝茶喝茶 呵呵 谢谢阿姨 谢什么 我跟你说啊 这么多年了 小颜这丫头 还没带哪个男人回来过呢 童母说完 忽然注意到 脸色越来越难看的萧鹏飞 难得脸上闪过尴尬 那什么 鹏飞 你也别光坐着 也喝茶呀 阿姨 你可别被人给骗了 现在很多人 为了装逼 特意去淘宝买假的豪车钥匙 萧鹏飞冷冷说道 啊 假的 童母脸色微变 重新看向萧陈 这确实不像是个有钱人的打扮啊 呵呵 萧陈轻笑 看了眼万表 站起来 阿姨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等改天再来拜访 这就走啊 那我送送你 童母也站了起来 送客是假 看车是真 要是马沙拉蒂 是真的 那她可真的好好考虑 女儿该嫁给谁了 当然 其实也没啥可考虑的 在她的眼里 自然是谁钱多 那就嫁给谁了 我也有事 也该走了 萧鹏飞也站了起来 她也想去看看 这家伙是不是真开着马沙拉蒂来的 萧陈自然清楚二者心思 也不点破 向外面走去 几个人来到门外 童母看到门口的马沙拉蒂后 被岁月留下痕迹的脸庞 犹如菊花般盛开 真是个有钱的主啊 萧鹏飞沉着一张脸 该死的家伙 还真是马沙拉蒂 而且还是总裁 阿姨 童言 我先走了 那谁 等有时间 我们再谈梦想啊 好 小萧 你可得多来看阿姨啊 这会儿 童母再无怀疑 看萧陈是怎么看 怎么顺眼啊 嗯嗯 会的 萧陈答应一声 冲童言又点点头 坐进车里 缓缓驶离 几百万的豪车 我这辈子还没坐过呢 等改天一定要上去体验一把 不行 我要想什么时候 做就什么手作 你可得抓紧了呀 童母看着车的背影 冲童言说道 童言一愣 抓紧什么 当然是抓紧 把这个金主拿下呀 你俩发展到哪一步了 亲嘴了吗 上床了吗 妈 你说什么呢 我都说了 我们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你就抓紧时间 让你们普通的同事关系 变成不普通的同居关系 童言有点凌乱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旁边 萧鹏飞脸色也变得铁青 她忽然有种被戴了绿帽子的感觉 够了 你当我不存在 童母听到萧鹏飞愤怒的喊声 扭头看着她 怎么了 萧鹏飞更怒了 瞪着童母 你之前是怎么说的 不是说让童言跟我在一起吗 是啊 开始我是想让她跟你在一起的 但现在我发现 小萧和我闺女更合适 你从哪看出她们更合适来的 因为小萧比你有钱啊 童母这话 说得很是理直气壮 萧鹏飞听到这话 差点气抽过去 开辆马沙拉蒂就比我有钱了 谁他妈知道 那车是不是他的 小萧啊 这强扭的瓜不甜 你看我家闺女和小萧 哟 巧了 你们都姓萧啊 我家闺女和那个小萧更有感觉 我这当妈的也得尊重她的选择 是吧 萧鹏飞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这老娘们实在是太他妈的不要脸了 哼 萧鹏飞冷哼一声 铁青着脸上了宝马 横踩油门 扬长而去 呸 什么东西 开辆破宝马 就像睡我闺女 不自量力 童母看着远去的宝马 吐了口唾沫 然后拽住童颜 走 回家跟我说说小萧的事情 他家有多少钱 是一中门口 苏小萌无聊地玩着手机 不时抬头左右看看 该死的家伙 怎么还不来 忽然 一阵轰鸣声 游远极近 几辆豪车停在了他的面前 其中一辆蓝色宝马M5落下车窗 探出个脑袋 小萌 今晚一起玩耍呗 滚蛋 本小姐没空 苏小萌看了M5一眼 这我没说到 没空 呵呵 又要回家做乖宝宝 M5车里的青年 咧着嘴说道 做你妹的乖宝宝 本小姐 只不过不屑和你们玩罢了 小萌 你可别忘了 我现在 是你男朋友 放屁 谁承认了 呵 怎么 不打算认账了 要是传出去 苏二娘愿赌不服输 你还怎么在学校还 你 苏小萌脸色微变 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时 一道黑影急尺来 稳稳停在他面前 同时 歉意的声音响起 小萌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第二十一章 男朋友 听到这个声音 苏小萌眼睛明显一亮 这个王八蛋 可算是来了 不过 再想到眼前的局面 他又有些头疼 该怎么脱身呢 小萌 我有点事情耽搁了 所以来晚了 上车吧 萧陈探出脑袋 歉意的看着苏小萌 小萌 这小子谁啊 苏小萌没说话 宝马M5的车门打开 一个染着银色短发的青年下车 斜着眼睛打亮着萧陈 听到青年的话 苏小萌眼珠一转 嘴角勾起一丝阴险的弧度 他呀 他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 这三个字一出 不光银发青年傻眼了 就连车里的萧陈也傻眼了 这他妈什么情况 亲爱的 你可算来了 人家都等你好久了呢 苏小萌俊翘的脸蛋上 带着几分娇称 格外的诱人 看得银发青年的眼睛都直了 萧陈看看苏小萌 再看看脸色 越来越难看的银发青年 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得 被当了挡箭牌啊 小萌 他真是你男朋友 银发青年指着萧陈 语气阴冷地问道 当然了 苏小萌点点头 看向萧陈 冲他眨了眨眼睛 亲爱的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同学尹赫 还默等苏小萌介绍完 萧陈从车上下来 微笑着伸出右手 你好 我是小萌的男朋友 萧陈 听到萧陈的话 苏小萌嘴角翘起 这小子反应还挺快嘛 懂得配合 不过 等会有你哭的时候 哼哼 果然 如苏小萌所想 银发青年脸色阴沉下来 无视掉萧陈伸来的右手 冷冷道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是小萌的同学吗 萧陈并没有生气 而是缓缓收回手 脸上笑容一分不减 我也是他男朋友 营发青年话音一落 其他几辆豪车的车门全部打开 下来几个青年 略有稚嫩的脸庞上 写满凶狠和嚣张 尹赫 你少胡说八道 谁是你男朋友啊 你这么说 我男朋友会生气的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的脾气可不太好 苏小萌在旁边 打定主意要煽风点火 看热闹不怕事大了 行了 苏小萌 你当我尹赫是傻子 你以为你随便找个男的来 就想打罚我 尹赫冷笑 指着萧陈 小子 我警告你 哪来得回哪去 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呵呵 听你的意思 我这男朋友是假冒的 是小萌找来的挡尖牌呗 萧陈笑眯眯地问道 难道不是 尹赫冷冷回了一句 就在苏小萌琢磨着 该怎么在火上焦点油时 萧陈抓住他的手 一把把他揽进了怀里 神情玩味地说道 呵呵 如果不是男女朋友 我敢这样抱着吗 苏小萌傻眼了 卧槽 这小子趁机占便宜啊 小子 你特么 给我放开苏小萌 还默等苏小萌发飙 尹赫发飙了 旁边的几个青年 也都是大怒 骂咧几句 从车里拿出了棒球棍 围住了萧陈 萧陈左右看看 无奈摇头 问被他强行搂在怀里的苏小萌 这些真是你同学吗 苏小萌本来想发飙来着 不过 看到眼前一幕 又强忍下了被占便宜的怒气 娇声道 对啊 怎么 你不会害怕了吧 如果怕了 我会鄙视你哦 呵呵 我会怕几个学生 不过 我挺好奇 他为什么说你是他女朋友啊 苏小萌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了出来 我前一阵子跟尹赫赛过车 当时约好了 说如果我输了 那就给他做女朋友 萧陈听到这话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小妞有傻吗 连自己都赌 小子 听清楚了吧 他说了 就得做我麻子 你 以后离他远一点 要不然我这些兄弟们脾气也不太好 尹赫歪着脑袋 威胁着说道 其他青年全都握紧了棒球棍 脸上闪烁着凶狠与兴奋 好久没踩人了 今天就在这校门口 当着所有学生的面 狠狠教训着不知道 哪来的孙子一顿 耍耍威风 萧陈看着他们的架势 又忍不住摇摇头 这哪是高中生 分明就是道上的混混啊 不过 他也懒得跟几个被宠坏的孩子一般见识 丢不起那人 不就是一场车赛吗 尹赫 敢不敢再赌一场 赌 你让我赌 我就赌啊 凭什么 萧陈笑了笑 努努嘴 尹赫 你不是想让小能做你女朋友吗 如果我输了 我主动离开他 怎么样 听到这话 苏小萌先急了 他本意是想引发萧陈和尹赫的矛盾 最好打起来 无论谁收拾了谁 都是他乐意见到的情况 最好是萧陈被狠狠K一顿 那就能出他一口恶气了 可现在倒好 被占了便宜不说 还要赛什么车 要是再输了 那他还怎么抵赖 难不成 真要去给尹赫做女朋友 尹赫看看苏小萌 又看看萧陈 好 我跟你赌一场 不过 我再加个赌注 什么 如果你输了 除了苏小萌归我外 我要你一条胳膊 尹赫冷冷地说道 好 出乎尹赫意料的是 萧陈毫不犹豫 答应了下来 喂 你干嘛呀 经过我允许了吗 就拿我打赌 苏小萌瞪着萧陈 小声说道 难道你不想一次性 解决麻烦吗 如果想 那就听我的 萧陈问了一句 苏小萌看了眼尹赫等人 咬了咬红唇 如果他真能帮自己 解决了这事 那也算是好事 不过 他要是输了 那该怎么办 尹赫 如果我输了 你以后不许再纠缠小萌 怎么样 莫问题 尹赫也痛快答应下来 你想怎么比 去拿比 随便你 那咱就去九龙盘吧 你开这辆总裁 嗯 我就开这辆吧 好 到时候别再耍赖 说了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行了 别废话了 前面带路 萧陈说完 在苏小萌屁股上 拍了一把 换笑着 亲爱的 上车 第22章 可以轻 副驾驶上 苏小萌怒目瞪着萧陈 你竟然敢占我便宜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萧陈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搂着我 还摸我屁股 啊 就这个呀 这算什么占便宜 我又不是没摸过 萧陈不以为意地说道 你说什么 苏小萌勃然大怒 握拳砸向萧陈 臭流氓 我跟你拼了 别闹 我开车呢 萧陈躲开苏小萌的拳头 想到这丫头 柔软富有弹性的小屁股 忍不住咧嘴 再说了 我那不是在配合你吗 苏小萌撇撇嘴 呸 少用冠冕堂皇的理由 来掩盖你无耻的行为 啊 我要是不这样 后面拿祸压根 就不相信 咱俩是男女朋友啊 那你咋不亲一口啊 那更像男女朋友 苏小萌没好气地说道 萧陈听到这话 后悔得差点拍大腿 哎呀 我要是知道 你这么开放 我刚才就亲了 你给我滚 苏小萌彻底发飙了 他都有种 去抢了方向盘 跟着畜生 同归于尽的想法 萧陈感受到 苏小萌浑身散发的 冰冷杀气 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不敢再逗这小妞 免得来个车毁人王啥的 短暂的安静后 萧陈看着前方 领路的宝马M5 问道 小萌 你跟这个尹鹤怎么回事 他喜欢你 可能吧 不过 我对他没感觉 怎么可能 给他当女朋友 对了 你车记咋样 有把握引尹鹤吗 他表哥是 荣海市的地下车神之一 他经常跟他表哥玩车 也算得上是半个徒弟 消沉无语 扭头看着苏小萌 你知道 他是车神的半个徒弟 你还跟他赛车呀 脑子被门挤了 你脑子才被门挤了呢 苏小萌翻白眼 本小姐的车记 也不差好吗 再试一中 也是排得上号的 好吧 少废话 你的车记到底咋样 能不能赢他 别担心 别说他了 就是他那个车神 表哥来了 我也照样虐知 萧陈有些嚣张地说道 苏小萌撇嘴 你不吹牛逼能死啊 呵呵 萧陈笑了笑 没再多说什么 地下车神的半个徒弟 呵呵 半小时左右 几辆车来到了龙海市地下赛车 三大圣地之一的九龙盘 因为时间还早的缘故 这里没多少人 小子 我们跑几盘 尹赫从车上下来 指着九龙盘问道 我第一次来这边 有什么说法吗 九龙盘中险 一盘一冲天 常玩车的人 通常都会跑九盘 就看你敢不敢了 萧陈看了沿远处 不算高的山 点点头 那就跑九盘吧 好 跑到山顶闪灯 然后下来 谁先下来 算谁赢 可以 那就开始吧 尹赫说完 冷笑一声 小子 等会别哭啊 小萌 上车 萧陈懒得再多说 要不是为帮苏小萌解决麻烦 他才懒得来呢 在他看来 这根本就是 在陪小朋友玩耍 苏小萌点点头 上了马沙拉地 事到如今 他还是非常希望 萧陈能赢的 尹赫看着苏小萌的背影 眯了眯眼睛 这次再输了 看你还有什么理由来应付我 几分钟后 两辆车并排在气跑线上 各自做着准备 你真能赢他 呵呵 要不咱俩也打个赌 如果我赢了他 帮你解决麻烦 你答应我一件事呗 什么 苏小萌用警惕的目光 看着萧陈 这小子 应该没憋什么好皮 啊 也没啥 就是以后喊我诚哥 怎么样 好 只要你赢了 我以后喊你诚哥 苏小萌想了想 点头同意 反正喊一声 又不会掉块肉去 萧陈笑了笑 扭头看了眼旁边的宝马M5 打出一个 已准备好的手势 开始 一个青年高举的手 猛地落下 两辆车 几乎同时冲出了气跑线 宝马M5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尹赫驾驶很足 快速换挡 然后猛打方向盘 想要占据领先位置 快点啊 苏小萌看着超出半个车身的M5 有点急了 大声喊道 急什么 先让这小子得意一会儿 萧陈神情轻松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从车一起步 他几乎就看出了尹赫的水平 业余中的专业 在萧陈说话的功夫 宝马M5抢占了领先位置 甩开马沙拉蒂总裁一个车身 哼 开总裁跟我赛 老子玩死你 尹赫从后视镜里 看了眼马沙拉蒂总裁 冷笑几声 稍稍放缓车速 过了第一盘弯道 问 就在尹赫刚过弯道时 马沙拉蒂总裁陡然加速 以一个漂亮的甩尾飘移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过了第一盘弯道 下一秒 马沙拉蒂速度再次激增 从外侧开始超车 很快追上了宝马M5的半个车身 该死 尹赫骂了一句 又用力踩了踩油门 这王八蛋以前真没跑过九龙盘吗 问 宝马M5刚提速 第二盘弯道到了 尹赫没办法 又稍缓车速 但让他咬牙的是 马沙拉蒂总裁依旧是毫不减速 甚至更快的速度 过了第二个弯道 甩开了他 马沙拉蒂总裁上 苏小萌脸色有些发白 他以前多次跑过九龙盘 可是没有一次 是以这么快车速 过弯道的 在过第一个弯道时 他还没什么感觉 在第二个弯道时 他就感觉 这家伙疯了吧 紧接着 第三个弯道 萧辰的车速 又快了几分 几乎甩开宝马M5三个车身了 你慢点 苏小萌看着前方的岩壁 忍不住叫了一声 同时紧紧抓住了扶手 旁边可就是山沟 掉下去 那肯定就得车毁人亡啊 坐稳了 萧辰并没有减速 虽然在他看来 这场比赛有点幼稚 但发动机的轰鸣声 还是让他的热血 有点沸腾 骂的 狗日的 王八蛋 M5上 尹赫看着消失在 第四盘道口的 马沙拉蒂总裁 忍不住骂了起来 这家伙 绝对不是第一次跑九龙盘了 晚上到家 写了一张出来 然后把上一张的内容 改了一些 你们可以回头去看看 明天 开始补欠下的更新 晚安 第23章 镇主 尹赫愤愤不平骂完后 看着前方 险峻的第四盘道口 很不甘心地踩下了刹车 虽然他也很想学着消沉那样 不减速 然后很帅地 来个甩尾大飘 移过盘口 但他还是没那个胆子 这特么 可不是玩电脑赛车游戏 死了还可以重玩 虽然他喜欢赛车 喜欢寻找刺激 但却不喜欢找死 命只有一条 还是小心点好 就这么一走神的功夫 他车差点撞地 四盘口上去 吓得他冒了一脑门子的冷汗 等他堪堪过了弯道 往前一瞅时 立马又不淡定了 麻痹的 马沙拉蒂都没影了 山下 原本懒散倚靠 在豪车上的几个青年 此时也都绷直了身体 瞪大眼睛 盯着九龙盘 上面那道急驰 如风的黑影 这道黑影 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 速度快到了极致 卧槽 这小子是个高手 妈的 不是高手 他也不会提出 跟老尹赛车 上狗当了 半猪吃虎的孙子 我怎么觉得他的车速 比老尹他表哥的速度还要快 刚才有谁计时了没有 看看能不能打破记录 完蛋犊子 尹哥输定了 求尹哥的心理阴影面积 短暂的目瞪口呆后 青年们七嘴八舌 讨论了起来 有震惊 有愤怒 也有幸灾乐祸 马沙拉蒂上 苏小萌脸色发白 不过相比较之前的恐惧 他已经有些习惯了 甚至眼神中 闪烁着几分兴奋 这就是急速的快感吗 猛烈的推背感 让他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尤其是在过弯道时 那种心惊肉跳 更让他觉得刺激异常 听着副驾驶不时传出的尖叫声 萧辰用于光扫了眼苏小萌 这一看 不由郁闷 你妈的 这小丫头 把这当过山车了吗 至于把那点兴奋赤果果 写在脸上吗 本来 他还想着吓唬一下苏小萌 让他以后别再跟人赛车 毕竟这玩意儿挺危险的 可现在看来 好像弄巧成桌了 妈蛋的 再来一下狠大 萧辰心里嘀咕一声 油门猛地一脚踩到底 指针晃动 直奔最高时速冲去 啊 苏小萌看着前方 越来越近的岩壁 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郊区同时也绷紧了 死死贴在座椅上 要撞上去了 撞上去了 就在马沙拉第 马上要撞到岩壁上时 萧辰快速踩下了刹车 车身猛地抖动了几下 然后以诡异的角度 穿过了第九盘 而车尾与岩壁的距离 也仅仅不足五公分 呼 就连萧辰自己 也轻轻输出了一口气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跑九龙盘 一切都要凭他敏锐的观察和判断 差之一毫 可能就车毁人亡 至于苏小萌 更是下滩在了座椅上 大口大口喘息着 他刚才清楚感觉到了死亡的降临 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要跟这个美好的世界说白白了 跟亲爱的姐姐说白白了 等苏小萌反应过来时 马沙拉第已经到了九龙盘山顶 萧辰闪了闪远光灯 然后掉头往下开 你 你刚才疯了 苏小萌攥起有些无力的拳头 瞪着萧辰叫道 呵呵 害怕了 萧辰笑了笑 能吓住这小妞就好了 就在苏小萌准备说话时 只见银河的宝马M5迎头开了过来 透过挡风玻璃 他能清楚看到 这家伙阴沉的脸色 这让他心情又爽了不少 在两辆车错车的时候 他落下车窗 探出白皙的手 冲着尹赫竖起一根中指 露出挑衅的神情 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宝马M5停了下来 尹赫回头 看着远去的马沙拉第 脸色难看无比 该死的王八蛋 他想了想 把车掉头下山 反正已经输了 再往上开 也没意义了 两辆车一前一后 从山上下来 几个青年围了上来 尹赫 你说了 苏小萌从车上下来 看着尹赫得意地说道 我愿赌服输 上次赌约不算了 尹赫虽然不甘心 但还是咬牙说道 唉 刚才的赌约 说的是你以后 不再纠缠我 喜欢一个人 有错吗 之前 你不也没按照约定来做吗 苏小萌张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回了 毕竟他之前 确实做得有点不地道 喜欢一个人没错 但我希望你不要过分纠缠 他 是有男朋友的 萧辰从车上下来 陈生说道 小子 你说什么 一个青年拿着 跟拇指粗细的铁棍 指着萧辰叫萧道 萧辰微皱眉头 伸手夺过铁棍 不等其他青年 有什么动作 双手一用力 铁棍被他硬生生 给掰弯了 这一幕 让几个青年 全都瞪大了眼睛 到了嘴边的粗口 全憋了回去 迈出的脚步 也硬生生停下了 刚才我女朋友说了 我这人脾气不怎么好 我不想跟你们这些 小孩子计较 但也别太过分 要不然 萧辰双手再用力 铁棍彻底扭曲到了一起 这 就是下场 尹赫等人 着实被震住了 这小子的多大的力气 才能把一铁棍 扭成这样 小萌 上车 我们走吧 萧辰扔掉铁棍 冲也被震住的苏小萌 喊了一声 重新返回车上 哦 苏小萌 难得没跟他作对 点点头 坐进了车里 看着远去的马沙拉地 尹赫等人才缓过神来 他们不约而同 看向地上扭曲的铁棍 下意识冒出冷汗 妈的 这家伙是人吗 有青年忍不住说道 也没什么 我家的保镖 也能做到 尹赫沉着脸 他觉得自己 刚才有点丢脸了 怎么能被萧辰 给震住呢 不过 他心里 又有点庆幸 幸好没动手 要不然 他们这几个人 还真不够让人虐的 老尹 你打算怎么办 放弃苏小萌 旁颠 一寿高青年问道 放弃 哼 我尹赫想得到的东西 那一定会得到的 尹赫眯了眯眼睛 苏小萌 我要定了 老尹 你可别应来 苏小萌没那么好惹 苏二娘的名号 不是叫假的 苏二娘 再不好惹 也不过是个女人 只要是女人 那就是让男人骑的 尹赫冷笑几声 老尹 让你哥茶茶这小子 是什么来临 敢跟我抢女人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好 老尹 你不就是想 骑了苏小萌吗 我有个办法 想不想听 什么 下点药 保管这小妞 求着你骑她 草 你当苏二娘混假的呀 要是给她下药 那麻烦 可少不了 另一青年摇头说道 再混 也不过是在校园里混 仗着自己漂亮 有一批追随者而已 真把她上了 她能怎么样 她那些追随者 还真能为她拼命不成 嗯 这话也对 听着几个朋友的话 尹赫心里冷笑 如果苏小萌 真这么简单 老子早就下手了 还用看她脸色 她背后隐藏的苏家 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呀 今晚还有更新 第24章 我帮你泡我剪 一阵铃声响起 萧辰接听了电话 喂 苏晴 你忙完了吗 听到是姐姐的电话 苏小萌耳朵支冷起来 想要听听那边说什么 还没忙完 你和小萌在家吗 苏晴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疲惫 没有啊 我们在 萧辰说到这 看到苏小萌正在摆手 心中一动 改口道 我们再吃饭 吃完饭再回家 听到萧辰这么说 苏小萌明显松了口气 如果让姐姐知道 他们出来赛车 那肯定会不高兴的 嗯 那你们注意点安全 我刚才又收到一封 电子邮件 萧辰皱眉 沉声问道 说什么 还是威胁性 说一周之内 就让我好看 一周 那我们就等着好了 萧辰冷笑 她现在不怕对方出招 就怕对方不出招 隐藏在暗处的未知敌人 往往是最可怕的 所以 萧辰吧 不得他们早点出招呢 到时候 双方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就看谁手段更高了 嗯 等见面再说吧 我继续去忙啊 行 萧辰点点头 挂断电话 瞇了瞇眼睛 终于要出现了吗 我姐跟你说什么 苏小萌见萧辰挂了电话 也不说话 忍不住问道 哦 没什么 就是问问我们在干嘛 真的 苏小萌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萧辰 当然是真的了 骗你干嘛 萧辰笑了笑 我都跟你姐撒谎 说我们在外面吃饭 说吧 今晚想吃什么 我请客 我想吃海鲜 行 那就去吃海鲜 萧辰点点头 吃完饭 我们去公司接你姐下班 记住了 千万别说漏了嘴 别说我们去赛车呀 苏小萌撇撇嘴 你当我傻呀 我肯定不会说的 呵呵 好 那就当做咱俩的小秘密吧 你早恋的事情 我也不告诉你姐 谁早恋了呀 苏小萌瞪眼 差点蹦起来 我根本没早恋好吗 尹赫不是喜欢你吗 这也算是早恋的一种啊 喜欢我 就是早恋啊 对啊 妾 照你这么说 我幼儿园就早恋了 苏小萌没好气地说道 唉 小萌 咱能不能不这么夸自己啊 本来就是 本小姐天生丽质 从幼儿园时 喜欢我的小男生 就一大堆了 得得得 你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成不 萧辰哭笑不得 这小妞也太自恋了吧 摆脱隐和纠缠的苏小萌 心情大好 对萧辰的态度 也不再那么恶劣 尤其他还有点小心思 要是再恶劣 那肯定就没谢 两人有一句 没一句地聊着 聊着聊着 又聊到了刚才的赛车上 萧辰 你能叫我玩车吗 苏小萌 见差不多了 终于把小心思 说了出来 不能 出乎苏小萌意料的是 萧辰毫不犹豫拒绝了 为什么 小女孩玩什么车 多危险呢 谁说女孩就不能玩车了 苏小萌不乐意听了 你这是性别歧视 行了行了 别把问题上升到这种高度 我没有性别歧视 萧辰赶忙说道 那你就教教我呗 陈哥 我以后管你叫陈哥 还不行吗 我再也不赶你走了 萧辰摇摇头 你管我叫陈哥是应该的 我赢了车赛 帮你解决了尹赫的麻烦 至于你赶我走 呵呵 我不想走 你能赶得走吗 听到这话 苏小萌气得牙根痒痒 虽然是这么回事 但也不用说出来吧 太特么欺负人了 不过 想到萧辰那神乎其神的车戟 他只能咬牙忍住木火 挤出笑脸 陈哥 只要你教我车戟 那以后咱俩就友好相处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来龙海 是不是打我姐的主意 只要你教我 我帮你泡我姐 怎么样 苏小萌急了 语出惊人地说道 嘎吱 萧辰一脚踩在刹车上 车身一抖 差点撞马路牙子上去 你说什么 我说 只要你教我车姐 我就帮你泡我姐 苏小萌见萧辰反应 以为说中了 不由得心里冷笑 王八蛋 果然没打什么好主意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等本小姐学会了 就让你滚蛋 可 小萌 我发誓 我真没打你姐的主意 我来龙海 纯粹是因为 萧辰说到这 忽然闭上了嘴巴 有些事情 不能告诉苏小萌 同时 她心里暗暗警惕 差点被这小丫头 套出话来 看来 以后得处处小心才好 因为什么 你和我姐 到底麻了我什么 果然 苏小萌 死死盯着萧辰 逼问道 啊 没因为什么 我被部队开除了 默工作 你大哥就让我来这边了 一是保护你和你姐 二是找个吃饭的地方 萧辰随口说道 你骗我 没有啊 是真的 虽然我凶小 但我不是小孩子 最后问你一次 到底是因为什么 如果你不说 那我就去问我姐 萧辰被苏小萌 第一句话雷得不轻 刚想调侃几句 却发现她异常严肃 张张嘴 到了嘴边的调侃 又咽了回去 这一关不好过呀 说不说 萧辰沉默了几秒钟 把当初跟苏秦说过的话 又说了一遍 半月前 你姐给你个打电话 说她遇到了麻烦 希望她能回来帮她 麻烦 苏小萌听完后 皱起眉头 难道是他们 萧辰一愣 忙问道 他们是谁 你知道什么 苏家 苏小萌目光一寒 如果我姐遇到麻烦 那最大的麻烦 应该就是来自于苏家 苏家 萧辰重复一遍 随即心中一动 龙海苏家 你也听过苏家 真是那个苏家 萧辰有些惊讶地问道 龙海 只有这么一个苏家 萧辰瞪大眼睛 你们 是龙海苏家的人 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苏小萌翘脸声寒 声音冰冷 我们是我们 苏家是苏家 第二十五章 兄妹心结 萧辰听到苏小萌的话 心中一动 难道他们已经脱离了苏家 这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变故 要不然苏小萌提起苏家时 也不会是这种反应了 豪门恩怨 还是其他 不过 不管发生什么 既然他来了 那就会保护好苏家姐妹 谁要是敢伤害他们 神来是神 磨来涂磨 随即 他又想到了威胁性 以及窃听器 这些跟苏家 有关系吗 或者说 苏情知道些什么 但却瞒着自己 就在他想仔细问问时 只听苏小萌 又冷冷开口 苏云飞 还真是薄情寡义 我姐遇到麻烦 她都不回来 萧尘微皱眉头 小萌 你不该这么说你哥 他想回来 但部队有任务 军人要保家卫国 他也没办法 保家卫国 他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保护不了 还谈什么卫国 哼 你不觉得可笑吗 苏小萌 冷笑着 小萌 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句话 你应该也听过吧 虽然他不能回来 但他还是担心 你和你姐的安全 所以他让我来了 如果他真担心我和我姐 他就该退伍回来 当年 他更不该在 我和姐姐最需要她的时候 离开龙海 跑去当兵 苏小萌 眼睛泛红 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萧尘沉默了几秒 他隐隐明白 为什么苏小萌 这么恨他大哥了 可是 这个小丫头不知道 他大哥已经死了 再也回不来了 再大的过错 人死了 错也该消了吧 他很想把这事说出来 可又不敢 这太过残忍 他摇摇头 算了 还是先想办法解开 这小丫头的心结再说 还有 以往老苏提起这小丫头时 语气都颇为愧疚 说自己不是个好哥哥之类的话 也许 这也是老苏的一个心结 假如 自己能帮他们兄妹 解开这个心结的话 在另一个世界的老苏 也会欣慰吧 想到这些 萧尘叹了口气 这小丫头人小脾气酱 除非告诉他 老苏去世的消息 否则 想解开他的心结 任重而道远啊 好了 小萌 先不说你哥了 萧尘看着苏小萌 倔强而泛红的眼睛 有些心疼 换了个话题 这次你姐遇到的麻烦 也可能不是来自苏家 之前 有人给你姐发了威胁信 威胁信 苏小萌脸色一变 谁 不清楚 刚才你姐电话里说 对方又给她发了一封电邮 那家里的窃听器 也是对方搞出来的 苏小萌想到什么 问道 萧尘按赞 不愧是柯柯稳定六十分的超级学霸 脑子就是够用 马上想到了这上面 不一定 现在 对方隐藏在暗处 根本查不出来 如果真是对方搞出来的 那还好 可如果不是 说明盯着你姐的人 不单单是一方 苏小萌脸色在变 到底是谁在盯着姐姐 苏家 还是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小萌 你觉得 像是苏家搞出来的吗 萧尘想了想 问了一句 不像 如果苏家 要找麻烦 肯定是在明面上 他们不会玩音的 也不屑于玩音的 萧尘点点头 他本还想问问他们 为什么脱离苏家来着 但话到了嘴边 又咽了回去 本还是找机会问苏情吧 苏小萌没再说话 抿着红唇 看着车窗外 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车内陷入了安静 十多分钟后 马沙拉蒂停在了 一家海鲜酒楼门口 小萌 别多想了 有我在 天他不下来 萧尘下车 帮苏小萌打开车门 微笑着说道 苏小萌看着萧尘的笑脸 心中微颤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觉得这个家伙不可恶 甚至 有点小小的感动 呵呵 下车吧 今天我请客 千万别跟我客气 想吃什么井管点 萧尘很大气地说道 真的 那我要吃五斤以上的澳洲龙虾 还有帝王线 苏小萌故意说道 好啊 只要这家店有 那咱就吃 两人进入海鲜楼 为了能更好的用餐 萧尘特意要了个包间 然后冲服务声喊道 有五斤以上的澳洲龙虾吗 我要唇叶生的 少拿养殖的忽悠我们 啊 先生 五斤的没有 小萌 那小一点的成步 萧尘看向苏小萌 问道 我刚才开玩笑的 随便吃点就好了 苏小萌摇摇头 他也没啥心情吃 先生 我们这有三斤重唇野生的澳洲龙虾 是空运过来的 服务声盲说道 行 那就上三斤的 另外帝王蟹有吧 还有 萧尘一口气点了六七种海鲜 才让服务声离开 很快 海鲜陆续送了上来 原本苏小萌还想喝啤酒 不过 却被萧尘阻止了 他知道 这丫头心情不好 小萌 等会儿要去公司接你姐 如果让她闻到你身上的酒味 该不高兴了 苏小萌点点头 没有再要酒 闷头吃着澳洲龙虾 原本美味的龙虾 此时却味同嚼辣 他脑海中不断在思考 到底该怎么帮姐姐呢 小萌 你姐不告诉你 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所以 你别为这些事情操心 如果你真想 让你姐开心 那下次考试 就别故意考六十分了 萧尘啃着帝王蟹腿 对苏小萌说道 苏小萌动作一僵 抬头瞪着萧尘 你怎么知道的 呵呵 上次你姐提过那么一句 在我看来 次次把分数控制在六十分 可比满分难多了 那我姐也知道了 苏小萌急声问道 嗯 呵呵 你姐又不傻 你能瞒得了一时 也瞒不了一时 他早晚会想明白的 萧尘笑了笑 看着苦着脸的苏小萌 不过 我挺好奇的 人家都是争作超级学霸 为什么 你这超级学霸 却故意变成学渣呢 苏小萌张张嘴 叹了口气 唉 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萧尘无语 靠 小屁还一个 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今晚还有更新 大家不要急 欠下的更新 我肯定会补回来 这点信誉 还是有的 明天开始 争取准时更新 经过两天多的休息 感觉状态好多了 第二十六章 凶小 没兴趣 经过萧尘特意的引导 苏小萌的心情没那么差了 包间里的气氛也逐渐变好 不时传出说笑声 吃完饭后 萧尘刷卡结账 两人驱车前往公司 萧尘 你真能保护好我姐 不让她受伤害吗 再快到公司时 苏小萌忽然扭头看着萧尘 认真问宝 嗯 萧尘点点头 我答应过你哥 会保护好你们姐妹的 那我暂时先不赶你走了 这话苏小萌说的也特认真 呵呵 真的 那我可放下警惕了 时时提防账 实在是太累人了 萧尘笑了笑 眼中却闪过寒芒 帮苏勤解决麻烦后 不用她敢 她也会离开 她 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去做 那就是 报仇 但我得跟你说一句 不许打我姐的主意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的 啊 不会的 更不许打我的主意 萧尘翻个白眼 瞄着苏小萌的胸 撇撇嘴 那我也得再强调一句 我对凶小的女人 不 女孩 默兴去 你说什么 苏小萌怒目瞪着萧尘 这个家伙 欺人太甚了 总往他伤口上撒盐啊 可 没啥 我说你年轻又可爱 那啥 一会见到你姐 可千万别说漏了嘴 听见没 萧尘忙摇摇头 转移了话题 同时心里暗暗嘀咕 凶小是这妞的逆铃 以后还是少提未妙啊 哼 看你夸我的份上 懒得跟你计较 苏小萌哼哼一声 你自己别说漏了就行 要是让我姐知道 咱俩赛车的事情 咱俩都得完蛋 说话间 马沙拉蒂开进了公司 停在了办公楼下 两人从车上下来 乘坐电梯上楼 在办公室里 见到了苏晴 小萌 你怎么也来了 刚从实验室回来 连白大褂都没换到苏晴 见到小妹 忍不住露出笑容 姐 苏小萌看着姐姐脸上的疲惫之色 心中一疼 眼圈当即就红了 小萌 怎么了 苏晴见小妹眼中夹着泪 有些慌了 快步上前问道 出什么事情了 谁让你受委屈了 还是谁欺负你了 苏小萌摇摇头 强忍着眼泪 没什么 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什么 你被威胁的事情 啊 苏晴一愣 扭头看向萧辰 微醋眉头 你跟小萌说了 萧辰无奈 耸耸肩 吃饭的时候 说漏嘴了 而且 我觉得这事 也没必要瞒着小萌 知道了没啥坏处 小萌 末事的 不哭啊 姐姐会保护好你的 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到你 苏晴瞪了眼萧辰 然后抱住小妹 轻轻安慰着她 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是怕你担心吗 再说了 也不算什么大事 姐姐会处理好的 姐 我想帮你 我不想你有危险 呵呵 傻丫头 你能帮我什么呀 放心吧 有萧辰在 我不会有事的 苏晴安慰着小妹 心里却叹口气 小妹 不是姐满你太多 而是你现在还小 不该承受这些 无论什么狂风暴雨 就让我来承受吧 萧辰看着抱在一起的姐妹呀 羡慕地笑了笑 悄无声息离开了办公室 把空间留给了他们 出了办公室 萧辰下楼来到保安部 萧部长 几个今晚值班的保安 见到萧辰来了 忙站起来打招呼 嗯 萧辰点点头 呵呵 今晚没什么事情吧 没有 萧辰掏出烟 散了一圈 大家都辛苦了 晚上都盯紧点 是 正说着话 丁力从外面进来了 陈哥 你来接苏总下班 嗯 你怎么还在 今晚不是你值班吧 萧辰见到丁力 有些惊讶 这几天 咱保安部不是人少吗 所以我就留下了 丁力有些腼腆地说道 呵呵 这是当官了 要做表帅啊 萧辰笑了 甩给丁力一支烟 丁力接过烟 咧咧嘴 点上 美滋滋吸了一口 走 陪我去监控室转一圈 好嘞 两人离开保安部 来到旁边的监控室 一个个监控屏幕上 正在实时播放着画面 陈哥 你看啥呢 丁力见萧辰进了监控室 也不说话 一直盯着屏幕看 忍不住问道 呵呵 我在看这些 监控摄像头的死角 以及转动频率 啊 这能看出来吗 当然能了 萧辰点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公司有十几个死角 完全避开了摄像头 再配合着转动频率 最少有五条线路 能在躲避开监控的情况下 进入到办公楼 甚至到总裁办公室 陈哥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丁力挠挠头 问道 丁力 我问你 这些监控的转动频率 是谁设置的 好像是刘主管搞的 刘大奎 嗯 萧辰眯了眯眼睛 没有再多说什么 陈哥 咋了 末事 我们走吧 萧辰摇摇头 站起来 公司这边 你多盯着点 一整天了 飞银帮也没个动静 搞不好晚上 就要搞出点事来 丁力脸色一变 害怕到 飞银帮晚上会来报复 谁知道呢 小心点总没错 你也不用害怕 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 就给我打电话 或者 直接打电话报警 有事找警察叔叔吗 萧辰摇头 这小子的胆子 也是没谁了 哦 我知道了 丁力忐忑点头 行了 你回保安室去休息吧 估计这会儿苏总也忙完了 我上去看看 萧辰看了眼腕表 说道 好 萧辰回到总裁办公室 只见姐妹俩正在聊天 看得出来 两人心情都不差 脸上带着笑容 萧辰 你去哪了 苏晴见萧辰回来 问了一句 回保安部看了看 顺便去了趟监控室 出什么事了 呵呵 没什么事 你都忙完了 嗯 忙完了 我们回去吧 好 第27章 曾经的味道 清晨 阳光洒进窗户 萧辰睁开了眼睛 想到昨晚回来 苏晴与苏小萌 姐妹情深的样子 她忍不住露出温馨的笑容 在床上又懒了话 这才起床洗漱 然后来到客厅 以往在这个时候 苏晴已经做早餐了 不过今天厨房里 却没什么动静 萧辰抬头向楼上看看 笑了笑 走进厨房 打开冰箱 从里面拿出食材 开始做早餐 就在她差不多快 做完的时候 脚步声响起 穿着睡衣的苏晴 出现在厨房门口 当苏晴看到围着围裙 正在煎鸡蛋的萧辰时 不由地一愣 萧辰 你怎么 呵呵 早啊 萧辰笑着打招呼 把七分熟的鸡蛋 从锅里铲出来 放进盘里 看你还没起床 我就帮忙做早餐了 昨晚跟小农睡 在一个房里 我俩聊到两点多 所以就没起来 苏晴说着 走进厨房 你消息会儿 我来吧 不用 马上就好了 你去韩小蒙起床吧 萧辰摇摇头 又把一个鸡蛋打进锅里 苏晴看着萧辰娴熟的动作 以及脸上温和的笑容 一时间有些恍惚 眼前浮现出大哥的身影 当初他也这么给他们做早餐 陪他们一起吃早饭 苏晴 你怎么了 萧辰翻过肩蛋 注意到苏晴眼睛一眨 不眨盯着自己 疑惑问道 啊 没 没什么 苏晴惊醒过来 摇摇头 语气有些低沉 我想我哥了 他以前 也喜欢给我和小萌 做肩蛋吃 萧辰 他这次去执行任务 不会有危险吧 他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 萧辰动作一僵 勉强笑笑 放心吧 你哥是超级兵王 而且他又不是一个人 去的 肯定不会有事的 嗯 苏晴点点头 可为什么想到大哥 却会有心慌的感觉呢 好了 赶紧去喊小萌起床吧 要不待会该迟到了 呵呵 我肩蛋的水平 可不比你哥差哦 萧辰怕苏晴 再继续多问 催促了一声 嗯 苏晴点点头 又看了眼平底锅里的肩蛋 转身离开了 几分钟后 萧辰把早餐摆在了桌上 而苏晴也拉着揉着眼睛的苏晴萌 从楼上下来了 看着金黄色的肩蛋 苏晴萌清醒了不少 食欲大增 几乎一扑的状态冲向了餐桌 然后夹起了肩蛋 嗯 好好吃 七分熟的 一口咬下去 黄色的蛋液自肩蛋中冒出 苏晴萌眼睛一亮 大声叫道 哇 姐 你今天是怎么做到的 真正的七分熟 太好吃了 苏晴也是微微一愣 七分熟的肩蛋 他扭头看向萧辰 后者冲他笑着点点头 苏晴 尝尝吧 你的是九分熟的 苏晴加起肩蛋 咬了一口 焦躯陡然一颤 是这个味道 旁边 苏晴萌看着流着黄色液体的肩蛋 情绪也变得有些低沉 好几年了 他都没吃到这种肩蛋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 萧辰被眼前一幕 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是不好吃 不对啊 刚才苏晴萌不是说很好吃的吗 怎么一转眼 就变成这表情了 肩蛋的味道 和大哥做的一样 而且 火候把握的也很好 苏晴解释了一句 萧辰一听 得 自己想要避开老苏 结果倒好 煎个蛋 让姐妹俩都想起他来了 不过 看着苏晴萌的反应 他又有些欣慰 看来这丫头心里 也惦记着大哥 刀子嘴豆腐心 这是你做的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吃七分熟的肩蛋 苏晴萌抬头 看着萧辰问道 呵呵 以前跟你哥聊天 他总会提到你们 比如你喜欢吃七分熟的肩蛋 比如你喜欢蓝色 比如 苏晴萌听到这话 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别说了 萧辰点点头 不再说下去 而苏晴也轻轻安慰着苏晴萌 小萌 听姐的话 别再怪大哥了 他当初离开龙海 也是有苦衷的 不管他有什么苦衷 都不该扔下我们 我不会原谅他的 苏小萌 倔强说完 扔下筷子 快不上楼去了 萧辰看着 还剩下一半的肩蛋 无奈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不关你的事 其实我知道 小萌也想大哥了 不过 他不说罢了 而且还过不去 自己心里的劲 苏晴摇摇头 苦笑着 算了 不说这些了 肩蛋很好吃 两人简单吃完后 苏晴回房去换衣服了 而萧辰也开始收拾餐桌 等等 就在萧辰准备 把苏晴蒙剩下的肩蛋扔掉时 后者出现在了楼梯口 小萌 怎么了 这么好吃的肩蛋 干嘛要扔掉 苏晴蒙从楼上下来 也不用筷子 用手抓起肩蛋 塞进了嘴巴里 萧辰笑了 你觉得好吃的话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 苏晴蒙娇躯一阵 微微仰头 真的 当然了 好 拉够 苏晴蒙伸出白皙的手指 认真地说道 萧辰哭笑不得 这小妞上来一阵 还真是挺小孩子气的呀 不过 他还是跟她勾了勾手指 算是做了个约定 很快 换好衣服的苏晴 从楼上下来 见小妹状态好了 也放心不少 走吧 三人离开别墅 先把苏晴蒙送去学校 然后前往公司 萧辰 谢谢你 看着小妹的背影 消失在校门口 苏晴转过头 看着萧辰说道 嗯 为什么 我好久没和小萌 彻夜聊天了 昨晚我们聊了很多 而且 她也答应我 等高考的时候 一定会考出高分来的 呵呵 这小丫头心里有事 你不用管她太多 嗯 苏晴 你们和苏家 萧辰想到 昨天从苏晴蒙那听来的消息 犹豫一下 问道 我们已经脱离苏家了 当年的一些恩怨 也没啥好说的 不像小萌说的那样 麻烦不是来源于苏家 萧辰听苏晴这么说 点点头 她对侯门恩怨 没啥兴趣 只要不危急到苏家姐妹 那她也懒得多打听 来到公司 萧辰先随处溜带了一圈 然后回到办公室 她屁股还没做热呼 敲门声响起 进来 门打开 童言从外面进来 手里拿着一文剑加 萧部长 腰 童言来了呀 萧辰看到童言 眼睛一亮 这小妞今天更漂亮了呀 萧部长 昨晚的事情 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没想到 童言有些尴尬 甚至都不敢去看萧辰 弱弱地说道 呵呵 没什么 快坐吧 萧辰笑着摇头 我走了 伯母说什么了 我妈 没 没什么 童言想到母亲的那些什么抓紧上床之类的话 翘脸微红 慌乱摇头 萧辰见她如此 心中好奇 童母又说啥了 不过 他不说 他也不好再多问 换了个话题 你来找我有事吗 萧部长 这是我做的文案 你看看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 那我就发出去了 童言把手里的文件夹 递给了萧辰 萧辰接过来 打开看了几眼 点点头 行 没什么问题 发出去吧 好的 尽量多去道发 虽然我们招的只是保安 但保不住会有什么人才呢 嗯 我会的 童言站起来 微微弯腰 萧部长 那我先去忙了 看着童言白衬衣紧细的扣子 萧辰心里有点失望 今天没啥光景 可看了 等童言离开后 萧辰呆坐了会儿 然后打开了电脑游戏 无聊的上班时间 得争取 让自己变得不无聊才行啊 在他看来 这上班跟上学差不多 很无聊 唯一区别就是 上班能赚钱 而上学 还得花钱 他这个保安部部长 平时也没啥事 所以一上午时间 就在游戏中度过了 至于他之前说 刘大奎什么上班时间 不能玩游戏的话 早就被他抛在脑后了 陈哥 该去吃午饭了 快中午的时候 丁力从外面进来 嗯 去哪吃 萧辰关掉游戏 站起来 还真有点饿了 去公司食堂啊 你还没去过吧 萧辰摇摇头 没有 公司食堂的饭好吃吗 咱公司食堂的饭菜很不错 在龙海 也算这个 丁力竖起大拇指 然后又压低声音 最重要的是 有福利啊 什么福利 美女啊 咱公司美女不少 平时都在各部门 很少能看到 可吃饭的时候 就都会出现了 萧辰定定地看着丁力 用手指点了点她 丁力 我发现你小子当了官 就学坏了呀 啊 哪有 我这不是投其所好吗 丁力挠挠头 堆笑说道 草 难道老子 就那么相思中恶鬼啊 你自己猥琐 好色就算了 还往我身上推 我就鄙视你这种闷骚的人 多学学老子 向来都是明着骚 看美女 不对 吃午饭去 萧辰大手一挥 向外走去 丁力明显被打败了 见过不要脸的 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见过骚的 但没见过这么骚的 第28章 俺叫李憨后 吃完饭 萧辰叼着牙签 从餐厅里溜达出来 陈哥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咱公司美女质量杠杠的 丁力跟个小跟班似的 跟在后面 也就一般般吧 萧辰满脸挑剔之色 我这人 眼光比较高 毕竟身边围绕的 都是极品美女 你懂得 丁力听到这话 暗暗鄙视 也不知道 刚才谁差点 把口水滴盘子里去 一会说 这个胸大腰细气质好 一会说 那个臀大腿紧活不错 就差把眼珠子飞出去了 怎么 是不是觉得我吹牛逼啊 我问你 苏总 极品不 萧辰扭头 问了一句 极品 想到苏秦 丁力用力点点头 秦助理 极品不 极品 丁力又点点头 虽然秦助理 不如苏总漂亮 但比一般美女 也漂亮不少 尤其那身材 那气质 绝对的极品 苏总的妹妹 苏小萌 极品不 极品 人世部的童颜 极品不 丁力眼前浮现出童颜俊俏的脸蛋 以及大大的胸部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极品 擦 别这么猥琐行物 他不是你能惦记的 萧辰拍了丁力脑袋一下 美好气地说道 是是 我懂 他是陈哥的菜 丁力忙点点头 萧辰翻个白眼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行了 少扯淡 哥交给你一个任务 陈哥 什么任务 丁力面色一整 忙问道 萧辰左右看看 揽着丁力的肩膀 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子 啊 丁力听完 瞪大了眼睛 这是要干嘛 还记得我昨晚在监控室说的话吗 嗯 记得 什么死角 转动轨迹啥的 对 萧辰点点头 你先去找个电子城 把设备买回来 可是 陈哥 我不会安装啊 草 你不会安装 就不能找个安装工人来啊 记住了 这事晚上办 别让人注意到 哦 丁力点点头 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陈哥 你要干嘛呀 萧辰嘴角翘起 钓鱼 钓鱼 丁力更疑惑了 左右看看 公司也没池塘啊 钓哪门子鱼啊 对 其他别多问了 照我的话做就好了 萧辰拍了拍丁力的肩膀 这件事情做好了 大功一见 好 陈哥咋说 我就咋办 反正陈哥不害我就是了 丁力认真地说道 萧辰笑了笑 掏出烟 甩给丁力一根 嗯 等买了设备 我就把图纸画给你 等找个机会 就来安装上 是 抓紧点时间 别拖太久了 我知道 我今天下午就去办 萧辰点点头 掏出一张卡 里面有十万 密码 一二三一二三 拿去买设备 丁力接过来 放心吧 陈哥 我会办好的 去吧 丁力握着卡 转身离开了 萧辰看着丁力的背影 瞇了瞇眼睛 这是他昨晚忽然想到的 窃听器被发现了 对方肯定会察觉到 那他们会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呢 所以 他想提前做一下准备 万一对方真有什么动作 那或许就会有什么收获呢 在他看来 假如说 安装窃听器的人 与发威胁性的人 不是一个人 前者的危害性 更大于后者 除了公司外 别墅那边 他也打算做点安排 免得又被人钻了空子 呸 萧辰吐了牙签 在公司里溜达一圈 回到办公室 打开了电脑游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就在萧辰狂打boss的时候 易保安慌慌张张 从外面跑了进来 萧 萧部长 不好了 瞎喊什么 我乃不好了 萧辰抬头 没好气地说道 不 不是 是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萧辰皱眉 猛地站了起来 飞鹰帮来报复了 不 不是 妈蛋 那到底怎么回事 萧辰怒了 差点抓起桌上的烟灰缸 砸了人脑袋上去 有人打进来了 什么 打进来了 萧辰一听这话 没有再多问 快步向外冲去 就在他还离着公司门口老远时 就听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传来 你们凭啥拦着俺 再拦着俺 俺真不客气了 拦住他 别让他进去 萧部长马上就来了 又一个声音响起 俺要见你们领导 你们明明说招人的 现在俺来了 你们又不要我 逗俺完吗 让开 兄弟们 拦住他 砰砰砰 紧接着 一阵闷想传出 就见几个保安 从门口到飞出去 重重摔在了地上 疼得哀呦哀呦 叫唤起来 哼 凭你们也想拦着俺 再拦俺 那就打你们 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青年 从外面摇晃着走进来 他握着挽大的拳头 满脸凶向 冲着地上的保安嚷嚷着 小小的黑色背心 被夸张的肌肉 撑得满满的 好似随时要崩破了一样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性 哪怕是消沉 目光都是一缩 然后仰了仰头 你妈的 这是哪来的家伙 整个一直立起的大棕熊啊 拦住他 不能让他闯进去 要不我们都得被开除 一个保安从地上爬起来 咬牙吼道 其他保安也全都忍着腾爬起来 挡住了青年的去路 还挡着俺 行 那就打你们 青年怒了 一把揪起一个保安的脖领 就准备把他再扔出去 住手 萧尘适时开口了 加快步伐 来到门口处 萧部长 保安们见到萧尘 都松了口气 全都恭敬打招呼 嗯 萧尘点点头 仰头看着 足足有两米的大块头 放开他 有什么事 跟我说 你是他们的领导 青年问声问道 没错 我是他们的领导 也是保安部的部长 青年瞅了萧尘一会 把手里保安扔在地上 点点头 好 那俺就跟你谈 你想谈什么 我想来这当保安 萧尘听到这话 笑了 来这当保安 还打进来 你笑什么 你在笑话俺吗 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 萧尘笑着问道 俺叫李憨后 俺娘和俺村的人 都管俺叫大憨 青年挠挠头 说道 听到这名字 不光萧尘 就连其他保安神情 都变得古怪起来 李憨后 大憨 这家伙 看起来 好像还真有点憨啊 大憨啊 谁跟你说 我们这招保安的 花医生告诉俺的 他说 让俺来试试 李憨后咧咧嘴 俺娘说了 管俺叫大憨的 那就是朋友 所以 俺认你这个朋友 萧尘笑了 好 我们是朋友 那你都会什么啊 俺会打猎 萧尘哭笑不得 大憨 这是公司 不需要猎人 那俺会开门 俺一定不会让人 闯进公司的 那如果有人 想闯进来呢 那俺就揍他 李憨后 举了举拳头 谁进 揍谁 呵呵 那他们刚才拦着你 不让你进 对不对 李憨后歪了歪脑袋 想了想 点点头 对 可俺要见领导 俺要在这当保安 原本都有些 生气愤怒的保安们 此时 也都哭笑不得 他们纷纷摇头 都看出来了 这大块头 好像缺根筋 跟他没法计较 你为什么要当保安 因为花医生说了 你们这工资高 好吧 萧尘无奈点头 我们这招保安没错 不过不是现在 而是后天 领导 你刚才也说了 咱们是朋友 就不能留下俺吗 李憨后有些急了 萧尘忍不住笑了 谁说这小子缺根筋 刚才就给自己下套呢 我可以留下你 不过你强闯公司 打了他们 总得有个交代吧 李憨后看看保安们 抱头蹲在地上 那让他们也打俺一顿 只要不打脸就行 要不俺娘看见了 又该生气了 保安们看着她的动作 全都笑了 这家伙 还真是傻得可爱啊 打你就算了 如果你能打过我 我就让你当保安 怎么样 萧尘目光落在李憨后 布满老简的拳头上 心中一动 说道 你说真的 没骗俺 真的 不骗你 萧尘点点头 指了指保安们 他们可以作证 好 李憨后兴奋握拳 不过 很快又苦着脸 可俺要是把你打坏了 怎么办 俺没钱陪你 萧尘笑了笑 打坏了 也不用你赔钱 那好 尸暗一拳 李憨后说完 大吼一声 全身爆炸性 肌肉绷紧 一拳向萧尘轰去 萧尘看着砸下来的拳头 没有躲避 同样一拳轰出 硬碰硬 碰 一大一小 两个拳头撞击在一起 发出沉闷的声音 萧尘只感觉拳头一疼 后退一步 泄掉了从拳头处传来的禁令 心中惊讶 这家伙好大的力气 而李憨后同样后退一步 他原本有些木讷憨后的脸上 闪过兴奋之色 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吼叫 紧接着又一拳轰出 这次 萧尘没有再与李憨后硬碰硬 而是侧身躲过他的拳头 右腿闪电般踢出 点向他的肘部 碰 出乎萧尘意料的是 李憨后的反应着实不慢 右拳速度不减 左手却拍在了他的右脚上 同时猛的一抓 扣住了他的脚腕 六千字的两张 状态逐渐找到了 感谢那些理解我的人 感谢你们的包容 第29章 强悍的大憨 起 李憨后扣住萧尘的脚腕 大喝一声 左手用力 就想把他给扔出去 萧尘身体危矮 左脚发力 猛的一震 震开了李憨后的左手 右拳挥出 静身短打 李憨后 左手虎口发麻 但他却没任何退却 双拳挥出 大开大合 犹如狂暴的野雄 砰砰砰 双方拳风刚进 不断发生着碰撞 你来我往 发出沉闷的响声 旁边 保安们全都看傻了 这傻大哥 怎么这么厉害 同时 他们暗暗庆幸 还好萧部长来得及时 要不然今天这一顿揍 是逃不开了 崩面 忽然 李憨后咆哮一声 庞大的身躯 陡然跃起 双拳紧握 动如奔弓 发若惊雷 由善而下 向着萧辰砸下 来得好 萧辰肩膀一晃 拳风陡然一变 从刚才的钢猛爆裂 变得含蓄内敛 右掌贴住李憨后的拳头 四两拨千斤 以柔克钢 贴山靠 李憨后 措身而过 肩膀猛地向萧辰撞去 势大力尘 就像是一人形坦克 展现出碾压一切敌人的狂暴气息 萧辰眉毛一扬 身形暴退 八级拳的贴山靠 哪怕是他 也不愿意硬碰硬 尤其是面对这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人形巨兽 硬汉 只能让自己吃亏 不过 在他身形暴退而出的时候 他右腿滑半圆 踢向了李憨后的腿弯 后者一个不稳 亮蹊退 差点摔倒在地上 过瘾 再来 吃了一小亏的李憨后 非但没有退却 反而战役更加昂然 再来龙海的这些日子 他也没个练拳的地方 可以说憋屈死了 现在 遇到这么个对手 他焉能不兴奋 焉能不占个痛快淋漓 好 再来 萧尘野战的兴起 浑身弥漫着浓郁的战役 犹如战神下凡 开山炮 李憨后双臂调直 迈开大步冲向萧尘 大批大挂 两条胳膊犹如钢鞭 夹杂着凌厉的进风 轰然而下 这好像是批挂拳吧 忽然 有个练过几招的保安 看着李憨后的动作 忍不住惊叫出声 批挂拳 什么是批挂拳 旁边的保安 好奇地问道 批挂拳 讲究一寸长一寸强 它是华夏最强 汉刚弄的拳种之一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 八级加批挂 神鬼都害怕 之前说话的保安 盯着与萧尘对战的李憨后 如果没猜错 这家伙练的就是八级拳和批挂拳 这句话听过 听说练这两种拳的人都很厉害 卧槽 这傻大哥傻不愣登的 这么厉害 保安们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惊叫出声 降龙浮虎 就在此时 李憨后又是大吼一声 与萧尘距离猛地拉近 攻势虽然依旧猛烈 但拳路却有了变化 没错了 这是八级拳里的降龙浮虎 也就是五岳朝天锥和陆河扑地井 保安眼皮一跳 缓缓诱到 闻有太极安天下 乌有八级定乾坤 萧部长 要悬啊 什么 萧部长打不过这傻大哥 别一口一个傻大哥 要是给他听到 他能把你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 保安瞥了眼同伴 提醒了一句 同伴张张嘴想说什么 不过 看着凶猛的李憨后 又把话给咽了回去 还是别嘴炮了 这傻大哥太恐怖了 哄 萧尘双掌应接李憨后一拳 身体连续后退了几步 同时 双臂有些发麻 这让他心里暗暗叫苦 妈蛋的 这傻小子 力气也太大了吧 霸王硬折僵 李憨后的攻势 犹如洪水滔天 一事不尽 一事又来 再加以他庞大的身躯 施展出来 格外有冲击性 咔 还没完了 该结束了 萧尘双腿微蹲 气势在变 如果说他之前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 那现在就变成了一把 看似无害的顿剑 正所谓 重剑无风 大巧不攻 砰砰 双方再次交手 就在大家以为 萧尘被李憨后压制 而落于下风时 只听一声轻贺 随即闷响传出 一道庞大的黑影 倒飞而出 砰 黑影重重砸在了地上 翻滚几圈 停了下来 保安们一惊 萧部长败了 他们宁神看去 全都瞪大了眼睛 飞出来的 不是相对瘦小的萧部长 而是拥有 大宗雄体魄的李憨后 李憨后 半躺在地上 神情有些呆滞 他似乎也没想到 自己会被击飞出来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他在家打猎的时候 在森林里 遭遇过黑瞎子 硬是靠着一双拳头 把一大一小两头黑瞎子 给击毙了 硬碰硬 他的力气 不输于黑瞎子 可现在 他却败了 被人直接轰飞了出来 这在他看来 根本无法接受 再看萧尘 脸色则有些发白 甚至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他丹田处一次一次的 就像是被钢针扎的一样 不过 他很快恢复了正常 缓步上前 笑着说道 大憨 你说了 你的力气 怎么比俺还大 李憨后 从地上爬起来 他并没有受伤 一是萧尘控制着劲道 二是 他以前整天在林子里 练拳撞术 皮糙弱厚的 呵呵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俺说了 俺走了 李憨后想到什么 有些失落 挠挠头 转身就要走 等等 叫俺干啥 李憨后停下脚步 扭头看着萧尘 呵呵 你被录取了 以后 你就是公司的保安了 萧尘笑着说道 李憨后一愣 随即大喜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太好了 谢谢你 李憨后很高兴 开心的跟着孩子一样 就差跳起来了 萧尘也笑了 脸上闪过欣赏之色 虽然刚认识 但他却有点喜欢这个大块头来了 大憨 去跟他们道个歉 以后 你们就是同事了 要友好相处 知道吗 萧尘又看了眼旁边的保安们 对李憨后说道 哦 李憨后点点头 跑到保安们的面前 弯腰 满脸憨后笑容 刚才是俺错了 俺不该动手打人 要不 你们也打俺一顿吧 俺绝不还手 保安们看着李憨后 全都笑了 谁能跟他计较呢 行了 既然大家都原谅你了 那就算了 走 跟我去办公室 咱俩再聊聊 萧尘笑着说道 哦 李憨后点点头 萧尘掏出烟 甩给保安们 大家也都值班吧 我带大憨进去了 是 走吧 萧尘刚走没几步 忽然听到一阵 咕噜咕噜的声音 很想 就跟远处天边打闷雷一样 什么声音 萧尘停下脚步 疑惑出声 领导 是俺肚子叫 李憨后有些尴尬地说道 萧尘无语 看向李憨后的肚子 饿了 俺两天没吃饭了 不用管他 等会就不叫了 李憨后摇摇头说道 萧尘发呆 怎么不吃饭 啊没钱了 李憨后挠挠头 张张嘴 还是没继续说 萧尘哭笑不得 没钱吃饭 得 还是先别去办公室了 先去食堂吧 走 我带你去食堂吃饭 吃饭 李憨后眼睛一亮 咽了口唾沫 对 萧尘无奈摇头 这家伙饿了两天 还这么厉害 要是吃饱了 那力气得多大啊 萧尘带着李憨后 来到食堂 让厨师给他上了几道菜 大憨 吃吧 好 李憨后拿起筷子 夹起一个狮子头 刚要往嘴里塞 想到什么后 又放下了 大憨 怎么了 不喜欢吃 萧尘有些奇怪 这大肉丸子挺好吃的呀 他中午就吃了两个呢 不是 领导 这肉丸子 俺能省下带回去给俺娘吃吗 李憨后看着盘子里的肉丸子 咽了口唾沫 问道 萧尘心中一阵 给你娘 嗯 俺娘病了 也好几天没吃肉了 俺想留下给她吃 补身体 李憨后点点头 期待地问道 领导 可以吗 萧尘看着李憨后 有些憨厚的脸庞 忽然觉得有些窝心和感动 他勉强笑笑 大憨 这些你吃就行了 等吃完了 我陪你去看你娘 给她带更好吃的东西 真的 真的 吃吧 哦 李憨后这才点点头 夹起狮子头 一口吞了下去 真好吃 呵呵 慢点吃 还有很多呢 嗯嗯 李憨后也顾不上说话了 含糊不轻点点头 扒起了米饭 虽然萧尘早有准备 但还是被李憨后的饭量给震住了 先不说吃了多少菜 光是米饭 就足足吃了七大碗 要知道 他平时最多也就是两碗米饭啊 大憨 吃饱没 不够的话 里面还有 萧尘见盆里米饭见底了 笑着问道 半饱了 还可以吃吗 李憨后又猛扒了几口米饭 呃 你等着 我去给你拿米饭 萧尘服了 七大碗米饭 半饱 卧槽 这块头这利器 还真不是白给的 一直吃到第十一碗的时候 李憨后才放下了碗筷 拍了拍肚皮 好饱啊 已经有一个多月 没吃过这么饱的饭了 萧尘看着李憨后的动作 想笑 却又笑不出来 大憨 说说你的事吧 你娘现在在哪呢 第三十章 我喜欢这个娘 李憨后的故事 其实很简单 他祖籍鲁东 爷爷当年闯关东 去了东三省 在那边落户至今 他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爷爷和父亲相继去世 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 这次 母亲病重 他听村里人说 龙海市的医疗技术比较好 所以就带着母亲来龙海看病 可这个从未出过大山的年轻人 来到繁华都市后 却无法适应和生存下去 他在龙海找了两份工作 但都没有干长久 而为母亲治病 也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现在还欠着医院的钱 要不是医院 怕找不到人还钱 估计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他现在全身上下 只剩下二百多块钱了 为了省钱 给母亲买吃的 他已经有两天没吃饭了 大憨 你不吃饭 呃 垮了身体 你母亲怎么办 萧辰听完李憨厚的话 心中感动的同时 又有些泛酸 嘿 俺身体壮 饿个十天八天的 没问题 李憨厚 憨厚地笑着 他挠挠头 似乎并不为自己担心 萧辰忍不住摇头 饿个十天八天的 亏着小子想得出来 大憨 你是怎么知道 公司招保安的 是花医生说的 他跟俺说 工资挺高的 就让俺来试试 花医生又是谁 萧辰好奇问道 给你母亲治病的医生吗 嗯 他很漂亮 心地很好 要不是他 可能医院早就把俺们赶出来了 李憨厚提到花医生时 脸上写着感激 萧辰点点头 心里好受了一些 在这钢筋水泥 住旧的冰冷都市里 还是偶有温暖存在的 大憨 好好在这跟着我干吧 嗯嗯 领导 只要不是违法的事 你让俺干啥 俺就干啥 李憨厚用力点头 萧辰听到他这么说 有些意外 违法的事 对 俺娘说了 违法的事情 不能干 呵呵 那他没说 为什么违法的事 不能干吗 这个 他没说 他说不能干 那就不能干 李憨厚挠挠头 借儿认真地说道 在他眼里 母亲的话 那比古代皇帝 老的圣旨都管用 母亲说了 那他就不问缘由 哈哈 你母亲说的对 违法的事不能干 社会已经这么乱了 你这么厉害 就别给社会添乱了 萧辰大笑着 他说这话 绝不是夸张 虽然两人没打声打死 但从之前较量他能看出 李憨厚的战力 绝对在一流之上 甚至是一流的巅峰 属于那种难得的高手了 如果这种高手 想要危害社会的话 那影响绝对是恐怖的 他们杀伤力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点 已经有很多例子了 比如经典之作 滴一滴血 虽然主角是被逼迫的 但从侧面也可看出 这些高手的杀伤力有多大 一旦他们发狂 那无人 无法律 无武器 可将他们阻止 再比如现实中 很多退役的特种兵 因无法融入社会 而走上歪路 他们干出多少 震惊全国的大案 而在萧辰看来 李憨厚 可比那些退役特种兵 恐怖多了 八级加披挂 神鬼都害怕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 这 就是一头人形战兵 杀人利器 领导 别管我叫领导了 叫我诚哥吧 哦 诚哥 俺想 俺想 李憨厚张张嘴 话到了嘴边 却觉得说不出口 你想干嘛 靠 有话就说 是爷们不 俺想先领一个月的工资 可以不 李憨厚有些忐忑地说道 萧辰听到这话 拍了拍脑门 自己咋忘了这茶呢 令 诚哥 俺这就二百多块了 你放心 俺一定 行了 别说了 萧辰站起来 拍了拍李憨厚的肩膀 跟我走吧 陈哥 去哪呀 去医院看你母亲 走 哦 李憨厚忙站起来 目光瞟过桌上的空盘子 犹豫着 陈哥 别忘了带肉丸子 萧辰忍不住笑了 带什么肉丸子 你母亲得了病 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先去外面买点滋补品 再炖点药膳什么的 哦 萧辰带着李憨厚离开食堂 下楼 可随即他发现一问题 又头疼了 李憨厚这大块头 根本坐不进马沙拉蒂总裁里 你怎么来的 萧辰无力依靠在车上 问道 俺跑着来的 李憨厚也有点不好意思 刚才他差点卡在车里 不远 还行 什么医院 李憨厚说了个名字 萧辰当即就翻白眼了 卧槽 他知道这医院 距离这三十多里地呢 没办法 萧辰只能求助了 他想了想 给秦岚打去电话 喂 萧辰 怎么想起 给我打电话来了 我还以为你当了官 就不理解了呢 秦岚有些称怪的声音响起 啊 兰姐 我哪能不理你 我这不是忙吗 忙着在办公室里玩游戏 萧辰目瞪口呆 卧槽 这娘们怎么知道的 怎么 无话可说了吧 骗了我一个吻 还说经常过来帮我忙 也不见你来 得得 兰姐 我错了 从明天开始 我保证去你那报道 你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萧辰特意把干字 又要中了一点 你这家伙 无时无刻不想 占解便宜 哼 也就是嘴上说说 有色心没色胆的家伙 萧辰一听这话 怒了 啥 他有色心没色胆 草 他明明色胆包天好吗 兰姐 你还别急我 小心我现在就去你办公室 让你看看我的色胆有多大 呵呵 那你来啊 我还真想看看你的胆有多大 陈哥 咱啥稍走 旁边 李翰后见萧辰满脸荡漾之色 忍不住问了一句 啊 马上马上 我这不是借车吗 萧辰尴尬 忘了身边还有这么个家伙了 你旁边有人 嗯嗯 兰姐 不跟你胡扯了 我要出去一趟 咱公司有越野车吗 苏总的总裁不是在你那吗 这车有点小了 小 你要干嘛 庄头猪进去吗 秦兰疑惑问道 嗨嗨 萧辰瞄了眼李翰后 不是庄猪 是庄熊 熊 你搞什么鬼 行了 兰姐 别多问了 咱公司有空间大点的越野车吗 要空间大的 那你来我办公室吧 啊 去你办公室干嘛 兰姐 我就是想用一下公司的车 不用现身吧 秦兰哭笑不得 这家伙想什么呢 想用车 就来我办公室 秦兰说完 挂断了电话 萧辰捏着手机 一时间犹豫起来 去吗 秦兰让自己去干嘛呀 不至于说 饥渴到这程度吧 难道真要为了一车 就现身吗 不过 想到秦兰那熟透的身子 他又有些火热 陈哥 你怎么了 肚子疼 李憨后看着萧辰 神情变幻 跟变密似的 忍不住问道 啊 没啥 你在这等我 我去拿车钥匙 哦 那你啥时候回来 这个 可能几分钟 也可能一两个小时 我尽快吧 萧辰说完 向办公楼走去 李憨后看着萧辰的背影 挠挠头 几分钟 一两个小时 啥意思啊 来到助理办公室 萧辰敲了敲门 里面传出秦兰颇具魅惑的声音 进来 兰姐 我来了 萧辰脸上堆秦着坏笑 色迷迷地看着秦兰的胸口 嗯 给 这是我车的钥匙 拿去用吧 还没等萧辰坐下 秦兰指了指桌上的钥匙 说道 啊 萧辰傻了 说好的 煞而不移的内容呢 他连脱裤子的思想准备都做了 结果就真是上来拿个车钥匙 啊什么啊 你不是要用车吗 秦兰看着神情古怪的萧辰 心里暗笑 小子 跟姐耍 你还嫩了点 啊 是啊 那什么 兰姐 你找我上来 就是拿车钥匙的 对啊 难不成我还给你送下去 嗨嗨 不用 多谢兰姐了 那我先走了 萧辰无奈 她算看出来了 这妞不好惹 就是一袋刺的玫瑰 嗯 去吧 萧辰颓败点头 拿着钥匙转身 刚出去就听到身后传出得意的娇笑声 这让她暗暗咬牙 这妞绝对是故意的 娘嬉痞 不用你现在得意 老子早晚睡了你 陈哥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李憨后正蹲在地上 无聊的话圈圈 见萧辰回来 有些惊喜的叫道 嗯 我们走吧 萧辰有些无力的点头 来到停车场 按了按手里的钥匙 弟弟 一阵开锁的提示音响起 萧辰顺着声音看去 神情一呆 你妈的 这娘们的品味果然不一样 喜欢大家伙呀 李憨后的眼睛也睁大了 透着几分喜欢 陈哥 这是啥车呀 这么大 汗马 这就是汗马呀 嗯 上车吧 萧辰点点头 打开车门坐进去 一股与秦兰身上相同的香味扑边来 虽不淡雅 但也不十分浓郁 很好闻 李憨后坐进副驾驶 抽了抽鼻子 陈哥 这车上怎么有娘们的味道 这车就是找娘们借的 啊 李憨后张大了嘴巴 良久 挤出几个字 我喜欢这个娘们 第31章 要欺黄 出了公司 萧辰想到什么 扭头问道 大憨 你还没告诉我 你母亲是什么病呢 李憨后神情一暗 庞大的身躯颤抖了几下 肺癌 晚期 肺癌晚期 萧辰握着方向盘的手 也颤了一下 原本她寻思是一般的疾病 她可以出手治疗 而肺癌晚期 她也没什么办法 这是绝症 全世界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 来百分百治疗 刚来那会儿 医生说积极配合治疗 还是有希望的 后来 医生又说 没希望了 让俺们回家 李憨后脸上闪过痛苦之色 双拳也紧紧握起 粗壮的胳膊上青筋抱起 大憨 生老病死 谁也没办法的事情 萧辰安慰着说道 他们明明说有希望治好的 为什么后来又说治不好 俺不想俺娘离开俺 俺在这个世界上 就这么一个亲人了 李憨后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痘大的眼泪滚落 萧辰看着痛苦的李憨后 想再安慰几句 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难道要告诉他 因为之前你们带着钱去的 所以医院说能治好 等你们把钱花光了 他们就让你们回家等死了 这话 可能是现实 但说出来 又太过于让人寒心 哦 俺不想俺娘死 弱大的汉子 忽然哭得像个孩子 萧辰放缓车速 拍了拍李憨后的肩膀 大汉 别哭了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 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也许 你娘不会离开你 真的 李憨后抬起头 抽了抽鼻子 嗯 真的 诚哥不会骗你的 李憨后点点头 抹了把眼泪 嗯 俺娘是好人 俺觉得老天爷 也不会让他死的 对 好人一生平安吗 萧辰看着满脸泪水的李憨后 笑了笑 心中暗暗做了个决定 在路过一家商场时 萧辰停下车 去买了一些营养品 然后 又找了一家药膳房 准备炖点温和性的补品 先生 您好 请问需要什么补品 药膳房的工作人员 上前 微笑着问道 你们这材料全吗 先生 我们这是龙海最大的药膳房 无论中草药 还是其他材料 都一英俱全 那边还有中医 以及专业的药膳师 您可以过去 咨询一下他们 不用了 给我个纸匾 我自己有药方 萧辰摇摇头说道 工作人员一愣 不过还是提供了纸盒笔 递给了萧辰 先生 如果是您自己提供的药方 那我们药膳房 不承担任何责任 而且我们药膳房 还需要让药膳师审喝一遍 嗯 莫问题 萧辰接过纸和笔 略意考虑 在纸上 写了一个药方出来 陈哥 你还懂这个 李憨后有些担心 毕竟 这可是要给他母亲喝的东西 相信我吗 萧辰问了一句 李憨后没有犹豫 点点头 虽然他憨 但却不傻 他能感觉到 萧辰是真的对他好 萧辰笑了笑 把药方递给工作人员 交给你们药膳师审和吧 小张 把这药方给我看看 忽然 旁边一个身着糖妆的老者 开口对工作人员说道 药老 您好 工作人员看到老者 神情变得恭敬无比 微微弯腰 双手把药方奉上 萧辰用好奇的目光 看着老者 这是什么人 从衣着打扮 以及气质上 可看出这老头 非一般人 难道是要扇房的老板 老者见萧辰看他 露出温和的笑容 这位小友 我也算半个 要扇房的人 我来帮你审核吧 老先生 请 萧辰笑着点点头 他无所谓 谁审都一样 老者仔细看了起来 越看眼睛越大 神情越惊讶 然后猛地抬起头 看着萧辰问道 这位小友 我能问一句 这个药膳方子 是开给什么病人的吗 呵呵 老先生以为呢 萧辰微微一笑 也起了几分心思 鱼心草 卫星 杏寒凉 龟费精 北沙餐 肝蛋 杏寒 龟费精 麦冬 从这些中药来看 病人病灶 应该再费 可对 萧辰点点头 没错 还有白花蛇蛇草 难道是肺癌 老者又继续说道 老先生说 对了 肺癌晚期 那我能问一下 这几位有什么作用吗 明明是清热解毒 散飞热的方子 为什么还会有 心热之药 老者指着 纸上的几位药 呵呵 老先生大财 如果换做普通中医 恐怕会质问我 为什么会 胡乱添加 这几位药 而老先生 却没有 想必是看出些什么了 萧辰笑着说道 老者一愣 随即也笑了 呵呵 你怎么不觉得 我是个庸才呢 如果看不懂方子 也不会点出来吧 没错 但我想这里 竟然能成为龙海市 最大的药山坊 应该不养庸才吧 老者又是一愣 竖起了大拇指 小有见解 倒是独特 里面一序可好 好 但得先让他们把药扇盾上 老者点点头 把药方递给工作人员 小张 按照这药方去做药扇 用心做 是 药老 工作人员恭敬点头 转身去安排了 小有 请吧 老者单手虚让 带着萧辰和李憨后 向里面走去 来到里面的房间 老者请两人坐下 然后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以前 在某本古医书上 看过类似的说法 但因那本医书残缺不全 所以我没完全搞明白 后来经过我的研究 发现上面说的是可行的 呵呵 老先生 你说的这古书 可是 阴阳一点 萧辰心中一动 问道 老者听到这话 猛地站了起来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呵呵 如果我说 我看过全本 老先生信吗 萧辰笑眯眯地说道 全本 这不可能吧 我当初 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得到一残本 老者有些不淡定了 不负之前的云淡风轻 萧辰没多解释 而是背了里面的一段内容 听得老者 彻底不淡定了 这和他得到的残本内容 一模一样 这位小友 不知道尸臣何处 呵呵 跟一个老算命的学的 老算命的 老者呆了呆 跟算命的学医术 怎么这么古怪啊 老先生 刚才那要方 是这样的 萧辰没多谈 尸臣问题 而是 就要方说了起来 老者微微坐直身体 仔细听着 时而提出自己的疑问 和看法 与萧辰探讨着 旁颠 李憨后也挺高兴 虽然萧辰说的 什么阴啊阳的 他听不明白 但能让这老头儿听得 跟一小学生似的 这说明成歌 是有真本事啊 妙哉 妙哉啊 十多分钟后 老者拍着大腿 满脸笑容 今天听小友一席话 当真是圣读十年医书啊 呵呵 老先生言重了 哦 光顾着讨教了 还望问小友怎么称呼 老者想到什么 问道 我姓萧 叫萧辰 好好 萧小友 这是我的名片 老者拿出一名片 递给萧辰 萧辰接过来 名片很简单 上面写着要齐皇 除了这个名字外 就有一个号码了 再无其他介绍 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名字 却让萧辰心中一震 还真是他 刚才 在外面 工作人员称呼齐 要老实 他就想到了一个人 华夏一协会荣誉会长 华夏中一届泰山北斗 以及华夏三大名医之一的 耀齐皇 因为 药性本就少见 再加上这老头儿气质不凡 而且 身上有股浓郁的中药味 所以他就往这方面猜测了 没想到 还真猜对了 耀老 我听过您的名字 哦 呵呵 徒有虚名罢了 不谈那些 不谈那些 耀齐皇一愣 随即摆了摆手 呵呵 要老 您怎么会在这 萧辰有些好奇地问道 哦 这药膳房 是我一个本家侄子开的 刚好我这几天 来龙海有事 他就求我闲暇时 过来转转 没想到 能遇上萧小友 当真是缘分啊 原来是这样 呵呵 确实是缘分 我也没想到 随便选一家药膳房 会见到当今华夏 中一届的泰山北斗 都说了 不谈那些虚名 而我这点 齐皇之术 在小友面前 当不得什么 小友读过全本 阴阳一点 日后必将大放一彩啊 陈哥 这个老头儿 不 这个老先生 医术很厉害嘛 忽然 李憨后开口问道 嗯 要老是咱华夏中一届 三大名医之一 萧辰点点头 那他能叫俺娘吗 李憨后有些激动地问道 这位小友 令堂是什么病 药齐皇看向李憨后 问道 什么堂 李憨后没听明白 啊 也就是 你母亲是什么病 药齐皇愣了愣 又换了种说法 肺癌晚期 神医 您能叫俺娘吗 只要您治好俺娘 俺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都行 李憨后大声说道 药齐皇嘴角抽出了几下 肺癌晚期 哪怕她是名医 对于这种绝症 也是没把握呀 三更 九千字 书前期写起来挺困难的 今天状态稍好 所以就熬夜补了这一张 不管大家骂也好 理解也好 我都在尽我最大的努力 和诚意来写这本书 嗯 就这样 晚安 第三十二章 滚出病房 听完李憨后的故事 药齐皇也被其孝心感动 决定跟着一起去医院看看 更重要的是 她想与萧辰交好 也想知道 这个有些神秘的年轻人 是否有什么特殊办法来治疗肺癌 萧小友 李憨后的母亲 住在哪家医院 龙海第二人民医院 听到十二院 药齐皇扬了扬眉吗 笑道 我有学生在那边任职 或许也能帮点忙 萧辰清楚要齐皇的心思 心里暗笑 这老头 估计被阴阳一点勾住活了 要是给他知道 老算命吧 阴阳一点擦屁股了 估计他能跳起来 好 那就麻烦要老了 不麻烦 等会药膳熬好了 我们就出发 药齐皇摆摆手 指着工作人员送上来的香茶 来 萧小友 我们先喝茶 大概半小时左右 药膳熬好了 三人拎着药膳 离开了药膳房 萧小友 对于药膳 你又怎么看 药齐皇不放过任何与萧辰交流的机会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不忘找话差聊着 呵呵 自古有言 药补不如食补 所谓的食补 也就是现在的药膳了 这种方法更温和 更健康 萧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药齐皇不断点头 没错 养生在平时 病来如山倒 等真病了 那就有些晚了 所以 本家侄子要开药膳方食 我也很赞同 在闲聊中 他们来到第二人民医院 停好车后 直奔住院部 几分钟后 在一个三人病床房里 萧辰见到了李汉后的母亲 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 这是个身材瘦小的女人 他很难想象到 这么瘦小的女人 会生养出一个身材魁梧庞大无比的儿子 李母正在昏睡 脸色枯黄 哪怕在睡梦中 也不时闪过痛苦之色 看得出正在饱受病魔的折磨 可能是听到了动静 李母悠悠转醒 当他看到李汉后时 脸上浮现出慈祥的笑容 大汉 你回来了 娘 我回来了 李汉后点点头 拎起手里的药扇 娘 陈哥给你买的好吃的 你吃点吧 陈哥 李母闻言 看向李汉后身后的萧辰和耀奇黄 努力做起身子 大汉 这两位是 阿姨 我叫萧辰 是大汉的同事 萧辰笑着说道 同事 对 大汉已经应聘成功了 哦 你好你好 李母听到儿子应聘成功 显得也挺开心的 阿姨 这位是药老 他是咱华夏有名的中医 这次也是想来给您诊断一下 萧辰又把药奇黄介绍给了李母 李母一惊 药老 难道他是 大名鼎鼎的药奇黄 据说百万难求药奇黄一方 儿子怎么可能把他请来呢 不可能 眼前老者肯定不是药奇黄 只是同性而已 你好 我来帮你耗一下脉吧 药奇黄冲李母 友善地笑了笑 然后坐在旁边 虽然李母心中惊讶 但表面却不动声色 把手递给了药奇黄 麻烦药老了 药奇黄手指搭在李母手腕上 过了三四分钟 他冲消沉 微微摇了摇头 示意已经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了 药老 有什么话 您就直说吧 李母注意到 药奇黄的动作 轻声开口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其实我早就有了准备 药奇黄看看李母 叹了口气 已经很严重了 我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最多是能让你没这么痛苦 这话 由药奇黄说出来 那基本上是宣判了死刑了 他身为华夏中医界三大名医之一 连他都没办法的病 那能治疗的 真的不多 当然 也不排除有例外 高手在民间吗 虽然李母早有准备 但听到这话 眼神还是黯淡了一下 他不怕死 但却不舍得憨直的儿子 怕他照顾不了自己 或被人引上歪路 李憨后脸上笑容也僵住了 这老头儿也就不了母亲的命 或许 药奇黄不忍让李母 失去生的希望 又安慰了一句 你也不用想太多 心态很重要 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李母勉强笑笑 点点头 多谢要老了 阿姨 我帮您看看吧 忽然 萧尘上前 开口说道 你 李母看着萧尘年轻帅气的脸庞 愣了愣 他也懂中医 呵呵 我跟我爷爷学过几天中医 也看过几本医书 所以想给您诊断一下 刚好要老也在 如果我有什么说错了 他也可以指点我一下 萧尘很谦虚地说道 对对 娘 让诚哥给你看看 刚才要老都跟诚哥学习呢 旁边 李憨后听到萧尘的话 一下子又充满了希望 大声说道 萧尘撇撇嘴 这个憨货 就算觉得我厉害 也不用这么说吧 你让要老秦何以堪啊 他偷偷瞄了眼要七皇 果然 这位被尊为国一圣守的名医 正嘴角抽搐着呢 大憨 别乱说话 李母呵斥了一句 然后看向要老 歉意笑道 要老 您别介意 这孩子就是这样 呵呵 没什么 难得赤子之心 要其皇笑着摇摇头 萧尘坐下 阿姨 把手给我吧 好 李母没有拒绝 把手递给萧尘 哪怕他心中并不觉得 这个年轻人能看出什么来 萧尘伸出食指 扣在了李母的脉搏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仔细感受着脉搏的跳动 耀其皇看着萧尘好脉的手法 目光一缩 一指悬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萧尘神情也不如开始时轻松 时而皱眉 时而阴沉 李憨厚站不住了 很想问一句 到底怎么样 可又怕打扰到萧尘 只能憋着 憋的脸都成紫红色了 喂 你可算回来了 我还以为 你把你妈扔下跑了呢 忽然 一个白大褂走了进来 指着李憨厚嚷道 你小点声 别吵着诚哥 给阿娘看病 李憨厚皱起眉头 瞪着白大褂说道 看病 年轻医生愣了愣 目光落在给李母浩脉的 萧尘身上 露出讥讽的笑容 李憨厚 你到底是憨厚还是傻啊 你妈是癌症晚期 没救了 你竟然还找个中医来 呵呵 中医就算了 还这么年轻 明显江湖骗子 你给俺闭嘴 李憨厚一下子就怒了 一步跨出 揪住年轻医生的脖领 稍一用力 就把他给提了起来 啊 年轻医生 双脚悬空 吓得脸色都白了 这家伙 怎么还动手了 大汉 放下他 不许动手打人 李母见儿子动手 脸色也变了 盲开口说道 李憨厚 瞪着面色苍白的医生 又回头看看母亲 才咬牙松开了手 你竟然敢动手打人 实在是太野蛮了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们赶走 医生两脚落地 后退几步拉开距离 指着李憨厚 喊道 你给安滚出去 滚 该滚的是你们 哼 欠医院那么多钱 死赖在这里不走 我现在就喊保安赶走你们 然后 让警察把你们抓起来 什么时候 把欠的钱还上 什么时候再放你们出来 医生大声叫嚣着 隐的走廊里 不少人都围了过来 陈医生 你别生气 花医生不是说 等大汉赚了钱 把钱补上就行吗 李姨挤出笑容 赔着不是 赚钱 她能赚多少钱 一个月三千五千 什么时候才能还得起 要不是花医轩做担保 医院早就把你们撵出去了 听到年轻医生的话 药漆黄挑了挑眉吗 她看了眼 还在闭目耗脉的消沉 按下帮李家母子的心思 她想看看 这个有些神秘的年轻人 会怎么处理眼前的事情 陈医生 花医生在吗 我想跟她聊聊 李姨想了想 轻声说道 行了 别指着花医轩 来帮你们的忙了 她中午就出差了 这次没谁能帮你们 陈主任说了 给你们两小时还钱并出院 要不然 就报警抓你们 李母脸色微变 花医生出差了 你说够了吗 说够了 就滚出病房 忽然 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 一直给李母好迈的消沉 缓缓睁开了眼睛 病房里的气氛陡然一静 所有人都下意识看向消沉 包括嚣张的年轻医生 阿姨 您别担心 交给我吧 消沉松开李母的手腕 冲她温和一笑 从板凳上站起来 转身看向医生 这里是病人休养的地方 不是你要我扬威的地方 滚出去 听到消沉的话 旁边两个病床上的病人 以及家属 暗暗叫好 他们与李家母子的关系都不错 自然同情他们 而且 这医生确实做得也太过分 太让人寒心了 小子 你说什么 年轻医生 终于反应过来了 勃然大怒 我是这里的医生 让我滚 你算什么东西 医生 你以为穿上这身白大褂 就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了 消沉冷笑 掏出银行卡 递给李憨后 去 把欠下的医药费都还了 顺便把这家活给我扔出去 第三十三章 组团行骗 看着消沉递来的银行卡 李憨后愣了愣 她没接 而是看向病床上的母亲 萧先生 这怎么可以 李姨摇摇头 脸上带着感激 我们不能用你的钱 呵呵 阿姨 我和大憨是同事 更是朋友 不 欠下的医药费不少 差不多要有五万多块 实在是太多了 李姨还是坚持 毕竟是初次见面 哪好意思 拿人那么多钱 更重要的是 她对萧辰并不了解 她担心欠下人情 日后对方再要求儿子 去做什么违法之类的事情 阿姨 您安心养病就好了 其他都交给我 如果您实在过意不去 那就当这钱 是我借给大憨的 等我从她工资里扣掉 或者说是她提前预支了工资 怎么样 萧辰真诚地说道 娘 陈哥是好人 俺先去把医药费还上吧 李憨后也开口 瓮声说道 李姨看看儿子 再看看萧辰脸上真诚的笑容 犹豫一下 终于点点头 萧先生 那就多谢你了 就当是大憨欲知的工资吧 行 萧辰无所谓 这钱出了 她压根就没打算再要 不为别的 就为李憨后 这份赤子之心和孝心 哟 这跟普通江湖骗子的套路不一样啊 别装模作样的 卡里有钱 年轻医生在旁边冷笑 要是真有钱 就赶紧去把钱交了 然后办出院 陈哥说了 让俺把你扔出去 不等年轻医生说完 李憨后一步跨出 揪住他的衣领 一用力 把他扔了出去 咕噜咕噜 年轻医生在地上翻滚几圈 一直撞到走廊墙上才停了下来 疼得他惨叫连连 大憨 干得不错 对付这种人 就不能客气 萧辰看着狼狈不堪的年轻医生 咧咧嘴 冲大憨竖了的大拇指 嘿嘿 俺去交钱了 李憨后刚才也憋了一肚子火 现在把这可恶的家伙扔出去了 心里爽快多了 啊 打人了 快去韩保安 有人打医生啊 王八蛋 你竟然敢打我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年轻医生终于从地上爬了起来 恼羞成怒地冲着李憨后吼道 啪 李憨后点点头 一嘴巴子抽在了年轻医生的脸上 然后露出憨后朴实的笑容 俺是了 你想怎么着 旁边的人都要晕了 这小子故意的吧 消沉也乐了 活该这孙子挨一巴掌 不知道大憨这家伙实在吗 你 你 年轻医生捂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脸 怒目瞪着李憨后 可是却不敢再说一句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让开 俺要去缴费 李憨后巴拉开挡在他面前的年轻医生 就要去收费处 哼 打了我 还想在二院待下去 年轻医生咬牙 就算你们有钱了 也得滚蛋 李憨后听到这话 停下脚步 扭头看看年轻医生 他在考虑 这家伙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话 那还交个毛线钱 哼 好大的口气 医院是你家开的 一只冷眼旁观的消沉 缓步来到病房门口 冷冷说道 没错 医院就是我家开的 怎么着了吧 我老子是肿瘤科主任 打了我 还想留下治病 别做梦了 年轻医生嚣张地说道 肖辰来到年轻医生面前 语气嘲讽 肿瘤科主任 哟 好大的官啊 什么时候老百姓的医院 变成你家说的 算的地儿了 别说你老子是主任 就是院长 也没这个权利 谁说我没这个权利 就在这时 人群分开 一个地中海男人 走了进来 他先是看了眼 年轻医生脸上的巴掌印 神情又阴沉几分 在这种留刻 我陈大海就是天 你们打了我儿子 还想在这治病 先不说 还正晚期死定了 就算真能治 我们也不治 爸 你终于来了 我来催里憨后脚废 他们就打我 年轻医生 见到来人 精神一震 大声说道 放心 爸会给你讨回公道的 陈大海 沉声说道 哼 我刚才以为这小子挺嚣张了 原来老子更嚣张啊 萧陈冷冷笑着 陈大海 看向萧陈 你又是什么人 爸 他是江湖骗子 刚才我看他 给李憨后他们好卖 江湖骗子 陈大海一愣 随即讥笑 现在江湖骗子 都赶来医院行骗了 小子 你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 就能把你送进公安局 那你信不信 我动动手指 你就能火遍全国 萧陈说着 晃了晃手里的手机 刚才你陈大主任 萧张的模样 我都已经录下来了 我随便发个论坛 你应该就能成为名人了 听到萧陈的话 陈大海 脸色陡然一变 现在互联网有多厉害 他可是非常清楚 随便一丁点小事 只要在互联网上 引起关注 造成舆论 那就异常恐怖 旁边看热闹的人 也都有些傻愣 录下来了 这家伙不按套路出牌啊 倒是一直置身 室外的药棋黄 眼中闪过欣赏之色 当局者 以局外人而破局 为将才 善于利用可用之机会 为帅才 就在陈大海 有些骑虎难下 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七八个拎着警棍的保安 冲了进来 陈主任 我们来了 看到这些保安们 陈大海心中大定 只要把这家伙控制住了 把他手机上的视频删了 那就万事大吉了 想到这 他冷笑几声 一挥手 义正言辞地说道 把这些个扰乱医院 秩序的闹事者 和江湖骗子 控制起来 等会移交给公安机关 免得危害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是 保安们答应一声 包围了萧陈 以及李汉后 准备动手 住手 见事情越闹越大 要齐皇 终于开口了 你又是谁 陈大海 看向要齐皇 见他气质不凡 皱了皱眉头 爸 他是跟这个江湖骗子一伙的 肯定是个老骗子 年轻医生 指着要齐皇说道 陈大海一听这话 放心了 冷笑道 原来 还是组团行骗啊 一起控制起来 哼 以前总听说 坑爹坑爹 今天可算见识到了 萧陈忍不住笑了 敢说华夏医学协会的 荣誉会长 是老骗子 真是花样作死啊 老骗子 果然 要齐皇的脸色 沉了下来 他行医一辈子 救人无数 还是第一次被人 用这三个字来称呼他 下一秒 要齐皇拿出手机 拨出一个号码 喂 老师 您怎么有空 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刚拨出去 就接听了 里面传出一个恭敬的声音 老师 哼 我现在都成老骗子了 当不起你李大院长的老师 要齐皇没好气地说道 啊 老师 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 给你一分钟时间 来你们医院住院部的肿瘤课 要是来不了 我没你这个学生 要齐皇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陈大海看着要齐皇 忽然心中 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这老家伙 给谁打的电话 李大院长 难道是 二院院长李盛 想到这 他一下子冒冷汗了 如果真是给李盛打的电话 那就完蛋了呀 你们还等什么 赶紧动手 把这些江湖骗子抓起来 年轻医生 见保安们还不动手 催促了一句 俺看谁敢 李憨后大喝一声 挡在了肖沉 和要齐皇身前 颇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威势 硬生生下的保安们 顿了顿脚步 住手 陈大海阻止了保安 而是看着要齐皇 语气缓和不少 老先生 你是什么人 你儿子不是说我老骗子吗 要齐皇气哼哼地说道 可 小孩子不懂事 老先生别见怪 陈大海笑了笑 老先生 不知道你刚才给谁打的电话 要齐皇懒的搭理这家伙 他觉得这父子俩 实在配不上他们身上 穿的白大褂 更愧对一者人心四个字 就在场面有些僵持的时候 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 老远传来 老师 我没来晚吧 话落 一个有些发福的中年男人 挤进了人群 他来到要齐皇面前 微微弯腰 脸上写满了恭敬之色 要齐皇看着脑门 都见了汗的中年男人 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却故意哼哼着说道 瞅瞅你满脑门子的汗 身为一个医生 怎么把身体搞得这么虚 老师 我在办公楼啊 您就给我一分钟 我一路小跑过来 结果电梯太多人 我只能爬楼上来了 中年男人喘了口粗气 有些委屈的说道 行了 等会儿我给你看看 开个方子 调理一下身子 整天坐办公室 难免出现各种问题 中年男人听到这话 大喜 多谢老师 嘿嘿 我就知道您心疼我 少来这套 给我把眼前的事情处理了 我都被人说成老骗子了 要齐皇没好气地说道 什么 谁敢说我里上的老师是骗子 中年男人大怒 抬头向周围看去 第34章 至少 三年 看着愤怒的中年男人 周围的人都傻眼了 除了一些病患外 二院的医生护士 可都认识眼前这位 有点像曾志伟的男人 二院的院长 李胜 尤其是刚才不可一世的陈家父子 冷汗都下来了 完蛋了 怎么把这尊大神 给招惹出来了 怎么 都哑巴了 谁刚才说 我老是是老骗子了 李胜有些愤怒 要知道 如果当初没有要齐皇 就没他李胜的今天 正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在他眼里 要齐皇的地位 并不比他轻爹差 甚至更加尊敬 医生护士 以及病患 下意识把目光 投向了年轻医生 刚才就是他 一口一个老骗子的 周围目光的变化 自然瞒不过李胜 他冷冷看向年轻医生 陈玉 是你说的 愿 愿长 我不知道 年轻医生身体一颤 想要解释几句 你还知道 我是院长 我问你 他是我老师 是我李胜 最尊敬的老师 你说他是老骗子 那我是什么 啊 告诉我呀 我是什么 李胜冷声问道 院长 陈玉还小 他不懂事 陈大海见李胜冲儿子发飙 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也给我闭嘴 陈大海一说话 仿佛引爆了炸药包 李胜扭头瞪着陈大海 你儿子年纪小 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我 陈大海 你平时惯着你儿子 在肿瘤科飞扬跋扈 也就算了 还敢说 我老师是老骗子 李胜说完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那我就是小骗子呗 我是小骗子 那你们是什么 陈大海 被李胜当着这么多人斥责 有些恼羞成怒 他刚要反驳一句时 忽然想到什么 身躯一颤 瞪大眼睛 看向要齐皇 李胜的老师 据说 李胜的老师 乃是华夏中医界 三大名医之一的 要齐皇 难道 眼前这个身着塘装的老者 就是华夏医学会 荣誉会长 要齐皇 您 您是要老 陈大海 脸色苍白无比 声音颤抖地问道 现在认出我老师的身份了 害怕了 晚了 李胜的话 算是变相证实了要老的身份 这让陈大海脚下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上 说实在的 他并不怎么太害怕李胜 因为他上面也有人罩着 而且 他还得到消息 最多只要三个月 那他职位 就能再动一动 成为二院的副院长之一 可是 得知眼前老者 是要齐皇时 他却真害怕了 要齐皇 当今著名的国一圣首 逃离满天下 更有多位弟子 在卫生系统认高职 听说 就连皇城里 那几位大佬 都与之交情匪浅 别说他区区一个主任 就是他上面那位 甚至龙海市的市长 见到要齐皇 也得笑脸相迎 客客气气的 毕竟 人吃五股杂粮 谁也不敢保证没病 与神医交好 关键时刻 就能多条命啊 李胜看着陈大海 心里冷笑 陈大海呀 陈大海 你觉得傍上了大树 就得得瑟瑟的 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现在好了 得罪了老师 别说是你了 就你身后那棵大树 都得抖三抖 谁能告诉我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李胜目光扫过四周 最后落在一个副主任身上 这是他的人 副主任见李胜看自己 心中一动 忙站出来 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李院长 我这里还有一段视频 我想你应该有兴趣看看 一直看热闹的萧尘 缓缓开口了 哦 这位先生 是什么视频 李胜挺客气的 他从手下话里 也听出来了 这年轻人 是跟老师一起的 他心里暗暗好奇 难道这是老师新收的学生 能让老师待在身边呢 那日后 必定会在医学界 大放光彩啊 李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萧尘 要老实实介绍了一句 李胜听到老师 亲自介绍 更为惊讶 看来老师很看重这个萧尘啊 难道他是老师的关门弟子 要知道 在华夏 学生与弟子是不同的 后者地位更重 是要接受传承 和一波的 可还没等李胜是好 就听要老 又来了一句 嗯 萧小友跟我同辈论交 算是你师叔吧 李胜一下子傻眼了 啥 同辈论交 师叔 萧尘也有些无语 师叔 这算哪门子辈粉 可 李院长 你叫我名字就成 李胜偷偷瞄了眼要齐黄 见他没反对 这才输了口气 要是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管一个年轻人叫 师叔啥的 那面子往哪放啊 同时 他心中震惊异常 能让老师来同辈论交的年轻人 又是什么来头 绝对不简单啊 一个个念头转过 李胜露出友好的笑容 伸出右手 呵呵 好 那我就拖大 叫你名字了 你也甭喊我李院长 喊我一声老李就行 行 李老哥 这是视频 你看看吧 萧尘与李胜握了握手 把手机递给他 李胜听到 萧尘管自己叫李老哥 心中更喜 接过手机看了起来 不过 很快他的脸色 就沉了下来 胡闹 胡闹 这还是医生吗 比黑社会 还要嚣张跋扈 这件事情 一定要严肃处理 陈大海面如土色 他知道完蛋了 这次就算不死 也得脱层皮了 我现在宣布 陈大海 陈玉暂停职务 另外 让有关部门 介入调查处理 李胜是真怒了 他没想到这父子俩 竟然会如此嚣张 陈大海听到这话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根本经不起查 一查 彻底完了 至于陈玉 更是不堪 他最大的仪仗 就是他老子 而现在 他老子都完了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李胜懒得 在看陈家父子 当着这么多病患的面 丢不够的人 要是传出去了 不是给二院抹黑吗 萧尘 给 你的手机 李胜 把手机还给萧尘 堆着笑脸 今天的事情 我代表医院道歉 这视频就删了吧 嗯 萧尘点点头 现在陈家父子 已经被收拾了 那他也懒得往网上发 当着李胜的面 把视频删掉了 这位就是李先生吧 李胜仰头 看着李憨后 歉意地说道 你们安心治疗 至于医药费 李院长 该多少医药费 我们一分不会少 另外 给阿姨换个单人病房 这里环境有点乱 不适合他休养 萧尘淡淡地说道 李胜 你给好好安排一下 药齐黄也开口说道 是 老师 我一定妥善安排 李胜忙点点头 药老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您给个机会吧 忽然 瘫软在地上的陈大海 手脚并用爬向药齐黄 哀求着说道 药齐黄低头看着陈大海 眼中没一丝同情 自作孽 不可活 陈大海身躯一颤 再次无力瘫软在地上 把他们带走 交给相关部门 李胜对保安们说了一句 然后 看向药齐黄 老师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药齐黄摇摇头 问萧尘 萧小友 你刚才好完卖了 现在能说说结论吗 听到这话 李胜震惊 萧尘也是个医生 他刚才一直以为 这萧尘来历不凡 所以老师 才与他平背论交 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 李憨后 以及李母 也都看向萧尘 尤其是后者 心情并不平静 之前 他以为这个堂庄老者 只是与要齐黄同性 压根没敢相信 这真是要齐黄 可经过刚才的事情 已经足以证明 不是巧合的同性 而这个老者 就是三大名医之一的 要齐黄 所以 他心中也颇为震惊 儿子怎么能请得 动要齐黄 不过 他很快就明白了 不是儿子 把要齐黄请来的 而是这个叫 萧尘的年轻人 我们还是 先换了病房再说吧 因为这病房里 还有两个病患 有些事情 当着他们说 并不怎么合适 不是萧尘心狠 而是个人能力 实在是有限 尤其他还需要付出 一定的代价 用句自私点的话来说 世界上得绝症的人 多了去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算他累死 也就不了所有人 要齐黄眼皮一跳 难道这小子 真有独特见解不成 他看向李胜 后者明白点头 开始着手安排起来 有李胜这个院长在 换病房变得容易多了 也就十分钟 李胜就被安排进了 VIP病房 好了 萧小友 现在没外人在了 说说吧 耀其黄迫不及待地问道 要老 我诊断的结论 跟您的不会有太大出入 肺癌晚期 不过还好 没有发生转移 从脉象来看 阿姨最多还有两个月 萧尘想了想 缓缓说道 耀其黄点点头 这与他诊断结果是一样的 甚至连时间也不差 这就可以证明 萧尘的医术 应该不逊于自己 两个月 李憨后眼睛红了 也就是说 母亲再有两个月 就要离开他了 萧尘拍了拍李憨后的肩膀 安慰道 大憨 虽然我无法治好你母亲 但我可以减缓你母亲的痛苦 以及延长她的生命 至少 三年 至少 三年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尤其是药棋黄 直接从椅子上 蹦了起来 听说 很多朋友没法看书 有多少无法看的 留言一下 第三十五章 你不死 他不伤 癌症晚期的病人 随时都会脏期衰竭 然后痛苦死亡 哪怕是被尊为 华夏中医界 三大名医之一的药棋黄 也没有办法 逆天改命 让病人 多活多少日子 最多也就是 尽量减轻一下病人的痛苦而已 可现在 萧尘却语出惊人 说至少能延长三年寿命 这当真是逆天改命的手段了 你真的能延长三年寿命 要其黄瞪大眼睛 不淡定地问道 萧尘点点头 嗯 我可以做到 但并不轻松 怎么做到 要其黄夏意识问道 可随即尴尬笑了 这种秘密 谁又会说出来呢 针灸之术 针灸之术 要其黄更惊讶了 虽然他进营中医一辈子 也苦言过针灸之术 但说针灸之术 能治疗癌症 延长性命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对 等会儿我帮阿姨治疗的时候 还需要要老名的帮忙 要其黄一听这话 激动了 我可以在现场 呃 当然可以啊 萧尘苦笑 他当然知道 要其黄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因为中医界很多人 都有自己独门医术 在治疗一些病症的时候 会凭退其他人 包括自己的徒弟 来独自为病人医治 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华夏很多古医术 因为各种意外而失传了 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好好 我等会 一定好好配合 要其黄不断点头 旁边 李胜 也从震惊中缓过来了 他想的与要其黄不同 他想到的是 假如 萧尘真能让癌症晚期病人 多活三年 那绝对能轰动全世界啊 到时候 估计会有大把大把的有钱人 来找他治病 至于治疗金吗 几亿几十亿 还不是随他要吗 而且 还他妈是美刀 陈哥 你真的能让阿娘多活三年 李憨后也很激动 一把攥住萧尘的胳膊 大声问道 不过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胳膊放开 都快给我捏断了 萧尘疼得呲牙咧嘴 啊 对不起 陈哥 俺给你揉揉吧 别 不用了 萧尘赶紧摇头 这小子下手 没个轻重 万一没捏断 再给揉断了 那他哭都没地儿哭去 阿姨 您先把药膳吃了 补充一下营养 等会儿 我帮您治疗 萧尘看向同样激动的李母 笑着说道 对 娘 赶紧吃好吃的 药不该凉了 陈哥帮你买的 可香了呢 李憨后 忙把药膳端了出来 萧先生 阿姨 我和大汉是朋友 您别管我叫什么萧先生了 叫我名字就行 嗯 萧尘 救命之恩大于天 我们实在是 没什么可报答 阿姨 别提什么报答 我是被大汉的孝心所感动 他为了省钱 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李母听到这话 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大汉 你这汉货 你怎么能不吃东西吗 娘 你别哭 俺不饿 嘿嘿 李憨后上前 帮母亲擦去眼泪 憨笑着说道 两天不吃东西 怎么可能不饿啊 以前在家的时候 你一顿 不吃都饿得不行 李母抱着儿子 心疼地说道 娘 别哭了 俺现在不饿了 刚才陈哥管饭 俺都撑死了 李母擦了擦眼泪 看向萧尘 感激地说道 萧尘 真是谢谢你了 大汉能遇到你 真是老天爷照顾 呵呵 阿姨 您别这么说 萧尘摇摇头 大汉 还不赶紧为你母亲吃饭 哦 二十多分钟后 李母吃完了药膳 而李胜 也按照萧尘的交代 去取了一套 针酒用的银针来 李胜 把银针递给萧尘 主动说道 萧尘 我在门口等着 有什么需要 尽管招呼我 呵呵 李老哥 没那么多讲究 留下来就行了 萧尘接过银针 笑着说道 我也可以留下 李胜有些意外 有些惊喜 嗯 把门关上 现在开始治疗吧 萧尘说完 把银针消毒后 看相伴躺在病床上的 李母 大憨 把你母亲扶起来 被朝着我 李憨后上前 扶着母亲 陈哥 衣服呢 不用脱 哦 萧尘双手持针 略意打量 一抖 两根银针 飞快插在了李母的后背 要齐皇看着萧尘的动作 眼皮一跳 正所谓 翘手难使两银针 这种双针杜穴之法 早就已经失传了呀 随之 更让他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萧尘双手捏四根银针 动作也越来越快 针壁落学 丝毫不差 犹如行云流水一般 李憨后和李胜 更看傻眼了 这是在试针吗 神乎奇迹啊 阿姨 忍一忍 会很疼 忽然 萧尘提醒了一句 只见他又把几根明晃晃的银针 插进了李母后背肺部的位置 嗯 随着银针落下 李母发出一声痛呼 瘦弱的身躯也陡然一颤 娘 你忍着点 听到母亲的痛呼声 这个在森林里 与两头黑虾子 搏斗过的男人 心疼的眼睛都红了 萧尘双手张开 食指弹动 一根根明晃晃的银针 以一种有序的节奏性 颤动起来 而他的脸色 也变得苍白起来 耀奇黄看着萧尘的动作 以及一根根颤动的银针 目光一缩 难道是传说中的 太乙神针吗 要老 帮我封卖 随着银针的颤动 越来越快 萧尘的脸色 也越来越白 额头也冒出了汗水 好 早有准备的要老 也拿起两根银针 快速出售 不过 他不是扎在李母身上 而是扎在了 萧尘的后背上 两根银针一落 萧尘状态明显好了不少 苍白的脸色 也变得红润起来 他原本略有些颤抖的食指 再次变得有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五分钟左右 李母后背上的银针 停止了颤动 阿姨 忍着点 萧尘再次提醒 开始往下拔针 如果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每根银针的下端 覆盖着一道道 紫黑色的纹路 就跟缠绕着血丝一般 大汉 扶你母亲躺下吧 萧尘取下所有银针 放在铁盘里 然后倒上酒精 点上了火 要老 帮我起针吧 嗯 要老取下了萧尘 后背上的两根银针 后者身形一晃 差点摔倒在地上 陈哥 你怎么了 李汉后眼急手快 一把扶住了萧尘 萧尘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丹田处一阵阵刺痛 仿佛要炸开了一样 没什么 有些历劫 休息会儿就好了 萧尘忍者剧痛 勉强笑了笑 依靠在椅子上 虚弱地说道 我帮你看看 要齐皇握住萧尘的手腕 皱了皱眉头 不是普通历劫 你原本就有救伤 现在又牵扯引发了 呵呵 没什么 休息一下就好了 萧尘无所谓地笑了笑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李母看着萧尘苍白的脸色 心中感动异常 虚弱地问道 孩子 你没事吧 阿姨 我没事 您感觉怎么样了 萧尘摇摇头 她能从李母眼中 看到感激与关怀 我好多了 不疼了 感觉浑身轻松不守 嗯 那就好 多休息 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萧尘笑了 虽然付出一定代价 但她感觉还是值得的 扑通 忽然 李憨后跪在了 萧尘的面前 大汉 你这是干什么 萧尘一惊 想要扶起她 可全身却没顶点力气 辰哥 俺娘从小就较远 做人要知恩图报 你救了俺娘 俺大汉这条命 就是你了 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李憨后看着萧尘 认真地说道 大汉 你起来 我救你母亲 没想着让你报答我 孩子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人 救命之恩大于天 以后就让大汉 跟在你身边吧 李姨母也缓缓开口说道 阿姨 没那么严重 孩子 阿姨能看得出来 你不是普通人 让大汉跟在你身边 也能让你的安全 多层保障 虽然她性格憨直 但身手还算不错 娘 俺跟诚哥打过一架 俺说了 李姨后回头 说了一句 李姨母一惊 说了 她清楚儿子的身手 只差一步 就能迈入武学大师 竟然输了 呵呵 大汉去应聘 我考核了一下 赢了她 萧尘也笑着说道 李姨母深深看了眼萧尘 做了个决定 大汉 娘 怎么了 记住 从今天起 你跟在萧尘身边 虽然她比你厉害 但有危险的时候 你要挡在她身前 用你的命去保护她 你不死 她不伤 知道吗 李姨的声音 虽然不大 但却很严肃 娘 俺记住了 李姨后重重点头 萧尘愣住了 这是干嘛 倒是要欺慌 看了眼李姨 若有所思 孩子 你跟大汉交过手 应该知道 她练的是八级拳和披挂拳 李姨看向萧尘 萧尘点点头 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忠肝义胆 以身作顿 舍身无我 临危当现 这是八级拳的精神 也正因为此 曾经溥仪 老蒋 以及毛太祖 都以八级拳的传人 来作为自己的保镖 李姨认真说道 萧尘明白了 她看看李姨后 再看看李姨 陈生说道 阿姨 让大汉跟在我身边 没问题 不过不是保镖 而是兄弟 第二个 继续写去 更新梅海丸 也目脸要杀红包 充榜了 努力努力 第36章 全马之劳 要齐皇重新给李姨号了脉 让她震惊的是 脉相真的改变了 较之前好了很多 有了要齐皇的诊断 李姨和李姨后 对萧尘更加感激了 这是真正的救命之恩 李姨看着萧尘的眼神都变了 当代神医啊 要是能把她留在二院 那用不了多长时间 二院就能在世界医学界扬名啊 萧尘 不 萧老爹 咱俩能谈谈吗 谈什么 萧尘有些奇怪 呵呵 估计这家伙 动了把你留在医院 当医生的心思了 要齐皇 还是比较了解 自己这个学生的 笑着说道 啊 留在医院 当医生 对对 萧老爹 只要你愿意留在二院 我给你最高待遇 怎么样 主任职称 怎么样 李老哥 你别为难我了 我对做医生没什么兴趣 萧尘苦笑着摇头 行了 李盛 你就别为难萧小友了 走吧 去你办公室 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都虚成什么样了 要齐皇笑着说道 老师开口了 李盛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能不死心说一句 萧老爹 如果哪天想做医生了 记得联系我呀 嗯嗯 一定 萧尘点点头 心里却暗暗嘀咕 相比较救人 他更擅长杀人 要齐皇又跟李母说了几句后 跟李盛离开病房 来到院长办公室 老师 这个萧尘是什么人 李盛终于忍不住问了 我也不知道 什么 你也不知道 李盛发呆 我今天刚认识 要齐皇把之前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听得李盛目瞪口呆 老师 那您觉得 萧尘应该什么来历 要齐皇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有些层面 你还接触不到 他 或许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人 也可能是某个中医世家的子弟 当然 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另一个层面 什么意思 别多问了 等你再向上走几步 或许就能接触到了 要齐皇摇摇头 还有 今天的事情别外传 免得引起风波 是 老师 李憨后的母亲 真的能再多活三年 要齐皇看了眼李盛 点点头 脉相来看 可以 当真是逆天夺命的手段 我也很震惊 好了 不谈他了 把手给我 要齐皇不再多谈 他相信这个学生 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李盛点点头 把手递过去 老师 这次您来龙海待几天 再待个三五天 怎么了 哦 早知道您来龙海 我就不让小萱出去参加研讨会了 要齐皇听到小萱二字 露出慈祥笑容 呵呵 下次再见吧 我也没跟他说 我来龙海 他在你这怎么样 很好啊 这孩子心地善良 医术又那么高超 深受同事和患者的喜欢 呵呵 没给你惹麻烦 没有 他现在已经是二院的招牌之一了呢 要齐皇笑了笑 随即想到什么 没人知道他的身份吧 没有 那就好 让他在你这多锻炼吧 要齐皇说完 松开李盛的手腕 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老师 怎么了 李盛心中一哆嗦 我没啥大毛病吧 您可别吓唬我 李盛 当了领导 也得注意点私生活 要懂得节制 有点虚啊 李盛的脸瞬间绿了 病房里 李母睡着了 萧辰的状态也好了不少 大憨 这几天 你就留在医院 多陪陪你母亲 先不用去公司那边 陈哥 我得保护你 李憨后有些为难地说道 萧辰翻个白眼 我用你保护了呀 放你几天假 等后天招聘会 你过去露露脸就行了 谢谢陈哥 李憨后点点头 他憨直 但不傻 知道谁真心对自己好 谢毛谢 我没事 也会经常过来的 好了 我先走了 俺送你 两人出了病房 门轻轻关上了 病床上 原本正在昏睡的李母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看了眼病房门 眼中闪过一抹复杂 轻轻叹了口气 自己这个决定 对吗 当年 算了 一切顺其自然吧 萧辰来到楼下大厅 没一会儿 要七皇和李胜也来了 萧老爹 今晚我做东 咱一起做做 怎么样 呵呵 李老哥 我今晚还有点事 改天吧 萧辰笑着婉拒 行 那就改天 李胜也没抢求 点点头 李老哥 李汉后这边 就多麻烦您了 放心吧 萧辰又看向 耀七皇 要老 我送您回去 嗯 搭个顺风车 还可以跟你请教点东西 耀七皇笑着说道 呵呵 要老 您这话可折杀小子了 萧辰苦笑 几分钟后 两人开着汗马 离开二院 前往药膳方 在路上 耀七皇提出一些 医学方面的问题 其中步伐有困扰他的问题 而萧辰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听得老头儿眼睛不断发光 对对 真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医书啊 耀七皇不断点头 萧辰心里暗笑 有些见解根本不是他想出来的 而是老算命说的 不过这不妨碍 他拿出来装逼啊 半小时后 汉马停在了耀膳方的门口 萧小友 不下去做做了 咱俩再继续探讨 耀七皇有些意犹未尽地问道 啊 不了 我还有事 等改天吧 萧辰无奈 瞅瞅人家这求知精神 难怪能当名医呢 不服不行 那好 我们常联系 行 要老 您慢着点 哈哈 好 耀七皇打开车门 刚要下车 忽然想到什么 缓缓说道 萧小友 李汉后的母亲 不像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啊 嗯 萧辰一愣 呵呵 走了 常联系 耀七皇没再多说 摆摆手 下车进了药膳方 萧辰看着耀七皇的背影 若有所思 等他回到公司时 已经快五点钟了 他没敢磨叽 第一时间把钥匙给秦兰送去了 当然 不可避免的 他又被秦兰给小小的调戏了一下 这让他心里窝火 娘嬉皮的 以前都是他调戏女人 啥时候被女人这么调戏过啊 姐要下班了 你明天记得来我办公室帮忙干活 秦兰把玩着车钥匙 看着吃别的萧辰 妹笑道 兰姐 你今晚需要个帮忙干活的不 萧辰坏笑一声 如果需要 小弟院校拳马之劳啊 是吗 那你是拳 还是马呢 秦兰站起来 来到萧辰身旁 吐气如蓝 骂我呢 萧辰看着秦兰 静在咫尺的脸蛋 扬了扬眉吗 不 我只是在好奇大小 犬和马 是不一样的 你说呢 秦兰目光 瞟过萧辰的某个部位 语气有些玩味 萧辰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卧槽 这妞太乌了 不过哥喜欢 嘿 兰姐 你觉得 那我是犬的 还是马的呢 我又没用过 我怎么知道 那兰姐没兴趣 用一下吗 萧辰说着话 揽住了秦兰的腰肢 瑟瑟的目光 落在她高耸的胸脯上 啪 秦兰一巴掌 拍在了萧辰的臀部 玩味说道 姐今天没兴趣 等改天有兴趣了 再掀你的牌子 说完 摇摆着腰肢 向门口走去 萧辰带住了 你马的 这小妞把她当什么了 哦 对了 帮我关上门哦 秦兰媚眼轻挑 飞了个吻 转身走了 大大大 高跟鞋的声音 逐渐远了 萧辰才缓过神来 她低头看看 老爹 委屈你了 一阵铃声响起 萧辰接听了电话 喂 丁丽 陈哥 需要的东西 我都买好了 约好明天晚上 过来安装 行 这件事情 你跟一下 是 陈哥 那就先这样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 萧辰挂断电话 看了眼腕表 来到隔壁办公室 敲了敲门 进来 萧辰推开门进去 就见苏晴 正在埋头写东西 苏总 该下班了 好 苏晴见识萧辰 笑着点点头 简单收拾了一番后 两人离开办公室 驱车离开公司 保安招聘的事情 怎么样了 人事部那边有配合吗 车上 苏晴问道 挺好的 我一定会让保安部 焕然一新的 嗯 苏晴点点头 想到什么 飞银帮没来闹事吧 还没有 我也在等他们呢 提起这事 萧辰也有点奇怪 这报复的效率 也太慢了吧 飞银帮 难道就这么怂了不成 就算飞银帮怂了 刘大奎 应该也有点动作吧 别大意了 飞银帮 不是普通黑社团 嗯 我知道 苏晴不再说什么 打开车在MP3 只听一阵刺耳的警笛声 自里面传出 现在紧急播报一条本地新闻 东三九路 发生银行抢劫案 警察正在追击持枪劫匪 希望广大市民绕开东三区 注意自身安全 抢银行 听着这个播报 苏晴有些发呆 这不是电视里才有的情节吗 哼 穷疯了吧 萧辰撇撇嘴 在他看来 抢银行是风险最高的犯罪之一 傻子才去抢银行呢 第37章 纯洁的关系 来到易中 接了苏晓蒙 向着郁金香别墅方向开去 姐 你听说了吗 东三九路那边出事了 有汉匪把银行给劫了 太他妈牛逼了 一上车 苏晓蒙就叽叽喳喳地说道 你说什么 听到妹妹抱粗口 苏晴皱了皱眉头 啊 没啥 苏晓蒙吐了吐舌头 显得有些俏皮可爱 不许说脏话 听到没有 一个女孩家家的 把脏话挂在嘴边 多没素质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这 这是跟萧辰学的 苏晓蒙眼珠一转 指着萧辰叫道 什么 正听着两姐妹说话的萧辰 听到这话 差点一脚油门 撞前面车屁股上去 唉 晓蒙 我可没教你说脏话呀 像我这种有素质 有气质 又帅气的小鲜肉 怎么可能会把脏话 挂在嘴边呢 萧辰回头 忍不住为自己辩解 要不然 宝宝心里实在是委屈呀 呸 就你还有素质 有气质 又帅气的小鲜肉 你分明就是一块 风吹日晒的老辣肉了 苏晓蒙翻个白眼 鄙视着说道 老辣肉也成啊 更有嚼头 萧辰咧着嘴 丝毫不介意苏晓蒙的打击 苏晴看着斗嘴的两人 露出一丝笑容 看来 小妹已经逐渐接受 萧辰的存在了 要不然 也不会跟她斗嘴了 回到别墅 苏晓蒙上楼 去学习了 而苏晴 也换上家居服 开始忙活晚餐 倒是萧辰 变得无所事事 在房间待了会儿 就跑到客厅里看电视 半小时左右 苏晴做好晚餐 苏晓蒙也下楼了 萧辰 过来吃饭了 苏晴摆放好碗筷 冲萧辰喊道 哼 做好饭了 还得叫着 用不用我姐再喂你啊 苏晓蒙没好气地说道 呵呵 行啊 只要你姐愿意 我不反对啊 你 好了 你俩别斗嘴了 都斗了一路了 赶紧吃饭 苏晴无奈笑着 给两人盛上饭 我才懒得跟她斗嘴 知道的 这是咱家的保镖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咱家的大爷呢 得得得 苏二小姐教训的是 从明天起 早餐我包了 成不 萧辰哪能看不透苏晓蒙 那点小心思 主动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啊 莫人逼你 果然 苏晓蒙眼中 闪过一抹喜色 但却故作正经地说道 萧辰 别听小蒙瞎说 早餐我来做就好了 苏晴瞪了小妹一眼 对萧辰说道 呵呵 就这么定了 反正我早晨 也睡不着 还有 看你最近挺累的 早晨就多休息会儿吧 萧辰笑着说道 苏晴心中一暖 点点头 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三人说说 笑笑吃完了晚餐 萧辰的心 也难得平静下来 这就是家的感觉吗 吃完饭 三人一起 把餐桌收拾了 然后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广大市民朋友 今天下午 东三九路某某银行被抢 劫匪总共为七人 被警察击毙三人 另有四人逃窜 最近几天 广大市民朋友 尽量减少外出 多注意人身安全 龙海晚间新闻上 漂亮的女主持人 严肃播报着 并出现几张监控截图 上面有持枪汉匪的侧脸 以及背影 还没抓到啊 这些警察 也太没用了吧 苏晴萌看着电视上的汉匪 撇嘴说道 晴萌 你这几天 也多注意安全 放学了 哪也不准去 等我们过去接你 听到没 苏晴有些担心 四名持枪汉匪 这危险性 也太大了 姐 龙海这么大 我哪能遇上他们呢 听姐的话 好好 我放学了 就乖乖跟你们回来 苏晴萌无奈 这乖宝宝 啥时候能做到头啊 这几个汉匪不简单啊 萧晨看着电视 缓缓说道 哦 为什么这么说 苏晴萌好奇问道 另有一个重要原因 萧晨没有说 那就是他能从汉匪身上 感觉到杀气 这几个家伙 绝对上过战场 且双手沾满了鲜血 很有可能就是退役特种兵 哇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那会不会发生 好莱坞大片里的 街头枪战之类的 苏晴萌有些兴奋地问道 有可能 要想干掉这几个汉匪 龙海警方 肯定要付出大的代价 萧晨说话时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他们为什么要抢劫银行呢 要说为了钱 很多犯罪行为 远比抢银行来钱更多 而且风险更小 比如绑架富豪之类 开始 他还以为是几个穷疯了的土鳖 拿着几把土枪 去抢银行 现在看来 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陈哥 你这特种兵王 看到这一幕 就没个热血沸腾 正义赶爆棚啥的 你不打算出手 干掉这几个汉匪 当一回英雄 苏晓萌窜多着说道 萧晨瞄了眼苏晓萌 回了一句 我吃饱了撑的 还有 我不是特种兵王 我只是个养猪的 什么 养猪的 苏晓萌瞪大了眼睛 对啊 我跟你说 我是我们连队的养猪小能手 苏晴无奈地拍了拍脑门 这家伙又来了 我上楼去洗澡了 你们聊 哦 苏晓萌点点头 然后看着萧晨 你吹牛吧 哪有猪能跳两米多高的 没吹 真的 成精了 不对 你不是和我大 苏云飞是战友吗 他也是养猪的 苏晓萌想到什么 瞪眼 要是大哥 真在部队养猪 那他可接受不了 当然不是 你大哥是超级兵王 我哪能跟你大哥别 我给他当根班都不配啊 萧晨一边夸着苏云飞 一边暗暗嘀咕 老苏啊 老苏 老子为了提高 你在你妹妹心中的高大形象 可是毁了自己的形象啊 苏晓萌嘴角 不自觉翘起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呵呵 晓萌 你大哥可是大英雄 我跟你说说他的故事吧 萧晨趁热打铁 准备缓和兄妹两人的关系 好 不 哼 谁要听他的故事 他是他 我是我 苏晓萌 翘脸沉了下来 萧晓无奈 只能点点头 换了个话题 小萌 那个尹赫还缠着你不 要是在缠着你 我帮你解决 你怎么解决 苏晓萌好奇问道 我帮你打断他一条腿 怎么样 萧晨故作凶狠地说道 好啊 那你快去打断他的腿 萧晨傻眼 你嘛 现在的小妞都这么心狠手辣吗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他不是应该说 不用啊 这样太狠了之类的话吗 你打算啥时候 去打断他的腿 说个时间 我帮你计划计划 可 那啥 小萌啊 老师没教你们 同学之间要友好相处 相亲相爱吗 切 莫胆去就没胆去呗 懒得理你了 苏晓萌比试说完 上楼去了 萧晨看着苏晓萌的背影 砸吧砸吧嘴巴 现在的孩子 还真让人搞不懂啊 看了会儿电视 萧晨就回房了 洗漱一番 躺在床上 胡思乱想着 想着想着 他又想到了 在那些发生的一切 目光落在左手骨戒上 这没戒指 到底隐藏了 怎样的秘密呢 第二天一早 萧晨做了早餐 苏家姐妹下楼时 香喷喷的早餐 已经摆在了餐桌上 金黄色的尖蛋 让人食指大动 苏晓萌几口吞掉尖蛋 难得夸了萧晨一句 这让后者竟然有种 受宠若惊的感觉 然后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 咋这么贱呢 吃完饭 一个上学 两个上班 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萧晨先在公司溜达一圈 然后又去监控室 看了看监控视频 最后又在保安部 开了个走会 确定没什么异常后 才赶往秦岚的办公室 这是他昨天答应秦岚的 他觉得 要是再不去干活的话 秦岚会淹了他 再说了 虽然去干活苦点泪点 但能与秦岚 这个极品娘们共处一室 偶尔沾沾口头便宜 看看他的大白腿啥的 也比玩游戏 有趣多了 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就这两条腿 够他把玩一个月了 中午的时候 丁丽给萧晨打电话 约一起去食堂吃饭 不过 却被他拒绝了 笑话 有秦岚这极品美女 陪着 谁他妈还跟男人 一起去吃饭啊 当萧晨陪着秦岚 出现在公司食堂时 瞬间吸引了大片的目光 男的嫉妒女的好奇 这家伙是谁啊 随之 关于萧晨的事情 逐渐在公司里流传开来 包括他吊打任坤 虐刘大奎 强势上尉 对抗飞鹰帮等等 全都被爆了出来 这一件件事情 让不少人倒吸冷气 这不是个好惹的家伙啊 一些女生 在看萧晨时 眼睛都冒小惊惊了 太牛掰了 这才是强势的纯爷们 当然 也有一些谣言传出 说他棒上了秦岚 所以 才能快速上味等等 对于这些谣言 萧晨一笑而过 一群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酸的傻逼罢了 要是说让他们来棒 估计一个个 都乐得 屁颠屁颠的 再说了 他跟秦岚 是纯洁的呀 嗯 至少目前来说 还是纯洁的 第38章 面试官 一晃眼 招聘会要开始了 这天早上 萧晨难得地打扮了一下 让自己变得更精神利索 真特么帅 萧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忍不住赞了一句 我要是个娘们 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吃完饭 来到公司 他就开始忙碌起来 虽然他更喜欢 做甩手掌柜 但身为保安部部长 这事儿 他不操心不成啊 萧部长 应聘者陆续已经到了 十点钟正式开始 童言来了 今天他穿的也很正式 标准的OL装 好 来应聘的人多吗 萧晨目光略过童言 被撑起的白衬衣 笑着问道 刚才去前台报名的 已经有60多人 还陆续有人 这么多 萧晨有些惊讶 不就是招聘个保安吗 在他印象里 保安属于公司 最底层了 想做保安的人 应该不多 再者 国内保安行业水准 参差不齐 除了专业的保安公司 有专业保安输出外 大多数保安 都是业余的 甚至是老弱病残 想想一些小区的保安 通常都是老大爷 一旦发生了各种意外 指望这些老大爷 保护小区的安全 那还不如指望 天上掉个奥特曼下来呢 是的 那应聘者 没什么老弱病残之类的吧 没有 在招聘文案中 已经有了初步要求 不过 童言说到这 有些犹豫起来 不过什么 萧晨见童言如此 问道 不过 也有的是来凑热闹的 凑热闹 什么意思 萧晨好奇问道 有很多来应聘的人 都别有用心 他们是冲着 冲着咱公司女同事来的 女同事 萧晨更奇怪了 对 咱清城公司美女多 这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 童言这么一说 萧晨明白了 看来那些有钱的公子哥们 都想进来泡妞啊 不过 想想公司的美女质量 她笑了 咬跳淑女 君子好求 本来也没啥错 但是 为了泡妞 跑来给她萧部长添麻烦 那就是他们的错了 这件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吧 既然他们来了 那也不能白来 我得给他们上一课 萧晨咧咧嘴 叫来几个保安 嘀嘀咕咕说了几句 是 萧部长 几个保安忙点点头 屁颠屁颠跑了出去 童言 走吧 我们一起出去看看 好的 萧部长 萧晨带着童言出了保安部 来到楼下大厅 就见应聘者正三三两两交谈着 他一眼望过去 还真发现了不少蛋疼的附加大烧 一个个细皮嫩肉的 正大声说笑着 还不时对身边路过的 OL美女品头论足 萧晨看到这一幕 心里冷笑 笑吧 等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 嗨 美女 认识一下呗 我叫丘达斯 忽然 一个由头粉面的青年 跑到童言面前 眼睛闪烁着亮光 就跟发现新大陆似的 你好 虽然不想搭理这家伙 但出于礼貌 童言还是微笑点头 美女 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马上就要进入保安部了 到时候 咱们就是同事了 中午一起吃饭拜 来 先握个手 青年见童言冲自己笑了 背诀有戏 按照自己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刚来就遇上这么个极品的 童言俱入啊 就在童言犹豫 该不该跟这个家伙握手时 萧晨开口了 呵呵 你好 希望我们能成为同事 至于吃饭就免了吧 萧晨笑着 握住了丘达斯的手 而且还稍稍用了点力 哎呦 你放手 丘达斯发出一声痛叫 想要甩开萧晨的手 却发现 这手跟特么钳子一样 萧晨笑了笑 松开了丘达斯 心里冷笑 马勒戈壁的 在老子面前泡妞 吃了雄心豹子胆 丘达斯的痛叫 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看来 更有几个与丘达斯关系不错的青年 全都围了过来 用凶狠的目光瞪着萧晨 呵呵 你们都是来应聘保安的吗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清城公司保安部部长 也是这次招聘的面试官 萧晨 萧晨看着几个青年 笑眯眯的说道 听到萧晨的话 几个青年全都愣住了 部长 面试官 就连丘达斯也揉着发疼的手 把到了嘴边的脏话 给硬生生咽了回去 如果在平时 他们可能都不把区区一个 保安部部长放在眼里 但今天不行啊 没听人家说吗 人家是面试官 而且 进公司哪怕是为了泡妞 也得在人家手底下待几天啊 原来是萧部长啊 你好你好 丘达斯变换一下脸色 挤出笑容 然后压低声音 萧部长 我们哥几个都是来应聘的 希望等会都能过了呀 晚上 我们请萧部长一条龙潇洒 怎么样 对对 萧部长 兄弟们可全已仗你了呀 又一青年 色迷迷的目光 瞟过童年 然后笑着说道 萧晨看着这几个家伙 咧咧嘴 呵呵 好说好说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 几个青年听到这话 心中大定 面试官都这么说了 那进公司妥妥的呀 萧部长 够意思 那我们就不打扰萧部长了 晚上约 等几个青年离开 童年瞪着萧晨 萧部长 你怎么能这样呢 怎么了 苏总把招聘任务交给你 是信任你 你怎么能给他们开后门呢 他们目的不纯 根本无法担任保安一职啊 童年有些气愤地说道 萧晨一愣 随即笑了 这小妞 还挺有正义感的嘛 呵呵 放心吧 我逗他们呢 想进保安部 必须得有点真材实料才行 真的 当然了 可从不骗女人 尤其是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走吧 快到点了 准备开始了 萧晨看看万表 扫了眼大厅 嘴角勾了起一丝冷笑 把老子的招聘会 当成你们的泡妞会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十点钟到了 丁丽 去 让所有人都进来 萧晨坐在面试官位子上 淡淡地说道 是 丁丽点头 很快 几十个应聘者 就跟在他身后进来了 应聘者脸上 都带着好奇之色 不应该是单独面试吗 现在怎么都进来了 邱达斯几个人 冲萧晨笑了笑 在他们看来 这进公司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萧部长 总共有83个应聘者 丁丽汇报道 萧晨点点头 缓缓起身 目光扫过全场 清晨公司 这次总共要招聘 20名保安 也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 只能留下四分之一 一些要求 招聘文案上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们都觉得自己 符合要求了吗 符合 应聘者们 七嘴八舌地回道 但眼神明显 瞟向萧晨身边的童年 准确点来说 是瞟向他的胸口 呵呵 好 萧晨笑了笑 保安是用来做什么的 来 谁告诉我 保卫公司财产安全 以及员工人身安全 前排的一个青年 大声说道 萧晨点点头 没错 所以第一要素 那就得有个强健的体魄 把你们一起叫进来 也是做个初选 没有强健体魄者 一律淘汰 应聘者们互相看看 这啥意思 啪啪 萧晨拍了拍手掌 会议室门打开 几个保安抬着杠铃等 健身器械进来了 放在了中间位置 雅铃深蹲50个 杠铃卧推50个 过了的 进入下一轮面试 从你这开始吧 萧晨懒得废话 指着站在前排 左端的邱达斯说道 邱达斯一愣 他看看雅铃 再看看杠铃 道西一口凉气 别说50了 就是五个 他也做不了啊 萧部长 你 怎么 想来当保安 连这一点体魄都没有 萧晨看着邱达斯 神情有些玩味 这些富家大少 身子早就被九色掏空了 别说杠铃卧推了 估计连俯卧撑 都做不了五个 萧部长 刚才我们可说好了 说好什么了 呵呵 如果做不了 就退出吧 邱达斯一怒 谁说我做不了 说着 上前 弯腰抓起雅铃 就开始深蹲 结果连十个都没做上 脚下一软 身体一摇晃 雅铃直接砸脚杯子上去了 疼得他跳起来 一阵鬼哭狼嚎 淘汰 萧晨冰冷的声音响起 小子 你 邱达斯捂着脚大怒 想要发作 下一个 萧晨连看都没看他 目光落在下一个富家大少身上 这个富家大少看看 邱达斯的下场 嘴角抽搐几下 很干脆表示 主动退出 紧接着 又有几个大少退出了 然后真正的应聘者 开始做深蹲和卧推 让萧晨满意的是 有实力的人还是有的 再加以训练 一定会成为一把钢刀 至少在龙海 是可以锁向披靡的 两小时过去 八十多个人 过了初选的有一半左右 进入下一轮的面试 淘汰的人中 又有一小半 像邱达斯这样的大少 老邱 脚没事了吧 脚落里 一个青年问宝 妈的 还疼呢 敲打撕咬牙 瞪着萧晨 这小子耍我们 不能放过这家伙 嗯 我们什么时候吃过这块 别大意 这么多保安在 我们先在旁边看着 找机会再说 实在不行 就等着孙子下班 几个富家大少 都点点头 这口恶气 必须要出了 抱歉 淘汰的人 可以离开了 我们 还没等萧晨说完 只听砰的一声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任坤满脸张狂地 走了进来 他身后跟着刘大奎 以及两大高手 第39章 会议室的战斗 来势汹汹的四人 以及巨大的响声 吸引了会议室里 所有人的目光 来者不善 这是所有人 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念头 尤其是保安部的人 心中一跳 刘大奎来报复了 那不是任坤吗 富家大少们 也有人认识任坤 心中奇怪 他来做什么 难道也是来应聘的 不对 瞅着架势 更像是来闹事的 萧晨 滚过来 老子来找你麻烦来了 任坤指着 坐在中间的萧晨 话很直白 直奔主题 此话一出 全场皆惊 还真是来找麻烦的呀 邱达斯等人都兴奋起来 任坤跟这个家伙有仇啊 那他们先看热闹就行了 等会儿找机会 再痛打落水狗 萧晨目光扫过任坤 以及刘大奎 心中奇怪 这两个家伙 怎么搅合到一起去了 刘大奎不是应该和飞鹰 帮在一起吗 不过 奇怪归奇怪 他却丝毫不拒 两个跳梁小丑而已 又能翻起 怎样的浪花来呢 唯一让他注意的 就是任坤身后的 两个中年人 凭直觉 这是两个高手 而且应该是已经跨入 一流行列的高手 呵呵 找麻烦 热言 不疼了 萧晨缓缓站了起来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任坤听到这话 想到当日火辣辣的耳光 脸色一沉 小子 你找死 等会 我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 没错 刘大奎上前一步 用阴狠的目光 看着萧晨 萧晨 今天你死定了 实相的 乖乖跪下给人烧道歉 要不然 刘大奎 你什么时候 变成任坤的狗腿子了 萧晨不等刘大奎说完 嘲弄说道 萧晨 你少废话 我跟任 少只不过是同仇敌忾而已 我知道 你是个一流高手 但那又如何 今天 就算你是一流高手 也要你跪地求饶 萧晨扬了扬眉毛 指了指任坤身后的两个中年人 就凭他们 没错 就凭他们 任坤点点头 张狂道 两个一流高手 念你一个 你觉得你今天还能狂吗 随着任坤话音一落 两个中年人气势外放 让现场不少人脸色微变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萧晨神情意冷 真以为带两个一流高手过来 就能在这耀武扬威吗 萧晨 我再给你个机会 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就饶了你 要不然 我先打断你的腿 再让你跪在我面前 任坤很享受这种 在人前踩人的感觉 心里暗暗嘀咕 刘大奎这日子 还真是选对了呀 还有我 跪在我面前 磕头认错 然后滚出清晨公司 刘大奎也很霸气地插了一句 颇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原本 他主意打得挺好 借着飞鹰帮铲除萧晨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飞鹰帮闹内讧了 暂时指望不上了 当他听说 公司要在今天招聘保安后 再也坐不住了 跑去找到任坤 商量一番 决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狠狠狂虐萧晨 然后 让他夹着尾巴 灰溜溜地滚出公司 所以 他们今天来了 要舞扬威地来了 呵呵 让我跪下 打断我的腿 萧晨笑了 但眼神 却变得冰冷起来 这话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听到了 任少 收拾这小子 算上我一个 忽然 邱达斯也扬声叫道 他一瘸一拐 从角落里出来 脸上带着争鸣之色 任坤扭头看去 看到邱达斯 一愣 邱少 你怎么在这 我 我来这泡妞 先不说这个了 等会收拾了这小子 也得让兄弟踩一脚啊 怎么 你也跟萧晨有仇 不光邱少跟他有仇 我们都跟他有仇 又有几个富家 大少过来了 萧晨不让他们 进公司泡妞 一个个心里 都记恨着呢 哈 萧晨啊 萧晨 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啊 任坤看着这几个大少 有些惊讶 又有些嘲弄 刘大奎心中 也是大喜 这小子才来龙海几天啊 就一股脑 得罪了这么多人 今天就算他不死 那也得脱层皮啊 行了 废话少说 解决了你们 面试还得继续 萧晨缓步 从桌子后走出 看着任坤一伙人 语气平淡 看来你小子 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好 今天就让你知道 老子信任 就他妈可以任性 任坤指着萧晨 大声叫嚣道 别人 或许并不怎么理解他这句话 但萧晨却清楚 那天他打任坤耳光时 说过这么一句 别以为你信任 就可以任性 看来这家伙 也记仇呢 对这句话记忆深刻 君哥 鲍哥 你们给我狠狠收拾他 任坤指着萧晨 冲两个中年人说道 这么一个小家伙 我一个人就收拾了 其中被称为 鲍哥的中年人 看着萧晨 有些轻蔑地说道 呵呵 来 我最近挣钱收拾呢 萧晨淡笑 但眼中寒光 却越来越浓 来龙海这几天 威胁性和窃听器的事情 都没弄明白 别看他表面不表露什么 但心里却压着一股邪火呢 现在 他就打算发泄一下了 虽然 不如在娘们身上 发泄来得爽快 但也勉强凑合了 陈哥 谁要收拾你啊 忽然 又一个憨厚的声音 自会议室门口响起 随即沉闷的脚步声传来 一道硕大的黑影 走了进来 萧晨听到这个声音 露出一抹发自内心的笑容 会议室里的人 也全都仰着头 看向来人 这家伙咋长的呀 也太特么壮了吧 就你 想收拾俺辰哥 李憨厚迈着大步 无视周围怪异的目光 来到豹哥面前 低头打亮他几眼 嗡声问道 豹哥身高一米八左右 但在李憨厚面前 却矮了一个脑袋 他仰着头 脸上闪过冷色 你又是什么东西 滚一边去 要收拾俺辰哥 还要让俺滚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先吃俺大憨一拳 李憨厚嘟囔着 抬起斗大的拳头 向着豹哥砸去 找死 豹哥神情更亡 也快速挥出一拳 碰 两人拳头碰撞 豹哥脸上 闪过痛苦之色 身体不受控制 亮气而退 这一幕 让不少人脸色都变了 哪怕是外行 也能看得出 孰强孰弱了 尤其是刘大奎 瞪大眼睛 这大个子是谁啊 怎么这么强悍 俺娘说了 俺不死 诚哥不伤 你想收拾诚哥 俺就先收拾了你 李憨厚战意生疼 全身肌肉绷紧 犹如一块块钢铁 附着在身上 随后他挥舞着拳头 向着豹哥冲去 阿豹 小心 另一个中年人脸色一变 这个大个子 也是个高手 甚至战力 不在他们之下 杀 鲍哥大喝一声 侧身躲过李憨厚的拳头 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可是 他的反击 在李憨厚迅猛霸道的攻击下 却显得有些无力 看着战斗中的两人 萧辰没有在动手 他相信李憨厚的战力 哪怕对方是一流高手 周围的人 包括前来应聘保安的人 此时也全都瞪大眼睛 这一幕幕的 比电影都精彩啊 还有 这尼玛是人吗 整个一狂暴棕熊啊 开山炮 李憨厚大喝一声 猛烈的全静 轰向了鲍哥 砰砰砰 鲍哥连退了三步 脸色苍白无比 他喉咙上下滑动一下 嘴角溢出了鲜血 就你这三脚猫的水平 还想收拾陈哥 李憨厚有些鄙视 一捏拳头 再吃按三拳 阿鲍 我来助你 另一个中年人见同伴 要吃亏 快步冲向李憨厚 一拳轰向他的后背 小尘一挑眉头 就要出手帮忙 不过还莫等他出手 一声震耳的咆哮声响起 来得好 站 李憨厚一脚踢向鲍哥 而后单脚支撑 庞大身体陡然旋转 双臂张开 双拳紧握 犹如风车般轰向 偷袭他的中年人 砰 中年人倒退几步 手臂发麻 心中惊骇异常 这家伙的力气 到底有多大 大军 你前我后 鲍哥脸色也难看 本来他们是来发威的 现在倒好 还没收拾萧尘呢 反倒 差点被一个傻大的给收拾了 好 中年人点头 再次从正面发动攻击 而鲍哥也同时动了 砰砰砰 在两人的围攻下 李憨厚却丝毫不落下风 八级拳虎虎生风 偶尔披挂全场攻场打 八级拳 披挂拳 刘大奎目光一缩 想到那句八级家披挂 神鬼都害怕 有些待不住了 要是傻大的赢了 那他还怎么报仇 想到这 他也没多考虑 大喝一声 我也来帮你们 说着 冲向了李憨厚 找死 萧尘目光陡然一寒 身形一晃 后发而先至 转眼间来到了刘大奎面前 碰 下一秒 萧尘一脚踢在了 他的小腹部 后者惨叫一声 倒飞了回去 大汉 交给我吧 萧尘看得出来 虽然李憨厚不落下风 但想赢两人也不可能 所以没必要再浪费时间 还是结束战斗吧 好 李憨厚点头 两拳轰出 庞大的身体暴退 撤出了战圈 要收拾我 也得看你们 有没有这个实力 萧尘化落 犹如实质的 强悍气势外放 席卷全场 鲍哥两人感受到其气势 脸色巨变 脱口惊叫出声 武学 大师 第四十章 作死 强大无匹的气势 席卷全场 让现场不少人产生了压力 尤其是倒飞而回 摔在地上的刘大奎 脸色惨白一片 他吐了口血 震惊地瞪着萧尘的背影 他是武学大师 俗士 以武力或战力 来模糊划分 分为不入流 三流 二流 一流 以及武学大师 武学大师 也就是达到大师水准 完全可以开宗力派 开管授徒的水平 当然 这只是模糊划分 并没有太明显的界限 但萧尘所散发的 恐怖气息 已经浓烈杀气 却让人自心抵惊颤 不过 正所谓不知者无畏 任坤见萧尘出手了 立刻变得兴奋起来 他大声吼道 君哥 鲍哥 快 把这家伙的腿 给我打断了 让他跪在我面前 碰 还默等任坤吼完 鲍哥倒飞而出 重重砸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一口鲜血喷出 触目惊心 啊 童言发出一声惊叫 翘脸发白 不会打死人吧 嘎 任坤的吼声 戛然而止 这怎么可能 鲍哥可是一流高手啊 还默等他缓过神来 萧尘贴近了另一中年男人 一掌拍出 后者亮窍退 我认说 中年男人大声叫道 他清楚 自己根本不是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对手 战力相差太大了 认说 你他妈以为打类台呢 萧尘冷笑 攻势更加凌厉 这个军哥 要比鲍哥强一些 不过 照样不行 砰砰砰 两人接连碰撞 中年男人 被震得气血翻涌 终于忍受不住 张嘴挖的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碰 又是一声闷响 萧尘一拳轰在了 中年男人的肚子上 后者撞在健身器械上 又是一口鲜血 现场变得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中间的三人 神情各不相同 无论鲍哥 还是军哥 都没有在战的实力 全都受了重伤 可以说 战斗 结束了 从开始到结束 还不到三分钟 而萧尘所 展现出的实力 却震慑了所有人 包括 李憨后 他眼皮一跳 随即目光火热 陈哥比想象中 还要厉害 以后终于有人 陪着打架了呀 小子 想跑 忽然 如雷的咆哮声传出 就见李憨后 像是一头发动攻击的野雄 以极快的速度 扑向门口 然后 砰砰两声 任坤和刘大奎 被他一人一脚 给踹了回来 哎呦 任坤发出一声惨叫 在地上翻滚几圈 摔在了地上 刘大奎也不好过 强自咬牙忍着疼 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知道 今天筹报不了了 而且想要脱身 也没那么容易了 陈哥 怎么收拾这两个家伙 李憨后抱着膀子 堵在门口处 呵呵 萧辰笑了 他环视一圈 见前来应聘的人 全都用惊骇的目光看着他 暗暗摇头 得 这次连下马卫都不用了 真要入了公司 估计一个个 都得跟小绵羊一样 听话了 任坤 任大哨 你刚才说什么 萧辰压下 诸多念头 走向任坤 还是先把这两个 不知死活的家伙 处理了再说 我 我没说什么 萧辰 我警告你 你最好别碰我 要不然 我老子不会放 啪 还默等任坤说完 一个蒲扇大小的巴掌 就拍在了 他的后脑勺上 力量之大 让他差点一头栽地上去 脑袋里 一阵嗡嗡嗡 绝对轻微脑震荡了 敢威胁辰哥 我抽你 李汉后不知道啥时候 来到了任坤身后 瓮声说道 你他妈 任坤用力甩了甩脑袋 努力让自己清醒一些 然后 转头冲李汉后怒吼 啪 又是一个大嘴巴子 这次力量更大 直接让他原地转了两圈 吐出了两颗带血的牙齿 敢骂你 我抽你 李汉后 汉后的脸庞 变得凶狠起来 任坤猛了 确实被打猛了 连整个麻掉了 而脑袋里 也嗡嗡的 甚至牙掉了 都没觉得疼 他忽然觉得 几天前 萧辰那几巴掌 实在是太温柔了 跟这头雄人比 那就是温柔的抚摸啊 萧辰在旁边 看得摇头 本来他还想 飞任坤一条腿的 现在看他这可怜样 还真有点不忍心下手了 任坤 还任性吗 任坤用力摇摇头 两大高手 都趴在地上吐血了 哪还能任性得起来啊 那还要打断我一条腿 跪在你面前吗 萧辰又问了一句 声音稍稍冷了些 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别人打他一耳光 那他肯定还能一耳光加一脚 就冲任坤 要打断他一条腿 让他跪下 那他也不打算 轻松放过这家伙 不 不了 碰 萧辰一脚 踹在任坤的肚子上 后者摔倒在地上 惨叫出声 记住 再一再二不再三 要是还有下次 我让你下半辈子 躺在床上 萧辰踩着任坤的胸口 声音冰冷 杀气肆意 我 我不敢了 感受到萧辰冰冷的杀气 任坤打了个哆嗦 自心底涌现出巨翼 滚 萧辰懒得 在跟任坤计较 要是这家伙 还敢再报复 那他真不介意 让这家伙 付出惨痛的代价 是是 任坤不负刚来时的 耀武扬威 他爬起来 亮腔着向外面跑去 连狠话都不敢再撂一句 还有你们 滚 萧辰指了指军哥和鲍哥两人 这两人应该是拿人钱财 原萧栽的 而且也受了重伤 所以他也懒得 再收拾他们 军哥和鲍哥 相互扶着 不敢说一句话 缓慢离开会议室 刘大奎身躯 微微颤抖 任坤走了 军哥和鲍哥 也都走了 就剩下他自己了 果然 萧辰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刘大奎 你把你刚才说过的话 再说一遍 萧辰 呵呵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那什么 我今天听说公司招人 我就寻思 好歹我以前也是公司的人 就回来看看 能不能帮上忙什么的 刘大奎挤着笑脸说道 是吗 那我刚才听错了 好像你让我跪下 然后滚出公司 萧辰 咱俩同事一场 我怎么能让你跪下呢 听错了 你肯定听错了 哦 听错了呀 萧辰笑了 笑得有些玩味 刘大奎看着萧辰的笑容 心中一颤 勉强笑道 对 听错了 哦 那听错就听错吧 现在 你听好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让他打断你一条腿 萧辰说着 指了直理憨厚 二 从这里 滚出公司 啊 啊什么啊 选一个 刘大奎脸色变幻 他看看 捏着拳头的李憨厚 心中再一哆嗦 强忍着屈辱感 我 我选第二个 好 萧辰点头 大憨 你在旁边监督着 少滚一米 就踢一脚 辰哥 交给俺吧 李憨厚憨笑着点头 这事儿好玩啊 跟着辰哥果然有意思 曾经的同事 现在 滚吧 萧辰看着刘大奎 笑眯眯地说道 萧辰 给我留点面子 行不行 刘大奎犹豫许久 还是没脸往外滚 小声说道 啪 萧辰脸上笑容一收 脸色一沉 一耳光抽在了刘大奎的脸上 把后者掀翻在地上 留点面子 你他妈凭什么要面子 滚 辰哥让你滚 快滚 李憨厚见 萧辰发火 一脚踹在了刘大奎的屁股上 后者咬牙忍着屈辱 借着这一脚 往外滚去 萧辰看着刘大奎狼狈的模样 没有丝毫的同情 自作孽不可活 等刘大奎消失在会议室门口时 萧辰扭头 看向邱达斯等人 语气平淡 你们刚才说 也要收拾我来这吧 没有 邱达斯等人 异口同声地说道 然后非常整气滑意地摇头 笑话 没看比他们更强势的任坤 连牙齿都被人给打掉了吗 而且 看这家伙 明显是个心狠手辣的准了 而且那么强悍 再跟他作对 那不是找死吗 那还待在这干嘛 滚 萧辰声音一冷 你 一个脾气有点爆的 青年刚要发怒 却被同伴给拖走了 好了 没有被淘汰的朋友 我们继续来面试吧 萧辰的脸 比翻书都快 刚才寒冰一样 马上又出现了温和的笑容 应聘者们全都下意识心里一哆嗦 这未来的上司 可不是好招惹的啊 不过 也有人心中兴奋 上司这么强大 跟他混 那肯定不会吃亏啊 默一会儿 李憨后回来了 陈哥 那家伙 被俺踹了两脚 已经滚远了 嗯 萧辰点点头 指着李憨后 我宣布 李憨后被录取了 应聘者们 全都用敬畏的眼神 看着熊一样的李憨后 这家伙 刚才的霸道和威风 还历历在目呢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单独面试 加上李憨后 总共那个有22个人 被留下了 其中 有几个人 格外让萧辰注意 简历上说是退伍兵 或者外军 而实力 也都在三流左右 更有两个达到了二流 恭喜你们 成为清城公司的一员 萧辰看着这20多个人 露出笑容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 将会被他打造成一把尖刀 一把能够保护苏晴 并让他在龙海 所向披靡的尖刀 第41章 美人计 入职等繁琐事情处理完之后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今天刚招聘的保安 都有半个月的试用期 而萧辰也打算通过这半月的时间 来考察每个人的品性等等 在他看来 他要为苏晴打造的这把尖刀 成员的品性必须要没问题 否则这把尖刀不光会伤人 还会伤己 如果他一直在龙海 那肯定无需在乎其他 就算个别成员有问题 他也会轻松给解决掉 可是 他却不会一直待在龙海 所以他不得不慎重一些 另外 他打算让李憨厚 来震慑这把尖刀 免得有人生出其他的歪心思来 萧部长 所有保安人员的档案 已经做好了 敲门声响起 童言从外面进来 打断了萧辰的胡思乱想 嗯 童言 今天辛苦你了 萧辰笑着点点头 站起来 还得去跟秦助理汇报一下 是吧 对的 呵呵 走 咱俩一起去吧 好啊 童言微笑点头 今天虽然发生了意外 但招聘还算成功 应该可以转正了吧 想到当时萧辰的狠辣 他心中又是一颤 以后没事 还是离萧部长远点吧 这人太暴力恐怖 你怎么了 萧辰注意到 童言盯着自己 神情有些怪异 疑惑问道 啊 没 没什么 童言有些慌乱 忙摇摇头 加快步伐 向外面走去 萧辰看着童言的背影 皱了皱眉头 这小牛想什么呢 算了 爱想啥想啥 女人胸前肉太厚 所以心思猜不透啊 来到秦兰办公室 萧辰敲了敲门 进来 秦助理 我来跟您汇报工作 哦 是童言啊 坐吧 秦兰见到童言 微笑点头 好的 多谢秦助理 童言坐下 腰杆挺直 一丝不苟 准备汇报工作 再看萧辰 就随便多了 坐没坐相的 靠在沙发上 撇着嘴不爽道 兰姐 你是把我给无视掉了吗 也不让我坐下 秦兰白了萧辰一眼 我不让你坐 也没见你站着 可 我这不是比较自觉吗 秦兰懒得理会这家伙 对童言道 说说今天的招聘吧 好的 秦助理 今天 童言点点头 详细汇报着今天的工作 包括出现的意外情况 作为当事人 萧辰听得有些无聊 掏出烟 点上 然后 无聊地左看右看 忽然 他的目光落在秦兰的胸口 然后 又挪到童言的胸口 心中暗暗比较 这俩妞的胸 哪个更大一点呢 嗯 看起来 好像还是秦兰的大那么一点 你看什么呢 秦兰早就 察觉到这家伙 猥琐的目光了 冷不丁问了一句 看 萧辰下意识 就要说 看胸 可猛地意识到不对 话到嘴边改口了 看窗外的风景了 真是大好风光啊 秦兰白眼 也没有揭穿这家伙 萧辰 真没想到 你这么厉害啊 早知道 会有这么精彩的一幕 我该去看看热闹的 呵呵 什么厉害不厉害的 几个跳梁小丑而已 萧辰轻笑 要不是有童言在 估计他得多加一句 我某些方面 更厉害 你要不要试一试之类的话 是吗 看来 你要变成清城公司的守护神了 秦兰轻笑 但眼睛深处 却闪过一丝异样 嘿嘿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找苏总加薪啊 萧辰舔着脸问道 你可以试试看 萧辰耸耸肩 觉得有些无趣 兰姐 我不加薪就算了 这次招聘的事情 童言可没少辛苦 之前不是答应人家提前转正吗 秦兰点点头 看着童言 嗯 这次的事情 做得不错 除了可以提前转正外 这个月的工资 也会按照正式员工来发 算是对你认真工作的奖励 谢谢秦助理 童言心中大喜 有些激动地说道 呵呵 好好工作吧 嗯嗯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不让您和苏总失望 童言忙站起来 认真表态 嗯嗯嗯 两人又在秦兰办公室待了会儿后 就离开了 萧部长 谢谢你刚才为我说好话 一出门 童言就感激地说道 呵呵 也没什么 是你做得确实不错 萧辰笑了笑 恭喜你啊 终于成为正式员工了 谢谢 我会努力工作的 等发工资了 我请萧部长吃饭 看得出来 童言确实很兴奋 甚至连离萧辰远点的念头 都给忘了 呵呵 好啊 萧辰很实在地答应了 能跟美女吃饭 她求之不得 童言说完就后悔了 不过见萧辰都答应了 也只能点点头 暗安安慰自己 萧部长对自己应该不会那么暴力吧 萧部长 我先回去忙了 也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呵呵 客气什么 萧部长 再见 嗯 再见 萧辰看着童言的背影 咧咧嘴 这小妞不会在防色狼一样防着自己了吧 回到保安部 萧辰就见丁丽等人 正围在电脑周围 看着什么 难道看小电影呢 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不喊自己一声 萧辰有些火大 大声咳嗽了一下 丁丽等人听到咳嗽 忙转身 见识萧辰 赶紧打招呼 你们看什么呢 陈哥 我们再看本地新闻 咱龙海又出大事了 啥事 萧辰一愣 想到什么 不就是银行被抢了吗 嘿 现在不光是银行被抢了 就在刚才 又一辆运钞车被抢了 萧辰在愣 运钞车被抢了 还是那伙人干的 对 就是在逃的那四个劫匪 妈蛋的 这几个家伙胆子 也太大了吧 一个保安说道 萧辰皱了皱眉头 这几个家伙 真是穷疯了吗 先是抢银行 然后又抢运钞车 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这是与国家为敌的节奏啊 从这几个汉匪的装备来看 肯定不是普通人 那他们就没考虑过后果吗 就算他们再强悍 武器再精良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国家 那肯定会遭到 国家暴力机器的横推 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地狱 估计他们也想明白了 抢一次也是死 抢两次也是死 所以就不断作案了 又一个保安猜测着说道 萧辰听到这话 暗暗摇头 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事儿 应该不像是表面 看起来这么简单 可随即 他就笑了 自己瞎操心干嘛呀 他们愿意有啥目的 就有啥目的呗 只要不是对付 苏家姐妹的 那他们就算把龙海给炸了 也跟他没一毛钱的关系 再说了 不是有警察呢吗 警察不行 还有国家暴力机器 搞几百个特种兵 往上一摆 再厉害的汉匪 也得死翘翘了 嘿 银行赚那么多钱 现在被抢了 也是活该啊 丁丽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 啪 萧辰一个响头 砸在丁丽的脑袋上 没好气地说道 至于这么幸灾乐祸的吗 行了 都散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保安们咧咧嘴 全都散开了 萧辰回到办公室 刚点上烟 手机就响了 他看着屏幕上的号码 愣了愣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小丫头 怎么给自己打电话来了 喂 小萌 什么事 奇怪归奇怪 萧辰还是接听了电话 陈哥 你在干嘛呢 苏小萌甜蜜的声音 自听筒中传出 萧辰听着 苏小萌甜蜜的声音 打了个冷战 这小牛吃错药了吗 陈哥 还没下班吧 没在我姐旁边吧 嗨嗨 小萌 你是不是有啥事啊 咱有事说是成步 萧辰忍不住说道 好吧 陈哥 尹赫对你下战书了 下战书 干嘛 要跟我打架呀 单挑还是群殴啊 萧辰有些好笑地说道 不是打架 是要跟你赛车 赛车 没空 萧辰吐了个烟圈 把双腿搭在桌子上 像我这种 分分钟几十万上下的人 哪有空陪小屁孩玩 妾 你不会害怕了吧 我怕个毛线 难道你没见识过 我的车技了 那你为吗不应战 没空 莫意思 可是 我已经帮你接下了战书 我都应战了 你要是不赛 那我还怎么在学校还 这是你的事 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萧辰 你 苏小萌大怒 可随即声音又腻了起来 陈哥 你就答应了呗 好了 先不说了 你姐找我了 萧辰 小萨实在受不了 苏小萌这甜蜜的声音 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 扔下一句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嘟嘟 听着听筒里的嘟嘟声 苏小萌怒了 这个王八蛋 竟然敢挂他的电话 是不是 又给他脸了呀 小萌姐 赛车高手答应了吗 旁边 几个男生女生 纷纷问道 妈蛋的 没有 不过不用担心 他逃不出 本小姐的手掌心 哦 小萌姐 实在不行 你就用一下美人计 有个嘴里 叼着棒棒糖的女生 坏笑着说道 滚蛋 老娘是出卖色相的人吗 苏小萌翻个白眼 心里却有点易懂 美人计 要不 今晚试一试 第四十二章 美人计印 五点钟 萧辰和苏晴离开公司 前往示意中 今天没去实验室 不用加班了 嗯 差不多了 下一步就该忙审批手续了 哦 还挺麻烦啊 不是有药方 然后生产就行了吗 萧辰有些好奇地问道 苏晴摇摇头 普通化妆品 以及普通药妆 可以生产 但真正的药妆 还是要再做一步审核 是要自耗的 哦 萧辰点点头 对于这些玩意儿 不怎么懂 所以也就不再多问 我听兰姐说 今天招聘 会有意外情况发生 嗯 一点小状况 任坤和刘大奎 来闹事了 让我给打发走了 那就好 他们两个 怎么搅合到一起去了 呵呵 不清楚 可能是因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吧 苏晴听到萧辰的话 玩耳一笑 你刚来几天 敌人倒是不少了 可能我这人 长得比较帅 容易招人嫉妒吧 萧辰很自恋地说道 不过 我有点好奇的是 飞银帮怎么 就没动静呢 按照我的猜测 刘大奎 应该拉着飞银帮 来找麻烦才对 这个我倒是听说了一点 飞银帮 好像在闹内讧 内讧 萧辰一愣 随即笑了 我说呢 原来是内讧 暂时顾不上我呀 怎么 看你这意思 好像巴不得他们 来找麻烦 没 我只是不喜欢 被人惦记着而已 不是有句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吗 呵呵 两人一路闲聊 到了事宜中 接到了苏晓萌 哇 陈哥 你今天好帅啊 苏晓萌一上车 就一惊一乍地说道 萧辰和苏晴 都目光古怪 这丫头不正常啊 姐 难道你没发现 陈哥很帅吗 小萌 你没事吧 发烧了 苏晴抬起手 摸了摸小妹的额头 萧辰看着苏晴的动作 狂翻白眼 几个意思啊 夸自己帅 就是发烧了呀 苏晴注意到 萧辰的表情 有些尴尬 那什么 萧辰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确实很帅 我是觉得 这丫头 今天有点不正常啊 萧辰撇撇嘴 他自然知道 苏晴蒙为什么夸自己 无非是求着自己 帮他赛车罢了 不过 这事儿又不能告诉苏晴 所以也只能装作不知道了 姐 我才没有不正常 我是今天忽然觉得 我以前实在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为难陈哥呢 陈哥是来保护我们的 我们应该心怀感激才对 是吧 小萌 你给我老实说 你是不是打什么坏主意呢 苏晴还算了解自己这个小妹 盯着他问道 哪有啊 苏晴蒙心里一虚 难道自己表现得有点过了 真的 苏晴狐疑地看着小妹 我跟你说 不许胡闹 听到没 哎呀 你怎么能不相信你这么乖巧可爱的妹妹呢 苏晴蒙嘟嘴说道 嗯 我相信小萌 是最乖的了 苏晴露出笑容 摸了摸小妹的头发 跟我说说 今天学校有什么去事发生吗 苏晴蒙偷偷瞄了眼萧晴 暗暗决定 还是等回家 找机会再说吧 要不姐姐该怀疑了 想到这 她变得正常起来 开始说着学校发生的去事 应得苏晴不时笑出声来 回到别墅 苏晴换了衣服做饭 而萧晴为了避免苏晴蒙缠着自己 也跑进厨房去帮忙了 这让苏晴蒙暗暗咬牙 这个该死的王八蛋 他一定是故意的 不过 想到与尹赫的车赛 又只能压下脾气 这事还得求着他 晚饭很丰盛 三个人 六个菜 晨哥 喝点酒呗 工作一天了 也该放松一下了 是吧 苏晴蒙拿出一瓶红酒 献着殷晴 苏晴看着小妹手里的红酒 目光一说 这丫头还真舍得啊 这是她珍藏的罗曼尼 康蒂啊 罗曼尼 康蒂 还是珍藏版的 萧晴一眼就认了出来 同样有些惊讶 这酒叫罗曼尼 康蒂 苏晴蒙低头看看 冲萧 晨眨眨眼 晨哥 这酒估计得几千块呢 我够意思吧 萧晴和苏晴嘴角抽搐了一下 几千块 几千块连他妈这瓶子 都买不到好吗 不对 连瓶塞都买不到好吗 你们这是啥表情 难道挺贵的 不会比传说中的82拉菲更贵吧 小蒙 就你手里这瓶红酒 能换好几瓶82拉菲 萧晴神情古怪 要是开了这瓶酒 估计苏晴打死 这小妞的心情都有吧 那么贵 多少钱啊 苏晴蒙也有些傻眼了 看向自己的姐姐 几十万 啊 几十万 苏晴蒙彻底傻眼了 他不过是想小小地献一下殷勤 随便拿了瓶红酒 怎么就几十万了呀 还有 他都拿出来了 要是再收起来 那多不好啊 可 小蒙 咱还是喝点啤酒吧 萧晴主动开口说道 苏晴蒙听到这话 瞬间觉得萧晴是好人啊 他刚准备点点头 收起这瓶红酒时 就听姐姐开口了 就喝这瓶吧 苏晴微笑着 上前拿过小妹手里的红酒 姐 这酒太贵了 再贵的酒 也是给人喝的 不是吗 放在那里 又有什么意义 苏晴轻笑着 拿起开酒器 就准备开了这瓶 价值几十万的红酒帝王 苏晴 算了 这天这么热 喝点冰镇啤酒更爽 萧晨也开口劝阻 虽然在他眼里 这瓶红酒帝王并不算什么 但随便一晚餐喝一瓶几十万的红酒 还是挺奢侈的 呵呵 我也好久没喝过罗曼尼 康蒂了 都快忘了 是什么味道了 这应该是最后一瓶了 喝了吧 苏晴笑着 但眼睛深处 却闪过一抹异样之色 喝光最后一瓶 也就彻底断了念想了吧 萧晨注意到苏晴眼中一色 心中奇怪 什么情况 小萌 去拿醒酒壶 苏晴说着 打开了瓶塞 姐 真喝呀 苏晴笑蒙有点心疼 奶奶的 给萧晨喝了浪费了呀 一瓶红酒而已 哦 罗马尼 康蒂 倒入醒酒壶中 心红似血 弥漫着诱人的酒香味 来吧 尝尝 慢慢喝 慢慢醒 磨一会儿 苏晴给三人的玻璃杯倒上酒 微笑着说道 苏晴笑着说道 苏晴笑着端起来 喝了一口 扒搭下嘴巴 这一口 得几千块呀 不过 咋没几块钱的可乐好喝呢 萧晴和苏晴都无奈摇头 这酒给小萌喝 还真是浪费了呀 他们注意到对方的动作 相视一笑 轻轻碰了碰杯子 红色酒液荡漾 一顿晚餐 因为有了这瓶红酒帝王 所以吃得格外的慢 喝了酒的苏家姐妹 脸蛋微红 透着几分诱人之色 看得萧晴眼睛都有点发直 心里不断提醒自己 这是老苏的妹妹 虽然老苏多次说过 让自己给她当妹夫 但她也没说 是让自己给她当大妹夫 还是二妹夫啊 吃完饭 收拾了桌子 苏晴就回房洗澡去了 小萌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别看电视了 临上楼前 苏晴对小妹说道 虽然苏晴小萌 很想跟萧晴聊几句 但又怕姐姐怀疑 只得点点头 跟着一起上楼去了 看着苏晴萌上楼 萧晴松了口气 要是这丫头 一直缠着她 那她还真没法拒绝 在客厅里待了会儿 她就起身回房了 先是给李憨后 打来个电话 询问一下她母亲 今天的情况 然后脱掉衣服 走进了浴室 人呢 回房了 苏晴萌穿着睡衣 从房间里出来 往楼下客厅看了眼 默认 她朝着姐姐房间看了眼 确定姐姐 已经休息了后 登登登下楼 来到了客厅 这家伙会答应吗 要是不答应怎么办 难道真要美人计 苏晴萌脸上 闪过犹豫之色 不过想到什么后 一咬牙 翘脸上露出几分 慷慨就意的神情 向着萧晴房间走去 咔 苏晴萌轻轻 推开了萧晴的房门 深吸一口气 迈步走了进去 称 嗯 人哪 苏晴萌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一愣 难道出去了 可随即 她目光落在了床上 凌乱的衣服上 她先是一愣 马上意识到什么 下意识看向浴室门 咔 就在这时 浴室门打开了 萧晴穿着崭新的内裤 哼着十八摸 从里面走了出来 伸手摸妹屁股边 好似羊羊大白棉 伸手摸姐大腿 好像冬瓜白丝丝 正当萧晴亨到高潮时 忽然注意 倒站在床边的苏晴萌 声音戛然而止 目瞪口呆 她怎么在这 苏晴萌更傻了 她看着全身上下光溜溜 只穿着一条内裤的萧晴 大脑一片空白 不过 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脸色一变 张嘴就要尖叫 啊 别叫 萧晴看着苏晴萌的动作 急了 这要是叫了 把苏晴给引下来 那还能说得清楚吗 下一秒 她纵身扑了上去 今天有点情况 少更拖更了 抱歉 我有罪 第四十三章 条件 碰 萧晴把苏晴萌 扑倒在了床上 光溜溜的身子压了上去 同时捂住了她的嘴巴 噓 不要叫 不要叫 苏晴萌被萧晴压在身下 更加慌弯了 用力挣扎起来 双手胡乱抓着 刺 萧晴倒吸一口凉气 苏晴萌的指甲 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抓痕 碰 还没等萧晴有动作 裤裆又传来一阵剧痛 她脸当即就扭曲了 尼玛 但碎了 嗯嗯 苏晴萌胡乱挣扎着 膝盖又向着萧晴的裤裆撞去 妈蛋的 你要是在乱动 我就强了你 萧晴怒了 捏住苏晴萌的胳膊 双腿也死死夹住了她的大白腿 故作凶狠地说道 苏晴萌听到萧晴恶狠狠的声音 吓得不敢挣扎了 但内心却慌乱异常 完蛋了 她不会要针对自己用墙吧 想到这些 她眼圈都红了 暗暗后悔不该跑来萧晴房间 更不该生出什么美人计的想法 现在倒好 身陷糊口了 她决定了 要是萧晴针对她怎么样 那她就拼死挣扎 然后大声喊叫 只要姐姐听到声音 那就一定会下来救自己的 可是 姐姐也不是萧晴的对手啊 万一受性大发的萧晴 再对姐姐施暴怎么办 那自己不是害了姐姐吗 不行不行 自己一定不能害了姐姐 一个个念头 在苏晴萌脑海中迸发 让她内心更加慌乱 该怎么办 萧晴看着苏晴萌 不断变换的脸色 心中奇怪 这小妞心里想什么呢 不过 她也顾不上研究 这小妞的心理 但现在还一阵阵 静软疼痛呢 这让她暗暗咬牙 妈蛋的 这小丫头下手 不 下脚也推狠了 小萌 你不叫 我就松开你 怎么样 感受着深夏 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火热郊躯 萧晴有点受不了了 要是再压下去 就真该出事了 嗯嗯 苏晴萌眼 猪骨鹿咕咕咕 用力点点头 你真不会叫 萧晴有些不放心 万一松开了 这小丫头 再扯着嗓子鬼叫 把苏晴引来可咋办 嗯嗯 好吧 那我就相信你一会 萧晴没办法 这姿势 也不能僵持下去啊 她这忍得很难受 万一有点傻反应 那不就真诚耍流氓了吗 又怎么能对得起 死去的老苏 她缓缓松开 捂着苏晴萌嘴巴的手 但眼睛 却死死盯着她 一旦情况不对劲 她就再立即给她捂上 苏晴萌 果然没有叫 她有她自己的担心 万一真惹怒了这家伙 害了姐姐咋办 真要有啥事 让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 萧晴见苏晴萌 还算老实 松了口气 问道 你怎么跑我房间来了 苏晴萌看着萧晴 静在咫尺的脸旁 再闻着淡淡的男人气息 身躯微微一颤 一时间也有了点反应 不过 她很快惊醒过来 稍稍挪动一下身子 你 能不能先下去 啊 哦 忘了 萧晴盲点点头 确定苏晴萌 情绪还算稳定后 从她身上下来 站在了地上 可随即 她眼睛就直了 你妈的 敢不敢不这么诱人 看着看着 刚刚强忍着的小萧晴 终于忍不住了 有了反应 苏晴萌来时 为了实施美人计 穿了一件睡衣 更准确来说 是一件睡裙 经过刚才一番挣扎后 睡裙已经被掀了起来 露出白花花的大腿 苏晴萌见萧晴下去 彻底放心了 看来这家伙 还不是个禽兽 不过 当她注意到 萧晴的异样目光 已经那么明显的 生理反应后 猛地意识到不对 低头一看 发出一声惊呼 赶忙下床 把睡裙放下 盖住了走光的大白腿 可 那什么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 其实我也没看到啥 萧晴干咳一声 掩饰着尴尬 苏晴萌听到这话 一下子怒了 流氓 我跟你拼了 唉 小萌 你打不过 而且 你穿着睡裙 就不怕抬腿走光 萧晴非常好心地 提醒了一句 苏晴萌咬牙 松开了握紧的拳头 抬拳道全靠腿 要是一踢腿 还真就走光了 再说了 这事儿也不怪我呀 萧晴擦了擦脸上的血子 有点委屈 妈蛋的 老子招水惹谁了 又是被挠脸 又是被踢蛋的 要不是当着苏晴萌 摸蛋有点不雅 估计他都能去研究一下 小弟弟是否受伤了 那谁让你不穿衣服的 我刚才去洗澡了 你见过有穿这衣服洗澡的吗 再说了 这是我的房间好不好 你未经我的同意 就跑来我房间 现在还怪我 萧晴有点不乐意了 咱明明是受害着好吗 苏晓萌张张嘴 说到底 这事儿好像还真不怪萧晴 不过 想到自己被压被看了 他就咽不下这口气 怒道 那你现在能把衣服穿上了吗 萧晴低头看看 搭起的帐篷 也有点尴尬 在这小丫头面前 光着确实有点不像花呀 算了 懒得跟他计较 穿衣服吧 小萌 你来我房间干嘛呀 萧晴一边穿衣服 一边问道 怎么 你房间我不能来啊 这是我家 苏晓萌见萧晴穿上衣服了 底气足了 胆也大了 也不怕出事儿了 萧晴 你说吧 这事儿怎么解决 经过短暂的恐慌和愤怒后 苏晓萌猛然意识到 这是一个机会 能让给萧晴就范的机会 要不然 今晚不是白被压被看了吗 这亏吃大了 你想怎么解决 萧晴神情变得古怪起来 看着站在床边的苏晓萌 帮我去赛一场 我就当今晚的事儿没发生 要不然 我就告诉我姐 让她把你赶走 小萌 咱不是说好了 你不赶我走了吗 那是之前 我今晚都被你占尽了便宜 苏晓萌想到刚才的事情 就一阵火大 哦 那你去给你姐说吧 萧晴无所谓的怂怂间 上下打量着苏晓萌 那我就跟她说 你大晚上不睡觉 穿着睡裙跑我房间来勾引我 还让我帮你去赛车 你 你 苏晓萌 差点气炸了 指着自己 我 我勾搭你 你没搞错吧 那你说 你穿成这样 跑我房间来干嘛 苏晓萌张张嘴 咋说 说来施展美人计 唉 我保留了 二十多年的处男之身 都被你给看光了 算了 看在咱俩这么熟的份上 我就不让你负责了 苏晓萌气的脸都红了 这家伙太特么 不要脸了 萧晨见苏晓萌 随时要爆发的模样 也不敢太过分 开口道 小萌 你想让我帮你赛车 也不是不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苏晓萌警惕地看着萧晨 下意识抱住胸口 萧晓萌翻白眼 妈蛋的 把老子想成啥人了 我暂时还没想到 等想到了再告诉你 不过 肯定不是乱七八糟的 如果真是 那你可以拒绝 怎么样 苏晓萌想了想 点点头 好 我答应你 嗯 萧晓笑了 说说吧 怎么又要赛车了 这些你别多问了 你只管 帮我赢上就好 萧晓挑了挑眉吗 也不再多问 反正到时候 也就知道了 等于好时间 我会通知你 不许告诉我姐 呵呵 我知道 萧晓点点头 故意打了个哈欠 现在 你该回去睡觉了吧 还是说 你今晚也睡着 少跟我流氓 谁要在你这睡 苏晓萌没好气说完 快步离开了萧晓房间 经此一事 他再也不想进来了 太恐怖了 呵呵 萧晓把房门关上 走进洗手间 看着脸上的抓痕 露出苦笑 明天 要是给苏晓看到 自己该咋解释啊 要是带着金窗药就好了 算了 睡觉 萧晓摇摇头 懒得去多想 关灯躺床上 很快就睡了过去 窗外夜空漆黑 没有一丝光亮 不知道过了多久 黑暗中熟睡的萧晓 陡然睁开了眼睛 寒光一闪而过 下一秒 原本平躺的他 犹如猎豹一样跃起 没有丝毫停顿 打开窗户 然后一跃而出 就在他跃出窗户时 一道黑影 从别墅客厅门口处 快速向院墙扑去 想走 萧晓看着几十米 开外的黑影 轻喝一声 加快了速度 Soul 一道破空声响起 只见一道 寒芒刺前方 黑影手中射出 直奔萧晓面门来 萧晓身子一顿 侧身躲过 这是一把窄小的飞刀 寒光流转 要命的家伙 趁着萧晓停顿的功夫 黑影纵身翻过院墙 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 骂的 萧晓暗骂 对方狡猾 等他追出去时 对方已经消失在了 茫茫夜色之中 完全找不到了 回到别墅院子里 萧晓看着插在墙上的飞刀 目光缩了缩 入墙三分 这份尽力 至少是一流高手啊 这 又是谁呢 萧晓拔下飞刀 在手里掂量了一下 眯起了眼睛 第四十四章 拦住里 呵呵 清晨 萧晓早早起床 做了早餐 还特意做了苏晓萌 喜欢吃的七分熟煎蛋 虽然昨晚的事 已经和平解决 但他也占了点便宜 把人小妞的小屁屁 都差点看光了 煎个蛋 安慰一下 他那颗受伤的心 也是应该的 早啊 苏晓先从楼上下来了 跟萧晓打着招呼 呵呵 早 萧晓笑着点头 萧晓 你的脸怎么了 苏晴注意到 萧晓脸上的抓痕 微皱眉头 问道 啊 这个啊 是我昨晚自己作恶吗 自己抓的 萧晓说着 抬了抬手 继续道 指甲长了 没啥好处啊 哦 虽然苏晴心中 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过也没再多问 点点头 萧晓松了口气 妈蛋的 又给那小妞背了黑锅呀 他这正寻思着 苏晓蒙打着哈欠 顶着两个黑眼圈 从楼上下来了 小萌 昨晚没睡好吗 苏晴见小妹 严重缺觉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观星问道 啊 嗯 睡得有点晚 苏晓蒙说完 忽然注意 倒站在餐桌旁的消沉 暗暗磨了几下牙 都是这该死的家伙害的 他昨晚回房后 翻来覆去 也睡不着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他走光 以及消沉某个生理反应的画面 甚至 他睡着后 还梦到了某些少儿不移的画面 这本来没什么 哪个少女不怀春 做点少儿不移的梦 也很正常 可不正常的是 梦中的白马王子 竟然变成了消沉 这当时就把他给吓醒了 结果更震惊地发现 他还湿了 苏晴注意到小妹的小动作 心中一动 难道 这两人昨晚又起冲突了 消沉脸上的伤痕 是小妹给他挠的 可 小萌 赶紧来吃饭吧 你最喜欢吃的煎蛋 消沉见苏晴目录 怀疑之色 心中暗娇不好 赶忙开口说道 哦 当着姐姐的面 苏晴蒙也不好 跟消沉闹 点点头 坐在了餐桌前 苏晴看看消沉 又看看小妹 暗暗觉得 这两人之间一定有事 昨晚小妹 还一口一句诚歌叫着 大献殷勤呢 一夜过去 就又变成以前的态度了 三人围坐在餐桌前 各有心思 一时间静悄悄的 小萌 明天就是周末了 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吃到一半时 苏晴抬头 看着对面的小妹 啊 我 我暂时还没想好 哦 如果没什么事情 就别出门了 现在外面挺乱的 那几个劫匪 好像还没抓捕归案 嗯 我知道了 如果有什么外出活动的话 就让消沉陪着你 哦 让他陪着我 对啊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苏晴蒙摇摇头 低头吃饭 不再说话 消沉也低着头 现在苏晴可能怀疑啥呢 还是别乱开枪比较好 吃完饭 三人离开别墅 先去了学校 然后来到公司 消沉 等会儿配我出去一趟 下车时 苏晴对消沉说道 去哪 去是要监局 谈一下新品药装的审核 几点出发 等我忙完 给你打电话 好 苏晴回办公室 去了 而消沉在公司里 转了一圈 然后也回到了保安部 等他到保安部时 全部保安已经都到了 高平也在 消部长 早啊 高平跟消沉 笑着打招呼 如今 他是保安部的二号人物 除了部长 就是他这个主管了 早 消沉点点头 高主管 生产部那边的保安 都来了 除了值班的 都来了 嗯 那就开个会吧 消沉点头 现在整个保安部 加上新招的保安 总共七十多人了 陈哥 大憨还没来 丁丽小声提醒了一句 哦 他母亲生病在住院 这几天放他假 想啥时候 来就啥时候来 消沉这话是说 给其他新招保安听的 免得他们有什么想法 好了 既然差不多都来了 那就开个会 这也是我上任以来 第一次开拳保安部大会 恰逢昨天又招聘了新的同事 保安们全都坐着身子 仔细听着 比小学生都认真 公司这边的老人 都非常清楚 萧部长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 而新人们 昨天也见识到了他的强悍 着实被震惊到了 至于生产部那边的保安 也都听这边的同事说过 虽然有那么点怀疑 但也不敢轻易招惹 不管咋样 他把刘延罗给逼走了 这是事实 高主管 我昨天想了想 决定施行轮换制度 公司和生产部那边的人手 轮换着来 一个月掉一次半 你没意见吧 萧承看向高平 问道 高平摇摇头 一切听萧部长安排 好 整个保安部 以后分为四个组 公司和生产部各两组 整场会议 差不多开了半个小时 而萧承也对每个新来的保安 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尤其是那几个高手 值得一提的是 萧承把丁丽提到了 小组长的位子 这让不少老人都羡慕 以前挨欺负的家伙 就因为跟新部长走得近 摇身一变 就当了小官啊 开完会后 萧承又和高平单独聊了聊 对生产部那边 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并约好近几天过去看看 妈蛋的 当领导也没啥好的 操心多啊 等高平离开后 萧承输出一口闷气 撑了个拦腰 啪啪 敲门声响起 丁丽从外面进来 陈哥 没什么一场 呵呵 钓鱼要需要耐心 要慢慢来 不着急 萧承笑了笑 他给丁丽又安排了新的人物 上班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一下他们偷偷安装的监控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哦 陈哥 我能当好这个组长吗 丁丽又有些忐忑问道 怎么不能啊 你要相信自己 可是 我觉得我不行啊 我说 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萧承甩给丁丽一根烟 有我罩着你 你怕什么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别让我失望 丁丽接过烟 有些感激地看着萧承 他知道 萧承是想培养他 锻炼他 陈哥 你放心 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呵呵 好 我相信你 去忙吧 萧承笑着点点头 虽然丁丽性格懦弱胆小 但他心不错 讲义气 所以他愿意把他当自己人 丁丽刚走 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喂 苏总 要出门了吗 嗯 你忙完没 忙完了 走吧 我在停车场等你 好 十分钟后 我下去 嗯 萧承挂断电话 想到什么 从兜里摸出一把巴掌大的小刀 细细端量着 把玩着 这把小刀 就是昨晚 那个黑衣人留下来的 入墙三分 彰显着他他的实力 到底是谁呢 看来 围绕在苏秦身边 不止一个漩涡呀 而他自己 又知晓多少呢 萧承瞇了瞇眼睛 他总觉得 苏秦有事情 在瞒着他 十分钟后 萧承在停车场 见到了苏秦 你那边怎么样 都安排好了吗 苏秦坐进副驾驶座 询问道 嗯 萧承简短 说了一下保安部的值班安排 最后说道 我打算加强保安训练 最好是从里面找出 十到二十个来特训 哦 呵呵 你不会是要把他们训练成特种保安吧 苏秦笑着问道 有这种想法 我帮你解决掉麻烦后 就会离开 如果你身边有一批高手 那以后再遇到事情 就不会那么被动危险了 萧承认真地说道 苏秦听到这话 脸上笑容缓缓消失了 萧承 你说我大哥 不能退伍回来吗 应该 不能吧 萧承心中一跳 缓缓摇头说道 哦 苏秦有些失望 不过也没再继续说这个话题 去市要监局 知道路吗 呵呵 不知道路 不是有导航吗 萧承见苏秦换了话题 松口气 笑了笑 设置上导航 向着要监局急迟而去 半小时多 两人来到市要监局 我在外面等你 还是陪你进去 一起进来吧 好 萧承点点头 与苏秦进了门 可能他之前有过预约 所以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直接去了一个办公室 徐处长 你好 办公室里 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他像大多数华夏官员一样 发福 油光满面 还有点地中海 嗯 苏总来了 请坐吧 男人见苏秦来了 露出笑容 不过当他看到跟在后面的萧承时 笑容又消失了 这位是 徐处长 他是我的助理 萧承 苏秦微笑着介绍 这是徐处长 徐处长 你好 萧承堆出笑脸 跟徐处长打招呼 毕竟是官方的人嘛 还得来找人家办事 所以都客气着点 嗯 再看徐处长的反应 就冷淡多了 他随意点点头 然后就把萧承给无视掉了 目光重新落在苏秦的胸口 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真没想到 苏总还找了个男助理啊 呵呵 第四十五章 屌人 看着徐处长色迷迷的目光 以及古怪的笑容 苏秦脸上笑容收敛了几分 把手中材料放在了桌上 徐处长 这是我公司提交的审核材料 呵呵 这个不着急 苏总 请坐 我们先聊聊吧 徐处长收回盯着苏秦胸口的目光 然后 看向工作人员 小李 去给我和苏总泡两杯茶 好的 工作人员点点头 瞄了眼 被徐处长故意忽略掉的萧承 转身离开了 苏总 你们清城公司 这一年来 发展很是迅速 现在业界内 谁都在讨论 谁都在讨论苏总下一步 会有什么大动作 徐处长过赞了 清城公司也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至于影响力更是不足 也仅仅是辐射周边几个省市的市场 呵呵 苏总 不用过于谦虚 虽然现在清城公司摊子还没铺开 但产品质量有目共睹 业界都在说 一旦清城公司铺开摊子 他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提到产品质量 苏晴漂亮的脸蛋上 闪过一抹自豪 产品质量是公司发展的根本和生命 我们清城公司会一直做好产品 这点请徐处长放心 放心 我当然放心 这次又是什么类型的药妆 徐处长看了眼桌上的资料带 随意问道 是针对敏感肌肤的一个药妆 包括修复 补水 隔离等等 哦 呵呵 看来还真是大动作 说话间 工作人员送茶进来了 就两杯 一杯徐处长 一杯苏晴 这次他连看都没看萧晨 来 苏总 喝茶 徐处长微笑着 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我不怎么喜欢喝茶 萧晨 你喝吧 苏晴微皱眉头 把手中的茶杯 递给了旁边的萧晨 啊 看我 都把你这个男助理给忘了 呵呵 真是不好意思 徐处长仿佛才又看到 萧晨似的 拍了拍冒着油光的脑门 话虽如此 但脸上 却没有一丝不好意思的表情 呵呵 多谢苏总 萧晨笑着接过茶 他也懒得去看徐处长 只要能痛快 把事给办了 无视自己 就无视呗 苏总 你对你这个男助理 还真好啊 呵呵 徐处长若有所指的说道 徐处长 审核材料 什么时候走程序 苏晴 没有接徐处长的话查 问道 这个吗 得看看 你们的材料准备 是否齐全 这样 等会儿 你都交给小李 然后让他提交上去 至于怎么审核 在意 徐处长 打着官腔的说道 徐处长 不能加快一下审核吗 苏晴皱了皱眉头 这系列新品 宣传等方面 已经提上日程了 万一到时候上不了市 那损失和影响 可就大了去了 苏总 我们有我们的流程 我们得按照规章流程 来办事吗 要是谁来了 都喊一句帮我们 加快审核 那我们这成什么了 徐处长说到这 咧咧嘴 当然 凭我和苏总的交情 我肯定会照顾一二 那就多谢徐处长了 呵呵 苏总 今晚一起吃个饭 怎么样 徐处长放下茶杯 笑眯眯地说道 苏晴一愣 吃饭 这个 苏晴有些为难 他以前听说过 这个徐处长的德行 知道他想要吃饭 是有其他的心思 怎么 凭咱俩的交情 吃顿饭都不行 徐处长声音一沉 不是 我本来还想和苏总聊一下 关于怎么加快审核的事情 如果为难的话 那就算了吧 徐处长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苏晴脸色微变 这话 已经很明白了 不吃饭 那就不能提前审核 徐处长 今晚苏总有事 不如我陪徐处长 吃饭怎么样 就在苏晴犹豫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时 萧辰开口了 作为男人 他比苏晴更清楚 这个徐处长是什么意思 尤其刚才这扎盯着 苏晴胸口的目光 那么赤果果 而不加掩饰 你 徐处长脸色又沉了几分 看了眼萧辰 呵呵 是啊 我保证徐处长能吃好 呵好 完好 怎么样 萧辰笑着点头 暗示着说道 想跟我吃饭 你凭什么 你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助理而已 而且 你这个助理 还不知道 是靠什么上味的 因为苏晴的犹豫 徐处长心里很不爽 所以话毫不客气 直接就呛了出来 而且还带着点别的意思 萧辰笑容稍稍收敛 这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徐处长 不好意思 我今晚真的有事情 苏晴听徐处长说话这么难听 怕消沉冲动 忙开口说道 有事情 好啊 呵呵 我不抢求 不过 审核的事情嘛 就得按照流程来了 好了 我也要有事情了 不送 徐处长懒得 在掩饰自己的嘴脸 他惦记苏晴 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次他是一定要拿下的 那徐处长 再见 苏晴也不再说什么 点点头 站起来 把审核材料拿着 交给小李 按程序来走 徐处长敲了敲桌子 说了一句 好 苏晴拿起资料袋 带着萧辰离开了办公室 草 都特么找了个小白脸助理 还跟老子装什么蠢 徐处长看着关上的办公室门 撇嘴骂了一句 想审过了 那就得乖乖躺床上 让老子骑 要不然 别想 出了办公室 苏晴把审核资料 交给了工作人员 办了一系列的手续 正常流程来说 需要多久审过 两到三天吧 哦 那行 苏晴推算了一下时间 初步审完后 就可以审视用品了 上市还来得及 萧辰在旁边看着 暗暗摇头 正常是两到三天 可那个没达到目的的徐处长 能正常什么 肯定是各种为难下半子 出了要监局 苏晴有些歉意地看着萧辰 不好意思 早知道 我就自己进去了 呵呵 没什么 萧辰笑着摇摇头 现在去哪 回公司吗 嗯 回公司吧 等这边通知 好 两人回到公司后 苏晴就继续去忙了 而萧辰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哥 俺来了 一阵沉闷的脚步声响起 随即就见 李憨后庞大的身影 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呵呵 大憨 你母亲怎么样 萧辰看着李憨后 露出笑容 俺娘好了很多 李院长 每天都过去看 哦 对了 今天要老还去了呢 说俺娘恢复得很好 李憨后咧着嘴 陈哥 俺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行了 少来这套 以后别再说这些了 萧辰摇摇头 问道 要老还说什么了 说陈哥你是什么 喜鹊在世 当代话佗 什么 萧辰听猛逼了 喜鹊在世 对 喜鹊在世 妈蛋的 那是扁鹊在世吧 萧辰仔细一琢磨 翻着白眼说道 哦 对对 扁鹊 看俺这脑子 李憨后憨憨一笑 挠挠头 俺觉得都差不多 差不多 差多了好吗 一个是鸟 一个是人 能一样吗 萧辰没好气地说道 嘿嘿 你懂就行了 萧辰实在是跟这家伙 没法较真 忍不住摇头 那要老没说 他什么时候走吗 说了 说再有个两三天 就要回京了 哦 萧辰点点头 心里却琢磨 要不要找个时间 再去拜访一下他呢 陈哥 俺娘说了 他没啥事了 就让俺好好跟着干 俺的工作 是啥 去大门口站着吗 你的工作先不急 先好好陪着你娘 到时候 我会给你安排鹅 对了 中午还没吃饭吧 木友 走 去食堂吃饭 吃完饭 你就回医院吧 萧辰看了眼时间 已经到饭点了 他忙了一上午 也有些饿了 哦 李憨后点点头 反正陈哥说啥 他听啥就行了 让吃饭就吃饭 让刀山火海 就刀山火海 两人离开办公室 又喊着丁丽 一起前往食堂 丁丽和李憨后处得 也不错 一个羡慕崇拜对方的实力 而另一个 只要不欺负他 那跟谁都能好好处 大汉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能教教我吗 再去食堂的路上 丁丽忍不住问道 他想变强 变强就可以不被欺负了 不能 俺爷爷说 八级拳和披挂拳 必须得从小练才行 李憨后摇摇头 哦 那就算了 丁丽脸上 闪过失望之色 也是 练功夫得从小练 他已经错过 练功夫的最佳时间了 呵呵 不用失望 如果你想变强 我会给你提供个机会的 萧尘注意到 丁丽的失望 笑着说道 真的 丁丽大喜过望 当然是真的了 等过几天再说 走 先吃饭 哦 三人选了个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丁丽和李憨后 去拿饭了 再然后 李憨后就成为食堂中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 没办法 谁让他太能吃了呢 萧尘看着已经吃了 十一个馒头的李憨后 忍不住苦笑 这家伙力大无穷 饭量也着实惊人啊 吃完饭 在诸多人的注视下 三人离开食堂 前往公司大门口 大汉 用我送你吗 不用 俺跑回去就行 刚吃饱了 有力气了 萧部长 有人找你 还没到公司门口 就见一个保安 快步跑过来 脸色有些发白 谁 飞鹰帮的光头蛇 飞鹰帮 光头蛇 萧尘目光一眯 终于来了吗 第四十六章 飞鹰帮来人 听到保安的话 丁丽脸色大变 飞鹰帮的人来报复了 丁子 飞鹰帮是干嘛的 李憨后注意到 丁丽的脸色 奇怪问道 地下社团 是来找麻烦的 丁丽的声音 不自觉有些颤抖了 这几天飞鹰帮 一直没来 他还以为没事了呢 没想到现在来了 哦 那就打出去 李憨后一听 是来找麻烦的 眼睛都亮了 中午吃得有点撑 刚好可以消化一下了 多少人 萧尘神情倒是很平静 淡淡地问了一句 三个 什么 三个 萧尘愣住了 如果说三十 甚至三百 他都不会惊讶 可怎么才来三个 难道 也是什么所谓的高手吗 丁丽也瞪大眼睛 三个 张哥 你确定不是三百 就三个 光头蛇带着两个小弟 看样子不像是来找麻烦的 说有事要找萧部长谈 有事谈 呵呵 走 去看看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来到保安部 萧尘见到了光头蛇三人 光头蛇看到萧尘 眼中闪过一抹仇恨 但还是下意识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完全没有上次的萧张 蛇哥是吧 这次来 有什么指教 反倒是萧尘 一进来就坐下了 翘着二郎腿 目光扫过光头蛇 缠着绷带的手腕 语气平淡地问道 萧部长 我今天是代表 我老大来的 虽然萧尘的态度 让光头蛇很不爽 但他却不敢萧张 除了那天的痛苦记忆外 更有从刘大奎那 得来的一个消息 萧尘 是一流高手 在地下世界 二流高手 就已经非常少见了 更别提 是一流高手了 所以 他不得不忌惮 而他今天之所以来谈 也是因为萧尘 是一流高手 你老大 谁啊 萧尘掏出烟 丁力非常有眼力价地 给他点上 吸了一口 吐了个烟圈 我老大是黄兴 不认识 萧尘摇摇头 虽然他以前来过龙海几次 但接触的 都是最顶层的势力 像飞鹰 帮这种二流黑社团 还真不入他的眼 所以 他还真不知道 这个黄兴是个什么鸟 可是 光头蛇却不这么认为了 在这一片 谁不认识辛亚 这小子 是故意的吧 他身后的两个小弟 也都一脸怒容 要不是来时光头蛇 特意交代过 让他们别冲动 估计现在拳头 已经砸萧尘脸上去了 陈哥 黄兴是飞鹰帮的 唐主之一 丁力小声介绍了一句 哦 原来是个唐主 我还以为 是飞鹰帮的老大呢 萧尘撇撇嘴 飞鹰帮老大 都不入眼 唐主更就算不上 什么鸟了 光头蛇 嘴角抽搐几下 脸色沉了几分 飞鹰帮总共有四大堂口 我老大黄兴 是烈鹰堂的堂主 烈鹰堂总共有三千兄弟 三千兄弟 呵呵 不少啊 萧尘笑了笑 但语调却骤然一冷 吓唬我呢 说吧 你老大要谈什么 我老大今晚八点 在星天地设宴 要请你吃饭 光头蛇压下心中怒气 沉生说道 请我吃饭 呵呵 鸿门燕吗 萧尘笑得有些玩味 不是 只是想认识一下你 怎么 不给面子 面子 我连你老大是什么鸟 都不认识 凭什么给他面子 他脸大呀 萧尘毫不客气地说道 小子 你他妈说什么 我老老大请你吃饭 那他妈是看得起你 别他妈给脸不要 光头蛇身后 一小弟终于忍不住了 在这一片 谁敢跟他们飞银帮狂啊 这小子倒好 太特么嚣张了 碰 还默等他叫完 李憨后脸色一沉 上前一脚 就把他给踹飞了 后者重重砸在墙上 一口鲜血喷出 心红刺眼 再骂成哥 俺废了你 李憨后问声问气 说了一句 回到萧尘的身边 光头蛇看看 吐血的小弟 再看看李憨后 目光一缩 这家伙是什么人啊 另一个小弟脏话 都到嘴边了 又硬生生给咽了回去 他看看同伴 心里暗暗庆幸 还好晚说了一步 要不然 自己也得吐血 趴下了呀 萧部长 你什么意思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光头蛇咬牙问道 没什么意思 管不住自己的嘴 就得挨揍 萧尘淡淡地说道 至于你说的诚意 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 我就带着两个兄弟过来 这还不是诚意吗 呵呵 如果你带着二百人过来 你另一只手 现在已经断了 信吗 你 光头蛇粗喘了几口气 故意激将道 萧部长 你身为一流高手 就没胆子去赴宴吗 一流高手 萧尘一愣 随即笑了 看来这光头还不知道 昨天发生的事情 萧部长 话我已经带到了 你去或者不去 自己拿主意 不过 我得提醒一句 与飞鹰帮为敌 在龙海寸步难行 你在威胁我 我只是在提醒你 光头蛇说完 对小弟说道 我们走 陈哥没让你们走 李憨后张开双臂 挡住了去路 瞪着光头蛇 瓮声说道 光头蛇脚步一顿 要是哥他以前的脾气 早就一脚踹上去了 不过 刚才见识到这家伙的恐怖后 他却没胆子了 更何况 旁边还有个一流高手呢 大憨 让他们走吧 萧尘开口了 是 陈哥 李憨后点点头 让开了路 光头蛇松口气 带着小弟刚要走 背后传来声音 回去告诉你老大 今晚我会准时赴约 好 光头蛇见萧尘答应 眼中闪过狠色 头也不会走了 陈哥 你今晚真要去啊 光头蛇一走 丁丽急了 忙问道 呵呵 有人请吃饭 当然要去了 萧尘笑着说道 这是红门燕啊 明显燕无好燕啊 丁丽更急了 提醒着说道 红门燕 呵呵 你太瞧得起他们了 萧尘轻蔑一笑 陈哥 有人请吃饭 能带着俺去吃吗 李憨后咧着嘴 开口说道 萧尘看看李憨后 也笑了 这家伙虽然憨直 但却不傻 他明显知道 今晚的情况 可是还是提出要局 而且还找了这么个理由 好 我带你一起去吃饭 嘿嘿 那我下午可得多锻炼 晚上才能多吃点 丁丽无语了 这可是非鹰帮的红门燕啊 这两人当什么了 结婚席啊 不过 他看看萧尘 又看看李憨后 咬牙说道 陈哥 既然你要去 那我也陪你去吧 李憨后 要一起去 萧尘不吃惊 而丁丽提出来要去 却让他有些意外 不因为别的 而是这小子胆子太小了 刚才听到光头蛇来了 他吓得腿都哆嗦了 可见 他是有多害怕 估计在他眼里 今晚这顿红门燕 那明显是龙潭虎穴啊 可就是这样 他还是提出要一起去 这让萧尘意外的同时 又有些感动 丁丽 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你就别去了 萧尘摇摇头 他想的比较多 自己过一阵 就会离开 而李憨后实力强 也不怕报复 可丁丽却不行 万一以后 飞鹰帮找他报复呢 所以 他不想 把丁丽拖下水 陈哥 你们都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 就因为我胆子小 还是说 我没实力 是 我是胆子小没实力 但陈哥 你是我老大 你要去龙潭虎穴 我哪能不结伴行 丁丽大声说道 龙潭虎穴 萧尘心中冷笑 但同时也为丁丽的意义起 而感动 丁丽 我不让你去 是为了你好 你没必要掺和进来 陈哥 你不是说 让我练胆吗 我觉得 今晚就是个机会 你就带我去吧 丁丽哀求着说道 陈哥 让丁子跟着去吧 俺会保护好他的 李憨后 看着丁丽的可怜相 也为他说话 萧尘看看李憨后 再看看丁丽 犹豫一下 陈生说道 丁丽 我不希望你一时冲动 你考虑过你去了的后果吗 如果你跟着一起去 一旦今晚谈崩了 不说当时的危险 事后飞鹰帮也会展开报复 到时候 你可能就会出现危险 甚至会死 丁丽听到这话 脸色变了变 甚至身子都颤抖了几下 显然 他心中害怕极了 现在 你还要去吗 别去了 我不希望你有事 萧尘认真说道 不 陈哥 我要去 丁丽深吸一口气 稳定下心神 再危险 我也要去 萧尘见他态度 如此坚决 也不再劝他 点点头 好 那今晚我们兄弟 就一起去 嗯 萧尘笑了笑 拍了拍丁丽的肩膀 别害怕 有我和大汉在 你不会有事的 我 我不怕 有什么好怕的 脑袋掉了 晚大的巴尔也 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丁丽说这话时 都快要哭了 对 没啥好怕的 不就吃个饭吗 李憨后也大声说道 但他很快就皱眉了 疑惑问道 不过 丁子 你哆嗦啥呀 下滑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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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没更新 因为锁在了马字软件里 今晚放一起更了 一会 还会有更新 补补补 第四十七章 不方便 与李憨后约好晚上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 萧尘就把他打发走了 在办公室里待了会儿 他就接到了秦岚的电话 这让他颇为无奈 又来抓壮丁了 当个男人咋就这么累呢 来到秦岚的办公室 果然 一大落文件摆在桌子上 正等着他来处理 兰姐 你说的奖励在哪呢 整天白使唤我呀 就算是一头驴 也得喂点草料吧 萧尘一屁股坐下 掏出烟 点上 忍不住嚷道 你是驴吗 我当然不是驴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呵呵 好 那我今晚给你喂点草料 萧尘一听这话 眼睛亮了 搓了搓手 啥草料 我今晚请你吃饭啊 萧尘狂翻白眼 就这啊 对啊 难道你真要吃驴吃的草料啊 兰姐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不明白啊 那你不想吃饭 想吃啥呀 秦岚笑眯眯地问道 我想吃你 萧尘心一横 舔着脸说道 纵横花丛多年的他 深谙一个道理 那就是 脸皮厚 吃个够 脸皮薄 吃不着 这一条 不光是泡妞的治理名言 约泡同样适用 该出手时就出手 只要豁出去了 就能把女神推倒在床 不是还有句话吗 是了 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成功 不是 那百分之百不成功 是我 秦岚眉眼如丝 走到他面前 弯腰 双手搭在他的脖梗 吐气如蓝 真的 萧尘目光透过秦岚大开的领口 看着里面白花花的一片 瞪圆了眼睛 当然真的 秦岚听着萧尘明显加重的喘息声 妩媚一笑 带着几分俏皮 可是 我来大姨妈了 萧尘喘息声一顿 瘫软在了沙发上 我泥马 老子都有反应了 差点就要脱了裤子 就地踢枪上马了 结果来一句大姨妈来了 卧槽 用不用这么残忍啊 呵呵 乖乖的哦 帮我处理下文件 我去找苏总有点事情 秦岚得意一笑 扭着屁股离开了 萧尘看着秦岚扭动的屁股 舔了舔嘴唇 奶奶的 等你大姨妈走了 就让你知道爷们的厉害 整整一下午时间 萧尘都待在秦岚办公室里 一直到下班 除了偶尔站几句口头便宜外 秦岚根本没给她任何机会 这让她也明白 别看着娘们 看起来挺随便 但有自己的底线 想推了这娘们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 今晚真不用我请你吃饭 不了 萧尘摇摇头 今晚还有红门燕要赴呢 哦 也是 你守着苏总和小萌 一大姨小两美女 哪会跟我吃饭呢 秦岚故作伤心地说道 啊 不是 我今晚真有事要处理 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吗 秦岚见萧尘说得认真 也不再开玩笑 萧尘摇摇头 一点小事 我自己就能处理好了 嗯 要是有啥搞不定的 就给姐打电话 好 去吧 嗯 兰姐再见 萧尘说完 眼珠子一转 一巴掌拍在了秦岚的翘臀上 然后撒鸭子向外跑去 话音还未落 她就消失在了办公室门口 秦岚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笑骂一句 坏小子 不过想到她刚才说的话后 笑容又收敛几分 跟飞鹰帮来人有关系吗 隔壁办公室里 苏秦正在收拾东西 看着进来的萧尘 笑道 又帮兰姐处理文件了 嗯 谁让我比较能干呢 呵呵 是啊 搞得我都想给你加薪了 一人顶三职啊 别 我觉得 现在的薪水就不错了 苏秦忍不住摇头 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 想加薪而不要的人呢 呵呵 忙完了 走吧 去接小萌回家 听到这话 苏秦收拾东西的手一顿 心中生起一丝异样感觉 不过很快恢复正常 笑着点点头 几分钟后 两人驱车离开公司 前往一钟 苏秦 我今晚有点事情要忙 哦 那你去忙好了 我自己去接小萌也行 如果你用车 就开走 我打车去学校 不着急 吃完饭再去就行 哦 对了 今天那个徐树长 叫什么名字 萧辰想到什么 问了一句 徐刚 怎么了 呵呵 没什么 随便问问 萧辰笑着摇头 心里却嘀咕 这孙子 最好别太过分 要不然 就等着倒霉吧 两人闲聊着 来到示意中 接了苏小萌 这次 苏小萌没在意上车 夸萧辰帅啥的 而是把她给无视了 这让萧辰苦笑 看来这妞还没忘了昨晚的事情啊 回到别墅 吃完饭 七点多钟的时候 萧辰开车离开了 姐 萧辰干嘛去了 窝在沙发上 一边看韩剧 一边吃薯片的苏小萌问道 不知道 她说 有事情要忙 苏秦说着 从小妹手里 拿了一片薯片 看着屏幕 这眼的什么 最近很火的 月亮的后裔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我又不关注这些韩剧 哦 现在老火了 这个宋中鸭 都被称为国民老公了呢 就这男的 苏秦忍不住摇头 也不怎么样啊 还不如萧辰帅呢 嗯 苏小萌瞪大眼睛 看着姐姐 这啥意思 苏秦注意到小妹的表情 也意识到说错了 盲眼是道 那什么 真不知道 你们这些小女孩 整天想什么 韩剧不停看 老公不停换 以前看那个什么 来自月球的女时 喜欢啥独角兽 现在又看 月亮的后裔 喜欢宋中鸭 你们是看一部韩剧 换一个老公的节奏啊 姐 别转移话题 你不会喜欢上萧辰了吧 苏小萌盯着姐姐 认真问道 瞎说什么呢 我跟她才认识几天啊 怎么可能喜欢上她 那可不一定 一见钟情的太多了 别说一见钟情了 第一天见面 第二天结婚的 也有的是 我根本不相信 一见钟情 感觉对了 说啥都没用 小萌 别胡说八道的 她只是来保护我们的 过一阵就会离开 姐 我这不是担心 你侮辱歧途吗 天下好男人 有的是 你可千万别在 萧辰这个歪伯树上吊死啊 唉 你怎么说话呢 要是给萧辰听到 她该不高兴了 我管她高兴不高兴呢 哼 阿T 正在开车的萧辰 狠狠打了个喷嚏 她揉了揉鼻子 妈蛋的 谁骂老子呢 不会是光头蛇吧 等会见了她 要是敢嚣张 先把她另一只手打断再说 半小时后 她来到与李汉后 和丁丽约好的地方 两人都还没到 大概五分钟左右 李汉后和丁丽不分先后来了 陈哥 嗯 刚才去吃饭来着 所以来晚了 丁丽解释了一句 丁子 你吃饭干啥 咱今晚不就是去吃饭的吗 李汉后看着丁丽 奇怪地问道 丁丽无语 瞪着李汉后 这汉货 还真当今晚是去吃饭的呀 怎么 难道还不管饱 也太抠门了吧 李汉后想到什么 有些愤怒 丁丽拍了拍脑门 看向萧辰 陈哥 你不会也没吃饭吧 垫了点 没吃饱 等会再吃点 萧辰笑着说道 丁丽更无语了 这两人今晚还真要去胡吃海喝呀 大汉 你是怎么来的 萧辰看向李汉后 十二院距离这边 可几十里地呢 不会是跑着来的吧 俺跑着来的 半路上 还跑差了路呢 李汉后挠挠头 说道 陈哥 咱吃饭那地儿 离这还有多远 俺都有点饿了 李汉后问了个比较关心的问题 不远 前面路口左拐就是了 哦 那就好 要是再跑几十里 俺该饿死了 李汉后开心地笑了 萧辰无奈摇头 得 既然饿了 那咱就去吧 距离约好的时间 也差不多了 陈哥 咱就这么去 不用做点准备啥的 丁丽听到要去了 又哆嗦了起来 你想做啥准备 我刚才来时 已经把快捷拨号 设置成了一百一十 事情一不对 就可以马上报警 萧辰哭笑不得 至于吗 不过 再想想这家伙的胆子 又有些欣慰 他赶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有 我刚才在路上 买了一把刀 丁丽左右看看 从兜里掏出一把 巴掌长的弹簧刀 这刀有啥用 李汉后接过来 稍一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刀刃断了 你怎么给我掰断了 丁丽傻眼 这可是 他准备的防身武器啊 行了 人家是黑社会 用的都是开山刀 你拿着这小玩意儿 确实没啥用 走吧 别害怕 不会有事儿的 陈哥 我不怕 我真的不怕 丁丽脸色煞白 嘴里嘟囔着 嗯 不怕就好 萧辰点点头 丁丽 你上车 大汉 你跟着跑过去吧 车上塞不下你 好 那你慢点 俺怕跟不上 呵呵 行 萧辰拉着丁丽上车 后者坐在副驾驶上 还一个劲哆嗦着嘟囔 我不怕 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唉 丁丽 我先警告你啊 这是苏总的车 你可别特么尿车上 要不然 他能把你开除 三更 九千家 虽然更新慢 虽然偶尔欠更拖更 但俺该努力时 还是不含糊的 第四十八章 赋燕 夜幕下的龙海 酒绿灯红 净显繁华之色 新天帝九楼门口 手腕上缠着纱布的光头蛇 正在左右打亮着 似乎在等什么人 他身后 站着几十个黑衣青年 没有普通小混混的皮像 浑身散发着肃杀之气 来了 忽然 光头蛇说了一句 上前走了几步 几辆黑色子弹头 缓缓停在新天帝门口 车门打开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从上面下来 新歌 你来了 光头蛇见到来人 露出笑容 带着几分恭敬之色 星野 几十个黑衣青年 恭敬弯腰 整齐华一的问候 声势震天 如此震事 吸引了不少行人的侧目 尤其是一些来龙海旅游的青年 眼睛都亮了 不会是拍黑帮电影了吧 不过 也有人认出了男人的身份 非鹰帮烈鹰堂的堂主 黄兴 道上人称 星野 黄兴点点头 目光扫过几十个黑衣青年 大蛇 都让他们先散了吧 是 光头蛇恭敬点头 黄兴不再说话 带着几个心腹 走进新天帝酒楼 大家都先散了 光头蛇一挥手 也向着酒楼里走去 唉 大哥 你们这拍黑社会电影了吧 还需要人布 我从小就崇拜黑社会 你让我演的角色呗 最好演的大哥啥的 忽然 有两个青年 拦住了光头蛇的路 对着笑脸说道 演电影 光头蛇一愣 打量他们几眼 吐出一个字 滚 唉 你这人啥态度 不让眼就不让眼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还骂人呢 其中一青年不乐意了 耿着脖子说道 光头蛇神情易冷 一巴掌抽在这青年的脸上 崇拜黑社会 还他妈想当大哥 今天 老子就让你体验一把 什么是黑社会 来人 给我把他们 拖那边胡同里去 狠狠打一顿 是 七八个黑衣青年围了过来 伸手抓向两个青年 你们干嘛 救命啊 两个青年慌了 这他妈怎么不像是演电影啊 虽然路上有不少人 但却没人敢管 这会儿谁都看明白了 这哪是演电影 这分明就是黑社会啊 两个青年被拖进了旁边的胡同里 随即拳脚声以及惨叫声传出 都散了 光头蛇扔下一句话 转身也走进九楼 来到了四楼 大蛇 都安排好了吗 黄星站在窗边 叼着雪茄 看着外面的夜景 沉声问道 星哥 都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安排好了 左右各有一百个刀手 只要您一摔杯子 那他们就会冲进来 把那小子给剁了 光头蛇摸了摸手腕上的纱布 凶狠地说道 好 黄星满意点头 星爷 还需要做其他安排吗 不用 虽然他是一流高手 但咱这边也有一流高手 所以不用怕他 再加上二百刀手 他答应 为我所用就算了 如果不答应 哼 那我就让他知道 飞银帮不是他可以挑衅的 黄星说完 扭头看向身后一个 穿着花格子衬衫的男人 孙飞 一旦动手 就务必把他废掉 或者击杀 要不然 招惹一个一流高手 后续麻烦会不断啊 我知道 被称为孙飞的男人 点了点头 光头蛇看着孙飞 心中大定 这可是他们猎鹰堂第一高手 也是一个一流高手 有他在 完全可与萧辰一战 不过 当他想到那个魁梧如棕雄一样的男人时 又有些担心地说道 星哥 除了萧辰外 他身边还出现一个大格子 我担心 他今晚也会一起来 哦 什么实力 不清楚 但我感觉 应该在二流左右 光头蛇猜测着说道 二流 黄星皱了皱眉头 不过随即用夹着雪茄的手 指点着几个心腹 那也不用担心 他们身上都带着火气 再厉害 也躲不过子弹 带着火气 那就行了 他们今晚插翅难逃 光头蛇听到这话 完全放心了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更何况是枪呢 大蛇 如果他真能为我所用 我希望你为了大局着想 不要再跟他计较 放心 老大不会让你白白吃亏的 黄星看着光头蛇 递给他一根雪茄 陈生说道 是 星哥 光头蛇点点头 心里却期盼 最好那小子继续嚣张 那他就死定了 飞鹰帮内讧 如果这次我能上位 成为飞鹰帮的龙头 那你们的日子 也都会好过不少 反之 以后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懂吗 说话时 黄星眼中闪烁着寒芒 我懂 光头蛇点头 对了 刘大奎这两天干嘛呢 你跟他说一声 现在堂里正值用人之计 如果他愿意来帮我 我也不会亏待他的 黄星想到什么 缓缓说道 好 等我跟他谈谈 嗯 现在地下世界的规则 也有些变了 以前是拼谁的人多 现在变成了拼高手 一个一二流的高手 可以改变太多局面啊 我听说 老黑前两天 不知道从哪请来 两个一流高手 如果是真的 那有些不太妙啊 星哥 那咱也花钱 请一流高手呗 哼 你以为一流高手 是大白菜吗 别说是飞鹰帮了 就是三大帮派 也没多少一流高手啊 一流高手 往往是用钱请不到的 黄星说这话时 目光瞟过孙飞 当初要不是碰巧 救了这家伙 他也不会给自己卖力啊 不过 想到今晚 可能自己麾下 就要再多一个一流高手时 他脸上露出笑容 他相信他开出的条件 会让这个消沉无法拒绝的 大马路上 让路人发呆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黑色的马沙拉蒂总裁 在前面保持着四五十脉的速度 而后面则跟着一个魁梧青年 甩开膀子 狂追不舍 魁梧青年有两米左右 打远一看 就跟一黑虾子似的 两条大长腿 来回晃动着 每一步迈出的距离 都接近两米 陈哥 你慢着点 俺跟不上了 萧辰听着后面 传来的吼声 从后视镜看了眼 在后面猛追的李憨后 露出一丝笑容 放缓了车速 呵呵 这么一断练 估计等会儿大汉 得多吃几碗米饭 或者几个馒头 丁丽已经没刚才那么害怕了 他也有点想明白了 反正都要去了 怕也没鸟用了 大汉也太能跑了 我觉得他 该去参加奥运会 陈哥 丁子 你俩说啥呢 还没等萧辰回丁丽的话 一个声音自车窗旁响起 只见大汉追了上来 正呲牙冲他们笑呢 再说 你等会儿能吃几碗饭呢 萧辰笑着说道 哦 俺也不知道 差不多得吃几碗吧 行 等会儿千万别客气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俺知道 李憨后憨憨一笑 点了点大脑袋 陈哥 前面就是新天地了 丁丽指着前方一个 四层仿古建筑 对萧辰说道 嗯 不害怕了 还有点 呵呵 没尿车上吧 萧辰开着玩笑 那没 丁丽芒摇摇头 这可是关男人的尊严 说话间 马沙拉蒂停在了新天地门口 左侧五十米的路边 这是萧辰特意选的位置 他不敢把车停门口 万一真打起来 他们人身安全倒是不用考虑 可万一飞硬帮的人 把马沙拉蒂给砸了呢 虽然能让他们赔钱 或者赔一个新车 但这车是苏勤的 所以 萧辰觉得 还是小心点好 停得远远的 稳妥点 萧辰和丁丽 从车上下来 李憨后也凑了过来 陈哥 哪个地儿 就那 我们今晚就在那吃饭 萧辰指了指新天地 走 好 李憨后眼睛发亮 他早就饿了 现在给他一头猪 估计他也能吃进去 萧辰和李憨后在前 丁丽在后 来到新天地的门口 站住 今晚这里不接待客人 门口的两个黑衣青年 拦住了萧辰三人 是黄昕约我来的 萧辰淡淡地说道 新爷约的 你就是那个萧辰 两个青年对视一眼 冷声问道 新爷 哼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撑爷了吗 萧辰冷笑一声 带我去见他 两个青年脸上一怒 心中暗骂 麻痹 不用你现在狂 等会儿 新爷下命令 就他妈砍死你 跟我们来 萧辰三人 跟着两人进了新天地 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这应该是非鹰邦的产业 今晚没有一个客人 除此之外 他还感觉到了 淡淡地肃杀之气 周围应该埋伏了不少人 李憨后的直觉 同样很敏锐 他左右看看 脸上原本憨后的笑容消失了 眼中闪过凶光 倒是叮力 哆哆嗦嗦 跟在后面 什么也没发现 不过他却知道 今晚这宴会 绝对是厌无好厌 几人乘坐电梯上了四楼 刚出电梯 就见两侧 站着四个黑衣青年 站住 我们要缩身 四个青年 拦住了萧辰的路 全都举起手来 第49章 鸿门燕 上 听到黑衣青年的话 萧辰挑了挑眉头 搜身 快点 全都举起手来 一个黑衣青年 推了一把 站在最后面的丁力 丁力一哆嗦 下意识高举起双手 还有你 另一个黑衣青年 指着萧辰 说着就要 往他身上摸 碰 还不等他的手 接触到萧辰的衣服 就被后者一脚 给踹飞了出去 老子不喜欢 被男人摸来摸去 少跟我动手动脚 萧辰的声音很冷 卧槽 还敢动手 其余黑衣青年大怒 握着拳头冲向萧辰 砰砰 萧辰根本没动 而李憨后 则身子一晃 犹如人形坦克 直接把两个黑衣青年 撞飞了出去 砍他 有黑衣青年 见同伴吃亏了 怒吼一声 从旁边 摸出开山刀 狠狠砍向李憨后 李憨后目光一寒 侧身躲过对方攻击 一脚踢出 后者口吐鲜血 飞了出去 住手 光头蛇出现了 他看着倒地的小弟 脸上闪过怒色 萧部长 你为什么要伤我的人 萧辰看着光头蛇 冷冷说道 记住了 今晚是黄星请我来的 而不是我主动来求他原谅 所以 注意你们的态度 蛇哥 他们不让搜身 呵呵 来者是客 不用搜身了 还默等光头蛇说话 黄星从里面出来了 他打量几眼萧辰 心中暗惊 这么年轻的一流高手 呵呵 你就是萧部长吧 你好 我是黄星 飞鹰帮烈鹰堂堂主 在黄星打量萧辰时 后者同样也在打量他 中等身材 面相偏恶 稍微有些发福 有那么点社团大哥的样子 嗯 我就是萧辰 萧辰点点头 语气平淡 也没有要跟黄星握手的意思 笑话 人家都埋伏好了 就等着把他砍成一块一块的了 还握个毛线手啊 黄星看着萧辰的态度 眼中寒光一闪而逝 面上却没表露什么 萧部长 请进吧 我们边吃边聊 怎么样 行 大汉 走 进去吃饭 好 李汉后点头 终于可以吃晚饭了 都快饿死了呀 黄星扫了眼李汉后 他就是大蛇说的那个家伙吧 看样子 好像是挺强的 不过 再想到他的安排和准备 又没有在意 再厉害能躲得过子弹吗 今天 这里是他的主场 这戏 他想怎么演 那就怎么演 萧辰带着李汉后 丁丽向里面走去 而黄星则冲着光头蛇 使了个眼色 后者点点头 打出一个手势 这一幕 全都落在萧辰的眼里 不过他也没在意 今天他赶来 那就做好了任何准备 萧部长 请坐 好 萧辰坐下 目光扫过 穿着花衬衫的孙妃 这应该是个高手 呵呵 萧部长 喜欢吃什么 黄星笑着问道 有菜单吗 啊 黄星一愣 他不过是随便客气一句而已 这家伙还当真了 还特妙菜单 卧槽 他是真傻 还是假傻 不知道今天这宴 是什么意思吗 怎么 这么大的酒楼 墨菜单吗 萧辰皱了皱眉头 语气有些不悦 有 当然有了 黄星压下怒意 一挥手 把菜单给萧部长 让他好好点菜 好好吃 是 萧辰接过菜单 随手就给了李憨后 大憨 想吃什么 随便点 谢谢诚哥 李憨后憨笑点头 接过来 掀开 倒也不客气 一口气点了十多个菜 而且都是硬菜 不是鱼就是肉 够了 萧辰笑着问道 嗯 够了 哦 对了 再给俺来个红烧狮子头 李憨后想到什么 喊了一声 黄星嘴角抽出了几下 妈的 真当今晚约你们是来吃饭的 要是等会谈崩了 老子他妈把你们剁成肉酱 做成红烧狮子头 丁丽 你想吃什么 黄堂主请客 不用客气 萧辰又看向脸色煞白的丁丽 我 我随便 我 我不饿 丁丽摇摇头 结结巴巴地说道 哦 萧辰又点了几个菜 然后把菜单扔到桌子上 黄堂主 你看看你还吃什么 黄星放在桌下的手 狠狠攥了攥 然后又松开 勉强笑道 差不多了 咱喝点什么 茅台吧 行 去做菜吧 快着点 黄星摆了摆手 服务生快步离开了 萧部长 今天我找你来 是因为几天前的冲突 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 你说呢 呵呵 黄堂主说误会 那就是误会呗 萧辰笑了笑 如果能够简单 先过这一片去 那他也懒得 把事情闹大 但有个前提是 对方别太过分 好 痛快 黄星笑着点头 心里终于舒服了点 萧部长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我今天百验 其实 也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呵呵 我也不想与非英邦为敌 有萧部长这句话 那咱就不算敌人 那天大蛇跑过去 收保护费 和你发生了冲突 也受到了教训 黄星说到这 看向坐在旁边的光头蛇 光头蛇注意到 老大的目光 虽然心中不愿 但还是单手端起茶 萧部长 那天的事情 算是我错了 我先以茶代酒 等会再自罚三杯 怎么样 呵呵 那天的事情 我都忘了 萧辰轻笑 端起茶喝了口 心里却惦记着 菜怎么还不上来呢 别说 还真有点饿了 包房里的气氛 似乎变得越来越好了 黄星也没着急 替其他的 随意闲聊着 还不时提到 非英邦如何如何 菜 上来了 一直没吱声的李憨吼 看着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眼睛一下子亮了 就像是一头沉睡的洪荒野兽 一下子醒了过来 丁力看着说笑的萧辰与黄星 心中也松了口气 看这样子 虽然是鸿门宴 但却朝着好的一面发展 应该是打不起来了吧 来 萧部长 喝酒 我敬你一杯 黄星端起酒杯 看着萧辰 嗯 两人碰了碰杯子 然后干掉了杯中的茅台酒 黄星缓缓放下酒杯 刚要说话 就见萧辰已经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边吃还边跟那傻大哥交流 大汉 你尝尝这个 味道挺不错的 还有那个 嗯嗯 陈哥 这个味道确实好吃 不过 这个红烧狮子头 不如咱公司食堂的 李憨后吃得满嘴流油 就差连盘子都吞下去了 呵呵 慢点吃 莫人跟你抢 嗯嗯 萧部长 之前的冲突 咱就暂时先先过去 大蛇也跟你道歉了 至于他受的伤 算是自作自受 怎么样 黄星组织一下措辞 开口说道 好 萧辰痛快点头 然后等着黄星的下文 我听大蛇说 萧部长是一流高手 黄星点上雪茄 吞云吐雾地问道 呵呵 什么一流二流的 我不过是练过几年而已 上不了什么台面 萧辰笑着摇摇头 这么年轻 能成为一流高手 已经很厉害了 当过兵吧 忽然 一直没说话的孙飞 开口说道 当过几年兵 萧辰看着孙飞 嘴角翘起 有些玩味 来龙海几天 我见到四个一流高手了 什么时候一流高手成街边大白菜了 孙飞没有在说话 沉默着 四个 黄星有些惊讶和好奇 都有谁 呵呵 眼前不就是一个吗 萧辰指了指孙飞 黄堂主 说说吧 今天找我到底是什么事 萧部长 你在京城公司 一个月多少工资 萧辰一愣 怎么还扯着上面来了 两万块 才两万 呵呵 萧部长 只要你来帮我 我每个月给你开十万 除了月薪十万 跟我混 有车有房有女人 黄星开出了她的条件 萧辰再愣 原来这家伙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萧部长 不 我还是管你 叫萧老弟吧 萧老弟 说实话 我起了爱财之心 黄堂主 你手底下 不是已经有一流高手了吗 萧辰有些好奇 这家伙怎么会冒出这样的想法来 呵呵 谁又会嫌自己手底下人才多呢 怎么样 萧老弟 跟着我混 绝对比在清城公司有前途 前途 呵呵 一为白 一为黑 能相提并论吗 我实在想象不出 混黑有什么前途 萧辰喝了口酒 看着黄星说道 黄星脸上笑容收敛几分 怎么 萧老弟不愿入黑 还是说 瞧不起我黄星 没有 我没有瞧不起谁 人各有志 还希望黄堂主 不要为难我才好 黄星笑容 彻底没了 看来 萧部长 是真不给我面子了 喂 你脸大呀 俺哥说了 不愿跟你混 听不明白啊 李憨后咽了口肉 瓮声说道 李憨后此话一出 黄星 以及光头蛇等人 脸色都是一尘 包房内的气氛 也陡然一朗 仿佛从刚才的春天 直接变成了严冬 萧部长 这也是你的意思 黄星冷冷问了一句 称呼也从萧老弟 变成了萧部长 没错 他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萧辰把玩着酒杯 淡淡地说道 第五十章 红门燕 吓 听着萧辰的话 包房里的气氛更猛 甚至变得有些剑拔弩张起来 就连李憨后这个吃货 都放下了筷子 他右手搭在桌檐上 心里琢磨着 一旦动手 那他就掀翻桌子 把这老小子 给拍桌子下去 丁立刚 有点恢复的脸色 又变得煞白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忽然 就凉索索的了吗 这么说 萧部长 是真不打算 给我这个面子了 黄星环缓端起酒杯 仰头干掉杯中酒 然后放在手里把玩着 光头蛇注意到 老大的动作 身体绷紧 这是要摔杯子了 不是不给面子 而是人各有志 萧辰看着黄星手中的杯子 鱼光扫过周围 嘴角微翘 玩得还挺时尚 摔杯为号吗 萧老弟 我在称呼你一声萧老弟 正所谓实实物者 为俊杰 萧老弟练了一身好功夫 不用 岂非可惜了 黄星稍稍缓和 一下气氛 他还有些不甘心 只要能再得到 萧辰的帮助 那他有八成把握 能上位成为飞鹰帮的龙头老大 呵呵 三脚猫功夫 摆不上台面 黄堂主何必强人所难 萧辰觉得有些好笑 黄星摆红门宴 竟然是想收他做手下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不过 想到苏秦所说的飞鹰帮内讧 他又觉得 隐隐跟这个有关系 毕竟一个一流高手 足可以改变太多局面 现在 黄星就是把他看成了一把刀 可以为他扫除障碍的刀 三脚猫功夫 呵呵 我飞鹰帮过万帮众 又有几个有萧老弟这种 三脚猫功夫的 我猎鹰堂三千兄弟 也不过是有孙飞一人 黄星说到这 顿了顿 只要你跟我 刚才我说的都算数 而且 我可以让你成为 猎鹰堂的副堂主 我之下 三千人之上 如何 此话一出 光头蛇脸色微变 心里有些不舒服起来 他为猎鹰堂效力多年 现在 也不过是一头目而已 凭什么萧尘一来 就能当副堂主啊 呵呵 黄堂主 都这么说了 那我要是再不答应 是不是显得 有点不实抬举 萧尘轻笑 副堂主 他连整个飞鹰帮都没看在眼里 更何况 区区一个副堂主 说到底 双方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 黄星拼了命 想要争取的 不过是一个飞鹰帮老大的位置 而萧尘的层面更高 他压根不把飞鹰帮这种二流势力放在眼里 哪怕这个飞鹰帮在附近 确实很牛逼 有一万多小弟 萧老爹 你答应了 黄星一喜 不答应 什么 黄星一愣 随即脸色变得阴沉 你在耍我 没有 还是那句话 人各有志 萧尘说完 看向李憨后 大憨 吃饱了没 吃饱了 你呢 萧尘又问丁丽 我 我也饱了 丁丽哆嗦着 他压根没吃多少东西 哦 呵呵 都吃饱了 那就准备走吧 萧尘笑了笑 重新看向黄星 黄堂主 既然我们之间的矛盾 已经解开了 而且 也酒足饭饱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谢你今晚的盛情款待 黄星脸色 彻底黑了下来 怎么着 还真是来白吃白喝 然后一抹嘴 就准备走了呀 天底下 哪有免费的午餐 不 免费的晚餐 想什么好事呢 萧部长 你真不再仔细考虑一下了 喂 你这人真磨叽 俺诚哥都说 好几遍了 不跟你换 李憨后皱着眉头 大声说道 好 既然不跟我换 那咱就得再好好谈谈 你伤了大蛇 这件事情了 黄星也翻脸了 黄堂主 刚才不是说 这事儿过去了吗 萧尘故作无奈 心里却冷笑连连 如果你跟我 那就是自己兄弟 当然可以过去 但你不跟我 有人伤了 我黄星的兄弟 打我飞鹰帮的脸 要是我不做点什么 那我黄星 以后还怎么再道上还 黄星冷冷说道 那你想怎么办 萧尘懒散地靠在椅子上 也懒得再玩下去了 我黄星做事儿 向来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你废我兄弟一只手 那就用一双手来喊 至于他们两个 也各留下一只手 黄星捏着酒杯 露出争鸣之色 呵呵 废我一双手 凭什么 消沉淡笑 这才有那么点 红门燕的意思 就凭我飞鹰 帮过万帮众 就凭我猎鹰堂 三千兄弟 就凭周围 埋伏的二百刀手 黄星说完 猛地站了起来 狠狠把酒杯 摔在了地上 啪 清脆的破碎声传出 玻璃酒杯四分五裂 碎屑飞剑 动手 光头蛇早有准备了 剑老大摔杯了 也大吼一声 从桌下抽出开山刀 向离他最近的丁力砍去 早等你们了 李憨后同样抱和一声 他一直捏着桌炎的右手 猛地一用力 只听哐嚷一声 桌面整个鲜飞起来 向黄星和光头蛇拍去 黄星快步退后 躲过砸来的桌面 而光头蛇就没这么好运了 直接被拍在了下面 惨叫出声 与此同时 大批黑衣青年 拎着开山刀冲了进来 星野 整齐滑衣的吼声 气势惊人 妈的 给脸不要脸 黄星骂了一句 用手中雪茄指点了点消沉 猙獰一笑 给我砍 是 二百刀手 大声吼叫着 冲向了消沉三人 吼 李憨后大吼一声 重新抓起桌面 向着冲来的刀手们砸下 石木桌面 再加上他的大力 几乎沾上 就是骨断金折 威力无比巨大 砰砰砰 冲在最前面的十来个刀手 全被桌子给扫飞了出去 惨叫声四起 杀 后面的刀手 全都大怒 一个个往上冲得更猛了 另有一部分 绕过李憨后 冲向了消沉和丁丽 殊不知 等待他们呢 将是更恐怖的下场 扑 消沉夺过一把开山刀 斗手一刀 鲜血飞剑 一个刀手的胳膊 被他整个砍了下来 啊 刀手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能清楚看到自己胳膊 在地上颤动 砍人者 就要做好被砍的准备 消沉冷冷一句 持刀杀进了人群 他眼中没有任何怜悯 面对的仿佛不是自己的同类 而是森林中的野兽 旁颠 丁丽看着刺眼的腥红鲜血 身体颤抖得不能自已 这是他第一次遭遇这种场面 没有尿裤子 已经算是难得了 尤其那种龙裂的血腥味 更让他胃里一阵翻腾 有种强烈 想要呕吐的感觉 想什么呢 忽然 消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紧接着一道惨叫声传出 丁丽定了定神 刚好看到消沉一刀 劈开一个准备来砍他的刀手 这让他吓出一身冷汗的同时 又心中感激 要不是诚哥 最少也得挨一刀啊 我 我有点害怕 怕毛线 既然来了 就别怕了 消沉把一把燃血的开山刀 递给丁丽 来 握着 谁要是想砍你 那你就砍他 他们砍你一刀 你就还三刀 我 我还是怕 丁丽颤抖着 不敢去握这把燃血的刀 你不是要练胆吗 不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爷们吗 还想受欺负 如果不想受欺负 那就拿着这把刀 消沉声音一冷 又一脚踹 飞一个冲上来的刀手 听到消沉的话 丁丽咬咬牙 伸出颤抖的手 握住了燃血的刀 我不想受欺负 记住 你心里的恐惧 往往比你挨几刀更可怕 我 我会克服恐惧的 我不是个孬种 丁丽死死攥着开山刀 手背上青筋抱起 好 那就去证明自己 消沉拍了拍丁丽的肩膀 既然他选择来 那就要有些收获才行 嗯 消沉怕丁丽没胆子 挥出第一刀 一巴掌把一个刀手 拍到了他的面前 吐出一个字 砍 砍 丁丽知道 消沉的良苦用心 一咬牙 一闭眼 开山刀劈了出去 卧槽 消沉看着丁丽这一刀 也吓了一跳 怎么不砍就算了 一砍就奔着脑袋 要害去啊 这一刀下去 就算他力气再小 也得给这个刀手开瓢啊 消沉稍稍一扯刀手 让他躲过脑袋 开山刀落在他的肩膀上 只听扑的一声 血肉翻卷 鲜血飞剑 睁开眼睛 别怕 消沉扔下一句话 不再管丁丽 重新杀向人群 在他看来 男人要想成长 那就得受伤 别人 帮不了太多 如果说 丁丽真因为挨了几刀 而变得不畏恐惧 那也值了 丁丽睁开眼睛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刀手 一哆嗦 差点把开山刀给扔了 不过 他还是强忍着恐惧 握紧开山刀 嘴里嘟囔着 谁砍我 我就砍谁 都别来砍我 我也不想砍你们 当然 他的嘟囔声 没有任何作用 还是有两个刀手扑向了他 在他们看来 这个哆哆嗦嗦嗦的家伙 分明就是个软柿子 马勒戈壁的 当我好欺负他 丁丽看着扑来的刀手 大吼一声 高高举起开山刀 然后 掉头就跑 第五十一章 震慑全场 丁丽跑了 拎着开山刀 撒鸭子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 你们别追我 要不我会砍你们的 我不想伤害你们 我发起火来我自己都害怕 我连自己都砍 原本用余光 注意着丁丽的消沉 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上 我尼码的 这家伙没救了 不过 见丁丽跑得挺快 暂时没啥危险 他也就懒得管 而是把目光头像 抽着雪茄的黄星 擎贼仙擎王 只要控制住了这家伙 那就能控制局面了 孙飞 该你出手了 黄星叼着雪茄 看着面前大杀四方的 萧尘和李憨后 这我没说到 好 我先废了这个傻大哥 再去对付萧尘 孙飞点点头 一步步向李憨后走去 正在狂虐刀手们的李憨后 注意到走来的孙飞 浑身散发出浓烈的战意 一丝丝强悍的气息 在逐渐蔓延 孙飞察觉到李憨后的气息 脚步微顿 他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砰砰砰 李憨后双拳并起 犹如风车一般旋转 只见围在他身边的几个刀手 全部被他震飞了出去 刀手们全都用惊骇的目光 看着李憨后 这家伙 是人形巨兽吗 也太特么能打了吧 都让开 孙飞冷冷开口 重新迈步走向李憨后 虽然 这家伙个子大 但实力差别 不是身体素质 可以弥补的 所以他有把握 能掀翻这个 看起来很狂暴 很厉害的大块头 刀手们见孙飞要出手 脸上露出兴奋与狂热 谁不知道 他是猎鹰堂第一高手啊 有他出手 那这个傻大哥 肯定的被暴虐啊 旁边 萧辰一拳轰飞一个刀手 看着走向李憨后的孙飞 露出一丝古怪 且玩玩的笑容 真是自己找死啊 自己费一只手 我让你活着离开 孙飞抬起手 指着李憨后说道 呵呵 李憨后憨笑着 没有作声 机会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了 孙飞说完 脚下一用力 快速冲向了李憨后 同时 他右手夺过一把开山刀 化作一道寒芒 迎头劈下 好 在孙飞一动之际 李憨后发出咆哮 一直压制着 没有外放的狂暴气息 陡然爆发而出 犹如一头巨兽苏醒 孙飞心中矩震 脸色也是大变 不过一击而出 已经不能收回 他只能压下心中惊骇 狠狠一刀劈下 去死 咔嚓 李憨后一拳轰出 碗口大的拳头 狠狠砸在了刀背 清脆断裂声传出 开山刀拦腰断掉了 孙飞惊骇 下意识想要后退 可李憨后 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贴身靠 李憨后的声音 犹如惊雷在孙飞耳边 炸响 紧接着 他就觉得胸口一阵剧痛 仿佛被一辆飞驰的火车撞上 然后还默等他任何反应 身体就飞了出去 碰 孙飞重重撞在了墙上 巨大的力量 把墙体都给震裂了 噗 孙飞又重重砸在了地上 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煞白一片 整个过程 不足三秒钟 电光火石之间 除了消沉之外 其他人全都没有反应过来 包括 叼着雪茄的黄星 八大 黄星看着倒地吐血的孙飞 嘴里的雪茄 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这 这怎么可能 你 你 你是武学大师 孙飞强忍着剧痛 抬起头 吐着血墨子说道 俺不是 李憨后很实在地摇摇头 不过 打你这样的 两三个没问题 孙飞听到这话 张张嘴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差点昏死过去 这时 周围人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看着吐血不止的孙飞 一个个眼珠子 都差点掉出来 猎鹰堂第一高手 败了 而且 还败得这么彻底 这么痛快 在他们看来 孙飞好像就是一招落败了吧 冲上去 然后让人给轰飞了出来 最重要的是 他还拿着刀 而那个傻大哥 是赤手空拳 旁边的萧辰 也有些惊讶 这么快就解决战斗了 不过 再想 他也就了然了 李憨后实立本 就在孙飞之上 而他之前 又故意示弱 所以孙飞 完全没想到 他面临的是一个 比他 还厉害的强者 如果两人发挥出 全部实力来一战 虽然李憨后会赢 但绝不会赢得这么轻松 所以 在这两人 一个早有预谋 一个错不及防之下 一强一弱的碰撞 结局就变得如此干脆简单了 这让萧辰忍不住笑了 别看李憨后 看起来憨憨的 但谁要是觉得他真傻 那一定会付出 惨痛代价的 你刚才让俺费一只手 是吧 那俺也费你一只手 李憨后说着 迈开大步 向着孙飞走去 站住 黄欣见李憨后 还要动手 大吼一声 拦住他 是 黄欣的几个心腹 上前一步 掏出枪 枪口对准了李憨后 李憨后停下脚步 半眯着眼睛 盯着黑洞洞的枪口 在森林里 打过多年猎的他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些人 拿的都是真家伙 不是玩具 他妈的 再给老子狂啊 黄欣 从心腹手下接过枪 指着李憨后的脑袋 神情因很无比 草 再狂啊 刚才被砸得 头破血流的光头蛇 也夺过一把枪 指向萧辰 我真没想到 你们竟然这么强 两个一流高手 呵 清城公司 还真他妈卧虎藏王啊 黄欣瞪着萧辰和李憨后 事态的发展 实在是大大 出乎他的所料 幸亏他多了一层准备 让心腹带了火气 要不然 就得吃大亏了 黄欣 你觉得你有枪 就可以掌控住局面了吗 萧辰扫过几把枪 淡淡地问道 我知道一流高手很强 也有的一流高手 可以躲得过子弹 但那是一把枪的子弹 现在几把枪对着你们 我看你们怎么躲 妈的 只要老子一声令下 就能打爆你们的脑袋 黄欣很愤怒 现在正值飞鹰帮内红关键时期 他就指望孙飞来 改变一下局面呢 原本他还想再拉拢萧辰 让麾下再多一个高手 结果现在倒好 没收了萧辰 反倒是把孙飞搭进去了 看孙飞的样子 就算不残废 也得重伤 至少短时间内 是无法为他效力了 那么 在这场龙头争夺战中 原本占据些许优势的他 马上就会处在下风 多出几分变局来 更何况 还有消息说 另一堂主老黑 请来两个一流高手 此消彼掌之下 龙头位置离他是越来越远了 想到这些 黄欣就咬牙 恨不得打爆了这两个家伙的脑袋 别 别开枪 你们要是敢开枪 我就引爆炸弹 忽然 一个有些颤抖的声音响起 吸引了所有人目光 消沉心中也是一惊 扭头看向丁力 炸弹 小子 你说什么 黄欣瞪着丁力 把枪口挪了过去 我 我说 你们要是敢开枪 我就引爆炸弹 大家 同归于尽 丁力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哆嗦得更加厉害了 黄欣看着吓得瑟瑟发抖的丁力 有些鄙视 救你还炸弹 不信就试试 黄欣的目光 让丁力大怒 他一把扯开了T恤 露出缠在腰部的东西 丁力腰间 缠着一大圈黄色的胶带 疯得还挺严实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从外面看 一块块的 挺像是电视里演的那种炸弹 除此之外 还有一小段线路和遥控器 现在遥控器已经被他握在了手里 只要我按下引爆器 我们谁都活不了 你在吓唬我 黄欣瞇了眯眼睛 沉声道 你以为我会相信 这是炸弹吗 不信 那你可以开枪试试 大不了一起玩玩 丁力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说话也不结巴了 大声道 既然我们赶来父侯们宴 能没点准备 听到这话 黄欣目光缩了缩 难道真是炸弹不成 周围的枪手以及刀手 也都心中一跳 甚至有人还下意识向后退了几步 这可是炸弹 一旦爆炸 那就完蛋了呀 萧辰也在看着丁力腰间的东西 他不相信这是炸弹 不为别的 就凭丁力的小胆 他敢把炸弹绑在身上 怎么可能 不过 他心里又有些好笑 这家伙为了今晚赴宴 也是操碎了心啊 先是把号码设置成了快捷拨号 110 然后还买了把弹簧刀 现在竟然连假炸弹都冒出来了 小子 你当我黄欣是傻子 这么多年白魂了 黄欣盯着丁力 声音冰冷 手指搭在扳机上 想试试 好 那我就成全你 丁力看着黄欣的动作 身子一颤 脸上更是写满了惊慌 甚至 连握在手里的引爆器 都差点掉了 萧辰看到这 暗交不好 这家伙 还是太嫩了 被黄欣一炸 就露出了破绽 果然 黄欣看着丁力的反应 心中大定 神情更加猙獰 大声道 来人 给我把他们三个砍死 谁他妈要是敢动 就开枪打爆他的脑袋 是 刀手们也意识到 这炸弹可能是假的 一个个都恼怒 竟然敢用假的骗他们 别 别过来 我真要引爆了呀 丁力看着一步步 上来的刀手 更加害怕了 脚下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杀 刀手们齐声大喝 高举起开山刀 扑向了三人 第52章 你们咋不上天呢 大汉 保护好丁力 看着冲上来的刀手们 萧尘手中开山刀一紧 身形一晃 化作一道残影 杀进了人群里 好 李汉后点头 纵身扑向丁力 然后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把他甩向旁边的沙发 躲好了 都让开 开枪干掉他们 黄欣见萧尘 在枪口下 还敢动手 勃然大怒 想要开枪射击 却又怕击毙手下 只能吼了一嗓子 而趁着刀手们散开的空当 萧尘义 甩开山刀上的血珠 身形如鬼魅 转眼间来到了黄欣面前 小心 倚靠在墙角的孙妃 大声提醒了一句 黄欣心中一紧 下意识扣动了扳机 碰 清脆的枪声响起 一个刀手胸口燃血 倒在了血泊中 就在黄欣又要扣动扳机时 只感觉勃梗一寒 一把燃血的开山刀 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黄堂主 你对一流高手 还挺了解的吗 不过 难道你不知道 一流高手 有千军万马中取上 将手机的实力吗 一个淡淡的声音 在黄欣耳边响起 放开心歌 放开心眼 光头蛇等人见黄欣 落在萧尘手中 全都大惊失色 枪口齐指着他的脑袋 让你的手下 都放下枪 萧尘连看都没看 光头蛇等人手中的枪 只是紧了紧手中的刀 萧尘 只要你放开我 我让你们活着离开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黄欣放软了姿态 呵呵 你以为就凭几把枪 能留下我吗 萧尘嘲弄一笑 小子 放开心歌 要不我开枪了 光头蛇大声吼道 可以啊 看看是你的枪快 还是我的刀快 萧尘说着 手中开山刀一挥 割开了黄欣的皮肤 鲜血沿着刀刃留下 黄欣身子一颤 脸色白了几分 这家伙还真敢下手啊 光头蛇等人 也都投数机器 不敢再逼近 我数三个数 让他们都放下枪 要不然 我就割掉你的脑袋 萧尘右手稍稍用力 伤口更深 鲜血流得更快了 你敢杀我 如果我死了 那你们也得死在乱枪下 黄欣咬牙问道 呵呵 你可以试试 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胆 不过 我得提醒你一句 我们死不死不一定 但你肯定的死 或许 我杀了你 他还会感谢我呢 萧尘说着 指了指光头蛇 笑眯眯地说道 听到萧尘的话 黄欣和光头蛇脸色都是一变 尤其是后者 差点跳起来 这话说得也太特么朱星了吧 我杀了你 他就可以上位 然后坐着你的位子 花着你的钱 如果这家伙是个人渣的话 可能还会睡你的女人 萧尘 你别胡说八道 星哥 我 光头蛇急了 大声叫道 好了 我该数数了 萧尘 你杀了我 就不怕遭到全非英邦的追杀 呵呵 我杀了你 其他几个堂的老大 估计也会非常感谢我 一 你 你都知道 废话 非英邦内讧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二 你 三 萧尘不等 黄欣在说话 右手在用力 鲜血喷咬出 啊 不要 全都放下枪 快放下枪 剧烈的疼痛 让黄欣彻底慌了 他能清楚感觉到 死亡的降临 这种感觉 让他浑身发亮 灵魂都在颤抖 萧尘很准时地 停下了割开黄欣皮肤 甚至肌肉的开山刀 就如同医生操控着手术刀一样精准 后者身体颤抖 他觉得 如果他再晚开口一秒钟的话 那他的动脉血管 就会被撕裂 然后鲜血像喷泉一样 喷涌而出 你 救了自己一命 萧尘脸上的笑容 始终保持着 没有任何变化 放下枪 快点都放下枪 黄欣从心中生起巨异 他后悔今晚 摆得鸿门艳了 心腹们缓缓放下了枪 而光头蛇 却犹豫着 他知道萧尘的恐怖 一旦放下枪 那他们就没了任何的仪仗 看 我刚才说对了吧 萧尘又指了指光头蛇 坏笑着说道 妈的 大蛇 你他妈给老子把枪放下 你想老子死啊 黄欣怒了 大声怒吼道 星哥 你别听他瞎说 我没其他心思 那你他妈就快放下枪 老子要躺血躺死了 光头蛇咬咬牙 缓缓放下了枪 大憨 收起他们的枪 萧尘见他们放下枪 心里也稍稍松口气 虽然他有把握枪口逃生 但大憨和丁丽却不行 李憨后上前 捡起地上的枪 然后来到萧尘旁边 竖起大拇指 陈哥 厉害 萧尘 你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 黄欣流了那么多血 都有点眼前发黑了 好 萧尘点点头 把架在黄欣脖子上的开山刀挪开了 只要对方没枪 凭他和大憨的实力 可以轻松杀出去 莫人能拦住 黄欣身体晃了晃 差点摔倒在地上 萧尘看了他一眼 快速在他脖子附近戳了几下 只见鲜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缓了 黄欣同样察觉到了 瞪大眼睛 这是什么手段 这样就可以止血了 光头蛇等人也很震惊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才有的情形吗 点穴止穴 还是怎样 一只微米在角落里的孙妃 眼皮跳了跳 这个萧尘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 别紧张 给你止一下血 也不用谢我 我是因为还有点事情 要跟你谈 如果你失血而死 那我跟谁谈 萧尘淡淡地说道 黄光咬牙 妈淡的 搞得好像我的伤口 跟你无关一样 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黄堂主 咱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打也打了 现在 是不是该好好谈谈了 萧尘拉了张椅子坐下 你想谈什么 对于这光头去青城公司 收保护费的事 本来他道歉了 我也不想多计较了 不过后来 你们又要算账 那我只能算一算了 算什么 你们一共在青城公司 收了多少保护费 现在 两倍 不 三倍还回来 这件事情 就算过去了 听到萧尘的话 黄兴等人的脸都绿了 怎么着 以前收的保护费 要再还回去 还得是三倍 卧槽 这到底是收的保护费 还是借的高利贷啊 要是这事真认怂 那传出去 以后还有什么脸面 再倒上魂了 怎么 不想还 萧尘一挑眉吗 问道 萧尘 你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黄兴怒声道 欺人太甚 呵呵 刚才你们欺负我的时候 怎么不说这话 那我们收了保护费 也给青城公司提供了保护啊 保护 呵呵 那你们给我说说 自从你们收保护费后 你们给青城公司提供了什么保护 又帮青城公 撕平了多少事 我这人比较讲理 只要你们真做事了 那没得说 我保证不要一分钱 黄兴看向光头蛇 后者仔细想了想 无奈摇头 他们光收钱了 毛也没保护过 黄兴看着光头蛇的动作 嘴角抽出了几下 辩解道 就算我们啥也没做 那也是因为某些找麻烦的 听说青城公司 是我们飞银帮在找 所以不敢找麻烦了 麻痹 你们这么厉害 咋不上天啊 咋不去拯救地球啊 少废话 还 还是不还 萧辰不耐烦了 目露凶光 黄兴心中一颤 想到刚才死神降临的感觉 咬咬牙 认怂了 好 还保护费可以 可不可以不三倍 四倍 什么 你刚才明明 五倍 我 还 五倍就五倍 黄兴都要哭了 你马的 要是再不答应 估计马上就六倍了 嗯 其实你可以再扛一会儿 还没到十倍呢 萧辰跟变脸似的 又露出了笑容 黄堂主 实时务者为俊杰 这话还你 你也是个聪明人吗 不光是黄兴要哭了 光头蛇等人也要哭了 这事儿可不能传出去啊 要不他们猎鹰堂都抬不起头来啊 说吧 你们总共收了多少保护费 大蛇 多少 黄兴不清楚 问光头蛇 好像是 别好像 如果说错了 那就再加一呗 萧辰看着光头蛇说道 光头蛇嘴角抽出几下 挠了挠大光头 他也没说啊 大蛇 你要想好了再说啊 黄兴提醒了一句 那啥 我能打电话问问 刘大葵布 他每个月都有分钱 应该有印象 什么 他还分钱了 萧辰一听怒了 吃里扒歪啊 是啊 妈的 下次再见到这王八蛋 给他腿打折了 萧辰骂了一句 赶紧打电话 是 其实不用打 你们收了整整一年保护费了 我刚去那会儿 你们开始收的 我在公司待一年了 忽然 丁力弱弱地开口了 一年 一个月三万是吧 那一年 就是三十六万 五倍的话 一百八十万 黄兴芒说道 呵呵 黄堂主 数学学得不错嘛 魂飞驱才了 这样吧 四舍五入一下 给个二百万 咱就两清了 原本我还想找你 再要点精神 损失费啥的 现在也算了吧 啥 精神损失费 对啊 看看你今晚 这又是刀 又是枪的 都他妈吓死宝宝了 不得给点押金费啊 你看看 把那孩子 都吓成啥样了 要点精神损失费 不应该吗 萧辰指着丁力说道 应该 应该 就二百万 我给 黄兴赶忙点头 他怕这家伙再说下去 一会又变成三百万了 今天锁在了码字软件里 刚出来 所以没及时更新 三更 你们能原谅俺吗 第五十三章 他 惹不起 弟弟 银行提示短信响了 二百万到账 旁颠 丁力看得有点傻眼 这就赚了二百万啊 这钱赚得也太轻松了吧 不过 他看看地上的开山刀 以及几把手枪 再想想刚才的生死危机 又打了个哆嗦 妈蛋的 一点也不轻松 也只有诚哥这种牛逼的人 才能赚这种钱吧 向来 都是黑社会 敲诈别人 啥时候 黑社会被敲诈过呀 现在 长见识了 没得说 诚哥威武霸气 跟诚哥混 肯定有前途啊 萧辰看着短信提示 露出满意笑容 拍了拍黄兴的肩膀 黄堂主 咱们就算两亲了吧 对对 两亲了 虽然黄兴心里 恨不得宰了这家伙 但脸上却不敢露出分喉 哪怕他已经打定主意 事后就想办法 弄死这三个家伙 嗯 你心里不会还惦记着 怎么弄死我吧 萧辰歪着头 问了一句 不会不会 我认栽了 黄兴脸色一白 盲摇摇头 呵呵 想弄死我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有本事 一下弄死我就成 要不然 死的就是你 萧辰说到后面 语气骤然意冷 不 不敢 最好是不敢 下次 这一刀 可能就砍掉你的脑袋了 萧辰说完 目光扫过全场 如果谁想死 尽管可以来找我 接触到萧辰的目光 所有刀手都低下了脑袋 包括光头蛇 现在 连老大都在得这么惨 他们还哪有胆子报复呢 大汉 丁丽 我们走吧 萧辰起身 双手插着头 向着外面走去 陈哥 枪呢 李汉后问了一句 哦 还有战利品是吧 黄堂主 你还要不 如果你要 我十万块一把 卖你怎么样 萧辰回头问道 黄兴嘴角抽搐 麻痹的 十万块一把 你他妈怎么不去抢啊 在黑市 这价钱 能买十把手枪了 不买可以不 当然可以 呵呵 我是个讲理的人 不会干那种 抢买抢卖的事情的 你不买 那我就留着自己玩了 萧辰说完 向外面走去 李汉后和丁丽 跟在后面离开 尤其是后者 紧紧跟随 生怕这些吃了亏的黑道分子 跟他拼命啊 出了新天地 丁丽大大 喘了口粗气 他忽然有种 死里逃生的感觉 他仰头看看 天上的月亮和星星 热泪盈眶 还活着 还特么活着 活着 真好 丁子 你干嘛呢 李汉后看着擦眼泪的丁丽 奇怪问道 啊 没 没什么 阳光刺眼 不 沙子迷眼了 没事 丁丽胡乱擦了几下 摇摇头 呵呵 萧尘轻笑 拍了拍丁丽的肩膀 我相信 经过今晚的事情 你会成长起来的 嗯嗯 我连龙唐虎穴都闯了 还怕啥 丁丽用力点头 呵呵 对 萧尘笑着点头 每个人眼里的龙唐虎穴是不同的 就像每个人眼中 关于幸福的定义也不同一样 今晚真舒坦 吃了那么多好吃的 还打了一架 活动了下筋骨 嘿嘿 李憨厚也咧嘴笑着 丁丽无语 刚才被黄星用枪指着的时候 他都快下尿裤子了 这家伙倒好 还说舒坦 心得多大呀 对了 丁丽 你腰上馋的炸弹 是什么东西 萧尘想到什么 好奇问道 呃 是 是方便面 提到这茬 丁丽就有些尴尬了 本来想吓唬人的 结果露出了破绽 没吓唬 还差点死在枪口下 萧尘无语 方便面 我以前看电视 看里面 就有人用方便面装炸弹 今晚来之前 寻思怎么能再加个保险 就去买了几包方便面 缠在了腰上 萧尘哭笑不得 电视里看来的 这家伙 也是人才了 那引爆器呢 是什么玩意儿 那是我路过一废品收购站 进去捡的 我也不知道是啥 可能是什么电器上的开关吧 你牛逼 萧尘竖起大拇指 不服不行 陈哥 你就别笑话我了 差点搞砸了 丁丽更不好意思了 今晚这事 干得确实是太丢人了 呵呵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还活着 嗯嗯 活着 丁丽一听这俩字 又眼泪汪汪的了 陈哥 枪咋办 李汉后在旁边问了一句 都交给我吧 说不定啥时候能用上呢 萧尘想了想 说道 哦 行了 今晚这红门宴算完事了 各回个家吧 大汉 你怎么回去 我 跑着回去吧 李汉后挠挠头 不过 咱这是在哪 你去市二院 我跟你顺路 我送你回去 咱俩坐地铁 丁丽说着 掀起衣服 开始往下拆方便面 好啊 李汉后点点头 看着丁丽扯下来的方便面 钉子 这些方便面 你打算干嘛 扔了吧 那别扔 给我 我带回去吃宵夜 丁丽无语 这家伙 刚才吃那么多 还要回去再吃宵夜 这饭量 也是没谁了 不过 他还是把方便面拆了下来 递给了李汉后 李汉后接过来 数了数 七包 嗯 勉强够了 萧尘和丁丽 翻个白眼 这家伙就是个吃货 陈哥 今晚闹成这样 黄兴会不会再继续报复 临走时 丁丽 担心地问道 不知道 不过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再报复 我就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萧尘仰头看了眼星天地的四楼 眼中杀鸡一闪而逝 听到萧尘的话 丁丽身子一颤 陈哥以前到底是干嘛的呀 丁丽 不用担心 没事的 嗯嗯 你把大汉送回去吧 有什么事情 明天公司再说 好 丁丽和李汉后结伴 向着地铁站走去 而萧尘也上了车 随手把枪扔在了副驾驶座上 然后发动起车 向玉京香别墅开去 星天第四楼 窗前 光头蛇看着远去的马沙拉蒂 咬牙道 星哥 他们走了 嗯 正在接受包扎伤口的黄星 陈卓脸点点头 今晚丢人丢大发了 星哥 他们分开走的 我们要不要派出一批兄弟 带着枪 把那个傻大哥 还有那个胆小鬼干掉 黄星听到这话 心中有些异动 虽然那个傻大哥很强 是一流高手 但如果放黑枪的话 还是能干掉的 不可 忽然 孙飞开口了 一流高手 通常都直接敏锐 他们可能会察觉到危机 就算察觉到危机 乱枪之下 也活不了吧 光头蛇不甘心 断手之仇 没抱就算了 今晚又被砸了个头破血流 这口气咽不下去 就算能干掉那两个人 但你们忘了 萧辰临走时说过的话了 飞哥 那不过是萧辰的嘴炮罢了 他威胁吓唬咱呢 行 谁想死 尽可以去报复 我 离开 孙飞说着 强忍着身体的剧痛 站起来 星哥 你对我有恩 我再劝你一句 不要再想着去报复萧辰 这个人 你惹不起 飞哥 你不会是被那家伙 吓破胆子了吧 他是挺能打的 但再能打 也干不过枪吧 刚才那么多枪 不也没留下他吗 刚才是情况特殊 我 刷 一道寒芒闪过 一把刀架在了光头蛇的脖子上 刀柄 握在孙飞手中 他脸色煞白 盯着光头蛇 虽然我受伤了 但杀你 跟杀技一样容易 信吗 光头蛇身子一颤 虽然他心里愤怒 但又不得不承认 孙飞杀他 确实跟杀技一样容易 在想到比孙飞还要强悍的萧尘和李汉后 冷汗巴达巴达落了下来 好了 自家兄弟 闹什么 黄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看着孙飞 真的惹不起 惹不起 孙飞一点点头 放下了刀 可这口气 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出来混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像今天这么丢人 如果你执意要报复 那我就只好离开了 我不想找死 孙飞说到这 犹豫一下 我猜测 那个萧尘根本不是一流高手 而是武学大师 什么 黄星以及光头蛇脸色大变 武学大师 就是那个傻大哥 也是一流高手中的巅峰高手 就算公平一战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那么强 最可怕的 不是他们的战斗力 而是 孙飞扫了眼周围 没有再说下去 黄星心中一动 你们都先出去 是 等光头蛇等人出去 大包房里 只剩下他们两人时 黄星问道 而是什么 萧尘为你止血时 我看过他的点穴手法 这种手法 只在另一个层面存在 另一层面 什么意思 孙飞摇摇头 没有多说 星哥 只要你知道 这个萧尘 有可以轻松灭掉 飞鹰帮的实力 就足够了 什么 黄星脸色巨变 这么恐怖 他 可为有 不可为敌 现在 朋友做不成 那敌人更不能做 这是我的忠告 孙飞严肃地说道 黄星沉默下来 脸色变换几下 好 听你的 这口气 我咽下去 第五十四章 一棵歪薄树 萧尘回到别墅时 客厅里还亮着灯 苏小门窝在沙发上 看着月亮的后裔 不过他的心思 显然不放在电视上 不时向外瞅着 当马沙拉蒂的轰鸣声响起时 他眼睛明显亮了 偏头向外面看了眼 然后重新把目光 挪回电视上 装作很随意的样子 大概三分钟左右 萧尘拎着黑塑料袋 从外面进来了 黑塑料袋里 装的是今晚的战利品 手枪 萧尘看着沙发上的小萌 想到两人又见冷的关系 主动打招呼 小萌 还没睡呢 你姐呢 嗯 我姐在楼上工作 苏小萌扭头 打量着萧尘 你干嘛去了 呵呵 跟两个朋友见了个面 你再特意等我 谁等你啊 我是在看电视 顺便找你有点事 萧尘笑了 小丫头 就是小丫头啊 好 那你说吧 什么事 苏小萌没有说话 而是从沙发上下来 光着脚丫跑到萧尘面前 上上下下 打量着他 他一边看 还一边摇头 姐姐眼睛 应该没这么瞎吧 不可能真看上这家伙吧 是 长得还凑合 挺帅的 但其他方面 跟他想象中的姐夫 都差远了呀 最重要的是 哪有姐夫跟小姨子 咧着嘴说啥小和 才露尖尖脚 荷包蛋上两个早蛋 这不是混账吗 这事 说啥都不行 就算姐姐 真有意思 也得给脚和黄了 在他看来 只有这个世界上 最优秀的男人 才能配得上姐姐 打个比方 就算是一棵树 那他未来的姐夫 也得是小叶子谈 不管用来干啥 都有最大的价值 至于肖尘嘛 整个就是一歪脖子数 除了能用来上吊外 好像没啥其他用处 当然 姐姐喜欢上肖尘 这只是他自己的猜测而已 不过 防患于未然 莫坏处啊 肖尘被苏小萌 看得有些发毛 低头看看 好像没啥血迹吧 再回来前 他特意检查过了 确定没沾染上鲜血呀 小萌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你身上什么味道 苏小萌摇摇头 抽了抽鼻子 微醋眉头 肖尘心中一惊 这丫头鼻子倒是挺灵敏 虽然身上没沾上鲜血 但血腥味还是有的 啊 没啥 可能是天热了 汗味吧 这样 我先回去冲得早 等会儿再说啊 不用了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我已经跟尹赫约好了 星期天晚上赛车 苏小萌瞄了眼楼上 压低声音说道 行 我知道了 你别大意了 这次尹赫请的是他表哥 也就是龙海地下车神之一 呵呵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表哥 我一样虐知 哼 如果你输了 那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苏小萌说完 忽然又觉得这话 过于暧昧 又加了一句 然后把你赶出去 行 如果我输了 不用你赶 我自己滚蛋 成吗 萧辰笑了笑 还有其他事没 要是没事了 我就回房区冲早了 末事了 说得好像我多喜欢 跟你聊天一样 苏小萌白眼 重新跑回沙发 看起了 月亮的后翼 萧辰无奈摇头 转身回房去了 啪 客房门关上 苏小萌扭头看了眼 想到萧辰手里的 黑色塑料袋 暗暗好奇 里面装的什么呀 不会是 充气娃娃吧 啊 太邪恶了 我是纯洁的孩子 怎么能想这么污的东西呢 苏小萌用力摇摇头 驱散了一些 狠污的想法 专心看起了电视 可看着电视里 穿着军装的宋仲鸭 他心里又禁不住 比较起来 萧辰也是当兵的 他穿上军装 会不会更帅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却不得不承认 脑海中幻想出来的 军装版萧辰 确实比军装版 宋仲鸭帅了不少 萧辰回房 洗了澡和衣服后 打开黑色塑料袋 把里面的手枪取出 全都是黑式的 垃圾货色呀 萧辰 有些失望的摇摇头 不过黄星手下 有这么多手枪 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猎鹰堂 只是飞鹰帮的 一个堂口而已 竟然随便 就能拿出这么多枪 那整个飞鹰帮 又有多少枪呢 飞鹰帮 也不过是龙海 地下世界的二流势力 与其相等的势力 还有好几个 上面更有三大帮派 这么一想 龙海市流通的枪线 就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进枪令 呵呵 有需求就有市场 有白就有黑 经不住 打不完 萧辰嘟囔一声 把枪重新装进 黑塑料袋里 随手扔到了床下 然后关灯 躺在了床上 很快 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早晨 他照旧早早起床 然后 做了美味的早餐 等待两女下楼 比往常晚半个多小时 两女才从楼上下来 萧辰 不好意思 周末多睡了一会儿 昨晚也忘了告诉你 苏晴看着桌上的早餐 歉意地说道 呵呵 没什么 我去用微波炉热一下 我帮你 好 很快 早餐就热好了 三人围坐在餐桌前 小萌 你今天有什么活动 如果出去的话 让萧辰跟着你 现在外面太乱了 苏晴吃着尖蛋 看着坐在对面的小妹 我今天不出门 哦 那你待在家里 也要注意安全 要不 让萧辰在家里陪你 苏晴想了想 说道 啊 苏晓萌瞪大眼睛 你自己在家 我有点不放心 苏晓萌撇撇嘴 小声嘟囔道 她在家 我才不放心呢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还是让她保护你吧 我不出门 然后 把外面门锁上 而且我还是黑带高手 苏晴 玉京香别墅这边 安保还不错 她待在家 不会有事的 萧辰也开口说道 那个隐藏在暗处 发威胁性的家伙 不是说近期 让苏晴好看吗 所以她这几天 准备跟在苏晴身边了 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至于苏小萌 她琢磨着 对方应该对付苏晴的 可能性更大 而且这里 安保确实不错 不出门的话 安全可以保证 听到萧辰也这么说 苏晴踩点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了 吃完饭 两人驱车离开别墅 来到公司 苏晴去办公室了 而萧辰则没有去保安部 而是来到公司 不远处的银行 取了四十万出来 分别装在了 两个黑塑料袋里 陈哥 还默等他回保安部 就遇到了丁丽 嗯 萧辰看着丁丽的黑眼圈 忍不住笑了 怎么着 昨晚没休息好 一闭眼 眼前就是鲜血 陈哥 我昨天砍的那家伙 他不会找人来砍我吧 丁丽有些担心地说道 呵呵 那你是不是要跑路啊 出境怎么样 萧辰无奈摇头 开着玩笑 啊 那不至于吧 行了 别瞎担心了 来我办公室 萧辰说完 向办公室走去 丁丽快步跟在了后面 把门关上 萧辰坐下 指了指门 丁丽关上门 看着萧辰 陈哥 啥事 给 萧辰把一个黑塑料袋 扔给了丁丽 什么 丁丽接过来 摸了摸 里面一答一答的 自己打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哦 当丁丽打开塑料袋 看着里面一落落 红彤彤的人民币时 不由愣了愣 然后问道 陈哥 啥事 你说吧 没什么事 这钱是给你的 啊 丁丽眼睛 一下子就瞪大了 给他的 对啊 给你的 昨晚不是从黄星那里 搞了二百万吗 大憨二十万 你二十万 算是你小子的押金费 萧辰笑着说道 丁丽愣住了 原本他还以为这钱 是萧辰让他买什么东西 或者办什么事的 怎么也没想到 是给自己的 萧辰看着丁丽的表情 笑了笑 怎么 嫌少啊 不 不是 陈哥 这钱我不能要 我昨晚根本没做啥 就给你们拖后腿了 丁丽惊醒过来 用力摇摇头 然后把钱放在了桌上 萧辰眼睛深处 闪过一抹欣赏 他又发现了丁丽的一个优点 拿着吧 买弹簧刀不花钱啊 买方便面不花钱啊 不 那才几个钱 我不要 萧辰笑了笑 站起来 把钱重新塞到丁丽的怀里 丁丽 算了 我也叫你丁子吧 丁子 我们是兄弟吗 是 丁丽用力点点头 那不就得了 从你决定 跟我一起去世 我也认可了 你这个兄弟 只要你不是贤手 把我当兄弟 那就收起来吧 可 要是不熟 就滚出我的办公室 我也没你这兄弟 萧辰见他还要推辞 脸色一沉 杨慕道 丁丽见萧辰发火了 身子一颤 眼圈也红了 这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感动 陈哥 我收可以 但二十万太多了 这样吧 我留下十万 三十万给大汉 他母亲不还在住院吗 丁丽强忍着 要掉下来的眼泪 认真地说道 萧辰见他这么说 想了想 点点头 行 那就照你说的吧 谢谢陈哥 丁丽说完 从里面拿出石落 塞进了另一个黑塑料袋 我等会要去医院 你去吗 我不去了 还没去监控室 行 那你去忙吧 萧辰点点头 拿起桌上的塑料袋 我去医院了 嗯 陈哥 谢谢你 呵呵 自家兄弟 谢什么 不嫌少就行 萧辰拍了拍丁力肩膀 拎着塑料袋 向外走去 第五十五章 奇迹 萧辰来到医院 在VIP病房里 见到李母和李憨后 陈哥 你咋来了 李憨后见到萧辰 咧嘴笑了 俺刚吃完早餐 要是早知道你来 就给你留点了 萧辰无奈摇头 吃货的世界 永远与吃有关啊 你这孩子 还不赶紧让阿诚坐下 李母已靠在病床上 气色叫之前几天 有了很大的改善 原本苍白的脸色 变得红润起来 阿姨 今天怎么样 萧辰坐在床边 笑眯眯地问道 好多了 现在我觉得自己的身子 一天一个变化 一天比一天轻松 李母慈祥地看着萧辰 心里满是感激 要不是这个年轻人 他可能还在忍受着 病痛的折磨 更可能哪天睡着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就好 我再帮阿姨 一下脉吧 好 李母笑着点头 伸出有些枯瘦的胳膊 萧辰一根手指搭 在李母手腕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仔细整着脉搏的跳动 李憨厚站在旁边 不时搓搓宽大的手掌 略微有些紧张 哪怕他已经知道 母亲身体一天天康复 但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 母亲 就是天 李母注意到 儿子紧张的神色 露出一个安慰的笑容 啪 病房门打开 要齐皇和李胜 从外面进来了 后者手里 还拎着一个保温筒 这是要齐皇带来的 这几天药膳房 一直负责李母的饮食 不过 平时都是要 擅访的员工送来 当要齐皇看到 正在给李母 枕脉的萧辰时 眼睛明显亮了 好几天了 终于又碰上了这小子 李母见要齐皇来了 冲他点点头 后者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坐在了 旁边的沙发上 几分钟后 萧辰睁开眼睛 站起来 笑着打招呼 要老 您来了 萧小友 先不闲聊 枕脉结果怎么样 要齐皇迫不及待地问道 呵呵 比我想象中 恢复得还要好 再有个一周时间 就可以出院了 嗯嗯 我来试试看 要齐皇说着 扣住李母的手腕 仔细号起脉来 紧接着 他脸色就不断变换 确实 这脉相 除了虚弱点外 竟然与正常人 没什么区别 要不是他亲眼所见 实在不敢相信前几天 虚弱垂死的李母 现在脉相 竟然变得这么好 甚至 根本看不出 是一肺癌晚期的患者 我老头子这辈子 见过不少奇迹 但这次奇迹 却是最奇的 要齐皇松开 李母手腕 忍不住说道 呵呵 也没那么夸张 萧辰笑着摇头 心里却嘀咕 看这样子 尚无想离开 估计要悬啊 果然 接下来 要齐皇就拉着萧辰 开始聊了起来 从古到京 从中到外 但凡是跟医学有关的 都能扯上聊几句 李盛呆了会儿 就离开了 毕竟他是院长 还有一大堆事呢 不过 临走时 他还是不死心地表示 只要萧辰来 那绝对最高待遇晕晕 这让萧辰无奈苦笑的同时 也让要齐皇翻白眼 说只要萧辰愿意 还轮得到他 全国所有医院 随便他挑 当院长都行 一上午时间 耀齐皇说了好几遍 与军艺习话 圣读十年医书 而萧辰也获益匪浅 虽然 他曾博览医书 但相对来说 经验却不如耀齐皇族 两人交谈中 他也长了不少知识 萧小友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我明天就要回京了 耀齐皇离开时 拉着萧辰的手说道 萧辰想了想 点点头 好 要老 您说时间和地点 我赴约 哈哈 好 痛快 要齐皇大喜 约好时间和地点后 就离开了医院 萧辰回到病房 拿着黑塑料袋 又把李憨后 给叫了出来 陈哥 啥事 给 萧辰把黑塑料袋 扔给了李憨后 什么 好吃的 李憨后接过来 嗡声问道 萧辰翻个白眼 自己打开看 哦 李憨后打开 从里面拿出一摞钱 陈哥 这是干啥的 给你的 收下吧 给俺的 对 昨晚不是赚了点钱吗 我拿出了四十万 你和丁子一人二十万 他说受之有愧 就拿了十万 然后 说给你三十万 萧辰简单说了几句 俺不要 拿着 你母亲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你们在龙海 还没住的地方吗 所以得租房子 龙海消费这么高 手里没钱怎么行 李憨后听到这 耸拉下脑袋 自从来到龙海后 他才理解母亲 曾经跟他说过的一句话 一毛钱 难倒英雄汉 大憨 租房子的时候 找个安静点的 适合你母亲休养 算了 等我帮你找吧 萧辰摇摇头 把这事包在了自己身上 毕竟李憨后 来龙海没多久 哪哪也不知道 谢谢诚哥 呵呵 谢什么 我们是兄弟吗 好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嗯 俺送你吧 好 几分钟后 萧辰开车走了 而李憨后 拎着黑塑料袋 却有些头疼了 他不知道 该怎么跟母亲解释这三十万 在他看来 昨晚的事 应该带着那么点违法 而母亲不让他 做违法的事 所以他为难了 他愁愁犹豫了许久 迈开大步向病房走去 他决定实话实说 阿诚走了 李母见儿子自己回来 轻声问道 嗯 走了 李憨后低着头 声音也比往日小了不少 李母看着李憨后的样子 目光落在他手里的黑塑料袋上 问道 这是什么 钱 钱 嗯 陈哥给俺的钱 李憨后点点头 把黑塑料袋里的钱 倒在了病床上 一落一落 李母并没有想象中的惊讶 更没有普通村妇 见到这么多钱的震惊 她只是有些疑惑 她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因为 李憨后低着头 犹豫着 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昨晚去做什么了 啊 虽然你回来时 换过衣服 但身上 还是有浓烈的血腥味 说吧 昨晚你去干嘛了 或者说 你们去做什么了 李憨后 把昨晚的事情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而李母听完后 沉默了 娘 你别生气好不好 那些人都是坏人 都是黑社会 我没有欺负好人 李憨后 见母亲不说话 有些慌了 李母看着儿子 心中叹口气 难道 这就是宿命吗 娘 我错了 李憨后跪在了地上 低着头 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起来吧 李母又叹口气 算了 躲不过的宿命 那躲也没用 这就是命啊 娘 你不生气了 李憨后抬起头 忐忑问道 嗯 不生气了 起来吧 哦 李憨后这才点点头 站起来 你觉得 阿诚是个怎样的人 李母没在看床上的前一眼 轻缓问道 陈哥是好人 他真心对暗 最重要的是 他救了娘的命 李憨后认真说道 大憨 如果说 他没有救娘的命 他值得你追随吗 李憨后听到这话 想了想 点点头 依旧认真 值得 好 既然值得 那就追随本心 去吧 李母露出一丝笑容 你说的没错 他是个好人 嗯嗯 李憨后见母亲露出笑容 也开心地笑了 呵呵 好了 把钱收起来 存银行里去吧 李母重新把目光落在病床上 好 李憨后点点头 收拾起来 李母看着满脸笑容的儿子 心中微叹 希望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萧辰回到公司 溜达一圈 确定没什么事情后 就回到了办公室 这次 他没有玩游戏 也没有去秦兰办公室 而是让丁丽 给他找了一个 崭新的笔记本 符案写着什么 一下午时间 丁丽来过几次 每次都见 萧辰还在写着 这让他暗暗崇拜 陈哥果然是 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啊 直到下班的时候 萧辰才抬起头 站起来 撑个懒腰 把笔扔在了桌子上 妈的 累死我了 才默写了一半 不过也够了 萧辰嘟囔完 拿起笔记本 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什么错误后 才收起来 离开了保安部 十多分钟后 他与苏秦离开了公司 把后者送回别墅后 就驱车前往 与耀七皇约好的地方 哈哈 萧小友 你来了 耀七皇见到萧辰 很是高兴 大笑着说道 呵呵 耀老 我没来晚吧 没有没有 是我想到 与你畅谈 就迫不及待来早了 耀七皇 拉着萧辰的手 来来 今晚要陪我 好好喝点才行 莫问题 萧辰痛快答应下来 今晚 耀七皇谁都没叫 连李盛都没喊 就他和萧辰两个人 菜 也挺简单的 普通家常菜 六个 九 茅台 萧小友 以前我总是在想 这中医越来越落寞了 甚至青黄不接了 年轻一辈中 莫几个人 愿意花比西医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学习中医 不过 这次来龙海 见到你后 我才发现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呵呵 要老 中医界 有您这种 泰山北斗在 又怎么会落寞呢 萧辰说着 拿出下午墨写的笔记本 递给了要齐皇 这是什么 要齐皇接过来 当他掀开两页 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差点跳起来 惊呼出声 阴阳一点 嗯 你这是 送给您 昨天更了一张 锁了九千字 晚上快半夜了 才出来 刚准备更 结果发现 17K登陆不上去 然后我就睡了 早上发现 还登陆不上去 又是联系编辑 又是联系啥的 最后得出结论 山东联通用户 有少数无法进入网站 我这个急啊 不过 幸好本骚年机制 用手机开流量更新 妈蛋 昨晚咋就没想到 没这么机制呢 这两张 有昨天的一张 和今天的一张哈 我继续去马自了 大家武艺快乐 么么的 第五十六章 怪叔叔 清晨 萧晨开着车 载着苏晴前往公司 阳光透过挡风玻璃倾洒 让人倍感温暖 想到昨天晚上 药七皇见到 阴阳一点时的反应 他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呢 正在低头浏览新闻的苏晴 扭头看着萧晨 好奇问道 呵呵 没什么 想到一个有意思的老头 萧晨笑着摇头 哦 等会儿 你把我送到公司 就回来陪小萌 她自己一个人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你今天都不离开公司吗 嗯 那好 萧晨 小萌这丫头 要是说啥做啥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呵呵 她还是个孩子 我能跟她一般见识吗 苏晴笑了笑 虽然她觉得 小妹跟萧晨之间 似乎有点猫腻 但关系却比之前大大改善了 应该不会起什么太大冲突 到了公司后 萧晨去了趟宝安部 简单安排了一下 又驱车回到了玉京香别墅 小萌 今天有什么活动啊 萧晨回到别墅 看着已经打扮好的苏晓萌 眼睛一亮 白色宽松的T恤 搭着牛仔短裤 精致素颜的脸蛋 简单的马尾 青春气息洋溢着 很是迷人 晚上赛车 那白天呢 白天你也要跟着我 苏晓萌看了萧晨一眼 当然了 你姐都下圣旨了 我要是不跟着你 你姐不得砍我脑袋啊 行吧 虽然跟了个跟屁虫 有点不爽 但既然我姐发话了 那就让你跟着吧 苏晓萌勉为其难地说道 萧晨嘴角抽搐几下 妈蛋的 你这小屁还懂个屁啊 世界上 有多少人开天价 想求老子保护他们一天 老子都不甩他们啊 不过 萧晨 你管我叫什么 萧晨瞪眼 不乐意跟他一样的 怎么还越来越没规矩了 得 晨哥 你能换身比较帅的衣服吗 人靠衣裳马靠鞍 这话没听过吗 苏晓萌用挑剔的眼神看着萧晨 帅的人 从来都是人来衬托衣服 而不是靠衣服来衬托人 懂吗 像人靠衣裳马靠鞍这种话 明显是说那些本身长得不咋的 穿上名牌 好好道池道池 能勉强看的人 我就属于人衬托衣服的那种帅哥 萧晨有些嘚瑟地说道 妾 我看你是那种穿上名牌 也跟地摊货一样的论途 算了 随你吧 走了走了 苏晓萌看看时间 背着小包包 向外走去 萧晨耸耸肩 跟在后面 钥匙呢 来到院子里 苏晓萌伸手 什么钥匙 车钥匙啊 我来开 啊 你有车证吗 当然有了 小瞧我 没 萧晨摇摇头 把车钥匙递给苏晓萌 然后坐进了副驾驶 苏晓萌坐上驾驶座 有些兴奋 发动起车 然后轰了一脚油门 我今天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车技 别 咱还是稳单的 成步 哼 明显不相信我的车技吗 苏晓萌撇撇 想到什么 眼珠一转 陈哥 你就教我赛车呗 这样的话 下次有什么赛车 我就不用麻烦你了 自己就可以搞定了 赛车很危险 我以前有个朋友 疯狂迷恋赛车 也被很多人称为 车神 嗯 然后呢 苏晓萌眼睛亮了亮 萧晨不教他 可以找他这个朋友教吗 然后 然后他现在坟头的草 应该有半米高了吧 所以 这车还是用来当交通工具为好 赛车啥的 太危险了 那你怎么还赛车 我哪赛车了 要不是你勾引我 非得让我来赛车 我才 你说什么 我勾引你 苏晓萌不等萧晨说完 就发飙了 气得双手一抖 差点把车撞路边大树上去 啊 不是不是 我说错了 那是一场美妙的误会 是误会 萧晨吓了一跳 你妈的 忘了这妞在控制方向盘了 刺激不得 苏晓萌咬牙 他忽然有种 跟这家伙同归于尽的冲动 萧晨感觉到苏晓萌身上 散发的冰冷杀气 不敢再吱声了 掏出手机 玩起了游戏 苏晓萌也懒得搭理这货 竟然敢说自己勾引他 靠 他眼睛还没那么瞎吧 那明明只不过是美人机好吗 虽然 这美人机没成功 但没成功的美人机 也是美人机啊 与勾引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啊 半小时后 马沙拉蒂总裁 停在一栋大楼前 晓萌 到了呀 萧晨露出谄媚的笑容 没话找话 你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练台拳道啊 教练是个帅气的韩国欧巴吗 是宋仲鸭 行不 苏晓萌没好气地说道 宋仲鸭 这是个什么鸭 有京城烤鸭有名吗 苏晓萌差点一头栽地上去 我尼玛 根本没法沟通了好吗 两人乘坐电梯上楼 来到十三层 还没进门 就听到里面传出黑哈之类的声音 听起来颇有气势 来到里面 就见上百个身着 跆拳道练功夫的人 正在练习 小的有五六岁的 大的有二十来岁的 踢出一脚 都得扯着嗓子喊半天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步子迈大了 扯着弹了呢 呵呵 规模不小啊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萧晨继续堆笑 但眼中却闪烁着轻面 跆拳道 表演用的玩意儿 连华夏功夫里的花拳绣腿都不如 论实用 不如散打 论凶猛 不如泰拳 至于跟华夏鼓舞数比 那更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除了动作花哨好看点 吸引了大批想要耍酷耍帅的年轻人外 真正懂行的人 没人去练这个 小萌 你来了 一个身着白色练功夫 腰间缠着黑带的青年 快步走了过来 用有些古怪的声音打着招呼 嗯 嫖教练 我没来晚吧 苏小萌对青年点点头 露出一丝笑容 没有没有 就算来晚了 也没事 我可以一对衣教你 青年说完 目光落在萧晨身上 这位是 我是苏小萌的朋友 今天闲着没事 就来见识一下跆拳道 不等苏小萌开口 萧晨自己说道 哦 原来是小萌的朋友 呵呵 我是朴泽人 跆拳道黑带六段 虽然我不懂六段是啥意思 但听起来好像很吊的样子 小萌 你去练吧 不用管我 我随便看看就好 嗯 当着这么多人 苏小萌也没再跟萧晨闹 向着更衣室走去 你是小萌的男朋友 等苏小萌一走 朴泽人脸上笑容就消失了 冷冷问道 萧晨听到这话 挑了挑眉头 怎么着 这韩国棒子 不会是喜欢苏小萌吧 是啊 怎么了 朴泽人脸色一沉 锤在下面的手 握成了拳头 发出喀巴 喀巴的声音 萧晨能清楚感觉到他的敌意 心里冷笑 他决定了 要是这韩国棒子敢跟他递爪子 那就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华夏功夫 朴教练 我们开始吧 恰在这时 苏小萌从更衣室里出来了 冲着朴泽人喊了一声 好 朴泽人答应一声 看着萧晨 带着几分冷色 你不是要见识一下跆拳道吗 待会儿 好好看看 呵呵 好啊 萧晨笑着点头 朴泽人扭头就走 心里却琢磨 该怎么狠狠收拾一顿这个家伙呢 嗯 本会一定要找个机会才行 萧晨看着朴泽人的背影 摇摇头 棒子啊棒子 幸亏你刚才没跟老子嘚瑟 要不然 就你裤装下那小棒子 估计得粉碎性骨折 嘿哈 嘿嘿哈 练拳的声音传出 其中还夹杂着小孩子稚嫩的声音 小妹妹 你为啥来练跆拳道啊 萧晨左右无视 发现了一可爱的小萝莉 穿着小小号的白色练功夫 格外可爱 格外萌 忍不住上前逗他 妈妈说 现在练台拳道 以后再遇到像你这样 来搭讪的怪叔叔 就可以揍他们了 小萝莉蒂声音 还有点奶 表情也很认真 萧晨脸当即就绿了 卧槽 咋教育孩子的呢 我像怪叔叔吗 怪叔叔 有老子这么帅吗 小妹妹 我不是怪叔叔 你喊我哥哥 我给你买糖吃好不好 不要 虽然我年纪小 但我可不是好骗的哦 妈妈说 怪叔叔最会用这招来骗小朋友了 萧晨咬牙切齿 你妈呢 把你妈喊来 靠我打不死她的 怪叔叔 你不会要吃小孩吧 太可怕了 我还是离你远点吧 小萝莉说完 登登登 跑远了 萧晨看着小萝莉的背影 忍不住露出温馨笑容 要是以后能养这么个小家伙 该多好啊 那自己 一定会让她成为 全世界最幸福的公主 现在 有请普教练 来为我们表演跆拳道的腿法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只见嫖泽人来到中间地带 做了几个高难度的花式踢腿 周围 不少喝彩声响起 尤其是一些女生 眼睛都有点发光了 大叫欧巴好帅之类的话 就连苏小萌 也用力拍了几下手掌 这些花式踢腿 都是她接下来要练习的腿法 上木板 两个青年上前 抬着一大块木板 放在嫖泽人的面前 嘿哈 嫖泽人大喝一声 身体腾空而起 右脚狠狠劈在了木板上 只听咔嚓一声 木板断裂了 好 周围喝彩声再起 鼓掌声不绝于耳 萧晨脸上 却露出一丝不屑 就刚才这一下 最少有三个破绽 她只需一击 就可以踹爆这棒子的蛋 今天第二根 继续手机更新 有木有晚上的第三根 俺也不知道 锁小黑乌雀 看看能不能出来吧 第57章 话 不可乱说 嫖泽人稳稳落地 还算帅气的脸上 满是笑容 她很享受学员们的 欢呼声和惊叹声 尤其看到苏小萌 也在用力拍着手 她更加满足起来 这个小妞 她是一定要拿下的 不过 在想到苏小萌的男朋友后 她脸上笑容收敛几分 扭头看向萧晨 恰恰看到后者满脸的不屑之色 萧晨脸上的不屑之色 深深刺激了 嫖泽人的神经 她眼中闪过一抹狠辣 一定要狠狠教训一下 这个王八蛋 这位朋友 你不是要来见识一下跆拳道吗 站那么远 又怎么能见识到 一个个念头闪过 嫖泽人笑着开口了 但眼神却很冷很冷 呵呵 在这里就可以见识到了 确实威力很大 佩服佩服 萧晨的脸就跟翻书一样 一下子堆满了笑容 好像刚才的不屑 从未出现一样 嫖啥来着 算了 还是叫嫖教练吧 你不用管我 继续表演 萧晨笑着 那眼神就跟看猴戏一样 差点就张罗一声 问问附近有没有卖瓜子 或者爆米花的了 木板 嫖泽人脸色有点黑 轻喝一声 他要来个更帅的高难度动作 让这家伙看看他的实力 一个比刚才厚了三倍的木板 摆在了嫖泽人的面前 欧巴加油 普教练加油 嘿哈 嫖泽人跃起 360度旋转侧踢 右脚狠狠踢在木板上 咔嚓 裂开 欧巴好厉害 普教练太帅了 喝彩声和掌声在起 帅气的动作 让所有人都眼睛亮起 呵呵 你们都好好练习 以后也能做到像我一样 这一脚 威力很大 如果踢在人的身上 那绝对能把人的骨头踢断 内脏踢爆 嫖泽人大声说着 然后用挑衅的目光 看向萧辰 萧辰耸耸肩 无视调谱则人的挑衅 二流不如的水平 至于这么秀吗 唉 这井底之蛙 箭是手 是硬伤啊 看你的表情 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朴泽人见被萧辰无视 心中更怒 冷冷说道 信 当然信了 你很厉害 就刚才那一下 我差点以为 你要飞起来上天呢 萧辰认真说道 朴泽人差点气抽过去 这话明显讽刺啊 怎么 你不相信我们普教练的实力 有本事 你也踢一块看看啊 旁边 另一个教练 不乐意了 冲萧辰说道 萧辰 你也来踢一块 苏小萌看热闹 不怕事儿大 他知道 萧辰很强 但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强 所以也想看看 算了 我对踢特制的木板 没啥兴趣 萧辰摇摇头 笑着拒绝 特制的木板 哼 那你来试试看啊 几个跆拳道教练 脸色微变 不过还是冷声说道 因为这种特制的木板 没有技巧和一定力度的话 也是无法踢爆的 呵呵 我踢不碎 不是 你们别误会啊 我只是跟着小萌 来长长见识的 又不是来踢馆的 踢馆 向来都是我们出去 踢别人的武馆 还没人敢来这踢馆呢 朴泽人冷笑 我倒是希望 有人来踢馆 那样才更能证明 我们韩国的跆拳道 比华夏的功夫更厉害 萧辰听到这话 脸上笑容微微收敛 一会都好好练习 如果谁表现好的话 我下午就带谁出去踢馆 朴泽人大声说道 哇 又能见识到普教练的风采了 上次我跟普教练出去踢馆 太帅了 那个武馆里的家伙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普教练一脚给踢飞了呢 对对 前几天我也跟着去踢过馆 普教练以一条三 都赢了呢 学员们听到朴泽人的话 七嘴八舌讨论起来 全都神采飞扬的 萧辰看到这一幕 暗暗摇头 这些家伙都被洗脑了吗 跟着韩国棒子 去踢华夏人的馆 也踢得这么兴高采练 华夏功夫 是靠时间来积累 正所谓东练三九下练三伏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才能小成 而跆拳道 就简单多了 学半年 就能做出各种炫酷的动作 两三年 可能就能拿到黑带段位 最重要的是 现在 华夏武术界很混乱 只要是个人 随便就能开馆收图 搞得很多人 都对武术有了误解 要知道 在以前 最起码要达到 武学大师的水平 才有资格开馆授图 而且 武馆开馆前 必须要接受 几家武馆的挑战 全师手类成功了 才能开馆 萧辰想到这些 又想到了 要骑皇 对中医界的担心 不由叹了口气 社会再进步 人心再浮躁 有些老祖宗的东西 都丢干净了 以前 我在韩国的时候 不断听到 华夏功夫如何如何 我抱着交流的态度而来 可让我失望的是 难逢对手 朴泽人越说越来劲了 摆出一副 独孤求败的姿态 就差双手后背 仰头45度脚了 现在华夏人 也越来越知道 跆拳道的厉害了 所以 都跑来学习跆拳道 而不去学习 华夏功夫 这也足可证明 跆拳道强于华夏功夫 听到这话 不少年龄稍大的学员 笑容有些不自然起来 毕竟他们是华夏人 现在 被一外国人说 华夏什么什么不好 心里也不怎么自在了 不过 几个来自韩国的教练 却没有任何察觉 可能在他们眼里 甚至骨子里就觉得 棒子出产的东西 才是最棒的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踢遍 龙海市所有的武馆 养我跆拳道之威 让所有人都来学习跆拳道 让跆拳道取代武术 成为华夏的国术 女人不都喜欢强者吗 所以 朴泽人吹得 有些杀不住车了 她要在苏小萌面前 好好表现 让她知道 谁才是强者 这种话也敢说 不等朴泽人说完 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 萧尘脸上 已经没丝毫笑容了 吹得正来劲的朴泽人 被打断 脸色一沉 瞪着萧尘 怎么了 你来华夏时 把脑子忘韩国了 你说什么 朴泽人大怒 向萧尘走来 萧尘看着走近的朴泽人 露出几分不屑 我说 你来华夏时 没带脑子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不知道 哼 我说的不对 这个月 我踢了五家武馆了 没有一家武馆 是我的对手 这足可证明 华夏武术 不如韩国跆拳道 萧尘张张嘴 想要反驳 可忽然又懒得 跟这家伙多说什么 怎么 无话可说了 哼 要不你现在 去找个华夏的高手来 如果他能打败我 那我就为刚才的话道歉 怎么样 朴泽人说到这 为了保险起见 又加了一句 年龄 必须要和我差不多的 不能找那些 练了几十年的 要不 不公平 萧尘看着朴泽人 嚣张的脸 余光又扫过苏小萌 嗯 就给这家火点颜色 看看吧 刚好也可以让这丫头 别再练这些眉毛用的玩意儿 行 那我跟你玩玩 怎么样 你练过 朴泽人上下打量着萧尘 我不欺负没练过的 呵呵 练过两三天 欺负你足够了 萧尘淡淡一笑 朴泽人听到这话 脸彻底黑了下来 瞪着萧尘 好 那就看看 到底谁欺负谁 说完 又扭头看向苏小萌 小萌 你给我们做裁判 怎么样 好啊 苏小萌笑着点头 他最喜欢看热闹了 我们去那边擂台 朴泽人指了直左前方的擂台 行 拳脚无眼 要是伤了你 行了 少废话吧 谁伤了谁 算谁倒霉 打掉牙 自己往肚子里咽 萧尘有些不耐烦 翻身上了擂台 年纪轻轻的 不就打一架吗 咋这么磨叽啊 好 朴泽人冷笑 小子 一会就把你牙打掉 看你怎么往下咽 开始 苏小萌见双方都站在了擂台上 满脸兴奋 大声叫道 嘿呀 听到苏小萌的声音 朴泽人大喝一声 身体跃起 一个酷酷的高劈腿 向萧尘脑袋踢去 碰 在朴泽人的右脚 快踢到萧尘脑袋上时 萧尘右腿也踢了出去 后发而先至 快如闪电 视若奔雷 狠狠踢在了他的裤裆上 出来混 说让你淡碎 那就让你淡碎 萧尘看着朴泽人扭曲的表情 心里冷笑 紧接着 他又飞起一脚 鞋底与朴泽人的嘴巴 来了个亲密无比的接触 后者飞了出去 啪 朴泽人撞在擂台周围的绳索上 然后又重重摔在了擂台上 扑 朴泽人捂着裤裆 身体抽搐着 钢药发出惨叫 一张嘴 几颗牙齿喷了出来 洒落在擂台上 啊 惨叫声还是响了起来 凄惨吓人 周围 诡异的安静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擂台 甚至一些小孩子 都蒙住了 一招 就败了 朴教练 回韩国整个戎 把牙想好了 再练个几十年 再来华夏吹牛逼 说什么华夏武术不行 记住 有些话不能乱说 说了 就得付出代价 萧陈说完 没再看嫖泽人 跳下擂台 小萌 我们走吧 以后 别来学跆拳道了 这嫖教练水平太差了 想变强 我教你 我这电脑 还无法登录 17K网站 我也是热了狗了 都出去玩了吗 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 俺继续马自去 暂时先手机更新吧 第58章 有点虚啊 萧陈带着苏小萌离开了 无人赶拦 几个韩国教练 脸色难看 可嫖泽人是他们中最强的 连他都不是一招之敌 他们几个冲上去围殴 也不是对手啊 不少女学员 看着萧陈的背影 眼睛全都冒小猩猩了 太特么帅了吧 一些男学员 也都满脸崇拜之色 这就是华夏的真功夫吗 韩国的跆拳道 似乎与华夏真功夫一比 那就是 大写的渣啊 大哥 您收图吗 终于 有人忍不住追上萧陈 崇拜而虔诚地说道 啊 萧陈愣了愣 收图 大哥 我想跟您学功夫 可以吗 啊 你不是要学跆拳道吗 不学了 这棒子的玩意儿 也没想象中厉害 还不是被大哥 你一脚给踹飞了 这少年说着 回头看了眼 还趴在擂台上的嫖泽人 一脸嫌弃地说道 大哥 您就收我为徒呗 多少学飞都行 我也想变得跟您一样厉害 到时候行侠仗义 少年大声说道 行侠仗义 没睡醒吧 萧陈心里嘀咕 但脸上却满是笑容 不好意思 我不 大哥 大哥 您把我也收下吧 帅哥 你功夫好厉害哦 也教教我呗 一大群少男少女涌了过来 瞬间就把萧陈和苏小萌给包围了 萧陈有些傻眼 我尼玛的 你们这样 考虑过棒子们的心情吗 他一扭头 果然 那几个棒子们脸都黑了 尤其是嫖泽人 又一口老血喷出 小萌 这是你男朋友吗 太帅了 介意给我认识认识呗 对对 小萌 你男朋友功夫太厉害了 介意借给我一晚上吗 几个与苏小萌关系还不错的女孩 满脸花痴地叫道 苏小萌也傻眼了 我擦 这歪薄树有这么受欢迎 还有 谁他妈是这家伙的女朋友啊 那什么 大家静一静 萧陈一阵脑袋就大了 闹哄哄的 跟一菜市场似的 周围渐渐安静下来 全都看着萧陈 不好意思 我不收徒弟 而且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 也没资格收徒弟 咱华夏武术博大精深 随便学到点皮毛 那就很厉害了 对对 比他妈跆拳倒厉害多了 吹得那么厉害 什么黑带六段 结果也就是一脚的货色 有人大声嚷嚷着 带着几分比试 刚刚从擂台上爬起来的嫖泽人 听到这话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然后重新趴地上去了 他肠子都快毁清了 早知道这孙子这么厉害 他就不装逼了呀 现在倒好 装逼没装明白 自己真诚傻逼了 这位同学 你也不能这么说 正所谓存在的 那就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跆拳道威力没多大 但在观赏性等方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咱不能把跆拳道贬低的一文不值 虽然萧尘嘴上说得好听 但在他心里 跆拳道还真就一文不值 是是是 大哥说得对 就跟侯戏一样 是吧 最先追着他 要拜师的少年 不断点头 萧尘多看了他一眼 这小子有前途啊 好了 我真的不收拖 咱龙海应该还有很多武馆 我说的是真正的武馆 而不是那种狗屁不是只想赚钱的地方 刚才朴教练不是也说了吗 那种垃圾地方 他都踢了五个了 大哥 那真正的武馆在啥地方 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骗钱的 呃 我 萧尘刚要说不知道 忽然脑海中闪出一个人影 犹豫一下 还是给出了一个地址 你们可以去那看看 应该能学到真东西 真的 那里的师父 有大哥 您这么厉害吗 有 他是个真正的高手 好 那我们去看看 少年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不过 我得提醒你们一句 想练武 先吃苦 想要在华夏功夫上小有成就 那付出的精力和汗水 得是跆拳道的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 萧尘认真说道 啊 那么苦啊 一部分人听到这 脸色苦了下来 萧尘笑了笑 现在的年轻人 总是吃不了那么多苦 这一大群人 真去了 估计能留半年的 连三十分之一都不到 帅哥 我不想练武了 咱俩认识一下 以后你保护我呗 对对 手机号多少 今晚约着玩玩呗 我可以不回家哦 有女孩大声喊道 萧尘嘴角抽搐几下 现在女孩子挺直白啊 苏小萌听到这话 翘脸黑了几分 心里也有点不舒服 拉着萧尘的手 我们快走吧 哦 好啊 萧尘点点头 反握住苏小萌的手 快步向外走去 帅哥 我号码是 记得给我打电话哦 几分钟后 萧尘拉着苏小萌 跑出了大楼 然后喘了口粗气 呵呵 想到刚才那些女孩的话 萧尘忍不住笑了 现在国内的女孩 也变得这么开放了呀 我喜欢 你好像很得意啊 怎么 是不是真想跟那些小骚蹄子 约火包啊 苏小萌见萧尘满脸荡漾的笑容 梅好气地说道 啊 梅 梅啊 我跟他们又不认识 约什么炮啊 萧尘忙摇摇头 哼 约一炮 不就认识了吗 喂 小萌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跟你说啊 你辰哥我 不是随便的人 萧尘故作正经地说道 妾 随便起来不是人 哼 男人没个好东西 萧尘无语 这小妞 不会受过情伤吧 要不 怎么跟怨妇一样啊 不对啊 这小丫头才几岁 怎么可能受情伤呢 唉 松开我的手 臭流氓 萧尘翻个白眼 好像刚才是你主动拉着歌的吧 算了 不跟你这小丫头一般见识 小萌 现在不用学跆拳道了 我们去哪呀 我以后真不来了 苏小萌抬头向大厦看看 你觉得 这玩意儿学着有用吗 怎么没用 我可是黑带三段 虽然没你厉害 但打几个流氓痞子啥的 还是不成问题啊 萧尘一想 也是 好像自己对跆拳道的看法 有点苛刻了 在他这个水平上 跆拳道太小而苛了 但普通人眼里 跆拳道的威力 还算不错 至少 学个两三年 打个小流氓 是没问题的 女孩子学这玩意儿 也能保护一下自己 小萌 等我有时间教你点东西吧 比跆拳道简单 但更实用 怎么样 学了能打得过你吗 苏小萌问了一句 萧尘狂翻白眼 这什么想法啊 不能 怎么 不想学 不学就算了 别啊 我勉强学一下吧 苏小萌说完 又抬头看了眼 唉 你把嫖泽人 打成那鸟样了 我也没法来学了 呵呵 不过 你干得不错 看着就解气 忽然 苏小萌脸上 扬一出开心笑容 蹦蹦跳跳 向马沙拉蒂走去 萧尘看着苏小萌的背影 傻了 卧槽 这啥情况 这小妞 不会是把自己当枪使了吧 走啊 傻站着干嘛 苏小萌坐进车里 落下车窗 啊 哦 萧尘点点头 坐近副驾驶 直勾勾看着苏小萌 你看我干嘛 虽然本小姐长得漂亮 但也不用这么入迷吧 你跟我老实说 你是不是跟朴泽人有仇啊 也算不上有仇吧 最多是对她不爽而已 她对我有想法 不时就献殷勤 平时教我跆拳道的时候 偶尔还会不经意 占我点小便宜啥的 最让我受不了的 就是她骨子里的那点优越感 好像比华夏人高一等似的 消沉张张嘴 卧槽 还真是被荡枪使了 这小妞整个就是一心机表啊 不过 她却没什么生气的 那韩国棒子说话确实挺气人的 就是欠收拾啊 走吧 去逛街 然后找地方吃饭 下午回去睡个美容觉 晚上去赛车 苏小萌说着 一脚踩下油门 马沙拉蒂发出轰鸣声 加快车速 向龙海市有名的步行街 急迟而去 来到步行街 停好车 两人开始溜达起来 一小时过去了 两小时过去了 萧辰手里 多了十多个购物袋 这购物袋里什么都有 吃的穿的用的玩的 这小丫头 几乎漫无目的地转着 看好啥没啥 也不在乎是牌子 还是地摊货 小萌 咱休息一会儿呗 萧辰终于有点扛住了 她觉得 比跑十公里 越野都累 主要是心里累啊 怎么 这就不行了 小伙子 身体有点虚啊 苏小萌扔下一句话 继续向前走去 我 我虚你妹啊 老子肾好着呢 萧辰瞪着苏小萌的背影 小声嘟囔了一句 不过 当她看到苏小萌 走进了一家专卖店时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维多利亚的秘密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家 女性内衣专卖店 小萌 等等我 萧辰屁颠屁颠 追了上去 这会儿心也不累了 肾也不虚了 一夜七次都没问题了 第59章 荷包蛋和鸡蛋饼 你留在外面等我 不许进来 就在萧辰想 一头钻进内衣的海洋时 苏小萌却拦住了她 语气认真的说道 为什么啊 萧辰不乐意了 多好的地方 都到门口了 咋还不让进去玩耍呢 这里是女人买东西的地方 你进去干嘛 臭流氓 唉 小萌 里面不是有男人吗 他们能进 为什么我不能进啊 他们没你那么猥琐 他们没你那么流氓 他们没你 没我这么帅 萧辰接了一句 要是再不接一句 还指不定 这丫头又冒出什么话来呢 切 反正你不能进 在门外等我 苏小萌说完 转身向里面走去 你说 让我等在门口 我就等在门口啊 萧辰看着苏小萌的背影 撇撇嘴 也迈不向里面走去 先生 男士不能进哦 萧辰刚进门 就被导购员给李茂拦住了 那他们怎么都在里面 他们都不是男的呀 萧辰真不乐意了 妈蛋的 导购也来为难自己啊 不好意思 先生 他们都有女伴 没有女伴的单身男士 是不可以进入的 导购员微笑着 解释着 萧辰听明白了 单身狗 不得入内 谁说我没女伴 她是我女伴 萧辰指着前面的苏小萌 对导购说道 唉 我不认识这个家伙啊 她跟我很久了 我怀疑她是个偷窥狂 苏小萌转身 指了指萧辰 然后得意而去 萧辰咬牙 太可恶了 你才是偷窥狂呢 你全家都是偷窥狂 果然 导购员用警惕的眼神 看着萧辰 先生 请明出去 萧辰无奈 得 出去就出去吧 估计要是再不出去的话 这导购都该喊保安或者报警了 出了那一店 萧辰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然后掏出烟 点上 狠狠吸了几口 妈的 老子啥时候混到过这地步 回来好几天 一直吃素就算了 寻思着 让眼睛开开昏都不行 萧辰满脸郁闷地嘟囔着 不过她的目光 很快就被来往的 大白腿小黑丝给吸引了 嗯 貌似坐在大街上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差不多半小时 苏小萌才从维多利亚的秘密里出来 手里多了个购物袋 腰 小萌 你还真能买到合适你的型号啊 看来这专卖店是挺厉害的 多小的都有啊 萧辰看着苏小萌 报复性地来了一句 你说什么 苏小萌一下子就炸了 这家伙的嘴也太贱了吧 哈哈 没啥没啥 我在夸这家店不错呢 萧辰满脸坏笑 目光放肆地瞟过苏小萌的胸口 该死 我跟你拼了 苏小萌咬牙切齿 握着拳头冲向了萧辰 萧辰撒鸭子就跑 一边跑一边嘟囔 萧辰 别恼羞成怒啊 你得认清现实 荷包蛋 总比鸡蛋饼强吧 我要杀了你 两人打闹着回到车上 在萧辰几次求饶 并答应中午请吃大餐后 苏小萌才算是放过了他 随后 两人前往附近一家很有名的酒楼 要了个包间 出于报复 苏小萌这次可比上次下手很多了 甭管好吃不好吃 专点跪得来 他想看萧辰肉痛的样子 可让他失望的是 萧辰从头到尾都满脸笑容 没有丝毫肉痛的表情 反而还不断跟他说 想吃什么点什么 千万别跟他客气之类的 这让苏小萌颇为不爽 谁他妈跟你客气啊 苏小萌点完后 萧辰还特意加了两个喜欢吃的菜 然后才让服务生出去 看着苏小萌一脸不爽的模样 他心里暗笑 哥昨晚才赚了二百万 除了分给大憨和丁丽的四十万外 还剩下一百六十万 我就不信 你一顿饭能把这一百六十万吃光吗 饭菜很快就上来了 看着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苏小萌懒得在跟萧辰置气 大快躲一起来 紧接着 冰镇啤酒也送了进来 给我来一瓶 苏小萌冲萧辰喊道 你也喝酒 能行吗 来杯果汁怎么样 你瞧不起我啊 得得得 别瞪眼 给你 萧辰无奈 递过去一瓶 然后给自己倒上一杯 来 干杯 杯子碰撞 两人仰头喝掉 冰凉的酒液沿着喉咙滚落 说不出来的爽 萧辰 你今晚真有把握吗 喝了几杯酒 苏小萌难得变得认真起来 看着萧辰问道 嗯 我相信我的车界 萧辰点点头 然后好奇问道 萧辰 这次车赛又赌了什么 别多问了 你只需要赢就好了 行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保证妥妥的 两人正聊着 苏小萌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 小萌 今晚的车赛 没问题吧 尹赫的声音 从听筒中传来 当然没问题 我男朋友亲自参战 虐你表哥跟玩似的 苏小萌说着 看了眼萧辰 呵呵 是吗 那我等着你们 尹赫冷笑练练 等着 看我们怎么去虐你们 行 如果说了 那咱说的 别废话了 我肯定说话算话 但你也要愿赌服输 苏小萌冷冷地说道 好 那今晚不见不散 尹赫挂断电话 扭头看向旁边的青年 表哥 苏小萌那边没问题 好 表哥 你真有把握 赢了那个家伙 尹赫想到消沉的车迹 有些担心地说道 青年听到这话 冷冷一笑 虽然在龙海 赛车比我厉害得有 但不是任何一个阿猫阿狗 都有这个实力的 嗯 尹赫 家里关心的 不是你跟苏小萌的赌约 而是该怎么把他拿下 知道吗 我知道 这次 我就是帮你撵碎这块绊脚石的 就算他今晚真赢了我 那他也活不了 青年脸上 闪过狠辣之色 冷冷说道 表哥 你还有什么安排吗 尹赫一惊 问道 当然有 等会还会有一个朋友过来 谁 你见到 就知道了 青年话音刚落 包房门被推开 一个人走了进来 尹赫看着来人 一愣 这家伙谁啊 怎么还包着脑袋 是被谁给揍了吗 可当他看清楚来人模样时 瞪大了眼睛 蛇哥 大蛇 你这是怎么搞的 青年也有些惊讶 打量着来人 又火拼了 嗯 昨晚参加了一场几百人的火拼 妈的 砍死七八个人 不过也挂了彩 来人大咧咧地说道 百人火拼 牛逼啊 我咋没听到啥消息呢 青年眼睛睁大 忙问道 自家的事情 也就压下去了 没折腾得满城风雨 哦 你们飞银帮的事情 我听说了 大蛇 你们猎鹰堂的新歌 有机会上位吗 机会很大 那我先恭喜你了 只要新歌一上味 那你作为他手下的新妇 肯定也得上位 到时候就能变成堂主了吧 呵呵 行了 少废话 朱坤 你找我什么事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昨晚 被李憨后一桌子 拍得头破血流的光头蛇 当然 这么丢人的事 他是不会说的 所以才吹了个牛逼 说 昨晚参加了一场 几百人的火拼 还敢死好几个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表弟 是一中读书 蛇哥 你好 我以前见过你一次 尹赫芒站起来 伸出右手 虽然他在学校里 混得很牛逼 但也不过是小打小闹的 跟真正的黑社会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事宜中 正是非鹰邦烈鹰堂的地盘 平时光头蛇 在事宜中那一代 就是大老级别的了 所以 尹赫见到光头蛇 还是挺激动和兴奋的 哦 事宜中 光头蛇挑了挑眉吗 对 来 蛇哥 我先敬你一杯 尹赫拿过酒杯 倒上酒 恭敬说道 光头蛇挺满意 仰头干掉 拍了拍尹赫的肩膀 嗯 不错 以后再事宜中 有事给我打电话 妥妥的 尹赫听到这话 大喜 多谢蛇哥 等我再跟下面那几个家伙 打个招呼 让他们照着你 小事找他们 大事找我 光头蛇牛逼轰轰地说道 好好 蛇哥 来 我再敬你一杯 哈哈 老猪 你这表弟挺懂事啊 大蛇 那就劳烦你 多照着点了 包在我身上 光头蛇拍了拍胸脯 对了 你还没说找我啥事 大蛇 我今晚想让你帮我弄一个人 哦 对方是什么来头 光头蛇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问了一句 也没啥来头 就是个普通的家伙 这小子不知死活 竟然怕我表弟喜欢的妞 我表弟咽不下这口气 就跟我说了 一听这话 光头蛇有谱了 点点头 那你想怎么个弄法 弄到什么程度 朱坤看了眼影鹤 仰起右手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脸上满是狠辣之色 光头蛇皱了皱眉头 干掉 最少 也得废了他四肢 出来混 还是别太残忍好 还是废四肢吧 光头蛇想了想 缓缓说道 熬夜写到现在 更 今天三更哈 晚安 去睡觉了 骂我的 别骂了 有夸夸俺的吗 第六十章 赚点零花钱 龙秋风 位于龙海市西郊 占地颇广 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之地 不过后来被一副商 看上买了下来 想在这里 打造生态度假区 结果 这生态度假区 还没建起来 负商就破产了 然后这里就又半废了 直到两年前 又有人承包了下来 打造了一个赛车俱乐部 龙海市 总共有三大赛车胜地 七峡谷 龙秋风 九龙盘 其中七峡谷最危险最刺激 据说每月都会有死亡事件 但那里仿佛拥有魔力 不光吸引了龙海本地的车手 很多外地车手也会慕名而来 而龙秋风更像是个吸睛之地 更商业更正规 赛车俱乐部除了有赛车外 还会进行地下赌车 他们坐庄 裁员滚滚 七点多钟时 萧辰两人来到了龙秋风 从马沙拉地上下来 萧辰左右打量着 露出一丝笑容 他以前来龙海市时 来过龙秋风一次 现在再看 与往日没什么太多的变化 他也去过七峡谷 相比价言 他更喜欢七峡谷 因为那里才是冒险者的天堂 有飞声急死的地下车赛 啪 萧辰掏出烟 点上一根 吐了个烟圈 小萌 那个什么尹赫还没来 打电话催一下 咱赛完了 得赶紧回去 万一你姐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她呢 行 苏小萌点点头 他刚拿出手机 还没打出去 一个声音自他身后响起 萌姐 你来了 几个打扮时尚的男生女生 并肩走过来 笑着跟苏小萌打招呼 嗯 看到尹赫了吗 苏小萌见到他们 也露出了笑容 他好像来了 我刚才听那谁说 在俱乐部大厅里呢 一个青年说着 目光落在萧辰身上 萌姐 这位就是你说的高手 没错 他就是我说的赛车高手了 苏小萌点点头 学着萧辰的语气 吹了一句 聂珠坤跟玩一样 二娘 他不会真是你男朋友吧 一个染着红色头发的女孩 坏笑着问道 胡说八道什么 我能看上他 逢场做戏而已 苏小萌翻个白眼 美好气地说道 哎 怎么说话呢 萧辰听得不乐意了 哥就这么差劲啊 呵呵 那你看不上他 我可下手了哦 红发女孩说着 手臂搭在萧辰的脖梗上 帅哥 认识一下呗 我可比苏二娘温柔多喽 苏二娘 萧辰下意识看向苏小萌 这是啥外号 行了 别发骚了 走 去找尹赫 赶紧赛完 我还得回家呢 苏小萌美好气地说道 看看 苏二娘吃醋了 走走 不逗你了 还是先干正事要紧 希望这帅哥 真能赢了朱坤 要不然 红发女孩大笑着 嗨嗨 苏小萌咳嗽了一声 红发女孩一愣 没有再往下说 萧辰看看红发女孩 再看看苏小萌 这里面有啥猫腻不成 来到旁边大厅 见到了尹赫一伙人 萧辰扫了眼 除了一个陌生青年外 其他上次都在九龙盘见过 这个陌生青年 应该就是尹赫的表哥了吧 小萌 你来了 尹赫跟苏小萌打了个招呼 又看向萧辰 眼中闪过冷色 王八蛋 今晚你死定了 少废话 赛车吧 苏小萌懒得跟尹赫都说什么 直奔主题 呵呵 你就是苏小萌吧 我听我表弟多次提起你 果然长得很漂亮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朱坤 是尹赫的表哥 我听过你的名字 龙海市地下车神之一 不等朱坤露出得意的笑容 苏小萌继续道 不过 你今晚肯定会输给我的男朋友 朱坤笑容一僵 扫了眼萧辰 你就这么相信他的车姐 不是我相信他的车姐 而是他告诉我 说念你跟玩一样 苏小萌无时无刻 不给萧辰拉着仇恨 果然 听到这话 朱坤脸色一沉 看着萧辰 虐我跟玩一样 呵呵 在龙海 好像还没人敢说这句话吧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你是怎么虐我跟玩一样 不用着急 等会儿你就见识了 萧辰淡淡地说道 是吗 希望你的车姐 能跟你的嘴巴一样厉害 也希望你的骨头 能跟你的嘴巴一样硬 朱坤冷冷说道 萧辰眼睛微眯 他能清楚感觉到 来自朱坤的敌意以及 杀机 尹赫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可千万别像上次一样 输了又耍赖 旁边 苏小萌 瞪着尹赫说道 我尹赫说道做道 好 几分钟后 众人来到俱乐部的地下车库 为了能够公平一战 双方都选了雷克萨斯 只不过颜色不同 两人把车开出地下车库 简单检查一番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 开进了赛道 有朱坤这个地下车神参与 俱乐部肯定不会放过 大捞一笔的机会 特意跟他聊了聊 然后准备赌这一场 很快 朱坤要与人赛车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龙秋风 很多人都赶过来凑热闹了 虽然朱坤不是龙海市 最顶级的地下车神 甚至连前五都排不进去 但他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 一方是实力不弱的朱坤 而另一方是个 面生的家伙 所有人都觉得 前者迎面更大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觉得 萧辰竟然敢跟朱坤较量 要么是不知死活 要么是猛龙过疆 俱乐部做庄 开出了一赔二的赔率 显然也是更看好朱坤 陈哥 我刚才压了二十万 这可是我半年的零花钱 要是输了 那我跟你没完 就在萧辰坐在车里 熟悉跑车时 苏小萌跑过来说道 听到这话 萧辰有些惊讶 这小牛一个月 竟然有三万多的零花钱 怎么 你别告诉我 你现在又没信心了呀 我钱都压上去了 苏小萌见萧辰不说话 有点急了 钱输了倒是没事 关键这场不能输啊 小萌 最大可以赌多大的 好像是五千万吧 怎么了 哦 萧辰掏出钱包 从里面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苏小萌 这卡里有五千万 你帮我压上 我赌点零花钱 苏小萌看着萧辰递来的银行卡 傻眼啊 卧槽 真的假的 这家伙这么有钱 他不就是个当兵的吗 就算是特种兵 工资也没这么高吧 还有 压五千万 赚点零花钱 要是赢了的话 按照一赔二的赔率 那就是一个亿 这还是零花钱啊 虽然他觉得 这家伙应该不差钱 但也不用不差钱到这地步上吧 小萌 你愣着干嘛呢 赶紧去压上 马上就要开始了 啊 哦 苏小萌反应过来 然后压低声音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你以前 是在金三角当特种兵的吧 兼职卖白粉 还是说 你是间谍 出卖国家机密 瞎说什么 这钱都是我赚回来的 萧辰健 这小妞越说越扯淡 杨木道 要是再计歪 我不帮你赛了呀 别 我马上去压 苏小萌忙摇摇头 接过银行卡 转身向桌前走去 二娘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刚才不是压了吗 红发女孩问道 再压点 苏小萌说完 把银行卡扔到了桌上 酷酷地说道 压五千万 赌篮车赢 此话一出 全场接金 五千万 就连红发女孩等人都瞪大了眼睛 虽然他们家里都有钱 但也从未接触过五千万 尹赫等人更是发呆 这小妞疯了 压五千万 苏小萌注意到周围的表情 心中大爽 对俱乐部工作人员说道 唉 愣着干嘛呀 五千万不能压呀 能 能能 工作人员反应过来 忙点点头 不过 你确定这卡里 真有五千万 当然了 赶紧的 虽然苏小萌也不清楚 但他觉得 萧辰不会骗他的 要是真骗了他 让他丢人丢到家 那他就再也不理这家伙了 卡刷了 五千万划到了账上 俱乐部方面 又找到了朱坤 再次问他 是否有把握 赢了萧辰 毕竟 加上这五千万 金额就不是小数了 俱乐部也得好好操作 应该没问题 如果说 之前朱坤 还有很大的信心 那么苏小萌 压了五千万后 这信心 就不足百分之五十了 毕竟 莫人是傻子 把自己的钱 砸出来玩 萧辰敢砸五千万来赌 那肯定相信自己能赢 就这破例 朱坤自愧不如 他扪心自问 不敢砸五千万出来 如果你赢了 我们这边 再多给你一个点 俱乐部的负责人 陈生说道 朱坤眼睛一亮 点点头 好 我会赢的 嗯 那去做准备吧 等朱坤走了后 负责人想了想 找来手下 分摊风险 再压萧辰一部分 不能全指望朱坤 是 外面 两辆车已经进入赛道 轰鸣声阵阵 车窗落下 两人对视一眼 朱坤冷笑 冲萧辰做了个抹脖子的挑衅动作 萧辰看着朱坤的动作 轻轻吐出两个字 傻逼 穿着暴露的性感女郎 来到两辆跑车前 搔手弄姿 确定两人都准备好后 猛地落下了手中的小旗子 问 随着旗子一落 两辆跑车发出巨大轰鸣声 几乎不分先后 冲出了起跑线 第六十一章 破了记录 随着两辆跑车冲出 现场发出欢呼声 闹哄哄一片 除了尹赫 苏小蒙等人外 往这场车赛里砸钱的人 也都死死盯着这两辆车 到底谁会赢 自从萧辰自己压了五千万后 苏小蒙对他的信心空前的足 这家伙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让自己亏钱呢 倒是尹赫 心里有点紧张 表哥能赢了萧辰吗 就在他死死盯着两辆车时 一个声音响起 小蒙 我没来晚吧 随即 就见一群刺龙划虎的混混 摇摇晃晃走了过来 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光头蛇 蛇哥 你来了 尹赫见到光头蛇 心中大定 不管萧辰赢不赢 他今晚都完了 嗯 你表哥呢 光头蛇点点头 左右看看 问道 我表哥跟那家伙 已经开始了 哦 哪个是你表哥啊 光头蛇向龙秋风看去 只见上面两道 灯光不分先后 不断纠缠着 应该是前面那辆吧 嗯 你表哥赛车 还是挺厉害的 那小子肯定输 嗯 尹赫点点头 瞟了眼不远处的苏小蒙 压低声音 蛇哥 等会费那家伙 四肢的时候 能再加上一条腿吗 光头蛇一愣 随即咧嘴笑了 你们这些富家 大绍心够狠啊 费人四肢 还不行 连第三条腿 也要费了呀 行 收人钱财 语言消灾 你们说怎么干 咱就怎么干 嗯嗯 那我先谢谢蛇哥了 尹赫大喜 眼中闪过狠辣之色 小子 敢和老子抢女人 我让你一辈子 用不了女人 小尹 哪个是你喜欢的小妞啊 给蛇哥我看看 是不是长得跟天仙似的 光头蛇想到什么 问道 好 我给蛇哥介绍一下 尹赫点点头 带着光头蛇 来到苏小蒙面前 小蒙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非鹰帮的蛇哥 一中那片 都是蛇哥罩着的 此时 苏小蒙也认出了光头蛇 心中一惊 这是真正的黑社会啊 虽然 他在学校里也拉帮结伙 搞点什么校园黑社会 但与真正道上的社团 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所以 现在见到光头蛇 他心中 还是有点紧张的 他怎么来了 难道 尹赫想完什么音的不成 就这小妞 长得果然不错 光头蛇打量着苏小蒙 露出荡漾笑容 别说是你 连我都有点动心了呢 可 蛇哥 尹赫的笑容 有些不自然了 你小子紧张什么 我开玩笑的 相比较 这种青涩的小妞 蛇哥我更喜欢那种 拨大屁股大的女人 那个吵起来才够味 光头蛇咧着嘴说道 嗯嗯 等今晚试了 我请蛇哥潇洒 怎么样 尹赫赶忙表示 好 你小子果然懂事 光头蛇大为满意 看着苏小蒙 小妞 听说过我吗 苏小蒙见光头蛇 跟自己说话 虽然不想搭脸 但还是挤出叮点笑容 点点头 蛇哥 我当然听过你的大名 如雷贯耳 呵呵 小妹子不错 苏小蒙的话 让光头蛇也颇爽 以后 在一周那片 要是有人惹你了 就把我的名字 绝对好使 听到这话 苏小蒙看了眼影鹤 这家伙 就惹我了 你找人砍他呀 大蛇 你今晚带人来我这里 是想干嘛呀 忽然 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过来 沉声问道 腰 赵哥在啊 呵呵 今晚见你的地盘 干点活 光头蛇见到来人 笑着说道 干活 大蛇 我得提醒你一句 来这边玩的 大多非富即贵 你可别乱来 赵哥 我心里有事 走 咱去那边聊几句 光头蛇揽着瘦高中年人 走向了旁边 苏小蒙看着光头蛇的背影 神情冷了下来 尹赫 你找光头蛇来干嘛 墨呀 蛇哥闲着没事 跑来看看热闹而已 你最好别玩音的 要不 我不会放过你的 苏小蒙冷冷说道 呵 尹赫轻笑 等会儿你就知道他来是干嘛的了 快看 两辆车拉开距离了 忽然 几声惊呼传出 所有人都抬头 向龙秋风看去 只见刚才还纠缠在一起的两辆车 如今已经拉开了一辆车的距离 能知道哪个是朱坤部 俱乐部里有监控 可以看到 算了 反正等会儿 哪辆车先下来 哪辆车就赢了 苏小蒙和尹赫也都抬头看去 齐齐眯眼 谁在前面呢 萧辰 加油啊 苏小蒙看着前面的车 心中默念 嗡嗡 跑车的轰鸣声 在龙秋风上响个不停 朱坤看着已经甩他 一个车身的萧辰 脸色有些难看 刚才再过一个弯道时 他一大意 就被抄了过去 该死 你以为抄过去了 就能赢了我吗 等会儿 我就让你知道 我的厉害 朱坤按骂一句 用力踩下油门 两辆车的距离 开始缓缓拉近 前方的跑车里 萧辰扫了眼后视镜 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什么时候龙海地下赛 车界变得这么弱了 这种水平 也曾称之为车神了 也太水了吧 嗡嗡 两辆车的轰鸣声 交杂在一起 格外震耳 距离再度拉近了 前面就有个弯道 老子把你撞下去 忽然 朱坤争鸣一笑 再次加快了车速 向着前方 雷克萨斯的屁股撞去 碰 两辆车来了个亲密接触 萧辰握着方向盘的手一抖 再看着前方出现的急转弯道 马上明白了朱坤的心思 再想到 之前从他身上蔓延的杀鸡 萧辰眯起了眼睛 想要老子车毁人亡是吗 那么 就陪你玩玩吧 碰 又是一下撞击 这一次 萧辰没有再踩油门 反而一脚踩在了刹车上 高速行驶的雷克萨斯 剧烈颤抖起来 甚至车尾都甩动起来 至于后面的雷克萨斯 反应更加剧烈 甚至无法掌控 向着旁边的岩壁撞去 车里的朱坤 脸色瞬间煞白 还好他这车身虽然有水分 但含金量还是有点的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 他猛打方向盘 同时也踩下了刹车 向着另一边靠去 反应还不慢 呵呵 要是再敢玩音的 就让你玩玩 萧辰看着后面 已经停下来的雷克萨斯 冷笑一声 从车窗上伸出右手 然后竖起了中指 该死 朱坤用力拍了一下方向盘 重新踩下油门 向着已经消失在前方弯道的 萧辰追去 可等他冲出弯道一看 更加傻眼了 人呢 难道 萧辰已经过了下一个弯道 要知道 两个弯道之间 可是相距几千米 这么说来 萧辰已经甩开他几千米了 而下面的人群 也都开始沸腾了 因为前面那辆车的速度 陡然增加 哪怕相距太远的距离 依旧能感受到 这辆车极致的速度 在过弯道时 车速没有任何减缓 一路狂飙而过 几乎转眼间 就甩开后面那辆车两个弯道了 一定是萧辰 苏小萌看着前面那辆车 兴奋地握起拳头 他想到了上次九龙盘的情形 当时萧辰也是如此 不管什么路况 都没有丝毫减速 哪怕是最危险的弯道 而尹赫脸色则难看起来 他经常跟表哥玩车 知道表哥的技术 这前一辆车绝不是表哥的 这也就是说 表哥说了 小营 前面那辆车 是你表哥的吧 旁边 光头蛇问了一句 可 可能吧 尹赫咬牙回道 哦 那小子都输得那么惨了 要是再打断四只 不 五只 那是不是太残忍了些 光头蛇看着龙秋风 上后面那辆车 嘟囔着说道 俱乐部里 负责人以及几个工作人员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监控器 结时间了吗 结了 多少 三十六秒 负责人倒吸一口冷气 果然不是猛龙不过僵啊 他能让龙海地下赛车界 重新排名吗 应该可以 两年前的记录 刚刚被他打破了 马上给少爷打电话 把这里的事情 汇报给他 负责人看着已经登顶的跑车 陈生说道 是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啊 经此一役 朱坤这车神 算是彻底被践踏了 而新的车神 但生了 负责人眯着眼睛 自言自语地说道 十多分钟后 第一辆跑车从龙丘峰上下来了 看热闹的人 全都欢呼着冲上前 想看看 到底是哪辆车银了 小影 你表哥回来了 我们过去看看 光头蛇也挺兴奋的 拉着尹赫就要往前走 蛇哥 这不是我表哥 是那个王八蛋 尹赫沉着脸 咬牙说道 什么 你表哥说了 光头蛇瞪大了眼睛 嗯 尹赫握了握拳头 蛇哥 接下来 就全靠你了 一定要废了这个家伙 好 你放心 我绝对让这小子 后悔跟你抢女人 光头蛇神情争鸣 这两天有点倒霉 心里正压着邪火呢 今晚刚好可以发泄一下了 兄弟们 等会儿听我命令 是 蛇哥 走 过去 光头蛇说完 摇晃着膀子 像已经停下来的跑车走去 第六十二章 转折有点大 嗡嗡 朱坤也开着跑车 从龙丘风上下来了 停在消沉的旁边 他看着迎面走来的光头蛇一伙人 脸上满是狠辣之色 王八蛋 差点让老子车毁人亡 等会儿就让你跪下求饶 想到这 他打开车门下车 阴沉着脸 争鸣一笑 我宣布 蓝车营 穿着暴露的性感女郎 大声叫道 周围响起欢呼声 和叫骂声 更有人冲着 朱坤嚷嚷 什么狗屁车神 连个新面孔都赢不了 也有人冷笑 不是猛龙不过僵 没有三两三 哪敢上梁山啊 听着周围的骂声 朱坤心中的杀鸡也更浓 都是这个家伙 今晚他一定要死 对 等光头蛇当众废了这家伙后 他在找人偷偷干掉这家伙 那样就算事后被人发现 别人也会以为是光头蛇下的手 想到这些 朱坤挺直了身子 扫了眼周围 今晚 我说了 我承认 我的车机不如他 他妈的 就你这样还车神啊 操 害老子输了十多万 该死的犊子 傻逼 连个生面孔都干不过 侮辱车神这两个字 周围的人见朱坤亲口认输了 骂得更加厉害 骂啥呀骂 咋的 光头蛇带着混混们过来了 扫了眼周围 然后拍了拍朱坤的肩膀 末事 哥给你出气 周围的人 看着气势汹汹的光头蛇等人 都是一愣 随即骂声更激烈了 怎么着 玩车玩不过 还打算玩横的 也有人认出了光头蛇 偷偷扯了扯同伙 事已别再骂了 毕竟飞鹰帮在龙海市 还是凶名远播的 除了三大帮外 就是几个二流势力称雄了 尹赫 你想干嘛 苏小萌瞪着尹赫 冷冷问道 不干嘛呗 好像蛇哥看你男朋友 有点不爽 呵呵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尹赫阴沉一笑 也像两辆跑车走去 该死 苏小萌暗骂一句 虽然他知道 消沉很强 但光头蛇是 真正的黑道分子 而且还带了那么多人 今晚恐怕真要出事啊 想到这些 苏小萌也快步走上前 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解决眼前的困局 小子 别特么缩在车里 给我下来 因为灯光有点暗 光头蛇 也没仔细往里面瞅 接过手下 抵来的铁棍 一下子砸在了 车前盖上 蛇哥 这是我男朋友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苏小萌忙上前 挤出笑容 小妹子 没什么误会 我今晚就冲这小子来的 光头蛇冲苏小萌 咧嘴一笑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 还找不到 我还不知道 你们这些小姑娘 三天两头 换男朋友 这事儿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蛇哥 小营 还不把这小妹子 拉一边去 手下兄弟 可都不是怜香惜玉的人 要不然 等会伤了她 那多不好啊 光头蛇 冲颖赫海了一声 好 尹赫点点头 上前 小萌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这是蛇哥跟他的矛盾 跟你无关 放屁 尹赫 还不是你们输不起了 才找黑社会来的吗 我真没想到 堂堂车神输不起 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真不要脸 苏小萌大声骂道 就是就是 这朱坤 还真垃圾 周围也有不少人 看不下去 纷纷开口 但更多人都在沉默 毕竟非鹰帮能不招惹 还是别招惹为好 有人同情 有人幸灾乐祸 尤其是 那些输了钱的人 纷纷冷笑 赢了车 磨了命 又有个屁用啊 害我们赔钱 活该 妈的 怎么还龟缩在里面不出来 你以为你缩在里面 就能没事了 去 给我把这家伙拖出来 光头蛇站在车头前 手里铁棍敲着前击盖 发出咔咔的声音 啪 还莫等混混地围上去 只见雷克萨斯远光灯大亮 刺眼一长 光头蛇下意识捂住了眼睛 随即大怒 这家伙还敢他妈用光闪他的眼睛 找死啊 草 敢用灯黄老子 光头蛇怒气冲冲 冲上去拉开车门 你他妈给老子吓 还莫等他说完 忽然看清楚了坐在驾驶座上的人 声音戛然而止 然后身子一颤 一股寒气自脚底升起 马了个蛋的 怎么是他 蛇哥 才一天没见 你更威风了呀 怎么 想废了我 消沉从车上下来 看着目瞪口呆的光头蛇 杨起手 拍了拍他的脸 神情有些玩味 啪啪 清脆的打脸声响起 让现场变得静悄悄的 消沉这两下 虽不大力 但冲击性却很足 要是换个人这样拍 光头蛇早就发飙了 这跟一巴掌 抽在脸上没啥区别 甚至更加侮辱性 但面对消沉 他不敢啊 别看他昨晚还惦记着怎么报复 但当孙妃说了消沉的恐怖后 他就再无报复的心思了 尤其黄兴还下了死命令 谁要是再敢招惹消沉 那就按照邦规 受三刀六洞之刑罚 不不 肖部长 这都是误会 我不知道是您啊 光头蛇都快要哭了 挤出个难看的笑容 用力摇着头 同时心里排复 麻痹的 这家伙刚才肯定是故意 坐在车里不下来 就等着自己呢 呵呵 误会 你都要废了我了 还敢说是误会 消部长 我要早知道是您 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来啊 光头蛇苦着脸 妈的 不是说高中生的争风赤醋吗 不是说没什么背景吗 这家伙可比有背景的附加大少 恐怖多了呀 原本满脸凶恶的混混们 此时也都一哆嗦 这不是昨晚的杀星吗 其中有几个 正是昨晚二百刀手中的 他们亲眼见过 消沉的恐怖 所以现在再见到他 一个个都浑身发凉起来 二百刀手 他都能杀进杀出 甚至用刀架住了 新爷的脖子 今晚 就他们几个 有个屁用啊 消沉冷眼扫过 触及到他冰冷的目光 混混们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甚至握着家伙的手 都在颤抖 周围看热闹的人 全都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 说好的 废了这家伙呢 尤其朱坤和尹赫两人 看着眼前一幕 呆滞了 咋回事 认识 蛇哥 说吧 今晚是怎么回事 消沉目光扫过朱坤 和尹赫两人 然后问光头蛇 消部长 您叫我小蛇就行 光头蛇堆着笑 甚至有些卑躬屈膝了 不 他在黄星面前 也没这样过啊 少废话 赶紧说 要是回答得我满意了 我就当今晚的事情没发生 可要是让我不满意 哼 你懂得 消沉声音一冷 杀气四溢 察觉到冰冷杀气 光头蛇打了个冷战 盲说道 是朱坤和尹赫让 我来废了您的 听到这话 朱坤和尹赫脸色大变 大蛇 你 朱坤瞪着光头蛇 有些愤怒 你他妈给我闭嘴 你害死老子了 光头蛇更加愤怒 要不是这孙子让他来 能遇到消沉吗 他现在 恨不得暴打 这孙子一顿 旁边 苏小萌此时 也反应过来了 他看着消沉 心中震惊 光头蛇 怎么这么怕他 哼 我发现 老子跟名字里有坤的 范冲 还是怎么着呀 先是任坤 现在又蹦出个朱坤 消沉冷眼看向朱坤 你想废了我 没错 我就想废了你 怎么样 敢跟我表弟强女朋友 找死 事到如今 朱坤也看出来了 眼前的青年应该不简单 要不光头蛇 也不会怕成这样 可是 如果现在求饶 或者稀释宁人的话 那他还有什么脸魂啊 所以 今晚就算死撑 也要撑到底 更何况 他并不觉得 消沉敢对他怎么样 消沉看着 耿着脖子的朱坤 实在懒得在跟他多话 转头问道 蛇哥 他们让你怎么废了我 他们 他们开始说 让我干掉你 不过后来我说 出来混海 是仁慈点好 然后他们就说 那废你四只 不 消部长 我当时不知道是你 要不我说什么 也不会答应他们 少废话 说重点 消沉眼神愈加冰冷 因为争风吃醋 就想干掉自己 心也太狠毒了点吧 是是 废你四只 不过刚才尹赫又说了 让我废你五只 也就是 也就是 第三条腿 光头蛇小心翼翼地说道 消沉听到这话 又看向尹赫 后者身体一颤 心中 升起不妙的预感 蛇哥 你帮我个忙怎么样 只要你帮了 那今晚 就没你什么事了 忽然 消沉露出温和的笑容 拍了拍光头蛇的肩膀 消部长 您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那我一定照做 光头蛇大喜 大声说道 消沉点点头 指着朱坤和尹赫 淡淡地说道 我这人也很仁慈 一人废一条胳膊一条腿 你敢 朱坤脸色大变 随即叫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 废话真多 他废两条胳膊两条腿 消沉皱了皱眉头 再废话 就加上第三条腿 第六十三章 石头砸自己脚了 听着消沉平淡又霸气的话 周围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 原以为这小子得吃大亏 哪成想他才是个真正的狠角色呀 动辄一句话 就要废人双手双腿 也有人在暗暗猜测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 竟然连飞鹰帮的光头蛇 都怕他怕得要命 光头蛇面带为难 朱坤来历也不简单 要是真把他给废了 恐怕也会有麻烦 尤其现在还是飞鹰帮的特殊时期 怎么还不动手 莫听懂我说的话 还是想让我亲自动手 消沉见光头蛇站在那里 冷冷问了一句 听到这话 光头蛇身体一颤 他懂消沉的意思 一旦让他动手的话 那自己一伙人 也逃不了 算了 先把眼前这关过去再说 朱家和尹家 要是报复的话 大不了先出去躲一阵子 得罪了消沉 估计今晚就得被废 哪个下场更惨 他分得清楚 不不 萧部长 哪敢劳烦您亲自动手 交给我们吧 一番权衡后 光头蛇做出了决定 兄弟们 按照萧部长的话 走 是 混混们两处家伙 围住了朱坤和尹鹤两人 大蛇 你他妈疯了 你竟然帮着他来对付我 朱坤脸色大变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喊来的人 会帮着对方来对付自己 朱坤 我只能说 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光头蛇冷冷说道 你们敢动我和我表弟 朱家和尹家 不会放过你们的 呵呵 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动手 光头蛇说着 猛的一挥手 混混们得到命令 猙獰一笑 拎着家伙 扑向了朱坤和尹鹤 砰砰砰 铁棍砸在身上的声音传出 紧接着惨叫声响起 咔嚓 朱坤的胳膊 先被砸断了 然后两条腿 也被砸断了 啊 不要 尹鹤发出惨叫 开始求饶了 不过混混们下手 却没有丝毫减弱 铁棍敲在了他的胳膊上 萧尘冷眼看着 没有丝毫怜悯 相比较他们想要 废掉他双手双脚 他已经很仁慈了 不是吗 饮喝的几个同伴 想上去阻止 可看着混混们 手里的家伙 又不敢动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苏小萌等人 也站在旁边 不过他们心中 更多的是震撼 尤其是苏小萌 看着萧尘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句话 就可以让 非英邦的光头蛇 为他做事 甚至不惜得罪 朱家和尹家 凄厉的惨叫声 也让周围的人 沉默下来 现实 往往就是这么具有戏剧性 本来 他们都觉得 要被废的是萧尘 现在 却变成了朱坤 和尹赫两人 大蛇 差不多得了 别出人命 之前的兽高男人出现了 他跟在俱乐部负责人的身后 出不来人命 这活兄弟们熟练 光头蛇说完 看向萧尘 后者不喊停 他是不敢让手下停下的 这位朋友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叫陈祥 负责人来到萧尘面前 露出笑容 萧尘淡淡点头 没多大的兴趣 朱家和尹家 在龙海虽然算不上一流家族 但也算豪门 负责人看着还在挨揍的朱坤和尹赫 提醒着萧尘 豪门 今晚 废的就是豪门 萧尘说完 看向光头蛇 都废了吗 这小子一直躲 还差一只手 不躲 废一手一脚 躲 就废了四只 萧尘冷冷说道 正趴在地上的尹赫 听到这话 一哆嗦 不敢再躲 咬牙伸出胳膊 咔嚓一声 断了 萧部长 都按照您的要求 废了 光头蛇看看尹赫和朱坤 对萧尘说道 萧尘点点头 缓部来到朱坤和尹赫面前 居高临下看着他们 今天 我仁慈 放你们一马 下次 我就按照你们说的 废你们五只 朱坤和尹赫 鼻青脸肿 有些精具地看着萧尘 连一句场面话也不敢说 滚吧 听到萧尘的话 几个青年才赶上前 扶起尹赫和朱坤 萧尘没有再理会他们 看向负责人 我赢的钱呢 马上转账 好 萧尘点点头 他不怕这俱乐部 玩什么猫腻 很快 一意入账 手机提示影响了 萧尘看着账户上的余额 露出满意笑容 蛇哥 回去告诉黄堂主 就说 我对你今晚的表现很满意 萧尘看向光头蛇 他知道 这是黄星给出的态度 不会再与他为敌了 要不然 光头蛇不会这反应 是 我一定告诉新哥 光头蛇盲点点头 陈哥 你认识蛇哥 苏小萌看着两人 眼珠一转 凑了上来 这位妹子 不 这位美女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以后你喊我小蛇就行 光头蛇见到苏小萌 再想到两人的关系 眼皮跳了跳 小蛇 苏小萌有些无语 瞄了眼萧尘 这家伙 到底做过什么 竟然能让光头蛇 这么害怕 不过 随即他就大喜 一中那片 是光头蛇的地盘 以后自己不就能 横着走了吗 你认识光头蛇 萧尘看着苏小萌 有些奇怪 嗯嗯 认识 蛇哥 在我们一中那片 绝对是大哥 嗨嗨 美女 你千万别这么说 在萧部长面前 我算啥大哥 刚才我说的话 我都收回 你说什么了 萧尘眉毛一扬 这家伙 不会是调戏小萌了吧 光头蛇注意到 萧尘的目光 吓得一哆嗦 我没说啥呀 我就是跟他说 以后 我照着他啥的 照着他 萧尘神情有些玩味 当然 不不 他是你女朋友 当然不用我照着了 行了 要是你真混得不错 那照着他也行 我不希望 他在学校 受到什么伤害 萧尘沉声说道 是是 如果谁敢伤害他 我就灭谁满门 知道吗 萧尘这话 是说给光头蛇听的 免得他们 以后再起什么心思 用苏小萌 来威胁自己啥的 是是 光头蛇如坠冰叫 盲点点头 好了 带着你的人 走吧 那萧部长再见 光头蛇说完 拿出一张名片 递给苏小萌 在学校 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苏小萌接过来 兴奋点头 谢谢蛇哥 不客气 那我们先走了 嗯 等光头蛇带人离开后 苏小萌 难掩心中激动 抓着萧尘的胳膊 不断摇晃着 陈哥 以后他真会照着我 啊 至于这么兴奋吗 行了 车也塞了 钱也赚了 我们该去公司了 你姐快下班了 嗯嗯 好啊 苏小萌喜自自点头 今天真是赚大了呀 萧先生是吧 请留步 忽然 那个负责人 快步上来了 还有什么事 萧尘看着他 疑惑问道 是这样的 我看萧先生的车技 非常不错 不知道萧先生 有没有兴趣 莫兴趣 萧尘不等对方说完 就摇了摇头 负责人张张嘴 心里暗骂 奶奶的 我都没说是什么 就这么痛快拒绝了呀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萧尘知道 这负责人打什么主意 也懒得多应付 拉着苏小萌 转身向马沙拉蒂走去 臣哥 留下这家伙 身后的寿高中年人 低声问道 不用 先好好查一查 能让光头蛇 这么忌惮 甚至害怕的人 绝不是普通人啊 负责人缓缓摇头 嗯 少爷没再来电话吧 没有 行 先查一查 再汇报给少爷吧 好 萧尘来到停车的地方 红发女孩们全都围在了他身边 满脸兴奋 叽叽喳喳 我靠 帅哥 你今晚太牛逼了 红发女孩兴奋叫着 就差扑到萧尘身上去了 要知道 尹赫在世宜中是七大公子之一 绝对的风流人物 平时 都是他踩别人 什么时候被虐过呀 他今晚找来大佬光头蛇 可接下来 却惊掉一地的眼珠子 光头蛇在萧尘面前 完全是小弟的做派啊 非但这样 事情的发展 还有了神转折 被废的不是萧尘 而是尹赫和他表哥 堂堂七大公子 就这么三下五除二被废了 又怎么能不让这些高中生崇拜呢 萧尘听到红发女孩的话 嘴角抽出了几下 踩两个小喳喳就牛逼了 要是传出去 他踩高中生 估计能笑掉满地大牙 今晚 要不是朱坤和尹赫 想废了他 还要废他的传家宝 他也懒得计较 现在 就全当给他们的教训吧 小萌 我们走吧 萧尘实在受不了他们的目光 打开车门 坐进驾驶座 好好 苏小萌点点头 低声跟红发女孩们嘀咕几句 然后也上了车 你跟他们嘀咕啥了 没什么 学校的事情 尹赫被废了 短时间去不了学校了 估计一中格局要改了 我得早做安排 苏小萌兴奋地说道 萧尘有些哭笑不得 不就一破高中吗 还格局 我去 姿姿 陈哥 牛逼呀 上次你说要废了尹赫 我还觉得你吹牛 没想到 是真的呀 萧尘觉得这话 他没法接 废一个高中生 也没啥可吹嘘的 山东联通用户 好像无法进入网站 我最近一直手机更新 太麻烦 多谢 云老爷子 的打赏 也恭喜升为第一盟主 明天有加更哈 第六十四章 各方反应 马沙拉蒂离开龙秋风 前往公司 路上 苏小萌都在叽叽喳喳 说着什么 他并没有觉得 尹赫被废很残忍 而是觉得 他纯属是自作自受 这让萧尘露出轻松的笑容 原本他还在想着 该怎么跟苏小萌解释两句 现在看来 也不用了 有了蛇哥罩着我 那学校那片 谁还敢惹我呀 就算是七大公子 也会忌惮不少 苏小萌都闹着 还不时拿出手机 发个微信什么的 小萌 光头蛇那家伙 在那片真那么牛逼 萧尘忍不住问了一句 在他看来 光头蛇不过是 飞鹰帮的一个大混混而已 连大佬都算不上 当然了 学校周围 有不少小帮派 但他们 都不敢跟飞鹰帮较劲 而光头蛇 就是负责那一块的 平时别的帮派老大 见了他 都得磕磕气气的 苏小萌解释着说道 通过苏小萌的解释 萧尘又有了新的了解 原本在他看来 飞鹰帮 根本不入流 但这也仅是在他看来 实际上 飞鹰帮在龙海市的地下世界 还是有影响的 尤其在东南两区里 更是举足轻重 很多小帮派 都是看飞鹰帮的眼色 来行事的 唉 陈哥 光头蛇 怎么这么害怕你 苏小萌想到什么 问道 没什么 我跟他大哥认识 所以他比较害怕我 他大哥 不就是烈鹰堂的堂主 黄兴 兴眼 苏小萌 有些惊讶地叫道 萧尘看了苏小萌一眼 这小妞知道的不少啊 要是他知道 他口中的心眼 昨晚 却被他用刀 给架着脖子打哆嗦 不知道 他会是什么表情呢 嗯 就是黄兴 我才发现 你太牛逼了呀 竟然认识道上的大人物啊 萧尘又看了眼苏小萌 这小妞怎么提到道上的事情 就两眼发光呢 按理来说 女孩子听到黑道啥的 不都会害怕吗 这有点不正常啊 陈哥 你改天能介绍 黄兴给我认识吗 我还没见过 真正的大佬呢 苏小萌 拉着萧尘的胳膊问道 唉 别拉我胳膊 开车呢 陈哥 帮我介绍一下呗 他有啥好认识的 他就是一渣 你要真想认识牛人 我介绍你一个 多牛 跺跺脚 可以让龙海地下 抖三抖 牛不 真的假的 谁啊 苏小萌眼睛发亮 激动得不行 我 苏小萌狂翻白眼 快拉倒吧你 不信算了 萧尘怂怂肩 不再多说什么 苏小萌也没把萧尘的话当回事 而是在歪歪着 明天回学校的情形 他可以想象 苏二娘的名字 明天将震慑全校 萧尘看着满脸 兴奋的苏小萌 想到什么 神情古怪问道 他们为什么管你叫苏二娘 嗯 这是我的外号 你没觉得 苏二娘这名字很彪悍吗 水浒 里有孙二娘 事宜中有苏二娘 苏小萌 这名字太弱了 没啥威慑力啊 要是放平时 苏小萌肯定不会回答 不过现在心情不错 而且萧尘还帮了他那么大的忙 才乐于回答 苏二娘 苏二娘 萧尘嘴角抽搐几下 彪悍不彪悍的 不知道 但听起来挺二的 当然 这话他没敢说出口 要不这小妞 又该跟他挤眼了 同时 他心里也暗暗猜测 这小妞在学校 绝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难不成 还发展了什么校园黑社会 或者是一大解头 不过 他也没太在意 青春嘛 不就是可禁折腾吗 只要他心地不坏 不去触碰一些底线 他愿意干啥 就干啥呗 嗯 对啊 这名字怎么样 好 非常好 彪悍 霸气 牛逼 一看就是大姐大 跟波兰街十三妹相当啊 萧尘竖起大拇指 十三妹 是我的偶像呢 萧尘瞄了眼苏小萌的胸口 嘴角又是一抽 是 跟你偶像的胸一样平 来到公司 接了苏晴 三人决定 找个地方吃了宵夜 再回别墅 你们今天 都去哪玩了 吃宵夜的时候 苏晴随口问道 也没啥 上午去练习跆拳道 然后逛街 哦 跆拳道练得怎么样 以后不去了 为什么 你不是挺喜欢练跆拳道的吗 苏晴随吃了口东西 犹豫一下 还是没把萧尘 把嫖子人给抱揍一顿的事情 说出来 也没啥 就是觉得练得差不多了 而且诚哥答应我 他要教我更厉害的功夫 哦 萧尘 你费心了 苏晴点点头 冲萧尘笑了笑 呵呵 没什么 小萌底子很好 学什么都会很快的 萧尘笑着摇头 心里也在琢磨着 该教这小丫头点什么呢 嗨爽夜总会 猎鹰堂一重要句点 蛇哥 三楼走廊里 站着七八个 绑大腰圆的混混 见到光头蛇 纷纷打招呼 心哥在吧 光头蛇问了一句 在 光头蛇点点头 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进来 黄兴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心哥 我今晚又见到了萧尘 光头蛇推开门进去 见黄兴正 坐在沙发上抽雪茄呢 听到光头蛇的话 黄兴夹着雪茄的手一颤 随即沉下脸来 大蛇 我不是下命脸 说不准再与他为敌吗 心哥 我哪敢跟他为敌 事情是这样的 光头蛇苦笑 把事情从头到尾 说了一遍 黄兴听完后 皱了皱眉头 你说的朱坤和尹赫 是朱家和尹家的人 嗯 但当时那种情况 我也只能听萧尘的 要不然 我现在 要么在医院里躺着 要么在太平间里躺着 光头蛇现在想到 萧尘身上弥漫的杀气 都心中颤抖 黄兴沉淫了许久 指了指沙发 坐吧 今晚的事情 你做得没错 相比较朱家和尹家 萧尘更不能得罪 听到黄兴的话 光头蛇松口气 坐在了旁边 心哥 那朱家和尹家那边呢 我跟朱家老三有几分交情 本会给他打电话 跟他聊一聊 有什么仇恨 他们尽可以去找萧尘 黄兴说着 甩给光头蛇一根雪茄 另外 你这两天也低调点 毕竟现在盯着非鹰帮的人太多了 是 心哥 对了 那个小妞真是萧尘的女朋友 黄兴想到什么 问道 应该是吧 朱坤找我 就是因为 萧尘抢了他表弟喜欢的女孩 那个女孩什么来临 不知道 不过言行举止 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黄兴点点头 沉默了几秒钟 大蛇 你刚才说 你给那女孩留了名片 对 好 假如那个女孩真有事找你 那你一定要帮忙 知道吗 心哥 你的意思是 没错 假如能通过这个女孩改善 或者交好萧尘 对我们有利 而无害 现在 我们的情况 有点不妙 阿飞受伤了 我们缺少力量狂澜的高手啊 黄兴深吸了口血加 缓缓说道 我知道了 光头蛇点点头 心哥考虑的就是多呀 不 现在 我们已经没那么多时间了 这样 你让下面的人 查查那女孩的身份 尽量跟她接触一下 我们不能干等着 我有预感 飞银帮马上就要风雨雨来了 谁生谁死谁尚未 哼 势在人为了 听到这话 光头蛇心中一震 飞银帮的内红 要全面爆发了吗 也许 关键时候 救我们一命的 就会是消沉啊 黄兴吐了个眼圈 眯起眼睛 缓缓说道 不爱医院 骨科病房里 朱坤和尹赫一左一右 躺在病床上 哎呦哎呦痛叫着 当真是有难同当的难兄难弟了 爸 你可得给我报仇啊 尹赫看着站在床边的男人 眼泪都下来了 满脸的委屈 你给我闭嘴 丢不够的人 尹大春脸色铁青 怒声说道 你跟孩子发什么脾气 有本事 你去把那个什么光头蛇 还有消沉 都给废了呀 一个中年妇女 抹着眼泪 冲着尹大春嚷道 她是尹赫的母亲 也是朱坤的二姨 这左边一个儿子 右边一个外甥的 可把他给心疼坏了 也气坏了 你懂什么 光头蛇是非鹰帮的人 说废就能废的吗 尹大春美好气地说道 那怎么着 那小赫和小坤 就白受伤了呀 再说了 光头蛇 也不过是非鹰帮的一个头目 朱家和尹家联合起来 逼迫非鹰帮把他交出来 他们敢不交 女人真是头发长见是短 我没法跟你交流 我也不想跟你交流 我只想给咱儿子 和咱外甥报仇 非鹰帮先不说 你先让人去把那个萧辰抓起来 打断他的四肢 尘皇江里去 中年妇女大声喊道 行了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尹大春瞪了一眼老婆 然后 看向朱坤 你爸什么时候过来 他在路上了 姨父 今天这事怪我 朱坤伤得比尹赫还严重 四肢全都被打断了 别自责了 你也是想帮小鹤 放心 这件事情不算完 等我和你父亲商量一下 会让他们付出十倍代价的 嗯 你就别在这做着了 去办一下转院手续 把他们转去骨科医院 尹大春又看向自己老婆 陈生说道 为什么要转院 这不爱医院 是莆天系的 我信不过他们医术 尹大春说完 转身向外走去 啊 莆天系的 银幕脸色也是一变 那得抓紧转院 别再留下什么后遗症 这几天 一直被魏泽西事件刷屏 莆天系医院也浮出水面 各种黑幕触目惊心 我不是地狱黑 乃都有黑心伤人 但莆天系医院 确实桑尽天良了 第六十五章 我是你丈母娘 丁哥 今天你好像要值班吧 我帮你值班 怎么样 公司门口 一个穿着崭新保安服的青年 满脸谄媚笑容 看着丁丽说道 少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小子打了什么主意 赶紧健身房锻炼去 少偷懒 丁丽看着青年 撇嘴说道 自从新招进一批保安后 丁丽这个以前 在保安部挨欺负的角色 如今被新人们丁哥长 丁哥短地喊着 俨然是保安部二把手的模样 除了萧辰 就数他了 就连高平这个主管 因为不常在公司 也没他脸熟了 这让不少老保安羡慕 就因为丁丽 跟萧部长走得近 看看 现在就牛逼了吧 以前 谁都能喊一句丁子 给老子去买包烟去 现在谁敢再喊试试 丁哥 你就让我躲躲呗 来 抽支烟 刚买的软中滑 青年保安苦着脸 逃出香烟 腰 还抽软中 挺奢侈啊 丁丽接过来 点上 美美吸了一口 嘿嘿 我爸买的 说来到新公司 都里得装两盒好烟 静静领导啥的 我可不是领导 不 丁哥就是我们的领导 行了 少拍马屁 用不用我给诚哥打电话 说你在这里 别 我自己去 我马上去 青年保安 收起香烟 苦着脸走了 丁丽看着他的背影 咧嘴嘟囔着 诚哥是为你们好 一个个还喊累 真不了解诚哥的苦心啊 他这刚嘟囔完 都离手机响了 抛出来一看 忙接听电话 喂 诚哥 有什么指示 丁子 从今天起 你也跟着 来健身房训练 你不是要变强吗 我给你机会 萧尘的声音 自听筒中传来 啊 丁丽一下子傻眼了 啊什么啊 给你一分钟 马上过来 如果来晚了 三百俯卧撑 萧尘说完 挂断了电话 丁丽傻在原地 这两天 他可看见萧尘 是怎么训练这些新人了 一个字 惨 就连那几个身体 素质非常好的新人 都被练得叫娘 那场面让他看着 都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啊 呆着了几秒钟后 他陡然惊醒过来 撒鸭子就往健身房跑 要是去晚了 三百俯卧撑 能累出八八来 丁哥 你风风火火干嘛去 刚才进烟的青年保安 正慢悠悠走呢 见丁丽跟一阵风势地刮过 忍不住问道 健身房 锻炼 丁丽脚步不停 冲进了电梯 健身房里 萧尘坐在椅子上 叼着烟 悠哉看着保安们 坐着各种器械锻炼 一号 再加一个马 快点 二号 身体往后 腰部发力 三号 在这两天时间里 萧尘没有喊他们的名字 那样太过麻烦 直接用代号来称呼 开始的时候 这些保安们还不习惯 不过经过几次惩罚后 他们已经把这个代号 刻进了骨子里 甚至 比听到自己名字都好使了 碰 健身房的门推开 丁丽喘着粗气 冲了进来 陈 陈哥 我没来晚吧 萧尘看了眼腕表 晚了七秒钟 去 五十个俯卧撑 啊 想变强吗 想变强 那就先去把俯卧撑做了 萧尘不负往日的样子 语气冰冷了坚硬 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是 陈哥 丁丽点点头 然后 老老实实趴在地上 咬牙开始做俯卧撑 萧尘眼中闪过腥卫 然后目光扫过全场 十一号 动作错了 下来 五十个俯卧撑 是 陈哥 一号二号 下来对打 是 一号和二号松开气线 站定 然后看着彼此 几乎同时出招 砰砰砰 两人打了起来 而其他人则没有去看他们 都在忙着自己的锻炼 砰砰砰 拳头轰击在肉体上的声音不断响起 可是萧尘却不怎么满意 缓缓皱起了眉头 今天都没吃饱饭 再大力一点 见血 听到萧尘冰冷的声音 一号和二号互相轰击的力量更大了 好像彼此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招招直奔要害 砰 一号露出一个破绽 被二号一拳给轰飞了出去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吃了 萧尘站起来 来到一号面前 拿出一颗药丸 递给他 一号没有任何犹豫 张嘴吞了下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 吃这种药丸了 受伤后吃了 有奇效 很快就会没什么疼痛感觉 一号 刚才右腿 应该再抬高一些 既然攻击了 那就不要顾虑太多 要有一往无前的冲劲 不管这一招成或者败 都先不要去考虑 稍一迟疑 就会被敌人抓到破绽 知道吗 消沉沉声说道 是 陈哥 好了 继续训练 三号四号 你们对战 是 陈哥 几分钟过去 丁力从地上爬起来 气喘吁吁 陈哥 做完了 七号 你配合丁子 做杠铃卧推 是 陈哥 我能休息会不 丁力苦着脸 问道 不能 一休息 会更累 继续 消沉摇摇头 淡淡地说道 好吧 一小时过去了 两小时过去了 丁力 最后 瘫软在了地上 他现在才算理解 为什么之前那家伙 会跑去 要替自己值班了 他一扭头 忽然注意到 给他敬烟的家伙 正看着他幸灾乐祸的笑呢 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 明天休息一天 消沉看看时间 见差不多了 站起来 扬声说道 是 娃娃们听到 明天可以休息 全都兴高采烈的 就差欢呼几声了 绝对比学生听到 要放假高兴多了 虽然训练时间短 才两天 但这训练量 实在是太大了 偏偏 每次训练完之后 消沉都会给他们 喝一种中药汤 喝完没多久 就会疲惫全消 浑身说不出的轻松 当真是痛病快乐着 钉子 感觉怎么样 消沉看着 瘫软在地上的钉力 笑着问道 浑身发软 手指头 都不愿意再动一下 严重缺乏锻炼 连续做几天基础锻炼 调节一下身体状态 就会好很多了 啊 这才是基础锻炼 当然了 真正的高手 乃是健身房 能训练出来的 消沉掏出烟 扔给他一根 我明天有事 不来公司 这边你多盯着点 好 尤其是陌生人 不能随便放进来 知道吗 嗯 我明天也会让大汉来公司 有什么事情 你就喊他 嗯 行了 你休息会儿 然后下班 我先走了 我再躺会儿 呵呵 消沉轻笑 离开健身房 向着办公室走去 还默等他到办公室 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喂 是萧部长吧 听筒中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 你是 萧辰疑惑 管自己叫萧部长 难道是公司里的人 我是你丈母娘啊 啊 萧辰瞪大眼睛 丈母娘 卧槽 这什么鬼 呵呵 你这没良心的 我是小颜的妈妈 咱俩见过面啊 萧辰额头 又闪过几道黑线 童颜的母亲 他还自称是自己丈母娘 什么情况啊 萧部长 不 小萧 这几天 怎么也不来家里玩了 我问童颜 他总说 你忙忙忙 嗨嗨 那什么 阿姨 您是怎么知道 我手机号的 萧辰看了眼 不远处的办公室 停下脚步 哦 我是偷偷从童颜手机上看的 萧辰左右看看 来到旁边一没人地方 那您给我打电话 童颜也不知道呗 嗯 他不知道 我打电话 就是想问问 你什么时候来家里玩 另外 阿姨 还想跟你商量点事情 啊 我最近挺忙的 什么事情 您电话里说就行了 也没啥 就是问问 你和小颜发展到哪一步了 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 要是没时间结婚 可以先不举办婚礼 先去扯个诈 萧辰彻底听猛逼了 婚礼 扯这儿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你看 咱什么时间 约一下你父母啥的 谈一下彩礼前 怎么样 彩礼 萧辰听到这 得 估计这电话 就是冲着彩礼来的 那什么 阿姨 这事儿您看 您是不是先跟童颜商量一下 我是他妈 我说咋地就咋地 跟他商量什么 小萧啊 我家小颜 可是个好姑娘 从上学那会儿起 追他的男人 就能组成一个加强师 你可要珍惜啊 萧辰又无语了 加强师 卧槽 这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他知道 加强师有多少人吗 小萧 你要是实在忙 我可以去你们公司找你 咱俩面谈 怎么样 童母见萧辰不说话 说了一句 啊 别 那什么 阿姨 这样吧 等我跟童颜商量一下 就去拜访您 怎么样 萧辰擦了把冷汗 行 不过那丫头脸皮薄 你可得主动点 听见没 是是是 我主动点 嗯 女人嘛 嘴上说不要 其实心里还是要 抓紧时间 做点正经的事儿 要不 你去找小颜 告诉她 今晚可以不用回家了 你俩去约会啥的 萧辰彻底被打败了 这是鼓励自己 吃了她闺女啊 今天 本想为云老爷子 家更来着 不过出去忙了些事情 也没写完 十一点多了 不写了 明天加吧 我想 老云 也不会介意的 其他读者朋友 也别骂 老云 绝对会理解俺的 真正喜欢俺的读者 都是劝俺多保重身体 不要用 第六十六章 欠下的荣耀 在别墅里吃完饭 萧辰跟苏秦打声招呼 就驱车直奔十二院 来到二院 萧辰见到了李母和李汉后 他们正在吃晚餐 李母的晚餐 还是要扇方送的 是根据她身体状况来随时调整 有助于她的康复 而药膳的药方 都是萧辰亲自来开的 如今 李母对萧辰的医术 可以说百分百信任 甚至觉得神乎其神 硬生生从阎王手里 把她的命给夺了回来 陈哥 你来了 吃点 李汉后见萧辰进来 放下馒头 冲萧辰憨笑道 我吃过了 萧辰笑着摇头 跟李母打个招呼 自己找地方坐下 阿辰 我感觉身体 已经没多大问题了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住在这里 挺麻烦人的 李院长每天都过来 李姨母看着萧辰 心中却在感慨 想当初 他们母子 差点被医院赶出去 现在 每天院长亲自来问候 实在是天差地别的待遇啊 而这一切变化 也都是因为 眼前这个年轻人 嗯 我今天来 也是说这个事情 阿姨 如果您想出院的话 那后天 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萧辰说着 从兜里掏出钥匙 放在桌上 上次我跟大汉说 帮你们找房子 晚上跟药老吃饭 他说 他在这边有套闲置的别墅 就在黄江旁边 周围环境很不错 也很安静 然后把钥匙给了我 说让你们先住过去 要老的别墅 这怎么合适啊 李母下意识想要拒绝 她是个不喜欢欠人情的女人 阿姨 没什么不合适的 先住过去吧 萧辰笑了笑 你要是觉得要老的不合适 那就当成我的 您总不会跟我客气吧 李母听到她这么说 想了想 才缓缓点头 好 萧辰见李母答应下来 把钥匙扔给李憨后 等后天 我来接你们出院 嗯 李憨后跟萧辰没客气 她都记在了心里 大憨 我明天有点事情不在公司 你明天去公司吧 好 最近可能有人对苏总不利 你明天到了公司 别的不用管 负责苏总安全就好 陈哥放心 俺一定保护好苏总安全 李憨后见萧辰说得认真 用力点点头 阿姨 您这边 我让李院长帮您安排个陪护 还是怎样 萧辰考虑很周全 不用 我已经能照顾自己了 李母笑着摇头 萧辰点点头 又在病房待了会儿 顺便给李母整了一下脉 然后离开了 她没有回玉京香别墅 而是去了寂寞酒吧 夜幕降临 酒绿灯红 一片繁华之色 尤其像龙海这种大都市 夜生活缤纷多彩 工作一天的人们 总是乐于出来 发泄一下压力或者欲望 等到她寂寞酒吧时 这里已经人满为患 灯光闪烁 显得有些嘈杂 舞台上 几个摇滚歌手 正在扯着嗓子歇斯底里着 而下面的小舞池中 也有寂寞的男女 疯狂摇摆着身体 发挥着过剩的荷尔蒙 萧辰轻车熟路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走进后面的办公区 陈哥 你来了 小刀正在擦着他 那把杀人无数的刀 听到声响 抬头见识萧辰 放下刀 站起身来 嗯 萧辰点点头 目光扫过桌上的刀 笑了 大晚上的 不出去搂妹子 在办公室 搂着你的刀干嘛 这辈子 可以没有妹子 但却不能没有杀生刀 小刀手指划过刀刃 轻笑 他 就是我心爱之人 萧辰一咧嘴 这就是爱刀之人 传出去 很容易让人觉得 你有恋物癖的 随他们想 他们不懂得 一把刀 对于一个刀客来说 意味着什么 小刀并不在乎 萧辰沉默了几秒钟 确实 自古以来 不就有句话吗 刀在人在 刀断人亡 或许 对于小刀来说 就是如此 他 能称之为 刀客 陈哥 我已经跟殡仪馆约好 明天上午十点 正式下葬 小刀收起刀 对萧辰说道 嗯 按照你说的 不会有什么太繁杂的礼仪过程 萧辰点点头 苏云飞的死 不能曝光出来 所以他不准备大操大办 安静入土为安就好了 不是都说吗 一个人牛逼不牛逼 就看他的葬礼 这几天 有时候萧辰在想 如果苏云飞 不是私下跟自己去纳琴而死 如果他是为国牺牲 那他该享受怎样的荣耀 马阁果实 红旗盖身 甚至 军舰那几位大佬 也会来亲自送行吧 萧辰叹口气 他欠苏云飞的 不单单是一条命 更是一份属于他的荣耀 我去看看老苏 萧辰越想越烦闷 来到隔壁房间 看着桌上的照片 一时沉默无语 啪 萧辰点上三根烟 立在了照片前 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根 狠狠吸了几口 老苏 该属于你的荣耀 我会为你找回来 明天 我送你 十多分钟 萧辰紧紧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 转身离开了房间 而桌上 心里起的三根香烟 香烟鸟鸟 光芒一闪 一闪 陈哥 我们出去坐坐 小刀看萧辰情绪不高 开口说道 萧辰深吸一口气 故作轻松一笑 好啊 出去看看 有没有啥漂亮妹子 呵呵 来我这里玩的妹子 质量还是不错的 小刀也咧咧嘴 一瘸一拐 向外面走去 来到外面 音乐声迎面扑来 让人心跳都加快了几分 刀哥 有服务生看到小刀 忙上前问候 送凉打酒来一号位置 再来点果盘小吃什么的 小刀对服务生说道 好 来到一号位置 萧辰打量几眼 发现这里无论视觉还是环境 都是这酒吧最好的 这里怎么空长 萧辰有些好奇地问道 呵呵 知道你今晚过来 特意留了出来 小刀笑着说道 很快 服务生就送来了果盘 小吃喝啤酒 来 陈哥 先走一杯 小刀倒上酒 端起来 嗯 两人碰了碰杯子 仰头干掉了啤酒 冰凉的酒液涌动 说不出来的爽快 陈哥 苏琴的麻烦 解决了 小刀已靠在软椅上 随口问道 没有 对方一直没出现 我也在等呢 估计 快了 萧辰摇摇头 不管对方是谁 如果真想伤害苏琴 那他就一击必杀 永绝后患 嗯 有需要 就给我打电话 行 两人随意闲聊着 一杯一杯喝着 小刀 这是你朋友 忽然 一个脖子上 挂着大金链子的胖子 走了过来 是兄弟 小刀强调了一句 然后介绍道 陈哥 这是老杨 飞鹰帮的 我这里也是由飞鹰帮罩着的 听到飞鹰帮 萧辰扬了扬眉 笑着伸出手 你好 我叫萧辰 能被小刀当兄弟 可不简单啊 胖子意味深长说了一句 与萧辰握了握手 管我叫老杨 或者杨胖子就行 好 萧辰笑着点头 他对着胖子的第一印象 还算不错 来 哥们 敬你一杯 杨胖子端起酒杯 与萧辰碰了碰杯子 我跟老杨以前就认识 他现在在飞鹰帮混得还不错 算是中层头目 小刀笑着说道 哦 那很厉害了 老杨 你是哪个堂的 血鹰堂的 对了 老杨 你们飞鹰帮内讧的事情 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呗 四大堂口互相顾忌 彼此僵持着 不过 我们血鹰堂是支持太子的 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一切非正义的 都将会灭亡 杨胖子又干了一杯啤酒 咧嘴说道 正义 哼 你们血鹰堂恐怕也是 想携天子以令诸侯吧 小刀翻个白眼 小刀 你这话在我面前说就算了 可别当着外人说啊 杨胖子左右看看 压低声音 偷偷告诉你们 以前我们老大可能有这想法 但现在却没了 为什么 昨天下午 龙头的亲弟弟从外地回来了 听说还带回几个一流高手 要扶持侄子上位 这家伙 可是个狠人 当过外君 浑过金三角 所以 就算龙头隔屁了 别人也别想翻起什么浪花来 那也就是说 乱不起来了呗 也不一定 一朝天子一朝臣 太子上位 肯定要用自己的人 别说这四大堂主 都惦记着龙头的位子 就是忠心耿耿 恐怕也得洗掉几个 杨胖子像模像样分析着 也许 马上就要展开血腥清洗了 萧辰在旁边看得有些好笑 这家伙不该魂飞社会啊 应该去当个专家 评论家啥的 算了 提这个干嘛 反正我老大 已经跟太子表忠心了 像我们这种小喽啰 上面怎么说 咱就怎么办呗 来 来 喝酒 杨胖子不再多说 端起了酒杯 萧辰喝了口酒 神情有些玩味 区区一个二流黑势力 竟然收拢多位一流高手 不愧是百年风起云涌之地 只是不知道 这风起云涌之下 又是水主臣服 三邦 七大家族 还是 另有奇人 今天第一个 走起 第六十七章 不要物 要优雅 清晨 萧辰做好早餐 等待着两姐妹下楼 今天 是苏云飞入土为安的日子 而两姐妹 却不能轻松一程 对于两姐妹来说 有些不公 有些残忍 但萧辰却没办法 只能瞒着她们 早啊 两姐妹下楼了 苏晴跟萧辰打着招呼 哇 今天的早餐 怎么这么丰富 难不成 是个什么特殊的日子 苏晓萌蹦跳下来 一惊一乍叫道 听到这话 萧辰心中一颤 挤出几分笑容 呵呵 当然 是个特殊的日子了 哦 什么日子 两姐妹 全都看了过来 心里猜测 难道是这家伙的生日 是 我来龙海一周纪念日啊 萧辰非常机智地说道 两姐妹全都翻白眼 鄙视 妾 苏晓萌还竖了个中指 表达了自己浓浓的鄙视之意 然后跑到餐桌前做好 吃饭了 吃完饭 三人离开别墅 先把苏晓萌送去示意中 然后又赶往公司 萧辰 你今天不是说有什么事吗 什么时候去忙 不知道为何 苏晴总感觉 萧辰今天怪怪的 可具体哪里怪 她又说不上来 嗯 等会儿把你送去公司 我就出去忙事情 来得及 萧辰看着前面的路 说真的 她有点不敢去看苏晴的眼睛 生怕被这个女人 看出什么破绽来 哦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一点小事 萧辰摇摇头 对了 你今天的安全 我找了个人来负责 我今天不离开公司 那小心点也好 谁知道那隐藏在暗处的家伙 会什么时候动手 哦 我跟你说过这个人 李憨厚 现在也是咱公司保安部的保安 不过因为她母亲生病 所以没怎么来上班 嗯 她这人有点憨 呵呵 所以要是做错什么 你别怪她 苏晴笑着摇头 不会 能被你看上的人 那一定有过人之处 两人说话间 来到公司 还没到门口 就见大门口 处着一高大魁梧的身影 大憨 你处在这干嘛 萧辰放缓车速 落下车窗 看着李憨厚问道 陈哥 俺在等你 那也不用处在门口啊 进去 停车场 哦 李憨厚点点头 把腿就向停车场方向跑去 速度惊人 苏晴看着李憨厚的背影 有些发呆 她 她就是李憨厚 怎么跑得那么快 呵呵 这家伙在东三省的原始森林里 与黑熊战斗过 很强 我忽然想到了那部电影 金刚 对 呵呵 她的破坏力 跟金刚差不多 萧辰轻笑 把车停下 然后打开了车门 啪 萧辰刚下车 就发现李憨厚迈开大步 来到副驾驶旁 然后弯腰打开车门 满脸憨厚笑容 苏总 请 这一幕 把萧辰看得有点傻 谁叫这家伙的 苏晴也是一愣 随即从车上下来 仰头看着李憨厚 微笑道 李憨厚 你好 说着 还伸出了白皙的右手 苏总好 李憨厚 看着苏晴的右手 有些受宠落惊 他忙在衣服上 用力擦了擦右手 然后 小心翼翼握了一下 没办法 就这小手 他怕一用力 给握骨折了 刚才萧辰在路上 一直夸你来着 呵呵 果然名不虚传 嘿嘿 陈哥 又夸俺能吃吧 李憨厚挠挠头 憨笑着说道 萧辰翻个白眼 他刚准备夸这家伙开窍了呢 哪成想又蹦出这么一句话来 苏晴也玩耳一笑 虽然咱公司实力 不如那些大集团 但饭还是管得起的 别饿着 能吃多少吃多少 等改天 让我见识一下 你能吃多少 嘿嘿 苏总您真好 萧辰在旁边 看得直摇头 一句话 就把这憨货给收买了 大憨 今天你的任务 就是保护好苏总 这样吧 等会我送你去 秦助理办公室 你今天就待在那 隔壁就是苏总办公室 陈哥 你放心 俺今天一定会保护好苏总的 嗯 苏晴对李憨后印象也不错 跟精密人打交道 多了会累 而跟李憨后打交道 显然不会累 反而会很轻松 三人来到办公室 苏晴去忙了 而萧辰则带着李憨后 来到隔壁 啪啪 萧辰敲了敲门 里面传出秦蓝的声音 进来 哇 兰姐 你今天真漂亮 萧辰刚一进门 就开始拍马屁了 这让李憨后 暗暗撇嘴 陈哥也太假了吧 这人都没看到 就夸人漂亮 少来 秦蓝抬起头 翻个白眼 这两天 都不来我这里了 兰姐 这可不怪我 我在训练那群菜鸟呢 苏总和 你把保安部交给我 不就是想让我打造个 全新的保安部吗 所以 我不能让二位领导失望啊 行行行 你总是这么多理由 秦蓝说着 目光落在李憨后身上 这家伙 就是你说的那头熊 姿姿 还真够强壮的呀 咳 人家有名字 叫李憨后 萧辰咳嗽一声 还有那什么 我这兄弟还是个楚男 蓝姐别祸害啊 拔姐想成什么人了 秦蓝又白了萧辰一眼 陈哥 他就是那天 借给你汉马车的那娘们 李憨后看着秦蓝 小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萧辰有些惊讶 他身上的香水味 和车里的一样 哦 对 他就是 你说你喜欢的那个娘们 咳 大憨 你得叫秦助理 或者蓝姐 别一口一个娘们 这娘们 可不好惹啊 哦 唉 你们两个 在那嘀咕什么呢 秦蓝剑 两人贼眉鼠眼的 咒眉问道 没啥 我在跟大憨介绍你呢 萧辰看着秦蓝 堆笑道 你带他来干嘛 是这样的 我今天有事不在公司 所以想让大憨 来保护苏总的安全 我打算 让他待在蓝姐的办公室 这样苏总有什么事情 也好吩咐指使他 当然 蓝姐也可以吩咐指使 虽然他没有帅气 没我聪明 没我能干 但干点跑腿的粗活 还是可以胜任的 秦蓝语气 有些玩味 他没你帅气 没你聪明 我看出来了 但没你能干 呵呵 我觉得他应该比你能干 这大个子 可比你大多了 嗨嗨 蓝姐 咱不要误 要优雅 成吗 萧辰一下子 就听明白了秦蓝的意思 妈蛋的 这娘们 又在勾引自己了 蓝姐 成哥没骗你 俺真的不如他能干 旁边 李憨后 问声问气地说道 哦 秦蓝露出笑容 语气古怪 你怎么知道的 你俩干过 嗯 干过 俺说了 李憨后点点头 哈哈 萧辰 我真没想到 你还好这口啊 口味挺重啊 秦蓝笑得花枝乱颤 萧辰无语 真特么无语 成哥 俺说错啥了吗 李憨后有些奇怪 蓝姐咋笑得这么夸张 没 你没说错啥 大憨 我问你 你和萧辰干的时候 谁攻谁手啊 不一定 有时候成哥攻 有时候我攻 哈哈哈哈 秦蓝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大憨 你给我闭嘴 萧辰彻底无语了 后悔把这憨货带过来了 刚才在苏秦面前表现的 不是挺好吗 哦 李憨后点点头 不再说话了 萧辰 你是可攻可授啊 哈哈 蓝姐 你就别逗大憨了 算了 我还是让她去保安部吧 省得在这里 被你带坏了 唉 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怎么还被我带坏了 行了 刚好我今天有点体力活 需要她帮忙 体力活 瞎想什么呢 滚蛋 等你回来 我保证她还是楚男 嘿嘿 如果蓝姐能征服她 我也不介意 我先走了 再见 萧辰坏笑一声 拍了拍大憨的肩膀 多保重 哦 李憨后有点迷糊 这两人说啥呢 怎么听不懂 这大城市的人 就会圈圈绕绕的 真麻烦 萧辰出了办公室 又去了趟保安部 跟丁丽见了一面 然后才去撤离开公司 小刀 你到了吗 嗯 我已经到了 行 我现在过去 有什么事情 你先处理着 好 萧辰挂断电话 打开了本地电台 昨天下午 四名持枪匪徒 抢劫了东三路的金九福金店 价值几百万的黄金首饰 被扫荡一空 据警察局最新消息 经确认 抢劫金店的匪徒 与之前银行 运钞车抢劫案为同一伙人所为 本地电台里 女主播正在播报 并提示市民出行时 要多加小心云云 还没抓到 萧辰有些惊讶 挑了挑眉头 接连在龙海市作案 这些家伙 到底想干嘛啊 还有 军方和警方在干嘛 都四五天了 竟然还让他们逍遥法外 是他们太强太狡猾 还是有什么其他情况 出于直觉 萧辰隐隐觉得 这里面不怎么对劲 别看电视里 演的警察 好像都挺没用 但实际上 华夏的警察效率 还是很高的 尤其如此恶劣的案子 已经直达朝廷之上了 第六十八章 一人 一墓碑 龙海市 最大的殡仪馆 马沙拉蒂总裁 缓缓停下 萧辰从车上下来 陈哥 早已经等在门口的小刀 一瘸一拐走了过来 嗯 都安排好了 萧辰点点头 拍了拍小刀的肩膀 嗯 十点出发 好 两人进了病遗馆 然后来到空旷的灵堂 原本摆放遗体的地方 空着 前面的桌子上 放着骨灰盒和黑白照片 三根清香 正在鸟鸟燃烧 照片上的苏云飞 正笑着注视着前方 旁边 摆着一个个花圈 这是萧辰特意 让小刀准备的 上面没有晚联和名字 有的只是几个特殊的符号 没有人吊咽 甚至连工作人员也不在 显得有些冷清和肃穆 萧辰来到桌子前 看着黑白照片 一时间没有说话 小刀站在他身后 身体绷直 犹如一把带出鞘的刀 你说 老苏会怪我吗 良久 萧辰问了一句 不知道 但如果换做是我 我不会怪你 我心甘情愿 小刀的声音不大 但却严肃认真 偌大的灵堂 再次变得沉默下来 一直到哀悦生气 工作人员走进来 请问 现在要举行告别仪式吗 工作人员上前 来到萧辰和小刀面前 轻声问道 开始吧 萧辰点点头 掏出烟 点上 然后立在了桌子上 就你们两个人吗 工作人员有些惊讶 嗯 就我们两个人 刘成走一遍吧 旁边 小刀说道 好的 工作人员有些奇怪 看了眼桌上的骨灰盒 怎么处处透着古怪啊 告别仪式开始了 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来走 这可能是他主持 告别仪式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两个人的告别仪式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萧辰和小刀站在桌前 弯腰鞠躬 一丝丝冰冷的气息 在蔓延 站在前面的工作人员 硬生生打了个冷战 然后他左右看看 怎么会忽然这么冷 好了 这里不用你了 十点出发 再过来 萧辰淡淡地说道 好的 工作人员巴不得赶紧走 他以前从来不怕的 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 却有种浑身发凉的感觉 仿佛置身冷酷之中 老苏 苏秦和小萌都很好 你不用担心他们 苏秦的麻烦 还没有解决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 莫人能伤害到他 还有小萌 女大十八变 可比你给我看的照片 漂亮多了 萧辰站在桌前 看着黑白照片 轻声说着 眼前 一幕幕曾经的画面 在不断地闪现 两人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较量 第一次喝酒 并肩杀敌 同生共死 有欢乐 有眼泪 更有腥红的鲜血 时间 一分一分过去 爱乐放了一遍又一遍 十点钟 工作人员 再次出现了 他有些惊讶地发现 两人从刚才到现在 竟然一直站在桌前 保持着一种姿势 甚至连丁点位置 都没有改变 怪人 今天的一切 都透着古怪 先生 十点钟到了 工作人员上前 小萌忐忑说了一句 仿佛生怕打扰到他们 嗯 萧辰从黑白照片上 收回目光 点点头 直接去墓地吗 是的 已经有工作人员等 在那边了 好 紧接着 有两个黑西装的 工作人员走进来 想要去拿古灰盒 和黑白照片 不过 却被萧辰阻止了 古灰盒 我来拿 两个工作人员 对视一眼 没有再去碰古灰盒 萧辰双手捧着古灰盒 而小刀 则拿着黑白照片 身后跟着两名工作人员 向着外面走去 本该深盖国旗 享受无限荣耀的苏云飞 就这么默默无闻 要入土为安了 萧辰每一步 都有些吃力 仿佛怀中的古灰盒 重于千金 先生 那边有专用的车 工作人员指引着 小刀 你带着照片 坐那辆车 那你呢 我想 老苏更愿意 坐自己妹妹的车 这样 也相当于苏秦送了他一程 小刀点点头 好 萧辰捧着古灰盒 来到停车场 打开车门坐进去 然后轻轻把古灰盒 放在了副驾驶座上 老苏 这是苏秦的车 萧辰发动起车 向着墓地方向开去 而殡仪馆的车辆 则跟在了后面 在半路上 在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 萧辰停下车 冲后面的车 打了个手势 示意他们先走后 走了进去 几分钟后 他从里面出来 手里多了一个购物袋 里面装着不少东西 老苏 等会儿咱兄弟俩 好好喝几杯 萧辰上车后 把购物袋放在后座上 然后继续向墓地开去 位置越来越偏 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少 足足一个多小时 才到了墓地 这片墓地 并不是普通公墓 每个墓地 都相隔很远一段距离 如果说普通公墓 是商品房 一家挨着一家 一户挨着一户 那这里就是庄园了 除了买谷外 还有一小片 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也是 为什么这里的墓地 是天价的原因 萧辰从车上下来 然后把骨灰盒拿下 左右看看 露出一谋笑容 这是他第一次来 不过还算满意 没有说宣传图 是一回事 实际又是一回事 毕竟 在这里买谷的 大多都是龙海市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殡仪馆方面 也不敢欺骗他们 陈哥 还满意吗 小刀上前 问了一句 嗯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萧辰看着不远处的大海 以及周围不知名的小花 点了点头 萧先生 现在开始吗 一个工作人员过来问道 嗯 萧辰点点头 来到墓穴前 轻轻放下骨灰盒 然后又点上清香和香烟 工作人员也把各种祭品 都准备好了 甚至还有一落落的纸钱 相近 烟面 骨灰盒放进了墓穴之中 萧辰和小刀亲自填土 然后推上了礼石石棺盖 确定没留下缝隙后 才停了下来 紧接着 又是一系列的仪式 等所有仪式都做完后 已经是一小时候了 也到了晌午 现场 安安静静 除了不远处 海浪拍打牙石的声音外 再无其他声音 萧辰 小刀 以及工作人员 全都三鞠躬 下葬算是里程了 萧先生 这就可以了 嗯 麻烦你们了 不客气 这是我们该做的 小刀 你跟他们车回去吧 萧辰扭头看向小刀 那你呢 我再陪老苏一会儿 等会自己开车回去 小刀张张嘴 最后还是点点头 好 小刀和工作人员都走了 空旷的墓地 只剩下萧辰和一块刚刚立起的墓碑 风起了 海上的浪更大了 海浪拍打在牙石上 发出轰隆的声音 萧辰缓步来到几十米外的山崖上 放眼看去 是一览无疑的大海 蔚蓝 啊 萧辰仰天长笑 这是一种发现 脚下 海浪更加团急 翻滚着 有几米高 忽然 他目光落在十几米山崖下的海面上 那里有一艘快艇 正在随着海浪上下起伏着 这怎么会有快艇 难道是墓地管理人员呢 萧辰眼中闪过诧异之色 念头一闪而过 不过也没过多去考虑 没什么心情 在山崖上站了会儿 他来到车旁 从车上取下购物袋 然后又回到墓碑前 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苏 咱俩喝点吧 萧辰从购物袋里 拿出红心二锅头 打开 先往地上倒了一些 然后也不用杯子 对着瓶口 仰头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哈 萧辰哈出一口酒气 放下酒瓶 又从购物袋里取出花生米等下酒菜 老苏 看 这是苏秦和小萌的近照 这是老子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偷拍的 就是为了给你看看 萧辰又掏出手机 找出两张照片 朝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 咧咧嘴 苏秦还好 要是给小萌那丫头发现我偷拍她 估计能把我当变态狂给赶出去 你这妹妹啊 看我不顺眼 还好 老子是谁啊 分分钟征服她 一个人 一座墓碑 现场气氛显得有些诡异而凄凉 萧辰喝着酒 不断叙道着 不时还发出笑声 偶尔也会眼圈泛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墓碑前的空酒瓶越来越多 横七竖八百着 而萧辰也有了七八分的醉意 老苏 你以前常说 买骨何须丧子弟 人生无处不青山 但青山有幸买中骨 今朝马格果诗还 改天 时机到了 我带苏晴和小萌来看你 萧辰已靠在墓碑上 仰头望着远处的海 目光有些空洞 嘴里呢喃 太阳 渐渐吸锤 风小了 海浪声也小了不少 就在萧辰半醉半醒半昏睡时 一阵警笛声隐约传来 渐渐清晰 紧接着 汽车轰鸣声响起 一辆大排量的越野车急驰而来 扬起一路灰尘 车上 四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神情冷峻 浑身弥漫着肃杀之气 而他们的手里 毅然握着AK47 第69章 罪鬼与汉匪 马沙拉蒂 静静停在路边 吸引了越野车上四个男人的注意 他们有些惊讶 有人在 这里平时不是没人的吗 随即 他们注意到 已靠在墓碑上的消沉 脸上闪过凶狠之色 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车门打开 四个男人飞快跳下车 拎着AK47 向着萧尘冲来 举起手来 最前面的男人 抬起了AK47 黑洞洞的枪口 指着萧尘的脑袋 萧尘没什么动静 仿佛真的醉了 靠在墓碑上 醉了 四个男人并没有冒进 其中一人拎着枪 来到萧尘面前 枪口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是个醉鬼 那不用管他 我们撤 一落塞胡子 应该是四人中的头头 他左右看看 然后 向悬崖走去 绳索呢 在我这 另一个瘦小男人 打开身后背包 从里面拿出一盘绳索 就在四人刚把绳索放下去 还没固定好时 警笛声越来越近 甚至有了层层包围之事 老大 警察到了 怎么办 老三 快点固定绳索 老五 你去把那个醉鬼抓过来 哼 原本懒得杀他 现在既然警察到了 那就用他来做人质吧 洛三胡子冷笑 并没有因被警察包围 而丝毫慌张 好 瘦小男人 快速固定着绳索 而另一个男人 走向消沉 猙獰一笑 小子 你运气还真特么不好 哪也不能喝醉 跑这来醉 既然这么愿意待在墓点 那就永远待在这好了 周围警笛声 越来越大 甚至已经能看到 急迟而来的警车了 老六 掩护老三和老五 攻击 洛三胡子看着警车 眼中闪过冷色 大声下了命令 是 旁边男人抬起枪 对着警车扣动了扳机 喷喷喷 清脆的枪声响起 警车不敢再往前冲 纷纷停下 然后警察们跳下车 就地掩护 展开了还击 喷喷 老五也参与进来 在他看来 一个罪鬼 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他唯一的作用 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当做人质和挡箭牌 而且 从这罪鬼开的车来看 应该非复即贵 不是普通老百姓 这种人质 是最有用的 也是最令警察们忌惮的 老三 需要多久能固定好 落腮胡子 从腰间取出一手雷 扳开 然后 用力扔了出去 再有一分钟 瘦小男人回了一句 好 再拖延一分钟 撤退 落腮胡子话音刚落 只听轰的一声 手雷落地爆炸 附近的几辆警车的玻璃 全被震碎了 同时 惨叫声传出 多个警察被飞溅的弹片 以及玻璃碎屑割伤 甚至有两个警察 被击中了要害 还击 一个愤怒的女声响起 随之枪声大震 警察们 展开了全面的还击 一时间压制了三人的攻击 老五 把那罪鬼拖过来 落腮胡子 冷眼扫过 陆续不断有警察赶来 要是再拖延下去 可能真就跑不了了 另外 军方已经参与进来 估计用不了多久 武装直升机也会到位 到时候茫茫大海 他们开着快艇 可真就成了火把子 好 老五单手握着枪 单手捏住萧尘的胳膊 罪鬼 给我起来 你们 吵着我兄弟 休息了 滚 终于 在枪声 以及爆炸声的刺激下 酒醉的萧尘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皱了皱眉头 醉熏熏地说道 听到萧尘的话 老五勃然大怒 这家伙竟然敢让他们滚 小子 你他妈舍得醒了 老五举起枪 热乎乎的枪口 顶在了萧尘的脑袋上 信不信 老子一枪 崩掉你的脑袋 本能的危机感 让萧尘的罪意 又清醒了两分 他终于看清楚了 眼前的局面 四个全副武装的男人 一群警察 这 就是眼前的局面 四个全副武装的男人 AK47 萧尘皱了皱眉头 这装备 怎么这么眼熟啊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这不会就是 那四个持枪抢劫的汉匪吧 小子 吓傻了吧 通知你一声 你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人质 老五见萧尘不说话 以为他吓傻了 也就稍稍落了落枪口 免得走火崩碎 这家伙的脑袋 那关键时候 没有人质了 里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马上放下武器投降 否则 包围圈外 忽然传来 警方的喊话声 老五 你在跟那个酒鬼嘟囔什么 把他带过来 准备撤离 落塞胡子一冷 不等警察喊完 斗手又扔出了一颗手雷 在警察群中 轰然爆炸 惨叫声四起 萧尘眼皮跳了跳 还真是一群 杀人不眨眼的汉匪啊 敢跟警察这么死磕 小子 起来 老五又伸手 抓向萧尘 萧尘目光落 在老五腰间的匕首上 不过想了想 还是打消了 干掉他的念头 干掉他简单 可是其他三个汉匪呢 要知道 他们手里 都拎着AK 四七 而且还有手雷之类 如果没有一击 必杀的把握 杀一个 那就会让自己陷入陷阱 他再厉害 也无法躲开 三把AK四七的射击 尤其还是这么近的距离 念头转过 萧尘摇晃着站了起来 然后 被老五用枪指着脑袋 一步步向悬崖走去 最后一遍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马上放下武器 警察的喊话声 再次响起 不过回应他们的 依旧是一缩 子子弹和一颗手雷 准备攻击 警察也火大了 军方的人 马上就要到了 钥匙拿不下来 那不是让军方看笑话吗 毕竟 这是两个系统 虽然上面 要求协力办案 但互相之间 也是憋着一口气 彼此较量着 如果不想让我们伤害人质 那就后退五百米 落腮胡子 终于开口了 他声音冰冷平稳 并没有因被包围 而有丝毫巨异 这让萧尘又忍不住 多看了他一眼 真正的汉匪啊 心理素质强大无比 难怪 能连续干下三件大案 并逍遥法外这么多天 不过 他们抢的钱和黄金呢 落腮胡子一句话 让准备猛攻的警察们 又熄火了 他们手上还有人质 人质从哪来的 刚才追击的时候 不是已经确认 就他们四个吗 警察队伍中 一个身材火辣的女警 皱着眉头 大声问道 韩队 他们手上 好像真有一个人质 那边 停着一辆 马沙拉蒂总裁 韩队 据猜测 这人质 本来就在这里 结果 被四个汉匪给撞上了 所以 该死 真他妈添乱 女警忍不住骂了一句 他们围追堵截那么久 就是想找个没人的环境 一举把这四个 汉匪拿下 结果倒好 警要关头 怎么又蹦出个人质来呢 韩队 现在怎么办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沉声问道 少队 狙击手都到位了吗 女警冲来人点点头 这位是龙海武警三中队的队长 已经全部到位 再有十分钟 警备区那边的人也就到了 十分钟 时间太长了 这四个家伙 胸残狡猾 十分钟早就跑了 女警摇摇头 咬着牙 心里又把萧辰给骂了一遍 要不是这倒霉蛋 现在已经能拿下这四个汉匪了 那现在强攻 少队皱着眉头想了想 沉声说道 不行 我们要最大限度保证 人质的安全 继续谈判 女警摇摇头 对了 少队 武装直升机 什么时候到位 估计也要十分钟 拖着 继续谈判 让狙击手找机会 女警在原地转了几圈 一握拳头 大声说道 好 稍对点头 快步离开 去安排了 女警想了想 也没有留在原地 而是来到最前面 我给你们三十秒时间 如果不后退五百米 那我就击毙这个人质 恰在此时 落腮胡子的声音 再次响起 如果你击毙了人质 今天你们一个 也跑不了 不等谈判专家开口 女警已经搂不住了 怒声喊道 那就拼个鱼死网破 我们兄弟四个 杀你们四十个 绰绰有余 信吗 落腮胡子 冷冷说完 冲兽小男人 打了个手势 完成 准备撤退 兽小男人抬头 然后毛腰走向悬崖 用力扯了扯绳子 确定安全后 回应道 老五老六 掩护 是 落腮胡子看了眼 还醉醺醺的消沉 转身向悬崖走去 寒队少队 目标要逃 一个狙击手 通过无线电 大声说道 找机会 开枪 女警一咬牙 必须震慑住 这几个汉匪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要不然今天的行动 就彻底失败了 碰 女警话音一落 狙击枪响了 噗 一颗狙击子弹 击中了老六的胳膊 巨大的力量 让他身体一个裂剪 摔倒在了地上 老六 落腮胡子等人脸色一变 警察还真敢开枪 马上掩护 下一秒 落腮胡子大声吼道 你给我过来 妈的 老五躲在苏云飞的墓碑后 同时用枪指着萧尘 让他挡在身前 萧尘看着老五脚底下的礼石 原本满是醉意的脸上陡然一寒 那礼石下面 就是老苏的骨灰 今天四个 熬不住了 睡觉去 加了两个 晚安 第七十章 所以 你们该死 老五并没有察觉 萧尘脸色的异常 他往外探头看了眼 然后重新缩回来 依靠在墓碑上 骂脸一句 骂的 也不知道 这刚埋了哪个孙子 前天来德时候 还没有呢 听到老五的话 萧尘神情更冷 不过他却收敛住了杀鸡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而且 他心中一动 两天前 这四个汉匪就来过这里 那就是说 他们明明有机会离开 可为什么拖到了今天 是想再干一票再走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我劝你们放下武器投降 要不然 碰 谈判专家的话还没说完 隐藏在一棵大树后的 落腮胡子 探出AK47 朝着远方的警车 就扣动了扳机 啪 子弹打爆了一辆警车上 闪烁的警灯 碎屑飞溅 吓得周围警察 赶紧低头 免得受伤 如果你们不在乎 人质的死活 那你们不能不在乎 你们的死活吧 落腮胡子冷冷说着 从腰间拿出了一遥控器状的 电子设备 萧尘看着这个电子设备 目光忍不住一缩 高爆炸弹引爆器 他们怎么会有这东西 在这周围 我一共埋了12颗高爆炸弹 只要轻轻一按手里的遥控器 那这一片区域 都会变成废墟 听到落腮胡子的话 萧尘心中一跳 12颗高爆炸弹 真的假的 为马他之前 没有任何察觉 不过 想到他之前的心情 又叹了口气 刚才他哪有心情 关注周围 别说买几个炸弹了 就是一堆炸弹放哪 他也没兴趣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炸弹 除了萧尘外 警察们同样哗然 汉匪还埋了炸弹 狙击手 能看清楚 对方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女警脸色难看 沉申问道 高爆炸弹引爆器 应该是真的 很快 有狙击手传回消息 女警脸色 更加难看起来 如果附近 真买有12颗高爆炸弹 那今天就算是步入陷阱了 本来 他们是猎人 可现在呢 谁又是猎人 要不是他们追得紧 要不是 落腮胡子他们觉得 人质没用 要不是 他们自己爆出了炸弹 那一旦 落腮胡子几人逃离 然后按下引爆器 那场面 韩一飞不敢想象了 所以 从头到尾 他们都是被这四个汉匪 在一步步引导着 步入这片危险区域 他们从猎人 已经变成了猎物 而四个逃产的汉匪 才是最后的猎人 可以想象 炸弹引爆 警察损失惨重 最少也得死一半以上 不 本会特种部队 还会来 他们同样也是猎物 一旦爆炸 那可真就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了 韩一飞有些抓狂了 这几个汉匪 到底是想干嘛啊 如果你们不信 可以去旁边那棵大树下 挖一挖 那里就埋着一颗高爆炸弹 落塞胡子的声音 再次传来 带着几分不甘 要不是无法逃走 他肯定不会说有炸弹 而是准备坑杀 一大批警察和特种兵 现在 为了能够安全撤裂 只能放弃这个疯狂的想法了 韩一飞打出手势 两个武警过去开袜 末一会儿 就露出了下面的炸弹 周围警察都倒吸一口凉气 还真有炸弹 很多警察脸色都变得发白 这是在刀尖上跳舞啊 甚至 有的警察下意识向后退了几步 想离炸弹远一点 生怕这几个汉匪穷凶极恶 起了同归于尽的心思 不管不顾 就引爆了炸弹 韩队 该怎么办 按照他们要求 撤退500米 联系武装直升机 让他们加快速度 韩一飞咬牙 无论如何 不能放跑了这几个家伙 太危险了 好 狙击手 继续制高点狙击 寻找机会 等我命令 是 少队 再联系拆弹专家过来 好 这边 警察们做出反应 而另一边 四个汉匪则露出冷笑 可惜了 不能炸死这些警察 老五用枪指着消沉脑袋 看着后退的警察们 有些不甘 准备撤离 等会上了快艇 马上穿戴潜水设备下潜 直升机和特战队 应该也快到了 洛塞胡子看了眼时间 冷冷说道 消沉眼皮又是一跳 这四个汉匪还真是不一般 尤其是这个洛塞胡子 太特么专业了 甚至连时间点都能把握得这么好 碰 忽然 又是一声 狙击枪响 一颗子弹打在了墓碑旁边 四个汉匪脸色一变 警察那边也有狠人啊 都到了这时候 还想着震慑他们 妈的 我听说这次的行动是个妞指挥的 等下次再回龙海时 我一定把这妞给扒光了 某某他十遍不可 老子最喜欢制服诱惑了 瘦小男人骂了一句 少废话 这次能逃了再说 洛塞胡子说了一句 从大树后稍稍探出头 向周围看了眼 他能感觉得出来 还有不低于十个狙击手 在覆盖着这片区域 想要从这里安全撤离 狙击手不退 那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 你们听着 我希望你们能把人质先放了 我让所有人都撤退 韩一飞的声音 从外围响起 把狙击手也撤了 不要当老子是傻子 洛塞胡子冷声喊道 要是狙击手还在 我就先干掉这个人质 一旦我们无法撤离 那咱就同归于尽吧 好 狙击手可以撤掉 但你们最好别伤害人质 韩一飞彻底没办法了 这几个旱匪也太敏锐了吧 竟然还能发现狙击手的存在 几处树影晃动 狙击手也开始撤退了 韩队 我们还是等武装直升机 和特种部队来吧 以我们现有的装备 无法在第一时间干掉他们 一旦他们引爆炸弹 那后果不堪设想 韩一飞漂亮的脸大上 写满了不甘心 就现在的情况 特种兵来了 也做不了什么啊 另外 这一片埋葬的 都是龙海市 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旦爆炸 那他们的坟墓 肯定也会被波及 到时候 我们也无法跟他们的家人交代 少队又说了一句 该死 韩一飞骂了一句 出道以来 他什么时候这么束手束脚过 不但要去在乎人质的安危 还得去在乎死人的坟墓 老大 他们都撤了 我们也该撤离了吧 老五小心翼翼 从墓碑后探出头来 仔细观察一番 冲大树后的落腮胡子喊道 嗯 准备撤离 只要到了快艇上 穿上下前装备 那武装直升机 来了 也没什么用了 落腮胡子点点头 虽然有意外 但还是能安全撤退 妈的 可惜不能炸死这些警察 维尔格他们报仇 老五骂了一句 发现是的 一脚踹在了墓碑上 刚刚竖起的墓碑 摇晃了一下 甚至底下的礼石 都裂开了一些 你知道 里面埋的是什么人吗 萧辰看着 洁白石碑上的黑色脚印 终于抑制不住杀意了 低沉地问了一句 老五一愣 下意识摇头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里面埋的是我的兄弟 我的战友 今天 是他入土为安的日子 而你们却跑来打扰他 所以 萧辰的声音 逐渐变冷 一丝丝杀气 在蔓延 老五察觉到萧辰的杀气 心中一惊 下意识就要扣动扳机 打抱这个 让他感觉到危险的 罪鬼的脑袋 可是 萧辰却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他右手快如闪电般探出 捏住了老五的喉咙 所以 你们都该死 咔嚓 萧辰捏碎了老五的喉咙 后者身体一颤 眼珠一翻 死了 他眼睛中 写满了惊恐 他想不明白 这个原本在他看来 毫无威胁性的罪鬼 怎么会瞬间变成了死神 终结掉他的性命 他的脸上 写满了不甘 他张大嘴巴 想要大声叫出来 可是 却根本喊不出声来 他很想扣动扳机 只要他轻轻扣动扳机 那就能打爆 这个罪鬼的脑袋 可他却没丝毫力气 去扣动扳机 他感觉自己 陷入无尽黑暗与冰冷 萧辰捏着老五的脖子 没有松手 而是支撑着他的身体 拔出了他腰间的匕首 还有三个汉匪 他必须要在 翘无声息干掉一个 才能万无一失 机会 已经到了 胳膊受伤的老六 缓缓从一块石头后 站起来 而他所在的位置 雨落腮胡子 和瘦小男人中 有个死角 所以 萧辰决定 第二个目标 就是他 刷 萧辰抖手射出匕首 只见寒光一闪而逝 扑 在老六还没反应过来时 匕首穿透了他的喉咙 力量之大 锋刃直接从后颈穿出 老六身体晃了晃 眼睛突瞪着 他到死 也没明白这匕首 是怎么来的 碰 闷响声传出 老六的尸体 倒在了地上 不好 出乎意料 落腮胡子的直觉 太过敏锐 几乎同时 他就察觉到了 异常与浓烈杀机 他想都不想 手里的AK-47 对准萧辰的方向 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子弹打在了老五的尸体上 而萧辰也捡起了 地上的AK-47 开始反击 老五老六 落腮胡子怒吼 神情争鸣 掏出一颗手雷 直接扔了过来 萧辰下意识想要扑出去 可随即想到 如果手雷炸了 那老苏的墓 就得变成一片废墟 第71章 仙蟹即阴魂 想到这 萧辰硬生生扭转 想要扑出去的身体 然后一脚踢在已落地的手雷上 嗖 手雷被萧辰一脚踢飞出去 化作一道抛物线 还没等落地 轰然乍响 前后不足两秒钟 萧辰惊出一身冷汗 身体里最后那点酒精 全都被蒸发了 意识彻底清醒了 落腮胡子 看着萧辰的动作 眉头皱起 这个先前被他们当作人质的酒鬼 到底是什么来历 不管是反应 还是内角的速度 都让他心中 涌现出几分忌惮来 老五老六 死得不冤啊 砰砰 紧接着 落腮胡子再次扣动扳机 而萧辰则翻滚出去 他担心子弹啥的 会毁掉老苏的墓碑 砰 萧辰在快速移动中 也果断扣动了扳机 不过不是朝着落腮胡子 而是射向瘦小男人 啪 瘦小男人反应也不慢 快速躲回大树后面 然后身子一纵 犹如猿猴一样 飞快爬了上去 一时间 三人都变得谨慎起来 都各自隐藏着 谁也没有妄动 小子 你是军方的人 在这里埋伏我们 落腮胡子枪口 指着萧辰藏身的地方 大声问道 我埋伏你大爷 萧辰心里 憋着一股杀意和邪火 听到对方的话 直接开骂了 落腮胡子呆了呆 这家伙这是什么反应 难道他不是军方的人 老子找个地方喝酒 喝醉了睡一觉 都他妈能遇到你们 是我运气不好 还是你们运气不好 萧辰没有提老苏的木 因为担心会被对方利用到这一点 虽然 这木是死的 但在他心里 却跟老苏一样的 他不允许这木被破坏 万一落腮胡子发现这点 扔可手雷过去啥的 那他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落腮胡子更傻眼了 跑木地来喝酒睡觉 还真是巧合遇上的 至于说到底 谁运气不好 现在还真说不准 死掉的那个 肯定是运气不好的 激战的枪声 也吸引了外面警察们的注意 韩依妃皱着眉头 枪声和手雷声 这是怎么回事 汉匪不会是因为分赃不均 内讧了吧 少队脑洞大开 忍不住猜测到 不可能 不能再等了 我得过去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韩依妃摇摇头 做下决定 现在过去 韩队 这太危险了吧 危险也得去 必须要了解 发生了什么 给我防弹衣和枪 我安排武警战士去吧 少队 你把我当花瓶了吗 韩依妃看了眼少队 接过手下递来的防弹衣 快速穿上 然后握着枪 向前走去 狙击手 重新救位 保护韩队 有任何异常 击毙目标 少队看着韩依妃的背影 下达了命令 碰 就在韩依妃隐藏着身形 小心翼翼往前推进时 枪声再起 墓碑旁 萧辰当先发动了攻击 越拖下去 这两个家伙 越容易铤而走险 所以 先下守围墙 他可没忘了 这周围 还埋着十二个高爆手雷呢 一旦他们铤而走险 来个同归于禁啥的 那可就蛋疼了 老三 掩护我 落腮胡子 冲瘦小男人藏身的地方 吼了一声 然后拎着枪扑了出来 同时扣动扳机 缩短着两人的距离 砰砰砰 枪声不断 萧辰再次被压制 他已靠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检查了一下手里的AK-47 还剩下六颗子弹了 不过 他也猜测 对方的子弹 应该也不多了吧 碰 萧辰身形一晃 从大石头后面冲了出来 躲过一颗子弹 抬手扣动了扳机 砰砰 落腮胡子开枪了 可让他心中惊骇的是 萧辰仿佛知道 子弹运行的轨迹一般 总是显之又显地躲开了 一流巅峰 或者武学大师 落腮胡子 眼皮一跳 真的遇到硬茬子了 他知道 某些一流巅峰 或者武学大师 天生直觉敏锐 或者经过一些训练 可以辨别子弹轨迹 然后 来提前避开子弹 就在他还想开枪时 萧辰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后背空门大开 仿佛忘了另一侧的瘦小男人 砰 落腮胡子刚扣动扳机 萧辰手里的枪就砸了过去 咔嚓 枪口一偏 子弹射向了半空中 下一秒 萧辰贴近了落腮胡子 一拳轰出 直奔要害 落腮胡子暴退 眼中闪过浓浓忌惮旦之色 他没想到 这家伙这么猛 竟然在他手里握着 AK-47的时候 杀到他的面前 今天 我兄弟入土为安 你们不该来打扰 所以 你们都得死 在贴近的一刻 萧辰全面爆发了 他必须要第一时间 干掉这家伙 要不然 保不住 他会按下引爆器 浓烈的杀气 以萧辰为中心 洗脚来 笼罩住了落腮胡子 杀 落腮胡子 必无可避 死吼一声 一脚踢向萧辰 一流巅峰 萧辰有些惊讶 这龙海市 还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一流高手 就特么跟大白菜似的 不过 一流巅峰又能如何 照样 灭之 旁边不远处 瘦小男人枪口瞄准 可是却迟迟不敢扣动扳机 因为萧辰和落腮胡子的动作 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他根本无法瞄准 万一一枪 爆掉老大的脑袋 那这笑话可就大了去了 而萧辰之所以敢无视瘦小男人 与落腮胡子近战 也是考虑到了这个 除非对方无视同伴的死活 砰砰 两人拳头碰撞 发出低沉的闷响 落腮胡子 越战越惊 眼前这个青年 真的是武学大师 该结束了 萧辰杀气暴涨 一脚踢在落腮胡子的腰部 后者发出一声痛叫 倒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枪声响了 瘦小男人开枪了 橙黄色的子弹 高速旋转 萧辰仿佛脑后长了眼睛 脚下踏着诡异的步伐 消失在了原地 快速追上了落腮胡子 老大 瘦小男人又开了两枪 可是却枪枪落空 这让他心中生起一股寒意 这家伙太厉害了 可能今天要栽在这里 砰砰 萧辰一跃而起 双腿连踢 视若奔雷 轰在落腮胡子的胸口上 噗 落腮胡子再也承受不住 脸色一白 一口鲜血喷出 重重砸在了地上 饶我兄弟长眠 今天就用你们的鲜血 来祭祀我兄弟的阴魂 萧辰声音冰冷 杀鸡无限 落腮胡子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可是胸口处却传来阵阵剧痛 萧辰连续挤脚 已经把他的胸骨给踢断了 甚至凹陷了下去 碎骨头还戳伤了内脏 要杀我 那就同归于尽吧 落腮胡子争鸣嘶吼 伸手就要抓出引爆器 引爆十二颗高爆炸弹 同归于尽 你太瞧得起 你自己了 萧辰话音未落 转眼间来到落腮胡子面前 一掌刀劈在了他的胳膊上 咔嚓 清脆的鼓裂声传出 落腮胡子发出惨叫 他的胳膊变成了夸张的V型 甚至森白的骨头都露了出来 紧接着 萧辰双手扣住落腮胡子的左胳膊 又是一声 同样断裂了 啊 落腮胡子凄惨大叫 他算计了种种可能 唯一没想到的是 出现了萧辰这么个意外 现在看来 运气不好的 是他们 该死 瘦小男人看着老大 被萧辰废了 按骂一声 抬高枪口 瞄准 快速扣动扳机 碰 萧辰捏住落腮胡子的脖子 把他挡在了自己身前 子弹击中他的胸口 鲜血飞劲出 嗯嗯 落腮胡子一口一口吐着鲜血 眼神有些涣散了 身体剧烈颤抖 赎罪吧 萧辰一脚把落腮胡子 踢倒在苏云飞的墓碑前 让他双膝跪地 面朝着墓碑 扑 落腮胡子 又吐了口鲜血 模糊的视线 落在墓碑上的照片上